第五百二十七集 石婉颜给洛做检查 师爷坚决要陪在旁边 他这是什么情况 这次石婉颜也束手无策 各项指数都很正常 没有中毒 脉搏也没有任何不寻常的迹象 唯一的可能性 那就是基因发生了变异 基因发生变异 狼人族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被动变身 在白天非自愿的状态下 他们会一直保持狼身 落的狼身在白天显现 而且无法受到药物抑制恢复原形 这表示他身体里的基因 很有可能跟阿卡巴族人的基因不太一样 石婉颜的话让石也眉心紧重 你想说他不是真正的落 哥 这已经不重要了 他叹了口气然后道 如果是阿卡巴族的狼人基因 那我最起码还知道要怎么应对 但若他的基因是被改造过的 我只能以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的方式来处理了 石也沉默 他明明记得上次对落用要起了作用的 为何这次却没有效果呢 难道落真的如炎炎所猜想的那样 是被基因改造出来的 一直以来他都非常坚信 落落就是落落 无论别人再怎么质疑 他从不改变想法 可现在情况突变 他的想法有了一丝丝的动摇 石碗炎又继续补充道 现在他的身份暴露 恐怕会引来不小的麻烦 你应该很清楚 阿卡巴族为什么这么多年 一直隐匿在森林之中 他们没有办法适应人类社会的险恶 若他身上有狼人基因的事情 被揭露出去 恐怕要被那些别有意图的人盯上了 不管发生什么 我会尽全力护着他 如果他一直维持这个状态 甚至永远都恢复不了人生 你还能护多久呢 你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我现在只能给他打个镇定计 让他在恢复人生之前 最起码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 不会被动物本能所主导意识 但具体能不能彻底恢复过来 我们只能等着观察了 好 一切都交给你 使也知道 这已经是石婉颜能力所及范围内可以做的事了 而自己能做的 就是全然相信妹妹 虽然妹妹不是菩萨神仙 但她的医术还是很靠谱的 石婉颜给洛抽血打针 带着她的血样拿去做详细的化验 石也则是静静地坐在旁边 思考着刚刚的话 不知过了多久 病床上的洛恢复了意识 指尖动了两下 他快速反应过来 洛洛 你醒了 水 石也倒了杯水过来 把洛扶起来 想要伸手 可是爪子根本握不住 我喂你 石也小心翼翼地捧着水为洛喝下 太渴了 他足足喝了五杯 感觉怎么样 没事 洛摇摇头 低头看自己的爪子和尾巴 面容僵硬 石也连忙安抚他 别担心 很快就能恢复过来了 你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洛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过他 即便上次被拐卖到山村里 也并没有在石也面前显过狼身 交往到现在 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知道秘密才对啊 为什么却看起来如此淡定 甚至 比他还清楚他的身体状况 石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现在还有很多的不确定 洛洛 你有没有想起什么 关于狼人的事情 洛脸色一僵 你 你也是狼人族 我不是 那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 石也叹了口气 复杂的双眸带着几分愧疚 眼前的女孩 真的是那个为了她 不惜牺牲自己的洛洛吗 如果不是 那她该怎样对她说明过去的那些事呢 她会介意吗 阿爷 你为什么不说话 洛看不懂 他这副悲伤的眼神里 在透露什么 石也的思绪被拉回 你好休息 其他事情我会帮你想办法解决的 话洛 男人起身准备离开 突然一只爪子塞进他手心里 能不能 请你帮我个忙 石也的心软了下来 望着他温柔地道 你说 我想查一个地方 哪里 一个叫毒蛇森林的地方 他刚说完 就见石也的瞳孔猛的一颤 随即又露出惊喜之色 客厅里 卓珊珊忐忑地坐在沙发上等了大半天 也不知道落的情况如何 豪门太大 太宽敞 屋里还有庸人走来走去 她作为客人 不敢四处晃悠 孩子们放学回到家 看到有个小姐姐坐在沙发上 不由地移了一声 六宝走到他面前 歪着脖子打亮着 你是爹地 请来的新保姆吗 卓珊珊尴尬地摇头 哦 六宝嘟着嘴 食指点在下巴上 小姐姐背后的黑影 好重哦 看样子最近要倒大霉了 五宝忽然凑过来问 六宝 你在看什么呢 她低头在哥哥耳边 悄悄地说了几句话 只见五宝眼底 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然后把其他兄弟们都叫过来 没多久 六只萌娃排成一排 站在沙发前 跟卓珊珊相互打量着 气氛有点诡异 卓珊珊心里有点吃惊 她早就听说过 风家六胞胎 其中一个孩子是小童星 长得又萌又绅士 像个小大人 上了好几次综艺节目 名气不小 如今亲眼所见 眼前六个小可爱 果然长得一模一样 但举手投足之间 透露出来的气质 却是各有不同 小朋友 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这六双诧异的眼神 让她有些发毛 二宝清了清喉咙道 大姐姐 你最近腰倒大霉了 啊 六宝说你宴堂发黑 七色差 身后还酝酿了一团 好浓好黑的霉运 看样子 近期内要发生 很多倒霉的事情 大姐姐 你想驱除霉运的话 转账巴巴巴 如果想要好运 祝福加持 再加一千八百八十八即可 卓珊珊一脸的酒 忍不住小声的嘀咕 现在的孩子说话 怎么跟桥底下摆摊的神棍似的 大姐姐 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不会骗你的 大宝一本正经的道 五兄弟不约而同的点头 非常的认真 卓珊珊乐坏了 年纪小小的就这么会做生意 不愧是冯家的孩子 宝宝们面面相去 有点无奈 有眼不识泰山呢 他们家六宝的锦理加持体制 可不是盖的 金口预言 比天桥下算命师傅还准 因此在学校 特别受学生家长和老师们的欢迎 尤其是考试的前一周 校门外 总是有不少其他年纪的学生家长 前来排队找六宝 求着他开金口送祝福 大姐姐 你刚刚在来之前 已经躲过了一次死结 对吗 卓珊珊一睁 他想起刚刚在S大外面 差点被车撞的事情 不由得点头 是啊 对方没有得逞 你被惦记上了 六宝说得头头是道 之后你还会接连 遇到类似的事情 而且 而且什么 卓珊珊被六宝说得 心都提了起来 你身上的霉运 还会波及别人 让周围的人替你挡在 而后又凝聚更多的倒霉 可以说是倒霉中的顶级倒霉 六宝的这番话 成功地把它给震撼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二十八集 会波及到别人的霉运 说的不就是刚刚的车祸事件吗 洛为了救他 差点将命搭上 最后反而害得他变成狼狮 被媒体记者们拍了下来 卓珊珊刚刚偷偷上网看了一眼 师爷虽然已经让人把消息给压了下去 但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 还是被传开了 闹得沸沸扬扬 这么来说 洛洛是被我害的 卓珊珊的脸色顿时煞白 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把目光重新落在六胞胎的身上 小朋友 我的霉运已经殃及别人了 这可怎么办 对方会比我更加糟糕吗 六宝若有所思 让我看一眼对方才能告诉你 那简单 他就在你们家里 一会儿你快过去看看 只要能够帮他消除霉运 开多少钱都没问题 太高价格的话 我写个欠条 以后每个月分期付款 加利息还给你 孩子们微微挑眉 真没看出来 这位大姐姐这么有义气 听到自己倒霉的时候 一点都不在乎 反而担心身边的人会遭殃 十万岩的基因研究报告 还没有做好 就从十野那边得知了 洛恢复了关于毒蛇森林的记忆 于是他又亲自给洛做了详细的检查 最后有了意外的发现 他的记忆被人篡改过 听到这个结论 十野不由地皱起眉头 洗脑 跟你之前的情况差不多 具体情况还不能肯定 我们要把严世天找回来帮忙才行 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之外 还有谁有本事对其他人洗脑 你忘了吗 以前K集团 贩售过一种遥控器 可以透过频率 干扰脑电波传输信息 从中篡改大脑记忆 十万岩提及这玩意儿 十野才想起 当初苏若新 就是被人用这个东西洗脑的 后来他们把K集团的勤星找来 这才成功地破解遥控器 和芯片里的秘密 若不是风景城在黑市 见过这种黑科技 恐怕大家都还被蒙在鼓里 迟迟查不出真相 十野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既然现在查出他的记忆被篡改过 是不是能证明 他就是真的落落 十万岩看着他 哥 对你而言 真实的定义是什么 是拥有真的落落的基因 还是拥有落落的长相 还是拥有落落的记忆 十野想了想到 请不得要 你应该很清楚 以目前的黑科技程度 要研制出一个 拥有相同记忆和基因的科隆人 并不是难事 哥 我是担心 万一这世界上 还有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落落 那到时候 你要如何分辨 如何抉择 十野被问住了 他知道 十万岩的担心 不是虚无的 大家都见识过 基灵城和华灿的实验基地 那些反人类的科学实验 说白了 说白了 就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万一真的发生他所说的事件 十野又该以什么样为基准 去判断哪个才是他心爱的落落呢 像吗 性格 基因 记忆 对他来说 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 但即便全都符合 就一定是落落吗 十万岩离开了 让实野在房间里独自冷静 十分钟后 他平复好心情 去了落的房间 怎么样 你查出来了吗 落一见实野回来 便不由自主地忐忑起来 他从他那双深邃的毛子里 看见了许多复杂的情绪 是他看不明白的眼神 实野坐在床边 凝视着落的眼睛 眸如秋水 星星月亮的光辉 都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阿爷 落落 如果有一天 我不记得你了 你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实野吗 当然不会 如果有天我死了 后来你遇到一个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会认为那个人就是我吗 落愣愣地望着他 好像已经知道 实野要告诉他什么 不语 实野继续问下去 如果那个跟我长得 一模一样的人 跟我有相同的记忆和身份 甚至连基因都一样 你也会相信他就是我吗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刚才迷茫了 落看着他 心里莫名地堵得慌 这是要说分手的节奏吗 似乎一切都理所当然 他从之前就知道 自己只是一个替代品 一个合格的替代品 该有被分手的自觉 落正忐忑着 实野又开口 把自己的话揭了下去 但我突然想起 很久之前听说过的一句话 跟着心走就是了 很多时候眼睛所见 不一定是真的 大脑可以编织成千上万的谎言 唯独心不会说话 那你认为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女孩吗 落终于问出心中所想的问题 实野在他脱口而出的顷刻间 忽然轻声将他按倒在床上 迷离而沧桑的毛子 蕴含着浓烈的爱和欲 他暗雅的钟低音 秒秒落下 洛洛 就算你换了一副皮囊 彻底忘了我 性格又完全了 都改变不了唯一的事实 我的灵魂 停在茫茫人海中 一眼就认出你 就跟从前的他一样 今世的他 完全变了样 性格和记忆也都不同了 但他还是他 最本质的那缕灵魂 是永远不变的 既然当初你能一眼就认出我 那么现在 我也可以做到 说完 他俯身压着他 唇齿相抵 似掠夺 也似发现 但更多的是 倾诉自己的爱意 有一种爱 超越了表象 与外表无关 看不见 摸不着 听不见 尝不到 灵魂有多爱一个人 心知道 只要跟着心走 就能认得出 自己灵魂中 深深记住的那个人 他扣住他的下巴 疯狂地掠夺着眼前的美好 洛洛 洛根本没有机会说话 连大气都没法喘 声色地配合着 洛洛 时野那充满蛊惑的嗓音 在耳边萦绕 挠得他情迷意乱 只能任他采决 你就是我的洛洛 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无论什么时候 我哪怕闭着眼 都能精准地把你认出来 你逃不掉了 客厅那边 孩子们看在 卓珊珊这么傻的份上 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 优惠价 九百八十八 清除霉运 和好运加持套餐 卓珊珊还没有开口答应 就见十碗岩走了过来 拍了拍二宝的头 原以为他要批评教育孩子一番 结果却听见他开口道 这么亏本的生意你们也做呀 能不能再出息点 卓珊珊无语 不是一家人 不经一家门 资本家果然都是吸血鬼 不愧是风家人 二宝无奈地挠了挠头 有点委屈 又不是我想的 六宝刚刚还想免费送他呢 卓珊珊闻言 即刻脱口而出 免费 我可以啊 十碗岩的嘴角抽了抽 那还是九八八吧 少是少了点 但总比免费好呀 二宝一本正经地补充道 大姐姐 这种好运加持 还是不要想着免费 先不说效果不如花钱的好 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 没运加倍 那我若是拿了优惠价 是不是效果也会降低啊 那当然 啊 那我不要优惠了 你们给我算算 我和洛洛两个人 去除没运和好运加持 得花多少钱 三宝对数字最敏感 立刻就算了出来 五千五百五十二 可以凑个整数 五千五百五十 便宜你两块钱 哎 不行不行 我给你凑个整数 就六千块 六六大顺 多吉利 卓姗姗二话不说 掏出手机 给孩子们转账 这是他前阵子 存下来的钱 原本是想要 给卓八做手术用的 后来石野买下店铺 家里不缺钱 他的存款 也就用不上了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二十九集 如今也是时候 花钱消灾了 这笔交易不亏 不亏 石万言看着儿子们 就这么轻易地 把六千块钱赚到手 真的是羡慕又惊讶 二宝朝着妈咪 骄傲地仰着下巴 露出了一副 求夸赞的表情 石万言摸了摸儿子的头 总算没有丢自己的脸 商业鬼才的名称 非你莫属 稳了 那当然 卓山山赴完钱 双眼发光 满是期待地看着六宝 快把那啥好运符 去眉符 通通交出来吧 记得 要两份哦 六宝哪有什么好运符 他全靠一张嘴 大姐姐 祝你好运连连 谢谢啊 交易完毕 啥 卓山山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 就这 六千块 就买你一句好运连连吗 这 这逗人耍呢 六宝指着他背后道 是啊 没运都解决好了 你身后 已经没有黑气团了 他感觉自己都快要疯了 六千块 整整六千块 刚才自己为何会一下子脑抽 一口气 换了六千块 如果这就叫好运加持 那我也可以啊 你要什么祝福 我都能给你 年年有余 树笔难杀 心想事成 水逆退散 有房有车有存款 大宝面无表情 你说的 没有加持功效 六宝说的才有 卓山山低声地喝了一声 我信你个鬼 若不是十碗盐 坐在沙发上看热闹 恐怕他现在已经掐着玩儿们的脖子 把钱追回来了 风家 惹不起 唉 还是认灾吧 被骗走的六千块 努力赚回来就是了 不 石野终于把洛带下楼 而基因报告结果也已经出来 石婉言将报告交给石野看 这张是他跟阿卡巴族人的基因对比图 相似度将近八成 另外 我还替他做了性子鉴定 确定他跟酋长和酋长夫人有血缘关系 报告出来 证实了洛就是阿卡巴族人 但这些显然已经在预料之中了 石野平静地看完报告之后问道 你上哪儿找到阿卡巴族人的血痒 前阵子派人去毒蛇森林采集的 之前封锦城建议做化验来确认洛的身份 头发是取到了 但他们联系不上夏苗苗 无法取得血样来进行对比 于是大家又想了个办法 派人去毒蛇森林 以研究新的狼族抑制药为由 对酋长和酋长夫人他们采集血样 没想到血样来得这么巧 前天刚到 今天就派上了用场 但做这测试也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下次不用再做 我完全确认了 石野淡淡地道 我已经确认他就是洛洛 怎么确认的 用心 石婉言愣了愣 随即明白过来 那你打算带他回毒蛇森林吗 嗯 就这几天 也好 阿卡巴族或许能帮上忙 到现在 洛的身体都还没有彻底地恢复 顶着爪子和尾巴也不好出门见人 或许真如石婉言所说 阿卡巴族会有办法应对呢 做好决定之后如实重负 大家终于可以吃晚餐了 卓山山本想先行回去的 但一想到自己被坑了六千块钱 就果断留下来蹭饭吃 最起码给个心理安慰吧 就当做是花钱 吃米其林六星级餐厅的饭吧 两岁半的小桃子 说话越来越流利 望着坐在对面的石野和洛 他乖巧又奶蒙地喊了一句 舅舅 舅妈 甜蜜蜜 幸福快乐 洛莫名地想起 刚刚在房间跟石野的事情 脸色一红 谢谢啊 石野若无其事地给他喂饭吃 洛成围了餐桌上独特的风景 爪子握不住筷子 只能任由石野喂食 他感觉自己如同废物 这爪子除了挠痒和卖谋 就没啥用处了 唯一让洛觉得心暖的是 大家都没有对他的爪子和尾巴 露出异样的目光 若是换作其他人 特别是孩子 早就被他这模样吓得大哭尿裤子了 风家果然不是普通人 连心脏的承受能力都如此强大 哎 对了 卓珊珊忽然想起什么 停下筷子 所有人都纷纷地将石线落在他的身上 洛洛 我给你买了一套去出没运和好运的加持套餐 洛一脸茫然 啊 那是什么 卓珊珊的目光在六包胎身上扫过 有点脸忙 实在是认不出来哪个是六包 呃 那谁 我付了钱的 你赶紧送货呀 六包巴唧巴唧地吃着饭 忽然被Q了一下 顿时从碗里抬起头 连嘴都不擦 含糊地敷衍道 舅妈 我祝你好运连连 福寿安康 洛觉得很好笑 这风家的孩子 怎么那么喜欢祝福别人 还挺可爱的 卓珊珊立刻表达不满 哎 不对啊 你刚刚只跟我说了好运连连 怎么给洛洛多送了一句话呀 说多一句话 效果可以加倍 那为啥我没有 嗯 大姐姐 你的霉运很可怕 会传染 我怕多说几句 会遭连累 卓珊珊好憋屈 是不明白的诈骗吗 神棍还有理了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孩子 就在卓珊珊陷入愤愤不平当中 正给十万盐夹菜的封锦程 忽然开口问他 他收了你多少钱 卓珊珊一听 还以为封总裁要替他出头 把钱拿回来 心中一喜 六千 他故意露出委屈爸爸的模样 还以为封总裁要对儿子 进行一番教育 起料他却开口吐槽儿子 亏了 十万盐弱弱地补了一句 儿子原本还打算做免费的 那怎么行 锦里体质这么罕见的东西 谁碰到你 是他们上辈子修了的福气 不多给点钱也收不过去 开价之前都不知道 先做个市场估价的吗 不得不说 封甲还真的是全员一条心 连额钱也是同生同气的 睁大眼睛说瞎话 一点也不觉得心虚 卓珊珊本来想要借此机会告状 让孩子们把那六千块钱吐出来 谁知连封锦城都发话了 可想而知 他已经血本无归 怪就怪自己傻呗 碰到这一家子老狐狸 算他倒霉 洛听到他们的谈话 脸色一顿 六千块 你花六千块买了什么 就刚刚那句 祝你好运连连 服输安康 花了我六千块 洛看得出来 卓珊珊是被孩子们坑了 急忙用眼神向石野求助 结果 石野淡淡地表示 他确实赚大了 六宝已经从来不给 初次见面的人好运加持 卓珊珊心晦意冷 得了吧 再说下去 搞不好大家 都让他下跪感恩戴得了 洛也觉得 这听起来很不合理 用两只爪子 扯着石野的衣服 尽量地压低生意 六千块 对于珊珊来说 是一笔大树 你让孩子们还给他吧 或者 我替他付也行 他只早会明白 这笔钱 花得不亏 石野都这样说了 若知道 事情没有转环的余地 只能替卓珊珊心疼 还好 封家的厨子厨艺好 卓珊珊觉得 自己蹭得不亏 有些食材 是外头的高级餐厅 都吃不到的 用过晚餐 卓珊珊的心里很酸 但还是得离开了 那个 时间很晚了 我觉得 我也该回去了 刚刚我妈给我打电话 催我回家呢 谢谢封总 和封太太的招待 石野让芸汐 把卓珊珊送回去 而洛还没有恢复人身 不方便出门 索性留在这里住几天 也好让石婉妍 对她进行观察和治疗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三十集 全家人坐在客厅里 聊几天来 石婉妍随口问洛 你的记忆恢复了多少 他摇了摇头 不多 很零散 听说 你之前根本不晓得 自己身上有狼人的血统 嗯 是上个月才知道的 有天晚上 我突然就变身了 尽管洛说得很平淡 但大家都不难想象 当时的她 一定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石婉妍继续地关心道 那 你是怎么应对的 后来 没有再变身了吗 变身那晚之后 有个小女孩出现在我家 替我做了些治疗 说我短时间内 不会再现狼身 等等 你刚说 一个小女孩 封锦城 一下捕捉到了重点 落点了点头 发现封氏夫妇和六胞胎 用一副震惊的目光 看着她 是啊 那小女孩怎么了吗 她望向石野 见她露出惊喜之色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那个小女孩的长相 就是一个穿着打扮 像小萝莉的孩子 言行举止 却成熟地吓人 有时候她的双眼 会露出那种 让人敬畏的光芒 好像能把人看穿似的 听完洛洛的描述 大家都震惊地 面面相去 石仙美妇没错 封锦城淡淡地 做了一句总结 石婉言也服役道 还真是个令人意外的消息 洛听得一头雾水 你们在说什么 那孩子 你们也认识吗 她望向石野 见她脸上 难言喜悦之色 洛洛 你早就该跟我说这件事 她交代过 不许透露她的事情 给其他人知道 若不是因为今天这当事 恐怕她也不会将 那个小女孩的事情 告诉任何人 她还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比如你过去的身份 和你以前发生的事 洛摇了摇头 她说 我时机还没到 那些事情 我总有一天 会自己想起来的 真相的面纱 总算被揭开了一角 大家终于确定 眼前的这位 就是他们认识的洛洛 他们也曾怀疑过 夏苗苗会不会知道些隐情 但并没有证据 如果确定 夏苗苗是关键人物 却无人能够想明白 她究竟有何用意 夏家跟阿卡八族 是有多好的交情 至于让她亲手 把一个死去之人 重新复活 亦或者 她还有其他的用意 这是细思极恐的事情 石婉言在关键时刻 打断了话题 好了 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我约了老朋友上门 替你做脑部检查 关于记忆的事情 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网络上的事情 还在努力的处理中 石也没有把情况告诉洛 而是哄着她安心入眠 隔天一走 严世天带着助理和各种检测机器过来了 魏洛进行脑部扫描和各种检查 看了看检查结果出来的数据 严世天愣了好几秒 有点意思 听到这个评价 石也的心里有些紧张 情况如何 她是被洗去记忆了吗 她没 没有任何记忆被牵挟的痕迹 她眉心一皱 怎么可能啊 但她的脑部被植入了新的记忆 从而改变了自我认知 意思就是说 她现在以为的自己 很有可能不是真的自己 瞎扯淡 严世天的嘴角抽了抽 不语 报告确实是这么说的 这人不愿意听实话 还让她来做检查干什么 石婉言连忙打岔 问清楚状况 小天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发现 不愧是老朋友 一眼就看出对方的心思 严世天便不再隐瞒 我发现她的脑部构造 跟我们一般人不同 严格来说 她这构造完全不像现代人 我之前做过一项 关于远古人的研究 发现他们跟现代人类的脑部结构 有很大区别 而这位小姐 与那些远古人的脑部结构 更接近一些 只有微妙细节生的差别而已 这消息让石婉言和石野都错愕了好几秒 还不等他们消化完 只听见严世天又继续道 最神奇的是 这脑袋结构被开发了30% 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普通人脑袋开发程度 不超过10% 就连爱因斯坦那样厉害的人 也才开发了14% 而这位小姐 脑袋开发程度 比全世界人类还高 都能拿下世界纪录了 洛一直在旁边 听着他们讨论 自己则是满头的雾水 终于忍不住开口提问道 脑袋开发30% 跟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除了会变成狼身之外 我没有感觉 自己跟别人有啥不一样啊 也不见得 比其他人聪明 这测试结果 应该不准确吧 严实天摇头 解释起来 我没说过 你比一般人聪明 人的大脑有很多用途 学习能力 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 而你的脑袋里 那些被开发的其他部分 才是导致你 精英突变的原因 落皱着眉不紧 那 我就不算是个人了 不 你比我们各像个正常人 人类因为脑袋没有被全面开发 反而受到了许多局限和约束 寿命短暂 容易生病 多头障碍 甚至最常见的是被情绪主导意识行为 实际上人类身上携带的精英很强大 我们能做的事情 云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 严实天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太难被理解 又换了个说法继续道 就好比一台多功能的智能手机 在普遍人的手里 只能发挥10%到20%的功能 打电话 发的信 拍照 上网 打游戏 强大中 但智能手机的零件 云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得多 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发更多实用功能罢了 听到这样贴切的比喻 大家都恍然大悟 石婉炎的领悟力很好 举一反三 这么说来 洛洛现在的情况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正常的 但从她身体状况看来 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这算是一种超能力吗 没错 这是一种超能力 不是一种变 确实如此 石婉炎记得 阿卡巴族人的平均寿命是200岁 他们的肌肉发达程度 力度 速度 都在正常人之上 严实天看着落的爪子和尾巴 平淡的眼神里 夹杂着几分雀跃的目光 谢谢你给我机会 逼你做脑部检查 这份报告 让我的研究有了更新的突破 我预估 像你这样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新地球人类未来的模样 虽然听不懂严实天在说些什么 但落能看得出来 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是一件坏事 既然你说我这是一种超能力 那我应该可以控制它吧 是的 遥控器就在你身上 除了你以外 没有其他人能帮助你 掌控这些超能力 可我完全没有头绪啊 因为你还没有学会拿回身体的主导权 身体不替你使唤 说得好简单 但又有谁的身体 能听自己的使唤呢 正常人确实没法掌握自己身体 但我很确定 你有这个能力 只是你的意识是被植入的 至少得经历几年的磨合 你的头脑才会完全熟悉这具身体 就跟小孩子在四五岁以后 才会行动的更敏捷一个道理 好吧 听言诗天科普了这么多 好歹大家心里都有了个底 第一 落的脑部结构与常人不同 具备超能力 第二 只要落学会了用意识掌控身体 就能切换自如 第三 落的这具身体 很有可能是先被创造出来 再植入意识和记忆的 时也捋明白之后 又想起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那么 他过去的记忆还能找回来吗 能 但这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你们应该找那位 帮他植入意识的人 虽然我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办法的 但我想 那人应该掌握了 颠覆目前地球 已知科技的高级技术 听到这里 师爷不由自主地 跟十万言对视一眼 异口同声地道 夏淼淼 卓珊珊回到家后 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 你把你的车弄丢了 嗯 那你说说 你丢哪儿了 好像是 咱们老家附近的森林 卓妈差点没被她气死 孩子居然回到家 才发现摩托车弄丢了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三十一集 能傻成这样 怕不是轻生的吧 简直凭玉己之力 拉低全家人的智商水平 卓珊珊欲哭无泪 她没好意思说 自己被小神棍 骗了六千块钱 哎 不是说梅运去除了吗 不 骗人的 凤家的孩子太坏了 她回房自闭 没多久 却听见卓妈 传了一阵呼叫 珊珊 你快下来 人家把你的车子 给送回来了 快来给人道谢 她一阵错愕 连忙跑下楼 看个究竟 才刚下来 就见芸汐带人 把摩托车送了回来 还对她深深地 拘了一躬 卓小姐 我的车给你送回来了 感谢你今天 帮助洛洛小姐 少爷交代 以后你若有什么 需要帮忙的 可以尽管看口 这 芸汐说完 便告别离开 卓珊珊感觉受宠若惊 刚刚那种霉运的感觉 突然就消失了 确实有点生气 但转念想了想 是她帮助洛洛在先 所以时也交代属下 替她把摩托车送回来 也算是她应得的回报 这跟好运 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 摩托车回来了 卓珊珊还是觉得 自己被骗走六千块钱 一点也不划算 直到第二天 她开始发现了不对劲 她原本想去市里 看看新店铺的位置 结果因为昨天太累 直接睡过了头 错过了时间 卓妈晚上在医院 陪着卓爸留宿 一大早给卓珊珊打电话 珊珊啊 你没去看店铺吧 她朦胧中从床上跳起来 吓得脸色苍白 我现在就去 原以为会被母亲痛骂一顿 结果却听到 电话那头的人松了口气 还好你没去 真是把我给吓死了 你都不知道 刚刚市区那边 发生了一起抢劫谋杀案 就在咱们看中 那新店铺的隔壁 啊 你没看新闻吗 现在大家都炸锅了 我 我在高睡醒 哎哟 真是老天保佑 菩萨保佑 祖宗保佑 真是不敢想象 要是你这会儿 已经人在那儿 恐怕也要遭殃 卓妈挂断电话 卓珊珊连忙 上网看新闻 市区新环商业楼 发生抢劫案 十六人遇害死亡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案发现场 居然真的是 他前几天看中的 那新店铺的隔壁 事情发生在一个小时前 由于隔壁的店铺 那家珠宝店 正在办优惠活动 络绎不绝 结果发生了大型的抢劫案 劫匪一共有六名 洗劫了珠宝店全部首饰 以及在场的消费客人 有两个客人试图逃跑 劫匪追了出来 把对方和附近店铺的其他人 一同杀害 造成死伤无数 卓珊珊看完新闻 只觉得背脊一阵凉嗦嗦的 如果他今天没有睡过头 是不是现在已经成为了 伤亡者之中的一员了 这简直太可怕了 卓珊珊用左手 握住发抖的右手 这 这应该是巧合吧 后怕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他连忙双手合十 对着窗外的蓝天 感谢菩萨和祖先保佑 最后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感谢凤家六胞胎的保佑 跟死神擦肩而过 劫后余生 平复了情绪 卓珊珊决定 把那家店铺给退了 刚刚刷新闻的时候 无意间看见 有人说新环商业楼附近 有个红灯区 治安不好 这么危险的地方 实在是不适合做生意 卓珊珊不想冒险 原本他连签约的订金都不打算要回来了 谁知业主听说他要解约后 非常爽快地把订金给退了回来 卓珊珊受宠若惊 忍不住问了一句 这原本就能退的吗 业主非常坦然地道 订金你就拿回去吧 这家店铺我已经打算卖出去了 搞危险的 有多的就当作是我给你的精神补偿 挂完电话 他整个人都懵了 居然还有这等好事 不仅回本 还因此多赚了一点钱 卓珊珊的心理平衡了许多 好吧 我承认 凤家孩子的祝福还挺管用的 接下来的一整天 他发现自己不断地跟危险和破财擦边 铤而走险 先是差点发生车祸事故 再后来因为人多 没有搭上医院电梯 所以错过了电梯故障受困 出去买饭 手机落在店里 被卖家追了两条街还了回来 卓珊珊终于意识到 自己的六千块 不仅没有白花 而且是赚大发了 于是他主动给洛打电话 洛洛 你还住在凤家吗 没有了 我正准备上飞机 怎么了 呃 也没啥 诶 你要出国吗 啊 我有事 要去一趟陨城 过几天回来再跟你说 哦 那行吧 等你回来我们再约 没有了洛 他也不好自己一个人跑去封家 搞不好在小区门口就被保安给堵了 想想还是算了吧 以后有机会见面 再向那井里体质的孩子郑重地道谢 相比起卓珊珊的愉悦 洛这里显得有些许的沉重和压抑 师爷见他垂着双眸若有所思 不由地将他紧紧搂住 在想什么 我有点紧张 万一恢复记忆之后 发现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该怎么办 你这是瞎大心 他看着他那星辰般的眼眸 真诚无比地道 不敢肯定 你就是我要转的人 你不相信我吗 信 那就完事了 他想了想又继续道 还有一件事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要怎么把尾巴和爪子收回去呢 洛伸出自己的一双狼爪 满脸的无奈 这玩意儿对我来说 一点用都没有 抓不住碗筷 连牵手都不行 你可以慢忙 喵 时也看他配合地 做了一个猫咪撒娇的动作 忍君不禁 这么可爱的女朋友 真想要收藏在口袋里 不让别人看见 还好 后级势力只有他们自己人 没有其他人 时也安排的是私人飞机 全程措施做得非常缜密 不让任何人将落的事情泄露出去 数小时后 下家门前 停靠着一辆豪华轿车 芸汐在门前打完招呼 回到车上的时候 脸色不怎么好 少爷 他们说夏美美闭闭关了 不见任何人 时也的眉心皱了皱 还在闭关 如果没记错的话 前阵子石碗炎 派人联系夏苗苗的时候 也是以闭关为由拒绝见面 但转头就去了S市找路 你去跟他们说 我们会在外头这里 等到他愿意见我们为止 说了 里面的人回了一句情编 又把门关上了 不见就是不见 没人在乎客人在外面 要等候多久 夏家向来如此 石爷也是个脾气倔的人 说等就等 还让人在夏家宅院正门口 搭起了棚来 来势汹汹 就看人家什么时候开门了 于是所有人都在夏家门口留宿 夏家宅院里 夏天城看着实验室里 正在鼓到化学药剂的夏苗苗 欲言又止 只能悄悄地叹气 引来夏苗苗的不满 要叹气就去外面叹 别在我耳边挨挨挨的 烦死了 大小姐 人家堵在咱们家门口了 这多难看啊 显得我们好像很没礼报似的 万一惹人闲话咋着 这里没有左邻幽舍 你怕谁说闲话 说得好有道理 夏天城无力反驳 其实我就是好奇 大小姐 你为什么不愿意见人 整得咱们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 是有点像 那你的意思是见 不见 这孩子 果真是有点孤僻了 但大家都拿他没办法 全家就没有一个人能看懂 他心里在想什么 更是不明白 他成天古道奇奇怪怪的东西 目的为何 夏天城决定放弃劝说 突然听见夏苗苗换了他一声 你去给他们传个话吧 嗯 带进来吗 不是 我写章纸给你看 你照着我说的去做吧 嗯 本集播剪完毕 我们下期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三十二集 夏苗苗说完 低头找了纸盒笔 刷刷刷地写了一句话 塞到夏天城的手中 夏天城低头看了一眼纸条上的内容 脸色沉了沉 这么严重 少废话 让你去做就去做 夏天城灰溜溜地被赶出实验室 打开宅院门口的时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正好照进来 门外的人被搁置一声惊醒 立刻睁开眼睛 只见夏天城轻咳了一声 脸色平静地倒 大小姐让我转达几句话给石先生 芸汐连忙在车窗上敲了几下 把石也叫醒 车窗缓缓落下 露出男人冷冽的侧脸 他犀利的目光落在夏天城的身上 让你们大小姐出来见我 夏天城差点被他这气场给震撼住 吞了吞唾沫 举起手中的纸条说道 大小姐让我转告给你 最好赶紧把她送回原本该去的地方 否则错过了今晚 你们永远都得不到答案 石也的眉心紧重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是大小姐的原话 反正我已经转告完毕了 听不听随你们 夏天城说完 就冷漠地把门关上 将所有人隔绝在门外 芸汐听得有点茫然 走过来问石也 少爷 要我去敲门 让他出来解释清楚吗 石也低头 看了一眼怀中熟睡的女人 侯姐滚了滚 不用 那继续等 去机场 少爷 是不打算弄个明白了 当然要 男人顿了顿 语气坚定地等 去读车森林 夏天城躲在门缝里 看着石也他们离去 这才回头去给夏淼淼汇报 都走了 夏淼淼嗡了一声 又继续埋头鼓刀 他开口提问道 大小姐 他们真的会出事吗 谁知道呢 啊 所以你只是随口说的 毒蛇森林 是要出点事 但他们会不会遭殃 我也不确定 推算这些太费力了 我懒 听到这里 夏天城不由地抽了抽嘴角 神TM费力 对夏淼淼来说 掐算预测 比喝水还要简单 但懒 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夏天城觉得 每天揣测家里这位小祖宗 真的是太累了 以后还是不要再问东问西的好 反正石家和阿卡巴族人 发生啥事 也跟他无关 还是少管闲事为妙 他正想离去 夏淼淼忽然抬起头 眼底闪过暗光 封印解开 迎接记忆的同时 还得重新背负族人寄托的希望和使命 我能帮的也就这么多了 接下来 只能看待自己的造化了 夏天城的身躯一阵 大小姐 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至于让你如此尽心尽力地帮他 回忆起过去的种种 夏淼淼总是在关键时刻 主动帮助洛渡过难关 先是让他重生 植入记忆 帮助他习惯外面的社会 替他封印住狼人血脉和记忆 现在又引导他解开封印和恢复记忆 夏天城非常不理解 当初只是见过一面的人 便让夏淼淼如此放在心上 这究竟是为何 夏淼淼是个不爱管闲事之人 怎么偏偏就喜欢插手络的事情 甚至生死 哎 小成啊 夏淼淼忽然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夏天城喜耳恭听 做人要懂得感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你对他这么好 是因为他当初让你抽了凉管血 不 在之前 是吗 你俩之前见过面吗 嗯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夏淼淼露出一抹笑容 带着几分欣慰 又有几分看破红尘的沧桑 一点也不像是个五岁的小女孩 那个今生名叫洛的女孩 是夏淼淼见过最纯净善良的灵魂 上辈子 上上辈子 甚至是上上上辈子 她都积累了不少的功德 前几世的恩情 夏淼淼今世 一并归还给了洛 想必 她很快就能够结束地球轮回 回到原本的世界去了吧 地球对于她而言既无聊又有趣 或许等她将来离开了 还会想念这里的一切 谁知道呢 石野和洛抵达M国 已经是隔天的事情了 刚下飞机 她就感觉到心跳愈发地加快 好似在期待着什么事情的到来 前往毒蛇森林的路上 石野见她一言不发紧绷着脸 就能看出她的情绪非常地紧张 别紧张 反正有我在 阿爷 我的出现 会不会让他们无法接受 在飞机上 石野并已经将 阿卡巴族的事情告诉洛 大致情况 跟他梦中场景见到的人物一模一样 洛原本不敢肯定 但在下飞机的那一刻 他就察觉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牵引 尤其是现在 前往的途中 更是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归属感 你若是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可以先找个酒店休息 平复好心情 时差调整过来后 再过去一行 不 我还可以坚持住 现在就去吧 他担心下家的预言会灵验 师爷早就派人过去毒蛇森林探查情况 暂时还没有查出任何危险的消息 商业 毒蛇森林那边下了好几天的大雨了 山路很滑 还有一些土不嫩现象 要进森林恐怕有一定难度 下雨不能乘坐直升机 只得用走了进去 但因为雨水冲起了土壤 导致森林中出现土崩现象 更是增加了难度 但为了落 时也还是下定决心的 准备好作业工具 让直升机随时带命 好的 毒蛇森林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早就熟门熟路 尤其那些常常进森林的送物资的属下 更是什么爬山工具都有 众人抵达毒蛇森林外围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就绪 大雨滂沱 落看着森林的路口 心在悸动着 原来 这就是家的感觉 他低声地呢喃着 师爷替他将雨衣和登山靴穿好 真挚地叮咛道 进去之后 一定要抓紧我的手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别放开 知道吗 落乖巧的点头 他已经盼着赶快进森林去了 师爷知道他心急不再多说 直接带着一行人进去 森林外围的泥泞很潮湿 还不至于寸步难行 但刚走进去没多久 大家就发现 土壤软得让人心惊肉跳 整个靴子都快要陷进到泥土里面去 泥水顺着坡度冲刷下来 脏兮兮的 冲力还挺大 落一个不注意 差点没站稳脚跟 索性被师爷精紧抓住 才没有摔倒 商业 不好了 前面的土崩现象更严重了 再走下去 我们可能都要被冲走 毫不夸张 这程度简直跟洪水差不多 他们没想到 毒蛇森林下起雨来 竟然如此可怕 连平常最多的蛇都不见一条 看来里面是真的很危险 师爷不由地沉下了脸 弗安文已经这么严重 阿卡巴索在里面的情况 岂不是更糟糕 芸汐回答不出来 他们又不是常住在森林 根本就不清楚 阿卡巴族人每逢雨季的时候 会怎么应对 洛忽然扯了扯师爷的手 我好像知道要怎么过去 你想起来了 之前我在梦里 好像见过一个山洞 是阿卡巴族人 用来避难的地方 但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往前了 换一条路也可以到的 洛指了指令一边没有发生土崩的山路 这让师爷惊讶不已 眼下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决定相信洛的执意 于是又带着众人往另一侧走去 洛带着他们顺着岩壁的路往前走 虽然地面还是有些滑 但总比刚刚要好得多 不至于整只脚踝都陷到泥土里去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三十三集 他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但没想到一路走下来 竟然跟他梦里面的画面 慢慢地重点 显然那些根本不是虚构的梦境 而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记忆 洛对毒蛇森林的每一条路都熟悉到骨子里 闭着眼睛都知道要怎么走 时夜看着他自信满满的样子 心情也好了起来 而芸汐则是暗自砸舌 转而对洛 露出了一抹敬佩的目光 这些天以来 芸汐对洛渐渐地改观了 他原先总带着偏见 怀疑他不是真的洛洛小姐 所以暗地里老是为少爷发愁 同时也担心 两人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伤害 如今芸汐有了新的想法 无论这位洛洛小姐是不是真的 都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他跟少爷真心相爱 两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这就已经足够了 路况越来越艰难 果然不出所料 森林里的路都已经面目全非 泥水冲刷下来 把好几棵大树都冲倒了 好在洛一点也不慌 熟洛地带着大家继续往山上走 越往上走似乎越艰难 但时也相信他 所有人都相信他 直到众人终于被带到了一个干燥安全的山洞 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先在这里待一会儿吧 这是什么地方 还有多远才会找到阿卡巴族人 时也没有见过这个山洞 他早就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分不清哪里是东南西北 落雨器肯定得到 这里是毒蛇森林的南边 我们已经绕到另一侧了 从这里进去是最远的 但也是下雨天唯一安全的路 你对这里有多少记忆 嗯 一点点吧 更多的是直觉引导 他梦里的画面信息量不算多 倒是为他带来了不少的直觉力 众人只得听从他的话 待在山洞里休息 大雨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森林四周都被泥石流狠狠地冲刷着 没一会儿 他们刚刚来的时候走过的路 也都被水淹没了 想出去都没有办法 还好时野的人 带了足够的物资和粮食 完全够他们在这里多待一两天 搭棚 生火 山洞里一下子就被火光照亮 岩壁上的画 顿时吸引住了洛的注意力 他认认真真地走上前 看个究竟 石野跟在他身后 他的狼尾巴 小猫咪的尾巴似的 左右晃动着 从背影看上去 居然有那么一点眸 这上面刻着的是 石野的目光也顿了顿 突然发现 自己居然也能懂一些文字 这是一种古文字 罗淡淡地道 石野一点也不意外 认真地看了几行 心里有点庆幸 自己生在石家 从小就接触各种各样的 培养教育 曾经有一段岁月的时间 石文韵为了让儿子 好好地琢磨医学 扔了不少的医术古籍给他看 认真看完岩壁上的内容 石野平静地翻译起来 阿卡八族的秘书 这或许对你很有帮助 若有些错愕 没想到石野竟然也看得懂 想想也觉得是 石野毕竟出生在顶级豪门 想学什么都不愁找不到老师 像古文这种 只要是接触考古的人 都能学会 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 石野说得没错 岩壁上写的内容 是阿卡八族人的秘书 这其中还有一些 关于截手印的图案 石野依稀记得 他们要变身之前 似乎是要截手印 嘴里念念有词地 说着什么东西 就能够完成变身 若看完之后 试着当场学习起来 但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并没有立刻见效 可能这是假的秘书吧 石野安慰他 骆摇了摇头道 不可能 这秘书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出自我的身上 等我们见到阿卡八族人 或许他们就有办法 帮助你了 虽然石野现在已经习惯了 骆的这身狼尾巴和狼爪 但还是希望他能尽早地 恢复人形 不用再躲躲藏藏 可以光明正大的出门去 骆继续往山洞里走 想把所有的内容都看完 他像个刚接触童话 故事书的小孩子一般 专注地抬头 仔细地阅读 石野的宠溺目光 一直落在他身上 一刻都不想转移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的雨势稍微小了一点 芸汐和属下 出去探查了一番回来 外头的路好像已经被淹没了 想要出去的话 恐怕得雨停后 一两天 水位降下来 路才会好走一些 石野的神色凝重 我们带进来的物资 够待这么久吗 勉强能凑合两三天吧 但石野不知道 这场雨最近要下多久 这确实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看来他们无论如何 都得走进去了 石野刚在心里做了决定 洛忽然从里面 传来一声呼唤 不用看了 外面的路走不了 我们可以走里面 他疑惑地朝洛看去 只见他信心满满地 站在洞穴里 手里举着一只小火把 里面有路 嗯 有 岩碧这里画了一张地图 我刚看了一下 记住了 你对这个有记忆吗 没有 但我隐约知道 阿卡巴族人下雨的时候 都是躲在山东里避雨的 所以 就算我们现在找到部落所在地 也不会看见任何一个人 听到洛的这句话 石野和芸汐都恍然大悟 刚刚他们还有些担心 如此恶劣的环境 恐怕整座森林都要遭殃 阿卡巴族的部落肯定无法幸免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石野一声令下 带着全体人员 一起往山洞里面走去 山洞里还有几处洞穴 洛没有忘记让石野 把岩壁上画的地图拍下来 然后跟着路线一起走 你知道阿卡巴族现在在哪座山洞 不清楚 但我知道不远了 这座森林里有不少山洞 若是要一座座去寻找 恐怕得花好多天时间 相信我 走不了太远的 洛不知道哪来的迷之自信 石野丝毫不怀疑 无论她说什么都选择相信 芸汐和属下别无选择 也只好跟着走 山洞里的路很好走 缺点是黑得让人发慌 甚至一点信号都没有 无法跟外界取得联系 落带着他们像是绕迷宫那样 穿过了好几个洞穴 黑暗的洞穴里安静无比 大家的呼吸声 都能够在四周响起回音 忽然 石野耳尖地听到水滴声 这里面好像有泉水 地图上刚刚也有提到 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吧 大家一致同意 朝着水滴声的方向走去 果不其然 当他们来到一个大洞时 发现这个地方竟然能够照进来外面的光线 一个精美雕塑的泉水池 映如众人眼帘 顺着岩壁滑落 形成了一颗颗白色的中乳石 然后再滴进水池里 壮观是壮观 但 这地方很瘆人 纵使芸汐这样身经百战的男人 看见水池周围的骨骸 都忍不住打哆嗦 落下意识地往石野的身边靠去 显然也是被吓住了 石野深深地皱眉 仔细地打量着那些骨骸 好像有点不对劲 芸汐认真地研究了一番之后 被自己的猜测吓了一跳 这些骨骼的形状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 人鱼 石野语气肯定地回答 听到这里 芸汐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居然还真的有人缘 落原本也挺意外的 但忽然想起什么 啊了一声 啊 外面言壁上也提到了一句 关于人鱼族的事情 我当时没有放在心上 还以为 写的是神话故事呢 石野收回视线 淡淡地回应 历史终究会成为神话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经历三万年的故事 到了后人的眼里 成为无法想象的场景 就会被称之为神话 我本以为 人鱼就跟龙一样 都是古人幻想出来的生物 若干年后 全世界的老虎并未绝种 一直也不少 几年前后的世人 也会认为老虎 是我们幻想出来的生物 因为眼界和见识 会局限人们的想象力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三十四集 大家同时陷入一阵沉思 虽然他们曾经从 史婉言和老祖宗的口中得知 世界上曾有这些 半人半兽的种族存在 但那时都保持着 半信半疑的态度 若不是此刻亲眼所见 他们也不会完全肯定 这世上真的有人鱼族 狼人族 人鱼族 凤凤凰族 这些被世人称之为 神话故事的生物 其实一直存在着 只不过 因为众人没有亲眼见过 就否定他们的存在 确实如时也所说 眼界局限了 人类的想象力 所以我们算是找到 人鱼族的藏身之地了 芸汐看了看周围的残骸 可惜呀 一个活着的都没有 从那些残骸的模样 能够看得出来 这里曾经经历了一场厮杀 周围有不少刀子 盾 长矛等武器 显然他们都不是自然死亡的 这么大幅度的厮杀 恐怕人鱼族 已经彻底灭亡了吧 落的视线 落在那泉水池边缘 雕塑的字体上 认真地阅读了好一会儿 才恍然大悟 这水池的名字 叫人鱼的眼泪 据说 只要将一滴 人鱼眼泪滴在池里 这一池的水 就能让人有声 这么神奇啊 芸汐瞅了瞅那池子 周围全是青苔 和海藻 这水哪能喝呀 别说能不能有声了 估计喝一口 都得拉肚子 拉到虚脱吧 实也淡淡地做了总结 这里若被外面的人知道 恐怕要掀起 不小的争议 到时候毒蛇森林 再也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大家都点头表示认同 洛观察了周围一番 忽然指着前面的路 前面有一条路 我们过去看看吧 实也想都没想 便说好 芸汐联盟阻止 少爷 我们已经偏离了 原定的地图路线 真的要过去吗 看看无妨 反正有她在 绝对不会让洛出是的 一行人穿过泉水池 走到另外一个洞室 更强烈的光线 从外面照射进来 哗啦啦的水声 更加响亮 走到这里 众人才发现 这居然是瀑布 背后的水帘洞 洞穴里 四处都是藤蔓 叫不出名字的小黄花 沿着藤蔓生长 遍布整个洞穴 洛的脑袋里 忽然闪过画面 恍然大悟 啊 原来是这里 你知道这个地方 刚刚突然想起了一些事 这座瀑布 跟阿卡巴族的部落 隔着两座山 是人鱼族的避难处 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居所 明明是人鱼 为什么会躲在山洞 海洋污染太过严重 加上世界各地 有不少海洋生纳实验 大量地捕杀海洋大型生物 导致人鱼族 不得不到陆地 寻找栖息之地 落顿了顿 又指着刚刚来的方向 那个水池 其实就是人鱼族 为了保持身体的湿润 而建造的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师爷挑了挑眉 默默地评价了一句 都说森林真是个宝藏之地 那是 骆的语气中 多了几分骄傲 这森林里 不只有狼人和人鱼族 还住过其他神秘的种族呢 你都想起来了 刚刚言碑上写的呀 师爷看着骆眉目飞扬 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 带他来这里是对的 曾经那个天真活泼的洛洛 逐渐找回来了 就算他无法恢复过去所有的记忆 这一趟也没有白来 就在他心情愉悦之时 耳朵忽然动了动 捕捉到了细微的声音 脸色一沉 芸汐和属下们也听见了 同时往后看去 即刻进入警备状态 骆被他们这突然的变脸行为 给吓到了 怎么了 噓 师爷做了一个尽声的动作 把他护在身后 气氛莫名地令人紧张 芸汐紧紧地盯着 不远处的洞室入口 语气冷变 是谁在那里 出来 一片寂静 除了水声之外 就只有他们的呼吸声 仿佛刚刚大家听见的动静声 只是错觉 但他们很清楚 刚刚听见声音的时候 很明显感觉到了 一股强烈的敌意 对方有偷袭的意图 只是还没有行动 就被发现了 他们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 等待许久 终于看到一抹身影 缓缓地从洞室里走了出来 被护在时夜身后的洛 在看见身影后 觉察到了一股激动的情绪 在心头浮现 他脸色微僵 下意识地用阿卡八族语言开口 是你吗 听到洛的声音 那身影颤了颤 随即一步步地走出来 显露在光线底下 所有人才看清楚 对方的真面目 连时夜都认出对方来了 大长老 穆萨巴颤抖着身子 朝他们缓缓走来 沧桑的面孔 多了几分激动 他不敢置信地 看向时夜和洛 洛洛 真的是你吗 大长老 是我 洛下意识地脱口叫了一声 眼泪不自觉地 从眼角滑落 越过时夜和芸汐众人 站在大长老的面前 原来 他的身体是有记忆的 脑袋想不起来 并不代表身体不记得 在跟穆萨巴 面对面对事的瞬间 洛就感觉到强烈的归属感 那是只有他们族人之间 才会产生的羁绊于共鸣 可在基因和血液之中的 其他人完全无法体会 洛洛 你 你怎么会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擦了擦眼眶激动而流出了泪水 再次看清楚 是真的洛没错 洛洛回来了 洛洛真的回来了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酋长 和酋长夫人 激动的老者开心地像个孩子 紧紧地抓住他的肩膀 笑着叫起来 巫师说的话真的灵验了 我们还以为巫师在胡说八道 没想到 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洛在被穆萨巴抓住肩膀的瞬间 感觉到身上传来一阵剧烈的电流感 脸色顿时煞白 太阳穴刺透 眼前猛地陷入了一片漆黑 他浑然失去重心 整个人往后仰去 洛洛 时也及时上前 把他从穆萨巴的手中抢过来抱住 人已经昏了过去 洛洛 醒醒 穆萨巴满脸的错愕 怎么回事啊 洛洛怎么忽然晕了 他想过来看一眼 结果被时也挡住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做 那他为什么会晕倒 快让我瞧瞧 说吧 穆萨巴伸手过来试探了一下洛的额头 时也满脸警惕地防备着 深怕他做什么伤害到洛的事情 穆萨巴面色沉重 他身上怎么会有封印啊 时也一脸困惑 什么封印 是属于我们狼人族用来封住记忆 和狼人血面的印记 我看他好像是封印松动了 待会晕倒过去 要怎么解开 这必须让巫师和酋长帮忙瞧瞧才行 他们在哪 就在这山洞里跟我过来 他转身带路 时也斟酌了几秒 决定跟着一块过去 穆萨巴的心情还是很激动的 时也和芸汐等人被带着拐了个弯 又到了一个黑暗的洞室 这次 他们在黑暗中看见了一双双红色的眼睛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穆萨巴站在洞室的外边轻声地呼唤 塞西尔 西马 五十 你们快出来 看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他的话音刚落 里面危险气息戛然收敛 新红色的眼睛渐渐暗淡下来 黑暗中只听见哒哒哒的脚步声 逐渐响亮 芸汐打开手电筒 就看见几个人影缓缓地靠近 许久不见的塞西尔和西马 他们似乎比上次见面的时候又苍老了一些 穆萨巴见他们走过来 颤抖着声音说道 塞西尔 西马 快来看 塞西尔的眉心紧重 在走到十眼面前 看到他怀中抱着的女子脸色一僵 西马走过来 第一反应是用手捂住嘴道吸气 落 落落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三十五集 穆萨巴激动地解释道 是的 真的是落落 她回来了 我的落落 我的落落 居然回到我的身边了 西马挖的一声大哭起来 落落 我的宝贝女儿 你终于回到妈妈的身边了 快抬头 让我看看你的脸 动视里其他狼人听见这话 也发出了一阵哗然 真的是落落 不是已经死了吗 难道死了真的可以复杀 西马走上前 想要伸手去摸女儿的脸庞 这时候 一个苍老的声音打断他们 让我看看 大家都听得出来 这是巫师的声音 纷纷让开路 让她拄着拐杖走过来 她走近光线 半白的头发 以及额头上的皱纹 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巫师走到视野的面前 看了一眼她怀中的落 心情也跟着激动了 眼眶的泪珠在打滚 很好 做得好 大家都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说好 刚刚沉默一对的赛希尔 终于开口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本应该 藏在后身的洛洛 现在却在这里 师爷知道这个问题 是在质问她 这事说来话长 舅长 护士 请先帮洛洛解开封印吧 我等会儿再给你们解释 赛希尔文言 连忙伸手试探洛的额头 时也见他和巫师 面容凝重 心里有些不安 你对他做过什么 赛希尔灵力的质问 时也坦然地面对 我重新见到洛的时候 他就已经失去了记忆 是最近这几天 才恢复些许的 这封印只有我和巫师 才会启动和关闭 洛洛身上 怎么可能会有呢 究竟是谁设下的 我不知道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他心里已经在怀疑 这是夏淼淼做的了 除了那个厉害的 有点变态的小女孩之外 时也想不出来 还有谁能做得到 喜马着急不已 别说那么多了 快给洛洛解开封印呢 他的宝贝女儿回来了 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好好地抱着女儿 哭个够 势而复得的感觉 让他激动地止不住眼泪 一众人又重新 回到有光线的动视 整个阿卡巴族人 都跟着过来看个究竟 确定是洛本人 大家都难以置信 只是眼下 塞希尔他们根本 没时间去弄明白 宝贝女儿是怎么死而复生的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替洛解开身体里 狼人族最高级的封印 时也忐忑不安 每分每秒都煎熬难耐 洛被放在一颗大石头上躺着 塞希尔和巫师对视后 两人分别站在 洛的头和脚方向 各自截起手印 时也一看 发现他们这手印 和刚刚外头 岩壁上画的一模一样 就是洛试了 没笑的那个手印 但这次却是有了效果 所有人 包括石野和芸汐手下们 眼睁睁地望着落的眉心 逐渐浮出了一颗红色的小水珠 他们吃惊不已 只见那小水珠浮在半空中 缓缓地扩大 形成了一个几何形状 塞希尔和巫师继续截手印 随即 红色水珠有了变化 芸汐观看完 解封印的整个过程 心里有无数头草泥马 奔腾而过 今天亲眼所见的所有事情 真的是颠覆了 她过去三十年的认知 这个世界真的不是 他们所以为的那样 不仅存在着 许多未知的族群 还有些颠覆 科学理论知识的东西 比如法术 少爷 刚刚他们那样 算是法术吗 实也淡淡地 捏了芸汐一眼 不语 她也不知道 躺在石头上的落 终于苏醒 她睁开沉重的眼皮 就看见一个 泪流满面的妇人 站在面前 身边还有一个 面容庄严的男人 无法言语的亲切感 油然而生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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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洛醒过来了 喜马激动地伸手 抓住洛 洛的情绪澎湃无比 妈妈 只听见她哽咽地唤倒 喜马的泪水 更加止不住了 哇的一声 抱住女儿痛哭起来 我的宝贝女儿 宝贝女儿回来了 爸爸 妈妈 是我 我回来了 心脏像是被一只 大手紧紧地揪住 难受地让人窒息 洞室里 回荡着 喜马和洛的哭声 梁九 塞希尔的身子动了动 俯身抱住哭泣的 两个母女 肩膀一耸一耸的 大男人的尊严 放下的那一刻 换来的是 重逢的感动和喜悦 在场的人 不由得都酸了鼻子 热泪盈眶 重逢是欢喜夹杂着 伤感的 哭过一场之后 整个阿卡巴族 都欢天喜地地 庆祝起来 时也觉得意外的是 一整天都没有人询问 洛究竟是怎么死而复生的 大家仿佛早就知道 这一天会到来 令人费解 直到巫师 把时也叫去约谈 他才明白缘由 你说早在一个月前 大家就知道 洛洛会回来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桌里有个小祭堂 阿卡巴族人人 都有一盏长生灯 一个月前 洛洛的那盏长生灯 重新亮了起来 巫师悠悠地解释道 所谓小祀堂 其实就是他屋里 一个小祭坛上 上面放着 全族人的长生灯 每天早晚 巫师都会为 全族人祈福 这是他的职责 也是他受族人 敬仰的缘故之一 由于长生灯上 有族人的印记和封印 除了巫师和酋长之外 其他人都不允许看 因此 时也这也是第一次听说 听完之后 时也的眉宇间流露着震惊之色 当初洛洛的长生灯灭过吗 灭了好些年 但我一直没有把灯盏扔掉 我起了个挂 挂像只是 灯盏必须留着 我虽然不知道为何 但预约能猜出一样 只是始终没有告诉任何人 当初洛洛死了之后 族人的士气 一度陷入低迷状态 即便是那个时候 巫师都没有将挂像的消息 告知他们 直到洛的长生灯 重新亮了起来 他才明白 时机终于到了 于是大家都知道了 洛洛会回来 所以你早在很久以前 就知道洛洛没死 巫师不至可否 生与死 可能就没有区别 有人活着像个死人 行驶走绕 有的人死了 世上却处处有他的影子 生生死死 只不过是个循环罢了 时也不由地 再次对巫师敬佩起来 他当初还在为洛的死 而愧疚自闭的时候 是巫师的几番话 让他慢慢想通 那会儿 时也就已经对这位老人 产生了敬仰之心 如今回头仔细一想 若当初他想不开 自寻死路 恐怕就没有机会 再跟洛洛重新相遇了 巫师淡笑着看着时也 年轻人切记 珍惜眼前人 是 我绝对不会再错过他 这是他对自己的承诺 洛洛那孩子 身上还有很重的 包袱与使命 往后的日子 希望你能陪在他身边 护着他 协助他 时也不止一次听说过 关于洛的使命 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 是怎样的使命 我不好说 巫师拒绝告知 这必须是他自己想起来才算说 而不能透过别人的传达 与命令 如若他这辈子都想不起来 那你就当我没说过 但我相信 他一定会记起来的 时也总觉得 巫师说的话特别玄乎 却又话中有话 两人谈话结束 回到阿卡巴族所在的洞室 他们已经搭建起篝火晚会 芸汐和属下们 也被邀请加入其中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昏暗的光线下 落灿烂的笑容 如同冬天里的星 春天里的花 时也站在远处 看着他们开心地玩闹着 心情愉悦的同时 还掺杂了几分纠结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咯 1536集 洛洛现在算是彻底 恢复记忆了吧 那她想起他们 之前的过去了吗 如果没有想起的话 无所谓 她一个人守护着 两人的回忆也行 只要落落在她身边 就足够了 小子 我有话要问你 突如其来的一个声音 打断时也的思绪 她转头看去 就见身形高壮的中年男人 站在她身边 塞西尔早就发现 站在角落 默默看着落的时也 斟酌了好一会儿 这才主动走上前来 伯父请说 你对我女儿 是不是真心喜欢 时也想都没想 立刻回答 是 绝对真心 她眯了眯眼睛 以前你似乎 并不喜欢她 当初是我有眼无珠 但往后的日子 我保证会让她 每天都幸福 如今已经认清楚 自己的真心 她不会再放开 落落的手 时也万分的真挚 塞西尔自然看得出来 这位年轻男人 不是口头忽悠人的 你可知道 我们阿卡巴族人的寿命 是你们普通人类的两倍 甚至更长 我知道 既然如此 那你要怎么保证她的幸福 你死了 那还有一百多年的光阴 要自己过 时也的脸色一沉 他着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塞西尔将她答不上来 继续把话说下去 当初 洛洛执意要离开森林 去找你的时候 我跟她的母亲万般不同意 除了不希望她经历 爱情的伤痛 也考虑了你们之间的鸿沟 她是狼人 你是人 对于你们人类来说 我们这种族 冲起量就是个 有脑袋的动物而已 时也的脸色僵硬 连忙解释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你没有想过 在别人呢 如我女儿跟你一起 在外面生活 终究要承受 别人的眼光 我虽然住在森林 且也见识过外面的社会 我知道人类的脾性 也知道人类 也多看不上我们这些 半人半瘦的族群 这并不是威胁和批评 而是塞西尔隐藏已久的伤痛 他当年为了替族人争取自由 独自离开森林 试图在外面 寻找最适合阿卡巴族人的落脚处 奇料却遭遇了绑架 被抓到实验室做研究 以及各种惨无人寰的虐待 塞西尔最担心的是 女儿也会经历跟他一样的事情 因为塞西尔对实也 还抱有质疑的态度 认为他并不能给落落 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 实也知道酋长不是刻意的刁难 若是换位思考 实也是塞西尔的话 早就将人赶出阿卡巴族了 压根就不会让自己的女儿 再有机会被拐走 伯父 我知道现在自己答应的一切 对你而言 都只是口口白话 但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 我承诺保护露了一身周全 哪怕我死了 也不会让任何人 有机会击负他半分 这是实也所能做的事 塞西尔那双精力 岁月沧桑的眼眸 认真地盯着实也 看了好一会儿 这才终于释然 你记住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 倘若哪天露露在你身边 过得不幸福 我定会扒了你的皮 男子汉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实也的嘴角勾起 他知道塞西尔 这是同意他跟洛洛在一起了 洛许就没有这么开心过 玩了一整个晚上 竟然丝毫不觉得累 往常这个时候 他已经被学业烦的脑子一团乱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篝火晚会结束后 洛找了好久 才在水帘洞找到实也 阿爷 你一个人躲在这里做什么 实也转头 就见到洛愉悦地走过来 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 圣木和柚子叶的味道 这是他们族人的习俗 用圣木和柚子叶 可以洗净所有的负能量 再开风景 男人低沉的声音好听至极 语调如此温柔宠溺 只有洛才有机会享受这般待遇 实也坐在石头上 他走过来也凑到他身边 主动亲密的行为 让他的心感受到一点甜 两个人仿佛回到从前 哪有什么风景好看的 大晚上黑漆漆的 屋外面没有彩虹 你坐在这里 在思考什么呢 洛的性子似乎更开朗了一些 话也说得多了 他忽然望着他轻声地唤道 洛洛 嗯 你会腹肌了吗 石野的声音有些许地颤抖 他不晓得这么询问妥不妥 洛的星眸愣了几秒 嘴角微勾 眼底闪过了一丝不明显的光芒 你指的是什么 石野拿捏不准 他这回答究竟是想起还是没想起 忐忑的情绪愈发浓烈 就是 我跟你之间的事情 我们交往到现在的事情 在之前 你是说 当初我讨厌你的时候吗 不 更早以前 嗯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你都还没出现呢 洛这么说 石野心里有了一个大概 看来还是没有完全回复记忆 他回忆起全族人 却依然忘了他 刚才明明做了心理准备 告诉自己 就算洛还没有想起过往的事情 也无所谓 可现在确认了答案 还是难免感到一阵失落 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记忆 挺孤单的 阿爷 洛关怀的声音传来 你怎么了 看起来有点不高兴的样子 我跟家人重逢 你不开心吗 我没事 只是替你感到开心 石野快速掩饰眼底的落寞 又恢复温柔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 这场雨估计明天就能停 到时候我让直升机 把粮食物资送进来 你留下住几天 陪陪家人 那你呢 你希望我留下来吗 身为男朋友的你 难道打算把我一个人 丢在森林 自己溜走 当然不是 那就好 洛说完一手挽住石野的胳膊 心情愉悦 抬头看了看 洞穴上面有个小天窗 能够看到外面的月亮和星星 月光照在两人身上 仿佛此刻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 软软的身子依偎在他的身上 洛还特意地用脸蹭了几下 像着小猫咪似的 淡淡香味从他身上隐约传来 莫名地勾人 石野素来是个非常寡淡正经的人 从来没有对水有过多的歪念 却不知怎的 这火竟然被洛蹭得一阵灼热 往身下涌去 他滚了滚猴结 声音略带沙哑 洛洛 你该去睡觉了 我还想跟你在一起 今天我们都没怎么夺处呢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哪一样啊 比平常爱撒娇了 你不喜欢吗 喜欢两个字卡在喉咙 这时候的他 感觉喉咙仿佛有一把火在手 因为此刻洛正伸手 往他胸口处摸去 今天的他真的很不一样 石野好久没有见过 这么主动亲密的洛了 阿爷 已经爬到他怀里的女人 此刻像个小夜猫 跨坐在他腿上 笑得眉眼弯弯 与他拉近距离对视着 石野抓住 他试图解开 胸前第二颗扣子的小手 洛的眉心 微微地促起 略微地不满 你不喜欢吗 他刻意地重复了一遍 刚刚的问题 石野哪儿说得出来 不喜欢这三个字 但他深知 要是自己开口说喜欢 洛便会更加放肆了 别玩火 男人暗哑低沉的嗓音 抑制着雀跃和兴奋的情绪 他不记得过去的事情又如何 现在这样的洛 更让他无法自拔 我看你是不喜欢我了 洛忽然扁嘴 伸手指着他的胸口 继续质问起来 是不是因为我恢复记忆 变成从前的样子 你就不喜欢了 阿爷 你一清别恋的速度 也太快了吧 没有的事 你自然胡说什么呀 那你倒是回答我的话呀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三十七集 洛正脱掉石野的束缚 迅速把衬衫上的扣子解开 俯身低头凑到他锁骨上啄了一口 男人的锁骨线条利落 他用力啄了起来 疼得石野倒吸气 全身的肌肉紧绷 本想要挣脱的 手的动作却是僵住 任由女人那软乎乎的身子 趴在他怀里 肆意妄为 再这么下去 就压不住了 他只得投降 别闹 洛洛 我喜欢你 不管你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 太迟了 我现在要惩罚你 啄了左边还不够 又埋头继续啄右边 石野被他啄得 整张脸都涨红 手搭在那 盈盈一卧的腰间上 他用自己谨慎的理智 强行将洛扒开 洛瞬间不乐意了 看吧 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了 赌气的小野猫 嘴巴翘得老高 石野滚了滚猴结 试着跟他好好讲道理 我还很喜欢你 只是不习惯 在外面这样 这都没有人呢 而且咱们还在山洞里 哪算是外面 也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真心的 洛说完那话 又重新扑到他怀里 用嘴巴堵住他 不让男人 有反驳的余地 石野感觉 自己就快要被逼疯了 身下的反应 是他即将失去理智的征兆 身世风度的人设 濒临瓦解 他咬牙深吸一口气 用力将这正在刻意玩火的女人 给扒开 洛洛 再这么闹下去 我会忍不住当场把你给扮了 他看着石野那双闪烁着炙热光芒的眼睛 顿时乐得开花 俏皮的笑容在夜里像之发光的精灵 在他心肩上雀跃地跳舞 阿爷 你好笨哪 刚刚还在点火的女人 一转眼就说他笨了 石野听得出来 洛就是故意耍他的 捏了捏眉心 无奈地道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什么 我是你命中注定的真爱 洛笑容灿烂地说着 石野脸色一顿 先是争了好几秒 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你 大笨蛋 他再度俯身 啄着他的唇 我记得自己曾经说过 你总有一天会是我的男人 石野的心 倘过一股暖流 用力地搂进怀中的人儿 他记得 他全部都记得了 记得他们过往的一切 也记得他们曾经相处的模样 他就是他这辈子逃不掉的结 也是他不愿意放开的情 雨停了 森林里的水位还没有退 阿卡巴族人仍然没有办法回到部落里去 好在石野早就让人在外面实时待命 直升机终于可以把物资送进来 他原本打算靠这些送进来的物资和粮食 让大家在山洞里多待几天 等水位降了 就一起回部落安顿 但洛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阿爷 我想把族人带出森林 你觉得如何 石野文言略觉意外 你跟他们商量过了吗 我爸爸貌似不太想离开森林 落的感觉是没错的 塞西尔非常不愿意再离开森林 但在族人的心里 或多或少对森林外面的世界还是有些憧憬的 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森林 像受困在笼子中的动物一样 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 内心是非常渴望的 只是碍于我父亲的偏见 族人们只能住在森林里 出不去 也不敢出去 塞西尔当年在外面所经历过的事迹 成为族人们之间流传的梦魇 不仅对森林外的世界充满了恐惧 还对人类抱着极度排斥的感觉 于是大家都处于一种渴望又害怕的状态 既想要出去又害怕遇险 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洛忽然感慨地说起来 当初为了追你 我才有机会离开森林 近几年 我还有幸在S师上学交朋友 我曾经渴望过的东西都已经被实现了 若非有这些机会 我恐怕也会跟族人一样 总认为全世界的人类都是恶魔 唯有毒蛇森林才是阿卡巴族 最安全的居所 然后一辈子都不愿意离开这个舒适地带 我忽然很想为阿卡巴族创造新的未来 我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渴望自由 渴望被世人认可 这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渴望 生生世世继承下去 或许 我可以试着实现这份渴望 石野安静地当个忠实的聆听者 他从落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担忧和憧憬 刚刚提及族人的未来时 他眼底闪过的那一煞光芒 带了几分炙热和坚毅 石野的脑海中 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巫师提及的使命 忽然间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不管你做任何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帮助你 并保护你的周全 所以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就去行动吧 我会是你最强的后盾 骆愕然地抬头 迎上石野那真挚的眼眸 心里莫名地感动 一肩步伐犯酸 他忽然牵起一抹笑容 谢谢你阿爷 你对这番话 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幸福 剩余我爱你这三个字 用行动表达的爱 胜过口头叙述 石野明白 这就是洛的使命 而他能给予的 便是无条件祝福和支持 但洛暂时还没有任何的计划 也只好暂时把念头搁着 另一边 芸汐和属下分派好物资和粮食 才来找石野报告情况 少爷 目前看来还能维持四庭左右 若再过两天水位还下不去 咱们就得动用人手 挖下水道了 石野点了点头 并道 咱安排多几台直升机 随时带命吧 少爷这是打算在这里多待些日子 还没想好 先准备妥当 随机应变 要不要我把大小姐和老爷他们叫来 叫他们过来干什么 你不是想跟洛洛小姐趁着个机会结婚吗 芸汐不知道洛打算将族人带出森林 她以为石野是准备趁着这个机会 跟洛在森林里举办婚礼 石野意外地愣了半生 结婚 是啊 少爷 你都已经跟洛洛小姐订婚了 也不差这一步 干脆趁着她跟家里人团聚的日子 顺便来个双写黎明吧 这样他们就不会反对你俩在一起了 她若有所思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 或许她可以先跟酋长提亲 以举办婚礼的理由 把全族人带出森林 也是个不错的契机 芸汐自然不知道她心中所想 继续道 是啊 更何况少爷 你昨天跟洛洛小姐都那个啥了 肯定得把人家娶回家嘛 什么那个啥了 石野忽然脸色一顿 抬头用锐利的眼神看着她 芸汐吓得一哆嗦 你们昨晚难道不是已经 谁说的 啊 昨晚洛洛小姐去找你的时候 还千叮零万嘱咐 所有人不许跟上 免得破坏好事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你们要干什么 难道你们没有吗 芸汐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一句 发现石野的脸色更沉了 昨晚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 身体居然还有些脏 虽然忍得很痛苦 但石野还是凭借意志里坚持住了 少爷 这件事不许再说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芸汐愣了愣 闪笑着道好 心里忍不住嘲笑 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那事情有啥好害羞的 少爷这般的性格 怕是注定被洛洛小姐吃得死死的 但芸汐不说 不代表组里其他人不说 组里人早就已经达成了共识 认定昨天晚上 洛和石野在水帘洞 肯定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于是喜马主动找上了石野 你什么时候跟洛洛结婚啊 还在准备中 听说你早就跟他订婚了 这件事你完全没有征求过 我和赛希尔的同意 难道就不打算跟我解释解释吗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三十八集 石野知道 喜马这是要他给个交代 我本打算 等你们一家团聚之后 再找个恰当的时机 上门提心 喜马哼了一声道 哼 你少装算 要是真的这么循规蹈矩 昨天晚上 就不会对我女儿 做出那种事情 父母 昨晚我和洛洛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管你们发生过什么 反正我要告诉你 阿卡巴族 可没有你们人族 那么复杂 在婚姻关系中 只有一条规矩 从一而终 至死不渝 我们狼人族 一生只能认定一个伴侣 既然你已经跟洛洛 有了关系 那就趁这个机会 跟她把婚结了吧 失业万万没想到 结婚的事情 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定下来的 喜马是个办事效率的女人 作为酋长夫人 她在组里最擅长做的 便是举办婚礼 当初为了阻止洛 离开森林 她用一天的时间就准备好 而这次更快 半天就把婚礼的东西 准备妥当 失业就这么糊里糊涂地 在山洞里被结婚 整个人都蒙圈了 阿卡巴族人的婚礼仪式 挺简单的 没有特别隆重 和繁琐的步骤 傍晚 山洞里升起了一个大篝火 全族人围成一个圈 用藤蔓鲜花编织的头饰 和项圈套在 失业和洛的身上 让他们站在篝火前 接受着全族人的歌颂祝福 巫师作为证婚人 酋长和酋长夫人 代表女方家长 而芸汐则是被临时 重当男方家属 双方分别站在巫师两侧 跟族人一起 欢唱着歌曲 失业已经茫然到 一度陷入呆滞的状态 洛越看越觉得她可爱 阿姨 咱们终于结婚了 你一点都不高兴吗 她转头看见洛俏皮的笑容 心里忽然有一个疑惑 这是你出的主意 如何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其实早上洛跟石野聊完之后 西马对洛旁敲侧击 关心了昨晚两人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洛并没有正面回答 甚至有意引导西马误会 加上整个组里的人 都已经误会了 西马拉不下面子 担心自己的女儿会吃亏 就匆匆忙忙地安排婚礼 让石野被迫原地结婚 事实上 这件事情也不完全是洛的主意 西马起初是担心洛吃亏 于是她将计就计 让西马立刻去说服石野 当场结婚 有一说一 比起惊喜 石野受惊吓的成分更高一些 看着族人们围在一起 高兴地歌颂着 她忍不住低声叹气 我原本还想听个好日子 在上面提亲的 择日不如撞日 我觉得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洛顿了顿 附在石野的耳边说道 我想好了 咱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用婚礼作为借口 把阿卡巴族人带出森林 果然不出所料 洛构思的计划 跟石野想得差不多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 洛说结就结 比闪婚还刺激 一点也不给人 做好心理准备的时间 你就偷着乐吧 以我爸对你的态度 若不把握机会 把这个婚结了 他肯定要找机会拆散我们 所以我说 今天就是结婚最佳的时机 听到洛说这话 石野忍不住把视线 落到酋长和酋长夫人的身上 果不其然 塞希尔锐利的目光像是刀子 恨不得用眼神将他千刀万剐 洛说的话 还真的不是随意乱编的 昨晚虽然石野亲口答应了塞希尔 会护落一辈子周全 但塞希尔始终对他的看法 有所保留 原本还想着 找机会把石野和洛拆散 谁知道 第二天就见妻子匆匆忙忙搞婚礼 把女儿嫁出去 塞希尔想死的信都有了 尤其是在得知这件事 是女儿主动跟母亲提议的 气得差点当场吐血身亡 石野忽然也认同洛的说法 今天确实是他们结婚的最佳日子 族人的祝福仪式之后 神圣的时刻终于来到 轮到巫师主持 石野先生 请问你是否愿意 与洛小姐结为夫妻啊 并承诺未来无论经历喜怒哀乐 生死苦难 都会对她不离不弃 忠正不渝 所有人望着站在前面的一对新人 石野高挑的身影 比洛高出一个半头 在火光的照耀下 他深情的目光宛如天上闪耀的星星 温柔又宠溺 不愿意 所有人都知道 这男人的柔情只属于洛一个人 洛小姐 请问你是否愿意 我愿意 洛亚哥就没让巫师说完誓词 甚至把话抢了过去 无论任何情况 我都愿意对石野不离不弃 无条件地爱他 支持他 守护他 而我也相信 他会像我对待他这般 深爱着我 用最调皮的语调 说着最煽情的话 石野觉得 这是他此生听到过的 最触动人心的浪漫情话 洛梅欧等他先低头 自己踮起脚尖 双手搭在他脖子上 主动吻了上去 男人后知后觉 伸手环抱住他的腰 一股花香味扑鼻而来 还有甜甜的橙子味 在口腔中蔓延 心花怒放 这是他这辈子尝过的最幸福的味道 作为女方家长的赛希尔 整个脸都拉了下来 西马也忍不住俯额 女儿啊女儿 能不能矜持点 最起码 也要等交换了定情信物再吻吧 巫师并没有阻止他们 一脸欣慰地笑看着两人接吻 而芸汐比巫师的笑容更像慈父 她跟在少爷身边多年 最是感触 从前少爷不懂爱 一出生就被培养成家族企业的接班人 成日地只知道工作 做生意 当个优秀出色的企业家 是洛洛小姐的出现 打乱了她的生活 一个教她学会爱的女人 也曾经让她痛彻心扉 又教她勇敢地活下去 继续追求爱情 眼前这对情侣 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 如今终于修成了正果 作为旁观者的芸汐激动无比 尤其刚刚陡然想起 离世多年的公孙善秦 情绪一下子上来 她背过身 悄悄地擦拭眼角的泪水 夫人如果还在世的话 看到这一幕 必定也会跟我一样感动 定情礼物还没有交换 婚礼就在全族人的掌声 和祝福下结束了 办得匆匆 结束也匆匆 洛拉着时野开溜 把男人带到水帘洞去 一股脑袋按在墙上 主动扑上去线稳 时野有些梦 洛洛 阿爷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女人充满蛊惑的声音 在耳边萦绕着 她一边强忍着腹中的灶火 一边配合她的吻 很是难受 小野猫又在点火 洛洛 这里是户外 她的理智还在 把洛扒拉开来 试图让她清醒点 错 对狼来说 山洞是室内 不是户外 从来没有发现 洛是如此狼籍的女人 恢复记忆之前 她还是那个 动不动就脸红心跳的女孩 怎知来阿卡八族 跟家人重逢后 恢复了全部记忆 过往那个调皮的女孩 个性又回来了 时野简直被她的性格 吃得死死的 一个大男人 被一个长得像未成年的少女 按在墙上吻 实在是一点面子都没有 此刻 洛已经利索地解开了 时野的第三颗扣子 锁骨还残留着昨晚的吻痕 是她骄傲的战绩 今天不把这个男人吃了 她绝不甘心 等她正要在男人身上 留下新印记之际 忽然一阵天旋地转 昏头转向 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被时野扛在肩膀上 时野再也忍不下去了 扛着人大步地往外走去 全身散发着雄性的霸气魅力 势不可挡 罗顿石傻了 阿姨 你干嘛 快放我下来 我们还没动房呢 既然要做野人 那就坐在车底一点 大婚之日 动房的主动权 还是让给你老公我比较好 诶 等等 这是要去哪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诶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三十九集 洛终于体验了一把社会性死亡的滋味 清晨的太阳从山谷间刚探出头 族人们纷纷睡醒了 吃早饭的时候 一个个望向她的眼神 都带了几分笑意 早啊洛洛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天这才刚亮呢 就是 昨晚累坏了吧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我瞧你那新婚老公 平常一副丝丝纹纹的样子 没想到私底下 竟然有这么狂野的一面 若从来都不知道 族人们说话 能这么的直白 你们怎么 她实在是问不出口 他们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几个妇人捂住嘴 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嗨 这大晚上的 这森林间也没有其他人 咱们狼人族的听觉 本来就比普通人敏锐 外面有啥动静 都听得一清二楚 再说了 洛洛 你也是个不怎么含蓄的人 听完这番话 洛简直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所以说 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都被全族人听见了是吗 该死的狗男人 唉 可怜的孩子 你那新婚老公的体力 可真是惊人 没把你累坏吧 一会儿吃饱了 再回去补个觉吧 被调侃了几句 落得脑袋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昨天晚上的实情 确实如众人所说 平常风度翩翩的男人 在撕开面具之后 只剩下掠夺和征服的 男人本色 活了三十年 终于尝到女人的滋味 实也像是打开了 潘多拉的盒子 完全不知道停歇 这两字怎么写 果然是人如其名 他狂野如暴 但又带着温柔 简直是个有毒的男人 洛莫明地回忆起 那身健硕的肌肉 之间仿佛 还有他残余的体温 忍不住老脸一红 刚想到这里 实也从山洞外面回来了 租人们看见他出现 立刻收敛刚刚调侃的眼神 只见男人一本正经地 坐在洛的身边 洛洛 我处理好了 实也在洛的耳边淡淡地道 那几件可怜的破衣服 被他给埋干净了 绝对不会有人看见 洛文言眼底闪过了一抹不自然 又快速地抚平 嗯 你疼吗 男人暗哑的嗓音在耳边传来 夹杂着几分躁热 还有些许的愧疚 这话他一晚上都在问 洛感觉耳边还萦绕着 他充满蛊惑的气息 怎么可能不疼 一会儿把他安在石头上 一会儿又让他靠在树干上 身上好几处都磨损了 尤其是膝盖 他红着脸正想训斥实也 忽而瞥见族人们 正含笑看着他俩的互动 花到嘴边 只能打住 好气 啥都骂不出口 洛洛 要不要我让人买点药膏过来 闭嘴 吃早饭 别跟我说话 他抓起一块烙饼 直接塞进石野的嘴里 心里那叫一个气啊 狗男人 好好的山洞不待 非要把他扛到外面去 虽说森林中没人看见 但在山洞里的族人 却是听得一清二楚 他现在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好端端的 当什么野人 害他一晚上都喂蚊子不说 还被折腾得差点下半身残废 真是狗男人没错了 刚结婚一天 他就开始后悔了 巴不得立刻退婚 应应应 塞西尔过来吃早饭的时候 看见石野 那凶狠的目光 简直恨不得现场 把这臭小子给狠狠地杀了 西马反倒是笑得 眼睛眯成一条线 他坐在洛的对面 心情愉悦 累了一整夜 你俩多吃点 等会回去继续补个教 部落那边的水位 也快退得差不多了 估计今晚 大家就能回去了 石野毛随自荐的 我已经安排人进森林 帮忙挖下水道了 早点让水位退去 大家便能早点回部落 唉 那可真是太感激你了 年轻人的体力就是好啊 西马这声感叹 让洛再次经历射死现场 他从来不知道 阿卡巴族人 都这么喜欢调侃人 连亲妈都不放过他 塞西尔听到妻子这般愉悦 脸都黑了 昨天办婚礼的时候 他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似乎对这个女婿 感到非常满意 于是塞西尔 忍不住低声质问起来 你就这么高兴 女儿找到了好归宿 我当然高兴啊 这算什么好归宿啊 你瞅他经历多旺盛 当初我还担心 他们人族在夫妻关系上 会有些逊色 怕洛洛吃亏 这会儿啊 总算是安心了 看来人族也是有优点的 洛洛将来一定会很幸福的 听到妻子的这般叙述 塞西尔整个人都不好了 从来没有听过 拿房式来判断幸福程度的 他气得额头青筋都浮了出来 简直荒唐 哼 你就继续气吧 反正也改变不了 女儿已经嫁出去的事实 喜马如今不再看 石野不顺眼了 当初因为他极力阻止 洛跟石野的恋情 害得女儿离家出走 最后失去了女儿 多亏老天爷怜悯 他势而复得 总算把女儿重新判了回来 于是喜马在心里 暗戳戳地发誓 不管洛喜欢谁 他都不会再阻止 因为他唯一的心愿 就是女儿能够幸福快乐 平安健康地度过余生 反正他现在 愈发地喜欢石野了 这女婿让喜马很长脸 他非常满意 吃完早饭 大家又怂恿着洛去补眠 他假装没听懂 想要跟着大家 一块去挖下水道 其料云熙从外面回来 面露着急 少爷 有紧急发现 所有人都被他的声音 给吸引了过去 只见云熙从袋子里面 取出了一堆破烂的布料 上面沾满了潮湿的泥泞 我们刚刚从外面 挖下水道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 这些撕碎的布料 是高级定制的款式 石野皱眉 看着云熙拿回来的布 觉得格外的眼熟 落凑上去看清楚后 觉得他可以当场去死了 而云熙还在原理物里 一本正经地 将自己的推测说出来 少爷 我怀疑这里附近 发生过病案 可不好挖挖下水道之后 必会找到尸体 听懂下雨的阿卡巴族人 纷纷露出惊慌的神色 我们族里没人失踪啊 而且都市森林 常年没人进来 这看起来 确实有点像明暗 石野下意识地 转头看向洛 果不其然 他刚过门的老婆生气了 嘴巴撅得老高 都快把鼻孔给堵上了 洛恶狠狠地瞪着他 似乎用眼神在抗议 这就是你所谓的处理好了 瞧 才埋下不到一天 又被人给挖出来了 这下又被全族人看清楚 他们昨晚的战况了 石野面无表情地抽了抽嘴角 好吧 是他失误了 他还以为埋在树下 绝对不会被人发现 实在没想到 竟然连这点都瞒不住 这芸汐是土拨鼠转时来的吧 好好地挖下水道就得了 没事刨树根干什么 少爷 我们应该先报警 做个备案吗 芸汐还在作死 压根就没有发现 石野和洛的脸色不对劲 结果刚说完这话 就惹来石野一记狠狠地怒瞪 这如同恶龙的愤怒眼神 像是恨不得当场 把她包开来生吞 芸汐吓得几倍一凉 只打哆嗦 我 我 我说错了什么吗 你是最近太闲了 想兼职当检查 没有啊 那你不好好去外下水道 偏要管这泼衣服做什么 芸汐还想继续争辩 忽然整个人僵住 脸色变换了好几种颜色 话说 这对烂布料 她刚刚瞧着有点熟悉来着 不会是 不会是 石野的双眸已经在冒火 芸汐忽然咧开一抹尴尬的笑 转头望向其他的族人 她已经能够感觉到 社会性死亡现场的恐怖气氛 我还是继续挖下水道去了 说完 人就开溜了 洛洛 你别跟我说话 去去去 忙你的活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集 眼不看心不烦 她想要一个人静静 石野望着气鼓鼓的落 心里已经在算计着 该怎样惩罚那个蠢货 下午 森林的水位 基本上都退得差不多了 不亏石野找来的挖掘机和搬运机 又是挖下水道 又是将那些倒下的大树 给撤出森林 如此大的工程 引起森林外不少居民的注目 有的人还想过来围观看个究竟 究竟是哪个不怕死的人 要开发毒蛇森林 还好 都被那些逃窜出去的毒蛇群 给吓跑了 众人回到部落 发现水灾后的家园 皆是一团乱 今年水灾 是秦所未有的嬴政 部落里的所有东西全毁了 恐怕我们还得花不少时间 重振家园 原本回家是件好事 但大家发现 部落里所有生活用品 都不能用了 有的屋子门窗被水冲走了 有的床被浸湿 橱柜没来 几乎找不到一个 保持完形的家具 阿卡巴族人顿时陷入沮丧 就连石也都沉没了 这么严重的情况 即便他动用大量人力资源 来帮助族人重振家园 至少也得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这下该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得重新 回到山洞去住啊 我这老太婆都一把年纪了 阿卡巴族 大从几十年前 从山洞里搬出来 除了避水灾之外 就没怎么住过山洞 现在让我回去 再适应不下去 是啊 我已经习惯睡床入了 过去那十几天里 天天睡石头 全是都受不了 四处都是哀怨声 说要重振 也还得靠外人 毕竟那些现代的家具 也都是靠石野 让人从外面运进来的 族人的士气一片低迷 就在酋长赛西尔 准备发言之际 洛豁然举手站了起来 我有话要说 他望着族人们 那一双双难过的眼睛 鼓起勇气道 各位 既然部落已经毁了 那不如大家 到森林外面玩几天吧 我想邀请大家 参加我和石野的正式婚礼 大家都没有想到 洛豁说出这样的话 瞬间掀起一阵哗然 塞西尔的眉心 皱成一个穿字 都什么时候了 洛洛 你居然还说这种打击人的话 爸爸 我不是打击他们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是个机会 既然已经没有选择了 那为什么不试着踏出舒适圈 看看外面的世界呢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若我们阿卡巴族人 想再离开森林 就要面临灭族之灾了 爸爸 我在外面生活过 我知道 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森林外面也有好人 就好像当年 我们遇到的阿加沙 依赖他们 他们对我们阿卡巴族 都挺好的 不是吗 洛看着七窍生烟的父亲 心里并不着急 他早已料到 会有这么一天 想把族人们带出森林 最难过的关卡 就是他的父亲塞希尔 身为酋长 我有权利保护大家的安全 离开森林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坚决不同意 塞希尔的语气非常强势 他毕竟掌管了 全族的话语权 有他说话 别人都不敢吱声 落扫了一圈 从族人们的眼里 看出了复杂的情绪 渴望中带着害怕 尤其刚刚听到 塞希尔的决定 一些年轻的族人 眼里闪过明显的失落 其实他们内心 非常盼望着离开森林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落垂手咬牙 然后重新鼓起勇气 继续向父亲争取 爸爸 你有没有关心过族人们 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 塞希尔一下被问住了 在族里 大事从来都是他说了算 但凡他做的决定 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过 因此 塞希尔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会有做错决定的时候 更加不会主动地 关心族人们的内心 做何感想 在他看来 族人们只需要 乖乖听话便可 其他事情 就让身为酋长的他 独自承担 包括承担全族的安危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策 塞希尔冷冽地反问 全身散发出王者般的强势和威严气场 洛心里清楚 父亲一旦感觉到权威受到质疑 就会进入愤怒的状态 狼是群居动物 以狼王为首 身为狼族 酋长就等同于狼王 他发号的指令 全族人都必须严格听从 不得有一丝一毫的质疑 这是他们血脉的本性 所以阿卡巴族人 从来没有想过 要站出来反对塞希尔的任何决定 若失去了酋长的带领 他们只会无法生存 但塞希尔却忘了一件事 他们虽然是狼人 但也有一半的血统是人呢 只要是人 就会渴望做自己 渴望自由 渴望探索未知的新世界 若早就看明白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才会决定拼一把 为族人们争取自由 是 我是在质疑你的决策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包括塞希尔 喜马下的脸色发青 连忙打圆场 若若 你刚说的那是什么话 赶紧跟你爸爸道歉 我是诚恳邀请大家 离开毒蛇森林 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反正重振家园也需要时间 大家就当作是去旅行 等到时夜安排的人 把部落重新建起来 再把各位送回来也不迟 而且 大家也很好奇 外面的世界不是吗 为什么不借着这个机会 亲自去探索呢 西马赶紧伸手捂住女儿的嘴 她慌乱地转头看向丈夫 果然不出所料 塞希尔因为落的这番话 气得暴跳如雷 鹅脚上浮起了青筋 别说了洛洛 快跟你爸爸道歉 西马着急地哀求道 塞希尔 洛洛他不是那个意思 你先不要生气 我让他道个歉 重新说一遍 但是洛并没有顺着母亲给的台阶下去 只见他挣脱西马的束缚 继续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大家就真的甘心一辈子住在毒蛇森林里吗 我们又不是犯人 为何要像住在笼子里一样 把自己困在这个小世界 大家想想 就算现在海洋被污染了不少 人鱼族不也一样可以周游世界吗 荒唐 你所提出的建议 根本就是在将族人的生死 岂之不顾 难道你真的认为 一辈子住在毒蛇森林 就会相安无事吗 塞希尔本想破口大骂 忽然停了下来 转头扫了一眼族人 发现他们大多数人脸上充满了震撼 澎湃和憧憬 如果换作是平常 一旦有人站出来质疑塞希尔 便会遭到全族人的抨击 阿卡八族永远都会选择拥护酬长 但今天没有 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塞希尔的权威 若看见大家都没有表态 心里或多或少的有些安慰 这证明了他说出了众人的心声 爸爸 我认为 至少给他们一个机会做选择 投票也好 自愿也罢 谁愿意一起离开毒蛇森林的 可以跟我走 我和阿爷 会保护好大家的安危 想继续留在森林的族人 我不强迫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去留决定权 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做主 那还要我这个酋长干什么 塞希尔的语气激动 面红耳赤 他受不了自己的权力和威严 受到质疑 这对于一个掌权者而言 是莫大的侮辱和挑衅 这时候 大长老终于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替塞希尔说话 酋长做的任何决定 都是为了我们好 大家本来就应该守望相助 听送酋长的指挥和角色 但你们不是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 也想体验一下当正常人的感觉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我依旧相信酋长说的都对 洛心里万分的感慨 族人的天性果然就是最大的障碍 不止思想固执 还对酋长产生极度的依赖和信任 以至于宁愿压制自己内心的渴望 也不愿意站出来发言 意思就是说 哪怕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 你们也不愿意踏出去试试看吗 就算我承诺保护大家的安危 也不乐意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一集 洛本想让其他族人回答 但塞希尔却是抢先开口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许离开毒蛇森林 这话成功地让洛失望了 在记忆中 父母亲对他宠爱万分 几乎没有这么严厉地呵斥过 但今天 父亲让他看见了一个固执刻板 又专制霸道的模样 本以为势在必得 最后还是卡在了塞希尔的手里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石野 终于站出来 让我说几句 现在部落需要时间重整 大家没有地方居住 确实是个不错的机会 可以到森林外面看看 各位不必担心 离开森林之后会有危险 我会尽全力 保障所有人的安慰 他想给族人打强心针 却没料到 换来塞希尔的不屑一笑 你拿什么保护我们族人 别忘了 当初落落离开森林之后 就是因为你而死的 爸爸 落大声地阻止 当初那件事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执意冒险的 更何况我现在也回来了 你为什么还要拿过去的事情 来质疑阿姨的能力 所以 你也承认了 外民的世界就是很危险 只要稍微不注意 就会葬送性命 我们阿卡巴族人 世时代代 生活在毒蛇森林 以前祖先就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塞希尔坚守己见的态度 让洛新晦意冷 他试图把目光 放在族人的身上 甚至还努力地寻找巫师 站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 但是巫师不在 族人们一个个 将头低得低低的 谁也不想这个时候 站出来当出头鸟 洛气呼呼地走了 喜马想要追 又不能去追 他必须要顾及丈夫的面子 所以只有时也追了上去 洛洛 阿爷 你觉得 我是多管闲事了吗 落在林中停下脚步 目光暗淡 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一点也不希望争取机会 我刚刚有那么一瞬间觉得 自己的行为太多余了 真是可笑 时也看他这副失落的表情 也感同身受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起来 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但是他们似乎不需要 我为他们做什么 你若这么想 那就等于连自己 也不认可自己了 落沉默片刻 叹气 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他们想出去闯一闯 但他们害怕 一来是害怕安全问题 而是害怕我父亲 如果没有这两个问题 他们早就出去了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 时也反驳道 他一脸疑惑地 看着新婚丈夫 等着他把话说下去 无愿意政府恐惧的人 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找到不安全的理由 以此拒绝踏出舒适圈 他们不是真的怕 只是不想要面对 未知的恐惧 真正阻止 阿卡巴族人 离开森林的 是他们的心 几句话便道出了精髓 落恍然大悟 啼呼灌顶 是啊 我居然没有想过 我一直认为 问题的根源 就是我的父亲 实在没有想过 其实 是他们不愿意 克服内心的恐惧 人天生是充满好奇心的 每个人与生俱来 就想要透过各种形式 去了解和探索这个世界 倘若一个人不愿意 踏出舒适圈 去探索新世界 那必定是内心被恐惧占据 以至于迟迟不敢做出行动 宁愿一辈子待在井底当青蛙 也不愿意飞出去 当自由自在的鸟儿 整个阿卡巴索 都想离开森林 唯独你行动了 但是因为你生来 就无所畏惧 你没有被那些恐惧的话语 左右自己的内心 有始至终 你是跟随内心直觉地指引 而不是被恐惧主导 这也是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因此 你现在要做的 是从他们的心理素质着手 使也认真地分析起来 骆忽然抓住重点 阿爷 你是在跟我告白吗 这么明显 我有点怀疑 你是不是安了什么心 使也面不改色地 岔开话题 我刚刚让人在部落后面 搭建了临时小房子 也给你买了不少衣服 今晚我俩 臭牛芒 新婚夫妻打情骂俏地 回到森林 先是遇到了巫师 他似乎站在那里 等了很久了 骆二话不说走上前 缠扶着巫师 我刚刚还在找您的身影呢 为什么不出来帮我说话 你俩跟我过来 巫师转过身 带着他们往后山的方向走去 后山是葬着 阿卡巴祖祖先们的地方 以前骆的尸体 也是在这里被安葬的 使也已经来过数次 对这里丝毫不陌生 但来到后山的坟墓时 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 这是山崩了 是 于是把山上的石头和泥水冲下来 淹没了阿卡巴祖祖先的坟墓 虽然水位已经退去 但那些大石头 没法搬 骆五住嘴 泪水夺筐而出 怎么会这样 祖先坟墓对于他们来说 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这里是他们族人的根 生在毒蛇森林 死也葬在毒蛇森林 坟地对于他们来说 便是族人的最终归属 也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之一 如今却遭遇大水和石头的淹没 整片坟地都看不见一个小墓碑 若让族人们看见这般情况 恐怕要彻底地崩溃了 这是祖先给族人的一个浴室提醒 巫师的语气极为平静 落河时也闻言 同时用不解的眼神看向他 什么意思 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变革 即将发生在阿卡巴祖里 是好是坏 暂且不一定 也许结局是好的 落满头的雾水 我不明白 坟地都已经被淹没了 我们祖先安居的净土也被破坏了 还能有什么好事会发生 更何况您刚刚说了 这场变革是具有破坏性的 巫师开口打断他 有一句话叫做不破不利 没有破坏就没有创新 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你所看见的是祖先坟墓被毁 他们失去镜头 但是在我看来 这或许也是另一种宁静 这块地被埋了 从此也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他们 还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祖先们已经将路堵死了 阿卡巴族人将不能再兼用祖宗的方法 继续生活下去 巫师的话已经说得特别清楚 洛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惊讶地反问 您的意思是 阿卡巴族人将要离开杜舍森林了 那还要看看大家的造化 他没有把话说死 但眼前的新婚夫妇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祖宗的坟地被淹没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 是在砍断族人对这片地的留恋 家园毁了 祖坟都没了 这森林里还有什么好待的 不得不说 祖先们可是真的太狠了 时也保持沉默 他曾经认为 祖先脱梦或者浴室之类的东西 只是纯粹的巧合 但现在这样的情况 他确实更偏向于真玉室 因为这即将是改变阿卡巴族人心态的契机 老先生 你支持洛洛为族人争取 离开森林的机会吗 巫师没有正面的回答 无论我支持与否 都不会影响他的决心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时也有些意外 他以为巫师会无条件地支持洛 让他完成这件事 毕竟他曾经嘱托过时也 要帮助洛完成使命来着 不 洛主动开口道 您的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您在族里说话很有分量 倘若有您的支持 他们会更愿意幸福我 洛洛 你是不是忘了究竟什么是使命 巫师的语气非常严肃 他愣住 两久都打不上来 使命 使命就是 只见巫师无奈地摇头叹了口气 无论前方有多少障碍 你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坚定不移 并且执行下去 这跟别人支不支持你无关 这是在考验你的道心稳不稳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二集 洛恍然大悟 使也深深地觉得 巫师若是离开森林到外面去 肯定会成为非常有威望的哲学讲师 落地下头开始自我反省 是 我总想要得到大家的支持 这已经违背了我的使命 其实我要的很简单 我只是想要帮助大家完成心愿 如若我一味地争取族人的支持和认可 而不顾他们的心愿 那便是本末倒置 我跟父亲的蛮横霸道 丝毫没有区别 巫师对于他的悟性表示很欣慰 你能这么快领悟 我替你感到很开心 我把你叫过来啊 告诉你祖先御师的事情 是想让你知道 变革注定会发生 是好是坏 掌握在你的手中 一定要用温和 最理智的方式处理 否则最后导致族人分裂了 那便是违背使命和初心 洛言神坚定地道 是 我知道了 尽管没有得到巫师的口头支持 但也能从这些话语里听得出来 他还是支持洛的 洛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便是如何找到方法下手 这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直到回来的途中碰到西马 洛洛 你爸爸向来疼爱你 你怎么能用那种话语来伤害他呢 他因为你的事情 现在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也不愿意吃饭 如果刚刚没有碰见巫师 恐怕洛已经跟母亲争论起来 坚持认定自己没有错 但现在他听完以后 淡淡地道 好 我这就去跟他道歉 西马以为洛是随口说的 提心吊胆地 把他和时野带过去见赛希尔 路上还不停地唠叨 数落着刚刚的事情 洛一句话都没有反驳 连石也都觉得意外 他从来没有见过洛这般沉得着气的模样 赛希尔已经把阿卡巴族人带回山洞去 准备再住几天 当他看见西马将女儿女婿带回来 气得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洛及时地把人叫住 爸爸 对不起 男人的身躯一将 随即又传来不屑的回应 我以为在你眼里 已经没了我这个爸爸 这不是气话 而是赛希尔的真实感受 从前 洛是他和西马的心头肉 做的任何事情 再怎么野蛮任性 都会顾及父母的情绪 但自从遇到时野 为了这个男人 洛三番两次 伤害他和西马的心 如今西马 看在洛起死回生的份上 对女儿百般原谅接纳 但赛希尔做不到 他被伤了的心 也需要有人来安抚 爸爸 刚刚是我说话态度不合 我知道错了 我并没有要伤害您的意思 落得一句诚恳道歉 成功让赛希尔的眼眶红了 原本还闹别扭的心情 瞬间化为乌有 都是一家人 你爸也不是真的生气 就是心里难受 说话不太好听 西马也开口帮腔 老公 既然洛洛道了歉 你就别再跟他置气了 是吧 洛顺着西马给的台阶 走上前握住赛希尔的手 诚恳的眼神充满了歉意 爸爸 原谅我吧 赛希尔心里早就没有了怒气 但还是板着脸道 还不等他说话 这时候忽然听到有人传来着急的叫喊声 不好了 文迪被毁了 众人脸色一僵 赛希尔的反应最为紧张 听到这个消息 第一时间脸色刷白 然后喊了几个人 跟着一块去看个究竟 结果 是全族人都跟上去了 事关重大 那坟地埋葬着全族人的祖宗 也是大家的精神寄托 当众人看见被毁得面目全非的坟地之际 瞬间感觉全世界都崩塌了 心情比他们得知家园需要重建的时候还要悲痛 喜马终于忍不住哭得心里哗了 大长老自己也快要抑制不住悲伤的情绪 洛虽然已经知道坟地的这件事情 但看见大家这般的低迷 不由得鼻子泛酸 靠在时野的怀里哽咽 塞希尔的面色沉如煤炭 他没有情绪崩溃 也没有第一时间带人去搬开那些石头 而是转身去找巫师 洛看了一眼 父亲跟巫师离去的方向 心里更难受了 阿爷 其实我爸爸是个好酋长 师爷轻拍着他的肩膀摁了一声 这么重大的事情 连我都扛不住沉重的情绪 但他却坚强地成长 因为他知道身为酋长不能倒下来 若连他都扛不住 整个阿卡巴族都将一蹶不振 洛说得没错 塞希尔虽然思想固执 但不可否认 他绝对是个尽责的酋长 或许 我真的不如他 别这么想 你的初衷也是为了给族人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时也不知道自己的安慰对洛有没有效果 他擦了擦眼酒的泪水 主动去给母亲安慰 喜马趴在女儿的怀里哭得撕心裂肺 嘴里喊着阿卡巴族没有未来了 让人听得格外心酸 是啊 没有未来了 这个森林看起来 好似已经容不下他们阿卡巴族人了 洛拍着母亲的肩膀 他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怂恿大家一起离开毒蛇森林 但最后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 塞希尔和巫师回来了 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两个男人的身上 酋长 想想办法吧 巫师先生 快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彻底失去家园了 望着一个个情绪低落的族人 塞希尔和巫师都默不作声 时也看见酋长的双眸充满了血丝 好像跟谁争执了一番似的 又像是悄悄哭过的样子 但是他仍然站得笔直 不愿意被人看出情绪崩溃的痕迹 洛想要上前去慰问 塞希尔反而主动地走过来 亲自点名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 时也和洛被带到外面进行谈话 本以为塞希尔会对他们劈头大骂 结果一走出来就听到他说 我刚刚思考了你们说的话 洛的心意紧 爸爸 你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族人的想法 自作主张 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想了想 你这么说也确实有道理 我从来没有顾虑过族人的意愿和感受 自顾自的做决定 逼迫他们顺从我的角色 听到父亲说的这话 他惊讶不已 连时也都意外地挑起眉 能让塞希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彻底改变态度 吴时的本事真的是太厉害了 塞希尔无视他们被震惊的表情 继续问道 你们说 如果族人愿意跟你们一起离开森林 就会尽全力 保住他们的安慰 这把握 有多少成啊 时也毫不犹豫地回答 百分之百 万一那些不法分子 想要伤害他们 你能抵挡得住 没人能动得了我身边的人 塞希尔常年生活在森林 根本不知道 时也在外面的能力有多大 毕竟是世界排行前十的首富 他的生活 比那些顶级富豪们都低调 并不代表手腕比他们逊色 自从洛洛出世之后 时也就努力地壮大势力 不想再让过往的悲剧重演 近年来在A国和下国 白黑势力的那些人 或多或少 都会给他几分面子 除了那几个脑袋 伸在脚趾头上的傻叉以外 没人感动他和身边的人 塞希尔虽然不知道这些 但是能从时也的眼睛里 看出那份确凿坚定的光芒 洛也赶紧开口补充 是的爸爸 阿也是个很厉害的人 有他的帮助 族人们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 之前在S市发生过那么多的事情 每次都是时也摆平的 因此他对时也的能力很有信心 才会在全族人面前打包票 塞希尔的面色毫无波澜 这是我们阿卡巴族的事情 你为什么愿意帮我们 洛洛的家便是我的家 既然他想要帮助家人 我定当赴汤导火 在所不辞 望着时也的眼睛 塞希尔看不出半分谎言和忽悠 看来他是真的爱乌吉乌 你愿不愿意当阿卡巴族的酋长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三集 一句话把时也给问蒙了 他想都没想立刻否决 不敢当 只有将酋长之位交托在你手里 他们才愿意听从你的代理 不 我绝对不适合担任酋长一职 阿卡巴族人之所以愿意听你的 是因为你是你 而不是酋长这个身份 我已经老了 思想封建固执 倘若要带领他们离开森林 到外面去生活 我恐怕无法胜任这个任务 反而交给你 会更合适 酋长 只要你愿意 我随时都能改变思想和心态 赛希尔指住话题 用十分意外的眼神望着实验 你说话还挺像巫师的 你一句有一个大道理 道理也算不上 我只是在说实话而已 我原本看你挺不顺眼的 现在倒是有几分喜欢了 这小子很谦虚 也很尊敬长辈 从来不会说出无礼的话 赛希尔想起 实验是阿加沙的儿子 又是依赖的亲哥哥 这一家子的教养都特别的好 真不愧是他们阿卡巴族的大恩人 就这么决定吧 等会儿我就宣布 将酋长之位现任 交给你来接手 这样一来 你们想要带他们出森林 就没有人有意义了 石野和洛 被赛希尔的话吓得不轻 联盟拦住他的去路 囚长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任 没错爸爸 阿爷他对我们阿卡巴族 还不够熟悉 而且 你才是最适合当囚长的任选呀 被阻拦的赛希尔眼眸通红 阿卡巴族在我的带领下 已经走向没落了 你们也看见了如今的情况 我拿什么脸面 继续担任酋长 洛洛 你说的对 我应该试着 去聆听族人们的需求 带着他们 竟是更广阔的世界 而不是带着他们 像个梳头乌龟一样 躲在森林里度过一辈子 他的情绪崩泻而出 愧疚 自责 无力 爸爸 你别这么说 我相信族人们 不会责怪你的 他们现在非常需要你的领导 作为酋长 不仅要照顾好族人的安慰 还要考虑大家的未来 如今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都看不见未来了 这是我的失职 我必须为自己过去的错误负责任 将酋长之位 要给更合适的人选 让他们看见 希望的曙光 若听到塞西尔这么说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劝导了 只好将目光落在石野的身上 石野毕竟是掌管商业帝国的大佬 安抚员工情绪 也曾是他的工作责任之一 如果你真的心怀愧疚 那就更不应该 在这种关键时刻 将酋长之位交出去 而是负责到底 帮助族人们 重新找到希望和曙光 否则的话 你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不是吗 塞西尔的身躯一僵 石野似乎还觉得不够 又继续补充 一人做事一人当 既然你认为族人 在你的带领下走向落寞 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那就把握好机会 重新调整 将功补过 否则等到百尼后 阿卡巴族人提到你的名字 就只有嗤之以鼻的态度 这真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你会甘心自己 过我的一切努力 付诸动流吗 洛听到这里 不由得在心中感叹一句 真不愧是我的老公 明明说话讽刺又难听 却是让人完全生气不起来 一字一句 都刺痛塞西尔的心 其实他当酋长 并不是为了得到族人的赞颂 但也不希望 以后留下来的印象 只有负面的 我 还能行吗 塞西尔不确定地问 石野的语气确凿 除了你 没人可以生人求掌 一旦离开森林 我就护不住他们了 我会给你最大程度的帮助 你若想要再寻一处森林 重建家园 我也将尽全力 协助到底 为什么要对我们阿卡巴族 这么好 就当做 是我取洛洛的彩礼 倘若没有阿卡巴族 就没有洛洛 感谢你们 把这么好的女孩养大 如今成了我的妻子 我希望做点事情 来回报给你们 婚礼办得很仓促 他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彩礼呢 但是转念想想 就算给酋长他们送一大堆的钱 和房子车子 也用不着啊 意义不大 还不如来点实际行动 塞西尔终究还是被他感动了 好 我就试试看 等到他们三人回到坟地那里 巫师已经将族人的情绪都安抚好了 大家都在等待塞西尔回来 酋长回来了 酋长 骆挽着塞西尔的手臂 走到众人面前 各位 酋长有话要宣布 他用眼神示意让父亲说话 塞西尔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 比起刚上任酋长的时候 此刻的心情更加忐忑 族人们 也许我们是时候 离开毒蛇森林了 众人哗然 错愕不已 我知道大家会难以接受 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决定 曾经我们害怕过外面的世界 一直躲在森林里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想必大家心里 还是向往着不一样的生活 今天洛洛提议的是 我深思过了 觉得到外面去看看 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我不会再强迫大家 这次 所有人 都有去留的决定权 毒蛇森林的家园依然会重建 谁想留下 就留下 离开就离开 无论选择哪里 我都会尽全力 确保大家的安危 大家傻眼地望着酋长 尤其是大长老和西马 他们都知道 塞西尔的性格有多固执 从来没有见过他改变决定 但今天 塞西尔白天和傍晚的态度 简直判若两人 塞西尔 那你是选择去还是留啊 忽然 组里面有人开口问出 这么一个问题 所有人都把目光 落在塞西尔的身上 只见他滚了滚猴结 沉声地回答 我选择 离开毒蛇森林 依旧是大家都没有料到的答案 众人释然 喜马愣愣地问 老公 你是认真的吗 是 我不仅想带大家离开毒蛇森林 还想重新建立一个家园 找到新的生活 新的熟光 大家听到这里 都陷入了沉默中 洛青自宣布 这样吧 谁想要跟我们一块 离开毒蛇森林的 就站出来 族人们面面相去了许久 都不曾有反应 洛青时间拿捏不准 他们究竟会有什么反应 心里有点慌 半晌 只见有人动了起来 大长老先是主动走出来 站到塞西尔的身后 接着是喜马 然后阿卡巴族人 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 酋长去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是的 没有酋长在里啊 这个部落就不算是家园了 我是死跟随酋长 誓死跟随酋长 到最后 全族人都站到塞西尔的身后 眼神里满是坚定的目光 塞西尔的手已经在颤抖了 尽管心情再澎湃 他依旧站直着身体 不让自己看起来 有太激动的反应 洛威笑着牵起他的手 看吧爸爸 你永远是他们心目中的酋长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的 塞西尔终究还是没有忍住情绪 悄悄流下一行泪 站在不远处 望着他们发生这一切的巫师 欣慰地笑着呢喃 这么多年的心愿 总算是圆满了 接受这阿卡巴族多年 如今我也是时候 功成身退了 希望你们不要责怪我不告而别 他沧桑的眼眸里 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目光 夜色渐渐降临 老巫师没有融入 阿卡巴族人的会议里 而是拄着拐杖 转身离去 消失在森林中 没有人注意到 孤僻老人家的失踪 直到晚上 时夜安排的十几台直升机 都已经准备好 要将全族人都带走的时候 终于有人发现 巫师不见了 巫师不告而别了 得知消息的洛 差点站不稳身子 恍惚中带着不敢置信 不可能 老先生不会丢下我们的 洛洛小姐 这是我在他那屋门前 找到的一封信 上面署名是给你的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四集 芸汐刚刚带着人去找巫师的时候 发现了这封信 洛接过 打开一看 其实里面没有过多的蚊子 只有各种各样的图腾 使也看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封印的图腾 什么封印 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红了眼眶 塞西尔和喜马知道此事 也走过来 看到信件上那些图腾之后 不由地陷入沉默 随后 整个阿卡八族 都知道巫师离开了 大家的情绪极度复杂 使也还是很费解 但看他们面露悲痛之色 也不想继续追问下去 于是轻声地安慰道 我们先出去森林吧 芸汐会带人进森林 单范围搜查 洛想了想 摇头回应 不 不用搜查了 使也困惑地看着他 就算找到他 他也不会跟我们一起离开森林的 为什么 他有自己的坚持 而且 他从不向往外面的世界 塞西尔开口回答 他花了一辈子时间 在阿卡八族身上 帮助我们一次又一次 度过重大难关 如今也是时候 跟我们告别了 我想 他应该会找到一个更适合的地方落脚 我听说 老先生是个人族 他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森林 使也让大家沉默了 如果说 他们阿卡八族之中 有谁最不乐意离开毒蛇森林 那第一个 就是塞西尔 第二 绝对是巫师 但这其中的原因 连洛都不晓得 他还以为 巫师先生会跟大家一起离开的 塞西尔叹了一口气道 其实巫师他 在很久以前 是挺憎恨人类的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只是个被亲生父母 抛弃在森林的南英 巫师先生 曾有记忆以来 就跟我们狼人族 结伴长大 他的学习力很快 阿加莎教会他写字之后 他便成为了我们族里的巫师和导师 负责传递和培养族人的教育 虽然巫师先生 很少提及自己的亲生父母亲 但我能看得出来 他对于外面的世界 是一点都不下往 甚至还打算一辈子 都在森林里不离开 虽然不确定 巫师的心里 是不是无法原谅过亲生父母 但唯一能确定的是 他深爱着这片森林 阿卡巴族人实在没有想到 最后唯一留在森林的人 竟然会是巫师 尽管有再多的不舍 也依旧改变不了 他已经独自离开的事实 大家重新收拾好心情 终于出发 离开毒蛇森林 师爷将族人带出去以后 包了一整栋酒店 让他们入住 并且安排保镖 24小时保护着全族人 当前最重要的 是替你们办理身份证件 这几天你们先在酒店这里住下 等你们都有了身份证件和护照 到时候想去哪里都没问题 这是实也和洛提前商量好的 有了身份证件 出入任何地方也都方便些 原本洛还以为 要给他们办理身份证 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也却是打包票说 完全没问题 由于常年在A国 创业做生意的缘故 他在这里的人脉非常广 尤其是官方渠道 想要找他们帮忙做事 实在是再简单不过 于是洛就任由他 让人去处理 自己则是带着人 一间一间的房具串门 教导族人们如何使用空调 热水器 电视机等电器 原来 森林外面的世界 是这样的呀 西马站在酒店的落地窗前 看过去 在阿卡巴族森林里 晚上他们只能抬头看星星 看月亮 如今 他们却站在高高的大楼 仰望城市的面貌 夜晚的景色 全是高耸的建筑大厦 和车水马龙 一低头就能看见 刺眼的霓虹灯 热闹不已 西马哇哇叫得 像个好奇宝宝 塞西尔只觉得眼花缭乱 我不喜欢 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 外面的世界都长这样 我以前都说什么了 以前 你总说森林外面 看不见太阳和月亮 交不到朋友 看不见一棵树 每天要困在小房子里面出不去 可现在这情况 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嘛 塞西尔撇了撇嘴 不想说话 当初一出森林 就被人抓去了实验室 他怎么可能见过 这样的夜景嘛 如果能让他重新选择 那时候肯定不会离开森林的 难怪洛洛说 喜欢外面的世界 这个地方太热闹了 西马再次发出感叹的语气 听得塞西尔心里堵得慌 所以你现在是在埋运我 没有早带你出来吗 你在阴阳怪气些什么呀 等洛洛和时也的婚礼举行完毕 我们就回都市森林 我不 为什么 我喜欢外面的生活 我以后啊 要跟宝贝女儿住在一起 塞西尔心塞 气得低声嘟弄起来 还刚出来没多久 就说喜欢 你迟早会后悔的 西马不理他 坐在窗前 继续欣赏那繁华的夜景 心情愉悦 等到洛回来套房 看父母亲的时候 发现塞西尔气得塞帮子鼓鼓的 凶巴巴地瞪着西马的背影 像个小怨妇似的 爸 妈 你们会用空调和热水器了吗 我来示范给你们看看 一会儿洗澡就方便多了 洛拿起空调遥控器 简单地示范了一会儿 然后又带着他们去浴室 学习使用热水器 塞西尔看完后 只有一个评价 麻烦 平常他们都是去瀑布和河边洗澡的 哪用得着这么认真的学习 人类的生活实在是太麻烦了 起码摸了摸热水满脸的惊喜 洛洛 这水居然是热的 是热的 对啊妈妈 以后你洗澡之前 再也不用烧柴开锅煮热水了 这样就挺方便的 刷牙洗点 也一样能用热水 你平常都生活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吗 妈妈 这是基本的生活设施 太好了洛洛 以后妈妈决定啊 要跟你住在一起 再也不回去森林了 洛看着满脸雀跃的母亲 心里很是安慰 然而转头一看父亲 只见他气得头发都直了 满脸写着我不爽三个大字 他感到很困惑 爸爸 这是怎么了 别理他 他就是个小气鬼 听到我说 以后再也不回毒蛇森林 就生气了呗 洛哭笑不得 没想到父亲母亲 竟然会为了这件事情闹别扭 塞西尔跑回落地窗前 气鼓鼓地环抱着手臂 喃喃自语 哼 一个两个 全是叛徒 石野那边的办事效率快得很 隔天 全阿卡巴族人 都有了身份证件 但护照还需要再多等几天 才能办好 洛干脆带着全族人 在A国境内四处游玩 塞西尔愈发得不开心了 他发现几乎全族人 都特别喜欢外面的人类世界 就连之前主动站出来 支持他的大长老也不例外 在迪士尼游乐园玩的时候 大长老的笑声最为响亮 一个个全是叛徒 落差感实在是太大 塞西尔心里很委屈 我说你这老头子 年纪大了 就是不好相处 西马的吐槽声 从旁边传过来 毫不留情地批评他 咱们出来玩几天 开开心心地 平安无事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怎么天天说我们是叛徒啊 再这么下去 你们就要忘本了 别忘记都舍森林 才是我们的归根之地 是是是 那你赶紧回森林去吧 被妻子挤兑的塞西尔 愈发地自卑了 望着不亦乐乎的族人们 他开始陷入沉思 阿卡巴族人离开森林之后 愈发地喜欢外面 这多姿多彩的世界 不亦乐乎 难道真的是他太有偏见了吗 塞西尔还在纠结的时候 石野主动地找他汇报情况 森林那边重建的工作 还有一大半 但是我还替你们找了 另外一个不错的环境 你们若是喜欢 我就买下来 开发商农场和果园 让族人们在人类社会 能有个落脚地立足 立足 不了不了不了 我还是觉得森林挺好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五集 看雨晴 到时候看看 谁想要回森林 我再让人送回去 其他想要新地方生活的 我会带为看护好的 你放心 等等 塞西尔忽然想到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谁想回森林 石野如实地回答 除了你之外 但是没有其他人 是叛徒没错了 之前他说要带领大家 离开森林的时候 全族人都反应说 跟随他到天涯海角 现在看来 塞西尔有点怀疑 当时他们只是 恰好想要出去外面 岳父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是哪里不舒服了吗 那当然 他现在最不舒服的 就是心脏 塞西尔叹了一口气 最后还是选择投降认罪 算了算了 我就跟大家一起 去信环建立族吧 作为一个相当于狼王存在的酋长 他本以为 自己是整个族人的重要领导 但此时此刻的他 却只能选择将就自己 来成全整个阿卡巴族人 唉 罢了罢了 只要大家过得开心 他就算是得偿所愿了 没过几天 石野把全族人 送到新的环境去 并且安顿在果园农场 骆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坐落在A国 偏北方的小镇 环境优美 靠山靠水 空气新鲜的好地方 农场覆盖了一大片面积 不得不说 石野的家财万贯 到了这种时候 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就冲着那宽敞的土地面积 一般人根本就买不下来 别人恐怕还会以为 是哪个国家的皇室家族 来A国建设城堡来了 阿卡巴族人不知道钱为何物 但罗知道 当他看见那农场 竟然能容纳下整个阿卡巴族人时 心里激动又复杂 拉着石野的手不停地说着 我以后一定要努力赚钱 把这些钱都还给你 花钱在老婆身上天经地义 不许你花钱 这哪行 我们现在还不是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呢 说到这个 石野一下子就被点醒 于是连忙联络人脉 当天下午便带着他去领证 领的还是A国的结婚证 罗看着那证件上的名字 还不敢相信 自己这么快就已经是已婚人士了 他俩这算是闪婚吗 这速度快的 让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阿爷 你带我领这个有啥用 我们的身份国籍 在S市下国呢 我的国籍在A国 咱们两边都得领证财算数 我们一下几乎所有公司核财产 都在A国这里 如今你成了我的合法妻子 婚后财产有你份 这样你就花得天经地义了 那你的具体财产是多少 石野看了看手表 脑袋快速计算起来 从你刚刚跟我领证到现在 已经过绝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 我们的婚后财产已有几百万美金 嗯 还不错 按照这个趋势来看 不出几个月时间 你的身价能在S市盘上前十了 若听到这里 当场就要昏过去了 原来 这就是我跟顶级富豪之间的差距 差距 石野的眉毛一挑 伸手将他的腰搂进怀里 看来负距离的体验还不够啊 才会让你跟我产生了距离感 他忽然听懂这话的意思 老脸一红 随即 星魔忽然闪过脚侠的光芒 伸出一条腿勾着他 亲爱的 我决定 以后不会在这方面出弱事了 石野好笑地看着他 那你想怎样 反手为攻 我要把你吃掉 来 他充满蛊惑的低音令人陶醉 洛不甘示弱 眼里闪过魅惑的笑意 伸手把男人推倒在床上 接着自己扑了上去 又是个下不了床的好日子 踏上富婆之路的洛 终于把喜讯告诉了 断联多日的卓珊珊 但打电话的时候 他人已经在回S室的路上 卓珊珊得知 洛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高兴地在电话那头 疯狂地尖叫着 比他本人还要兴奋 太好了洛洛 你终于找到家人了 我太为你感到开心了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你不知道 我一直希望你能够遇到相爱相伴的恋人 也希望你有朝一日 能跟亲生父母重逢相认 没想到 这两个愿望 居然这么快就实现了 真没浪费我上一次生日许愿的机会 洛心里一阵温暖 心里想到什么更为感慨 珊珊 来世 我还要跟你当好姐妹 就像过去那些前世一样 两人的情谊 无论经历多少事 都坚不可摧 呸呸呸 你说得好像 我们现在就要死了一样 别仗着自己刚结完婚 就肆无忌惮的 卓珊珊教育了一番后 叹气道 唉 对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婚礼还办不办了 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 至于婚礼嘛 再考虑考虑吧 唉 别考虑了 就办吧 我可不想错过 签证你们结婚的时刻 洛师校 好 最起码 也得等我把这学期末过完了再说吧 学校那边 还有半个月 就要结束这个学期了 她还跟尤玉婷打赌 要参加设计比赛 这两件事结束后 她就能空出时间 筹备婚礼了 对了 珊珊 尤玉婷 她最近还有找你吗 卓珊珊的电话 那头沉默了几秒 有 她来找过我 但是 洛听到这里 不由得心中一紧 怎么 尤玉婷 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我也不知道 她来找我干啥 反正 最后没找成 人就跑了 所以 是怎么回事 嗨 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等你回来 我再详细地跟你说吧 卓珊珊这也不是刻意地卖关子 她最近经历的事情 确实已经没有办法 用言语来形容 因为已经超乎了正常人的常识范围 太玄乎了 洛说了句好 便把电话给挂了 开上飞机了 洛洛 嗯 石野牵着他的手 搭上四人飞机 但飞机却是迟迟没有起飞 洛一看就知道石野在等人 还有人 要一起回S市吗 对 谁啊 来了 他的话刚说完 洛就看到一抹身影走进了机舱 神情暗淡 哥 石墨换了一声歌 便默默地找了个位置坐下 实际上他压根根本没有抬头看人 所以根本就不晓得洛也在飞机上 石野皱眉 想要开口慰问一句 这时候 洛去用手示意他不要打扰人家 飞机启程 坐在前面的石墨 显然有些自闭抑郁 刚坐下来就戴上帽子和耳机 露出一副完全不想搭理任何人的样子 连机舱服务员都不敢靠近 石野终于没忍住 把芸汐叫过来 石墨那小子怎么回事 芸汐也是一头雾水 不清楚 墨少昨晚突然联系我说 要安排飞机送他去S市 所以我就让他今天跟你一块搭回去了 他没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 S市那边也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石野觉得困惑 落在耳边悄悄地说道 失恋了 石野皱眉 不可能啊 他的恋情向来很稳定 石墨和傅欣欣的恋情 从一开始就非常顺利 而且还特别地腻挽 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那时候真的叫石野好生羡慕嫉妒恨 确实是失恋了 你怎么知道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你是偷看他的生态蓝图了 哪用得着偷看 脸上写着 我失恋了这几个字呢 换谁都能看得出来 不过 他生命蓝图的内容 我确实也看到了一点点 但不能告诉你 落的这番话 让石野更加费解了 别说是他 就连芸汐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仔细看清楚 石墨这么萎靡的状态 看起来确实很像是失恋 可他恋情不是挺甜蜜的吗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啊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六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两人闹到了分手的地步 纵使大家心里充满了好奇 但却也不敢真的去打扰石墨 全程都任由他陷入自闭状态 直到下了飞机 某个自闭男明星 才注意到落的存在 他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很快平复心情 嫂 落诞笑回应 石墨虽然很惊讶于他的出现 但现在并没有任何心情 打算跟他聊天叙旧 转身就要走人 结果石也却是把人叫住 要不要顺路送你 石墨本想说不用的 但是脚步顿了几秒后 还是郁闷地回应道 好 上车的时候 石墨的墨镜往下落了一点 很快又被他戴好 落眼间地发现 他的双眼又红又肿 很明显是枯骨的痕迹 莫少 你要把你送去哪儿啊 石墨斟酌了片刻才到 随便找个酒店 车里的人听到这回答 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以往他每次飞回S市 都是直奔傅欣欣的家里去住 从来没有一次例外 唯独今天 却想随便找个酒店留宿 看来他跟傅欣欣 真的出现了裂痕 但这只是大家的猜测 谁都不敢出口问 石墨就想搭顺风机的路人 上飞机下飞机 上车下车 除了打招呼之外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 大家也非常默契地不问 不在别人悲伤时 给予过度的关怀 这也算是成年人之间的 一种默契 然而 当芸汐把石墨送到酒店之后 石野还是吩咐的 回头查一查他的近况吧 若是能帮上忙的 就尽量帮 到底是兄弟 他也不想看着石墨 从此一蹶不振 芸汐答应下来 骆并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让石野 送他去见卓珊珊 他原本有些担心来着 还好卓珊珊人没事 你都要把我吓死了 电话里说得那么可怕 啊 我没有啊 我只是说一言难尽嘛 是你太紧张了 所以 游玉婷又对你做什么了 你快跟我说 卓珊珊望着 骆身边的石野和芸汐 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两个男人 明白这眼神的意思 非常识相地 找理由暂时离开 等到空下来之后 卓珊珊才支支吾吾地道 骆骆 我怀疑 我中邪了 啊 落一头的雾水 中邪 没错 我最近一直感觉 有某种奇怪的力量 环绕在我的身边 让我很慌 你碰到什么事了吗 没有受伤吧 没有没有 不是你想的那种重邪 嗨 我就是感觉 自己莫名其妙地 躲过很多劫纳 有些事情 甚至离谱到 让我怀疑人生 听完卓珊珊说的这些话 骆就更加茫然了 这听起来挺好的不是吗 这 真是很好 但我害怕呀 你是不知道 那种感觉有多邪门 就在不久前 她得到风家六胞胎的 锦礼祝福之后 就感觉自己的人生 像是开了挂 躲过了好几次劫难不说 甚至还招来各种的好运 刚开始确实很得意 但次数多了 难免开始心里慌慌的 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直跟在她的身边似的 否则的话 也不会这么多 巧合的事情发生 就比如前天吧 邮玉婷带着人 来烧我家刚开的新店铺 结果还没开始动手呢 她自己的衣服就着了火 我当时望着她 突然着火的样子 我都惊呆了 你说 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不会是 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怪物 跟在我身边吧 骆听完卓珊珊的叙述 觉得特别好笑 如果是怪物的话 早就把你吃掉了 怎么还会对你这么好 这才是我最害怕的 你说 如果真有这种肉眼 看不见的生命体 跟在我的身边 处处帮我挡在避难 他图个啥呀 是啊 图啥 骆笑的乐开了花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 把锦里气韵 说成怪物的人 这团气韵呢 可以感应到 主人身上的能量场 你若是再多说 他几句不好 他就会被你的 负能量吞噬 彻底消失 不再替你挡在避难了 啊 你 你刚说的是啥 骆看着卓珊珊笑而不语 如今的他 不仅能够看到别人的生命蓝图 还能看见一些 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例如 人体的能量场流动 以及其他维度的生命体 金里气韵 其实就是长得像鱼一样的小光团 环绕在人的能量场里 依附在主人的能量气场里 负责清理和净化负能量 从而帮助提升主人的运气 这玩意儿 正常人看不见 但能够感受得到 尤其是运气好的人 特别能够感受到 像是冥冥之中 有什么东西 在处处保佑着他们一样 洛爷是解了封印之后 才能看见这些东西的 洛洛 你说得我有点慌 为什么你看得见 我却看不见呀 可能是基因差异的缘故吧 两人族的眼睛 确实能够看见很多 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听起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为你说的 我越发觉得自己平庸了 骆驼着下巴笑道 其实 当个普通人挺好的 阿卡巴族人 世世代代渴望着 当个平凡人 经历了百余年 才终于得偿所愿 走进人类社会 好好地体验生活 对他们而言 当个普通人 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这话让卓珊珊听起来 就跟凡尔赛没啥区别 两个女孩许久没见 聊到天黑 吃完饭 才舍得道别 时也并没有把洛送回她的住处 而是送到她之前 一直想送 却送不出去的那套房子里去 刚刚我让芸汐开车去东了一圈 发现还有几个不死心的狗仔 在你家楼下蹲着 还是换个地方住比较好 她给她挑的那套房子 就在校门口的正对面 非常方便 也很容易避开狗仔 上次那件事还没压下来吗 洛离开S市之前 在校门口被金若若的车子 撞出狼爪和尾巴 引起不小的轰动 她一直没有去关注网络 更不敢点开学校的论坛和班群 以至于到现在都不清楚 舆论已经发展成了什么样子 压了 但总有些不死心的人 是怎么压的 对外解释 狼爪和尾巴 只是个魔术道具 这也行 群众只想要一个 符合科学伦理的答案 哪怕看起来很荒唐 他们也会相信的 石野这句话确实说得没错 就像有人常常拍到UFO和外星人 网络上也总有人拍到各种奇象 官方用奇奇怪怪的解释 来掩饰真相 到最后还是有人信 因为超出科学厂里的事情 是可怕的 所以大多数人宁愿选择相信 那些听起来很荒谬的解释 也不愿意接受真相 如此甚好 洛松了一口气 希望我明天回学校上课的时候 不会再有意外 石野立刻表示 我安排几个保镖在你身边 洛并没有拒绝 他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 把大学念完 一日去学校的时候 果然不出所料 引起了轰动 还好石野有先见之明 拍了保镖给洛做掩护 并且还让校方注意 不让狗仔浑水摸鱼地进入校园 但在戏上 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同学们见到洛洛出现 纷纷凑凑过来慰问 洛洛 你的伤已经养好了吗 被车撞到哪儿了呀 表面上是关心身体 但聊着聊着 无意间就扯到了狼爪和尾巴的事情 洛洛 你当时用的是啥魔术道具啊 是为了拨眼球 才把那些玩意儿带在身边的吗 既然红了 为什么要压热度 趁机当网红不是挺好的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七集 洛执是淡笑不语 不做任何回应 众人见问不出个所以然 只得作罢 但即便如此 还是吸引了不少其他系的同学 来偷偷看他一眼 平常寥寥无几的课堂 一下子就坐满了学生 大家都想要一睹他的风采 洛只好装高冷的自闭 不再搭理任何人 自顾自地听课 和补前面落下的课题内容 尤玉婷下课的时候主动现身 站在洛的面前居高凌下 眼里是无尽的鄙夷 上次说的那个设计比赛 你还是会参加的吧 会 那就好 我无论如何都要打败你 赌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就算没有赌注 我也要赢你 洛听得出来 尤玉婷是个偏执的人 因为卓珊珊的缘故 尤玉婷总觉得自己输给了洛 所以才要想办法 从另一方面赢过他 以此来平衡内心 你随意 洛无所谓地道 尤玉婷转身走人的时候 眼底闪过一道暗光 没有任何人发现 继续得意吧 反正也风光不了多久 到时候 他一定要让洛名声扫地 连续几天 洛都忙着补前面落下的作业 车祸发生后 石野替他请了一个长病假 错过了几个小考 教授们都十分地体谅 给他机会补交作业 只要交齐了就不会挂科 忙碌交作业的同时 还得抽空画设计图 用于参加设计比赛 距离比赛结稿日 没有几天了 他熬了几天的夜 总算是把图画完 石野都心疼死了 天天让司机 给他送各种各样的补汤过来 结果 洛把设计图稿交上的当天 就收到教授打来的电话 洛洛呀 主办方那边交代下来的话 说你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 洛一愣不明所以 为什么取消资格 教授支支吾吾地说了老半天 才说出真话 那边的意思是说 这设计比赛 是给正常人类参与的 非人类不适合三赛 罗错愕不已 这真的是主办方的意思吗 会不会是搞错了呀 教授 你能不能帮我咨询一下 把详细情况问清楚 对不起啊 洛洛 我只是个传话的 关于你的遭遇 我感到很抱歉 我知道这比赛 会印象你申请奖学金的事 这样吧 期末分数 我给你加两分 就当作是弥补 教授说完这话 不给洛任何争取的机会 便立刻挂断电话 直接告诉他 事有蹊跷 洛本想再回拨电话过去的 结果 对方直接关机了 于是他第二天 就直接找到那位教授的办公室去 助教面无表情地解释道 对不起啊 李教授 他今天请假没来 我有急事要联系他 你有他的剪辑联系方式吗 没有 洛的脑袋里似乎闪过什么 于是拉着助教说道 设计比赛的结稿日快到了 李教授还没有来得及帮我交稿 我想找陈教授帮忙 可我的设计图就在李教授这里 你能帮我找找吗 助教也是同系的硕士生学姐 知道设计图对于他们来说有多重要 于是没多想就开始帮忙找 洛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出要求 没想到 助教居然真的在柜子的最角落里 找到了他的设计图 本应交上去的图纸 却出现在李教授的柜子里 连教授引荐签名都没有 想到昨天晚上教授打电话过来 说主办方取消他的比赛资格 洛就更觉得是有蹊跷了 同学 设计图给你了 赶紧拿去给陈教授吧 后天就截止了呢 洛对助教心怀感激 抱着设计图走了 实在是没有想明白 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得罪了李教授 为什么李教授要用这种手段 来阻止他参加比赛 想来想去始终没有个所以然 洛干脆去找陈教授 发现陈教授居然也随便找了个借口来推托他 对不起啊 洛洛 我已经当了邮玉婷的引荐人 这比赛有点苛刻 每个教授 只能给一个学生做引荐 不是我不帮你 实在没法帮啊 洛挑了挑眉 心里总算有了答案 他收回设计图 默默地离开 如今这设计比赛对于他而言意义不大 之前他四处参加比赛 是为了争取校内的奖学金 用作生活费和学费 但是现在 钱对于他而言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倒不是因为实也跟他结了婚 而让他的生活富裕起来 而是因为心里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家 所以被退稿之后 洛没有找任何人理论 而是默默地收回包 回家吃饭去 实也已经在家里的餐桌前 等着开饭了 回来了 我买好了晚餐带过来 还有补汤 洛甜甜的一笑 在某人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谢谢老公 实也脸颊闪过了一抹红韵 莫名又察觉到 腹中有些躁热 连忙正色道 快坐下吃饭 已经忍耐好多天了 他俩从结婚那天到现在 也就行过两次讽 回到S市之后 因为洛忙于学业的缘故 天天熬夜 所以没啥机会 眼看着老婆坐在对面 动快开吃 津津有味的模样 莫名地让实也的心悸动起来 有一种想要看他在床上 羞涩地不敢叫出声的 模样的冲动 洛洛 你参加比赛的设计图 都交上去了吗 若是交上去了 今晚就不用熬夜了 不用熬夜 那就代表他有机会 洛夹菜的动作没有停顿 非常自然地回答 没有啊 食眼一愣 昨天你不是说话好了吗 嗯 设计图交上去 又被退回来了 洛说得平淡 但食眼却听出了端倪 怎么回事 没什么 只是比赛资格被取消了 你被欺负了 没有啊 洛顿了顿又等 算了 取消就取消 由玉婷想赢 就让他赢败 如今自己也算是富婆了 也不在乎赢得比赛 赚取奖学金 食眼知道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继续追问下去 这才得知 洛被李教授退考的事情 在听到那充满讽刺意味的话之后 他刚刚腹中的灶热顿时消失 转换成了沉怒的情绪 看来这有玉婷啊 是池子教训还不够多呀 上次让他进局子 还威胁了丽家的人 要好好管教 还是没能压得住他 果然 爱作死的人 永远都不会停止作死 虽然我也很恶心他的做法 但多少还是能够理解他的 那样的人 你还原谅 前几天 我无意中看了一眼 他的生命蓝图 就释怀了 时也困惑地望着路 等他继续把话说下去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轻描淡写地道 天道好轮回 尤玉婷迟早要为自己曾经做过的恶付出代价 他往后的几十年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这似乎已经是对一个人来说最糟糕的结果了 人生前面二十年都在作恶多端 后面的几十年都得还债 曾经有多恶劣 就会承受多糟糕的报应 罗这么想着 忽然就释怀了 既然老天爷会替他报仇 也就省得他动手了 时也知道 罗不打算找尤玉婷算账 但也不能因此作罢 你的图交给我 我替你找人送去参加比赛 这个是你熬了很多天画的 不能把白浪费了 这可是熬了两个人的夜画出来的图啊 一个人负责画 另一个人负责单相思 可不能白费了他那几天 一直夜晚需求而做的努力 否则就画成怨念了 帮不上忙的 我们系上就只有两个教授 有资格当引荐人 这些你不用管 不给我 管他什么资格不资格 师爷打算 直接去把比赛主办方的人给揪出来 当场把引荐人这一项规则 给删改掉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啊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八集 罗剑师爷那么坚持 索性把设计图交给他 但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师爷却是真的这么做了 设计图也成功地交上去参赛 原本还得过一阵子才能公布的成绩 结果 莫名其妙地提前公开成绩 结稿的第二天就宣布得奖主是洛 收到这个消息 尤玉婷震惊又愤怒 他第一时间是去找李教授 李教授看到尤玉婷的出现 吓得脸清纯白 直接被揪着领子站起来 我不是让你不要给他当引荐人吗 你为什么还帮他 不是我 我当时已经拒绝了 而且还按照你的原话说的 根本没有让他参赛 那为什么现在得奖者上写着他的名字 这这这我也不清楚啊 我看你是闲命长了呢 李教授见识过尤玉婷的横力手腕 如今一见到他就瑟瑟发抖 眼看他已经暴跳如雷 连忙开口道 我现在打电话问清楚啊 尤玉婷眯着眼睛 等李教授打电话给主办方询问详情 没多久终于问出了真相 整个人脸色率白 原来是因为主办方将引荐人的要求规则给删了 洛的作品及时成交上去 便顺利拿到了比赛资格 尤玉婷听完李教授说的情况 纳闷了两秒钟 便立刻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 哼 我还以为 他有多光明磊落 原来也是那种喜欢走后门 动用人脉关系的人罢了 哼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我让他颜面扫地 姚玉婷气呼呼地走出李教授的办公室 立刻打电话给人 打算收集资料 发布到网络上去抹黑落 就如同前面那几次一样的手段 可就在他经过学校楼之际 三楼摇摇欲坠的花盆 因为天上忽然刮起的大风 直接坠落 啊的一声尖锐气力的叫喊声 划破整栋楼 吓得附近的所有人 都纷纷从办公室和讲堂跑出来 只见女孩躺在血泊之中 奄奄一息 手里还拿着刚拨通的手机 愣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快叫救护车 有人被花盆砸晕了 落下午收到得奖消息的时候 只是略微的惊讶 毕竟距离公布成绩的日子 还有段时间 她依稀想起 昨天晚上石野说 会把她的设计图交上去 于是便立刻打电话过去 石野对于她得奖的消息 感到非常地开心 恭喜得奖 阿爷 这奖项不会是你弄来的吧 嗯 你对你的设计水平这么没自信啊 倒也不是 我就是好奇 你怎么帮我把设计稿子交上去的 挺简单 就是叫芸汐把图送过去 然后让他们把那引荐人的规矩删掉 那为什么会提前公布得奖名单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落并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他相信石野不会为了这个比赛就大奋周章 而且他一定也很清楚 落绝对不希望自己获奖布光彩 这些做人的底线 石野肯定不会触犯 挂断电话后 班上的同学们掀起了一阵轰动 哎 尤玉婷进院了 好像是被花盆砸撞头了 流了好多血 刚刚救护车来抬他上车的时候 已经彻底昏迷了 班上的同学们细细缩缩的声音传到落的耳边 他略觉惊讶 忍不住低声呢喃 这么快就发生了吗 上次看到尤玉婷的生命蓝图 确实是显示了不祥之道的气息 就是没想到会发生得这么快 他叹了一口气想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将这件事情告诉卓珊珊 电话那头 卓珊珊听到消息后沉默了几秒钟 你要去医院看他吗 洛寻问道 我也不知道啊 卓珊珊有些犹豫 照理说 这件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我还是觉得心里瑟瑟的 那我们等一会儿去医院看看吧 嗯 好 若知道卓珊珊的这种感受 因为他也有 虽然尤玉婷做的事情很过分 但发生这种事情以后 他俩都无法做到开心的拍手叫好 尤玉婷的情况 远远地超乎大家的预料 好不容易抢救成功转进 把洛带到丽家大宅 管家一眼就认出他 因此 看见他出现 只是淡淡地点头表示打招呼 但面容并没有露出欢迎之色 卓珊珊站在病房的外面 透过玻璃窗 看了邮玉婷一会儿 就决定走人了 洛见他情绪低落的样子 忍不住开口问 他之前那样对你 你不恨他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相同的 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为什么 出了这么严重的事 尤玉婷的家人都不愿意过来看一眼 反而是他最想对付的敌人过来探病 你不觉得挺讽刺的吗 确实很讽刺 洛沉默已对 没有过多的评价 有时候表面看起来的伤害 背后蕴藏着一圈又一圈的因果关系 他看得到别人看不见 所以他比别人更明白 每件事发生的背后原因 唉 卓珊珊不记得 自己到底叹气了多少次 如果尤玉婷 他能得到家里人的关怀 或许性格就不会这么偏激和偏执了 这样 我们就能当朋友了 他喜欢你 不 他根本没有认清自己的心 我只是恰好在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 点亮了他 而他却误以为 这就是爱情 反而 爱情不一定非要这种形式出现 任何一个路人 也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救赎 洛很欣慰 没想到卓珊珊 竟然还能扯出大道理 那 你已经原谅尤玉婷了吗 如果他醒来的话 我会跟他谈谈的 希望他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们可以试着当姐妹 洛洛 你怎么看 听完卓珊珊的话 落点头负义 嗯 你说的卓玉婷挺好的 那 就等他醒来吧 只怕 尤玉婷这辈子都不会醒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 卓珊珊每天都会去医院看一眼 尤玉婷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转入普通的病房 但迟迟没有醒来的迹象 而后 医生宣布 尤玉婷很可能会终身成为植物人 历届的人知道消息后 就撤走了保镖 仍旧是一个人都没有来看他 落对此结果丝毫不觉得意外 卓珊珊震惊之余 更多的是惆怅 我本来还想着 如果他能够醒来 就找个机会 让他向我们意思意思道个歉 然后再借机原谅他 试着当朋友呢 让他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 不要再走那些歪路 没想到 老天爷竟然也会不给人 放下屠刀的机会 其实 机会已经给过他很多次了 只是他没有珍惜 一而再 再而三地走歪路 唉 看来 我们跟他此生的缘分 也就那样了 没有办法修复好关系了 落派了派卓珊珊的肩膀 精神上安慰他 卓珊珊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不记仇 希望世界是充满和平快乐的 所以那些曾经跟他发生过不愉快的朋友 等到气消之后 卓珊珊又会试图跟对方修复好关系 这么一个有趣的人 实在是少见 却也难能可贵 洛觉得 自己能够遇上如此棒的朋友 也算是三生有幸 随着尤玉婷的事情宣告落幕 暑假也将来临 洛和时也 终于决定在S市举办一场婚礼 此决定非常令人意外 同时 也让熟人们 为他们感到高兴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四十九集 尤其是那些一路见证他们爱情坎坷的人 更是感动得一塌糊涂 结婚的消息公布开以后 大家都沸腾了 最高兴的莫过于时文韵 立刻给儿子和儿媳 送来一座海岛 和一幢度假大城堡 当作贺礼 封锦成和时宛言 毛遂自荐 要为他们筹办 堪比皇室婚礼 那般豪华的结婚典礼 时宛言 还亲自为洛 设计婚纱礼服 商业界和科技界的大佬们 也都不甘示弱 一个个送上贺礼 表示祝福 明明婚礼还没有举办 洛丹靠新婚祝贺礼 就摇身变成了全S室首付前十名的人了 在距离婚礼还有半个月 忽然有个从未交集过的大人物 主动联系十也 想要见洛一面 京城贺也 这人我从没听说过呀 洛丛十也那边 听说要见他的大人物 是京城显赫有名的贺也时 努力地思考了许久 始终想不起来 自己记忆中认识这个人 十也也表示很纳闷 那就很奇怪了 贺绝年这个人不像是这么好攀调的人才对 他是谁啊 他是一名响当当的科技业龙头霸主 但他更倾向于未来工业 比如火箭制造公司 太阳能研发之类 我跟他几乎没有生意上的来往 甚至也从未有过任何交集 连你都不认识 那我就更加不认识了 只怕他想认识你的目的不简单 十也的话让洛很是困惑 我又不是什么厉害的人 他还能有什么目的 你的基因 十也的面色沉了几分 继续道 我让芸汐调查了一些关于他的资料 他背地里似乎有个生物科技研发团队 虽然我没查出那个团队究竟平时负责研究什么 但很有可能跟你的身份脱不了关系 洛愣了几秒 这么牛的人物 都能够充当言情小说里的男主角了 确实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要认识他 恐怕还真的被十也猜中了 你的意思是 他很可能要拿我去做研究 说到这里 若想起父亲塞希尔当年被抓去实验室里 经历的那些惨无人寰的实验 下意识地挺直了背 感觉凉嗖嗖的 实验越想越觉得不放心便道 等见了面再说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好 还未跟对方见面之前 实验还特意找封锦诚询问了一番 封锦诚听了之后 也露出沉重的面色 只怕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们最好小心点 为什么这么说 我最近从下颜那里听说 战部最近建立了特别分支 没人知道目的是干什么的 但这分支却拥有最高权力 调动战部人手 而这分支的领头 便是贺绝年本人 就在前不久 下颜主动联系封锦诚 也像时也这般 询问他关于贺绝年的事情 因为下家不从商 而下颜常年在外逮捕杀手 所以商界的人和事都不怎么清楚 这才会找上封锦诚 稍稍调查一下 他竟然还是战部分支的领头 大家都知道 战部是什么样的存在 下颜是战部的不败之神 战绩辉煌 捕捉不少的杀手 所以人称战神 对这个组织的人都非常敬仰 但凡身上挂着战部二字 就会令人畏惧几分 更别说那些站在领导层级身份的人物 据说是空降的 来头不小 京城人都很怕他 从封锦诚这边收到消息后 石野和洛 值得更加谨慎了 这般情况下 见面的事已经约好 若是爽约 只怕对方会来阴的 思来想去 还是光明正大的见一面 更加稳妥 于是石野从风景城那边 借来不少的人手 又调动了石家的人手 一起前往赴约的酒店 虽然约的是五星级酒店 但洛为了低调 刻意穿得休闲了一些 头戴灰色贝脸帽 加上白色衬衫 牛仔裤 文艺中戴了几分俏皮 石野牵着他 带着三十余名保镖 刚走进酒店餐厅 一整排占卜人员 将餐厅包场 其中一人拦下他们 检查完毕之后 带着他们去包厢 赫爷 人来了 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石野和洛刚走进去 映入眼帘的 是一抹褐色修长身影 男人比他们想象中的 还要年轻 年纪轻轻的 就被称呼为贺爷 可想而知 他的手腕 绝对比一般人要强 贺绝年身穿暗褐色正装 金属排扣和肩扣 精致而闪耀 他在光线的衬托下 更显微眼 俐落的五官 散发着冷冽 一看就知道 不是个平易近人的人 洛才刚抬眸看了一眼 脸色骤然耍白 像是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被彻底地震撼住 石野察觉到他的情绪异常 便握紧他的手 维持淡定的神色 在距离贺绝年 最近的位置坐了下来 两个男人相互对视了好几秒 半晌 只听见贺绝年开口说话 幸会 石野有点意外 这低沉的声线 竟然还蛮好听的 虽然很冷漠 但听着 却又潺潺流水的舒适 赫先生莫名联系说 要认识我和我妻子 不知有何事啊 石野喜欢开门见山 不绕圈子 这态度 很对贺绝年的胃口 他用眼神示意助理 接着助理走过来 拿出一个平板电脑 递给石野和洛 前不久 网络上有流传着洛小姐 在车祸发生的时候 忽然变出了狼庄 欲伟白的视频 想必你们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赫爷之所以找你们 是想确认他的身份 请问 他的血脉中 是不是有狼人的记忆 没见过第一次见面 就说话这么直接的人 石野觉得特别意外 他转头 见洛的神色 已经恢复了一些血色 斟准了数秒 他道 我已经对外胸部了 那玩意儿是假的 魔术刀具而已 石先生 你真的认为赫爷 连真假都分辨不出来吗 助理冰冷的声音落下 包厢里的气氛 瞬间骤降到冰点 石野面色一沉 赫先生 不妨有话直说 你们究竟有什么意图 坐在对面 始终不发一语的男人 视线在洛的身上打转 随后又收回 你是狼人 对吧 洛抿着唇 不敢说话 死死地盯着他 这模样 石野曾经见过 很久以前 在他看见夏苗苗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表情 后来他们才知道 洛具怕夏苗苗 是因为夏苗苗 有凤凰族的基因 而今天 坐在面前 这位气场强势的男人 也让洛 流露出了 同样惊恐的表情 难不成他 贺绝年没有因为 他不回答 而觉得生气 反而继续追问下去 你家人 也全都是狼人族吧 洛终于忍不住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很害怕 对面那男人的气场 让他完全不受控制地 感到惧怕 尤其是对方说话的时候 空气中隐隐约约 飘着一股微压 令人有种 微微窒息的错觉 最让他惊慌的是 自己竟然看不见 贺绝年的生命蓝图 这种情况非常少有 除非 这个男人背负着 比一般人 还要重大的使命任务 以他的级别 不足以窥探一二 贺绝年似乎 已经能够从落的表情 看出自己 想要知道的答案 于是 收回强势又冰冷的气势 平淡地回答道 我想邀请你 要入战部 不只是落 就连时也都怀疑 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听错了 贺先生 是开玩笑了吧 贺绝年望着他俩 眉目间 丝毫没有玩笑的意味 这更是让人困惑不解 战部那组织 根本不是 谁想进就能进的 它何得何能 若说贺绝年 没有其他的意图 怕是没人相信 只怕 是要让他在战部 当白老鼠吧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啊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五十集 谢谢贺先生的台诀 我妻子深信喜欢自由 不打算服从于任何组织 你难道不担心 他会被其他意图不轨的人盯上 尤其这一身血 估计很有研究价值 贺先生就没有这个意图吗 石野用冷宁的眼神望着他 两个男人的气势 庞陀顿时散发开来 不相伯仲 站在旁边的柱里 站出来怒吓 你们这是一小人之心 夺郡子之父 贺爷建立这组织 是为了给所有特殊种族 和异能者们一个保护子 近几年来 贺爷建愈发丧心病黄 总有人在失去 道德人性的边缘 疯狂试探 过去几年里 已经有不少特殊种族 惨遭毒害 而导致灭亡 若是加入了贺爷 就等于得到了官方的庇护 比你们过着 东左西藏的日子 熟悉得多 石野听完助理的话 违心违促 他并没有完全相信 洛鼓起勇气的 邀请我加入 然后呢 说吧 你们想要我为这组织 效劳什么 送血 送命 助理正想开口回答 他的问题 却被贺绝年打断 问得好 他轻笑一声 这可问题 让我来亲自回答 冰冷的脸蛋 牵起了一抹糊涂 就像冬天雪地里 忽然开出了一朵灿烂的花 令人挪不开眼睛 石野和洛 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候的事情了 助理望着他们消失的方向 担忧地转头 问贺绝年 贺绝年 他们好像不答应 迟早会的 是吗 可是在我看来那位石太太 不太像是胸怀大智子人 就算成功把她邀请加入组织 恐怕也 无用我之地 贺绝年 冷力地望过来 你是说我看人的眼光不行 助理吓得直打哆嗦 对不起 贺爷 一会儿我就去领法 该死的 就怪自己多嘴 但贺爷的心思 真的是太难猜了 就连他这位助理 都想不明白为什么 为啥贺爷非要邀请一个 看起来弱不经风的狼人女子 加入组织呢 他们虽然是为了保护 特殊种族而建立的 但也不是收容所呀 进入战部 也是要为组织效力的 就在助理还在心中碎碎念之际 贺绝年 语气寡淡地道 他不是一般人 是吗 看着没比谁厉害的样子 有机会你俩切磋看看 你不会是他的对手 助理和和笑着说好 心想贺爷真会扯淡 他堂堂一届散打冠军选手 难道连个狼人女子都打不过吗 贺爷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决定 这次反倒是眼光不咋地 而另外一边 石野在车上望着出神的骆 已经看穿他的心思 你想答应他 骆回过神来 把拖在下巴上的手收回 阿爷 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在我身边 当个石太太就挺安全 不必理会他 再说 他说的那些庞大的理想 一般人实现不了 而且你将面临的压力和风险会很大 嗯 我觉得你分析的没错 但你还是想答应加入 骆诗笑 他果然是最懂他的人 你会觉得我乱了分寸吗 怎么这么问 别人都说 女孩子就该早点找个好归宿 不需要任何庞大的理想 更不需要读太多的书 学会相夫教子 当个贤妻良母就挺好的 石野的眼磨为锤 他倒不是因为这样 才想着把他捆在身边 而是舍不得他去外面冒险 吃苦 这可是他的心头肉 长上猪啊 罗罗 你尽管做你自己就好 你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 没必要管别人怎么看你 就算不当贤妻良母又如何 他依旧是他最爱的女人 是吗 万一我加入战部以后 成天训练 翁二头鸡比你的还大 腹鸡比你的还壮 你还会爱我吗 石野愣住 他一时间想象不到那个画面 这说的是金刚八饼吗 洛剑他迟疑 责了一声 看吧 你果然是在意的 我没有 你有 我不会阻止你 我也不会平时爱你 真的吗 无法是 好 那我再考虑考虑吧 他也需要时间 好好地思考清楚 毕竟这也算是人生中 一项重大的决定 石野看得出来 他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只不过还在挣扎 于是便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会想答应啊 因为理想 洛的眼神有些闪烁 他依稀记得 克绝粘在包厢里所说的每一句话 战部分支的成立 是为了守护世界和平 任何种族都是世界的一分子 是一家人 应该和睦相处 共同守护地球 而不是以物种歧视 或一己私欲去挑起战争 赫绝年成立了一支先锋队 带领着所有特殊种族和异能者 站在最前线 互国互家 互地球 他说的那些只是他自己的理想 也是我的理想啊 洛的眼神中带着清澈的光芒 继续道 阿爷 你知道吗 将来这组织公开于众之后 我和阿卡巴族人 再也不需要害怕被世人看不起 或者不被接纳 这本就是我的使命啊 我不需要你多伟大 我只想要你快乐 平安 健康 有的人生来 就是为了履行使命的 做这件事 能使我快乐 所以 我想做 石野看着他那一脸认真的表情 双眼充斥着光芒 自然是明白他内心的向往 洛绝对不会是那种 甘愿待在豪门 当贵妇太太的女人 他的心思和常人不一样 没有人真正的能阻拦他 往前迈进 而身为丈夫的石野 唯有成为他最强的后盾 才能支持他走得更远 就像之前在森林里 他对他做出的承诺一样 既然你已经心里有了杂案 那就去吧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但你一定也答应我 保护好自己 这必须的 洛的嘴角 扬起欣喜的笑 他牵起石野的手 头靠在他肩膀上 甜蜜而幸福 有你这么好的丈夫 此生足矣 石野心里一阵悸动 低头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 此生能遇见你 我也毫无遗憾 洛答应加入占卜之后 石婉妍和封锦城 得知了消息 不由地感到惊讶 没过几天 石婉妍特意地约洛 使穿婚纱 还借机询问了详情 听完洛的解释 石婉妍表示很意外 没想到 那位在京城 令人闻风丧胆的贺绝年 竟然有这么远代的 报复和理想 别人都还在为了赚钱而苦恼 他们那些站在金字塔 顶端的顶级豪门 都已经在为了守护 世界和平而努力了 你这决定做得很好 我支持你 身为医者的石婉妍 心里很清楚 使命感的重要性 当一个人能够做到 舍身服务苍生的时候 灵魂能够得到 莫大的快乐 那是物质生活中 完全媲美不了的成就感 我很高兴 能得到你的一番认可 虽然她已经是 石婉妍的大嫂 但两人的关系 更像是姐妹多一些 婚纱是石婉妍 给她最好的祝福 要知道 全世界有多少明星艺人 都在绞尽脑汁 求石婉妍能出山 亲自设计礼服 但她都没有答应 因此 当众人得知 洛的婚纱 即将由大名鼎鼎的 WY设计师来制作 一下子就羡慕嫉妒恨了 这个名叫洛的女人 究竟是上辈子 拯救了地球 还是银河系啊 结个婚而已 真是幸福的 不要不要的 当然 洛本人 对此毫无觉知 她没有看过 别人的婚纱 只知道 石婉妍给她设计的 婚纱特别漂亮 穿起来 就像是仙女夏凡一般 恨不得 全世界的焦点 都集中在这里 满意吗 石婉妍温柔地 替她系上 后腰的绑带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五十一集 落点点头 照着镜子 小容灿烂 很漂亮 谢谢你 穿上它以后 你跟我哥 一定会永远幸福的 有你真好 试完婚纱 两个女人 本想约出去 喝下午茶的 结果 却忽然来了一个 不速之客 石墨一副 垂头丧气的样子 阿墨 你怎么忽然来了 我想 想找他 他伸手指了指落 石婉妍意外地挑眉 但还是把人 请进屋子里 落满头的雾水 勉强来说 他跟石墨 只有两面之缘 算不上太熟 一次是多年前 在M国 那时候石婉妍被世界各地的杀手围剿 第二次是前阵子飞回S室 第一次见面那会儿 石墨跟傅欣欣才刚刚交往 而今再次见面 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客厅里 石墨欲言又止 直直呜呜老半天 终于把自己的话轻轻地说出口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算个命啊 洛蒙然地啊了一声 啊 你是不是误会了 其实 我没有算命的天分 我听说你能看见那个什么图 能知道每个人的过去和未来 会发生什么事 生命蓝图 对 就是这个 石墨敏了敏唇 请求道 可以看看我的生命蓝图吗 洛匿了他头顶一眼 又收回视线 你想知道什么 我 我想知道 我跟欣欣的事情 我们还有机会复合吗 看着面前的男人一脸期盼的目光 洛忍不住暗自感叹 果然 自古情商最烦人 估计天桥下的算命师傅 每次听到这问题都会脑壳疼吧 洛斟酌了数秒 反问起来 不如这样吧 你告诉我 现在最想听到是什么样的答案 会 还是不是 石墨想也没想 立刻回答 当然是会啊 那你自己跟自己说不就得了 为什么需要我告诉你 可欣欣她现在 每天都避开不愿意见我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我跟她恐怕真的完了 原来没有打算加入话题的石碗言 终于忍不住打岔 所以你跟欣欣分手了是吗 也不算分手 就闹别扭吧 为了什么事情 我俩太久没见面了 各自忙工作 感觉不到彼此的爱了 石墨的眼神暗黛无光 她跟傅欣欣交往已经快四年了 之前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始终没有跨出那个境界 一直卡着 傅欣欣说 她的心暂时还在事业上 石墨尊重她 结果一年又一年过去 她还在忙工作 常年在世界各地跑 参加各种时装秀场 而石墨的事业如日中天 剧本一个接一个 越来越炙手可热 常常忙到没有时间 给傅欣欣打电话 来S市的次数更是越来越少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两人像是突然闹别扭似的 就是不愿意主动去找对方 连电话也不打 莫名其妙地就冷战起来 这样的日子 持续了大概两个月左右 直到石墨终于忍不住 给傅欣欣打电话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哦 原来是被判死刑了呀 石婉言淡然地做出了结论 这话听得石墨脸色 立刻拉了下来 小爷妹妹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回来这么久了 她一直不肯见我 电话也不肯接 唯一那次 我在公司楼下赌她 跟她道歉 她问我我做错了什么 我答不上来 然后她说了一句 再也不要联系 就走人了 莫有些同情石墨的遭遇 当初有多甜蜜 如今就有多残酷 嗨 当两个人的心越来越远 听不见对方的声音 在一起 还有什么意义呢 她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 石墨像是忽然抓住了 什么救命稻草 立刻望向她 那你帮帮我吧 我知道你能看见 生命蓝图 你一定也能看得出来 她就是我的 真命天女对吗 我们以后 还是会修成真果的吧 洛想要说什么 话到嘴边又卡住了 那个 天机不可泄露 不 这不是什么天机 就算是天机也没关系 你只管告诉我 有什么帮你添险 让我替你承担 洛哑然 连忙把祈求的目光 投向石碗盐 于是石碗盐开口道 阿墨 你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石墨愣了几秒 努力地思考 然后沉着脸摇头 不知道 我并不觉得 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你去找他道歉干啥 为了让他消气啊 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连自己做错了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为了让他不要生气 而随便说一句对不起 这对不起就是个空壳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何必浪费口舌呢 被石碗盐教育了一番后 石墨脸色更沉了几分 小爷妹妹 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吗 发生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单方面的错 你们两人都有问题 一边是他的好朋友 一边是他的堂哥 石碗盐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 看待这件事情 认为两人都该好好地检讨 石墨听完石碗盐的评价 很是沮丧 你们都说我有错 又不告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道了歉 就说道歉没意义 于是我就莫名其妙地 成了有罪之人 被判死刑 却连自己是什么罪名都不晓得 世界上没有比我更远的人了 女人为什么都不愿意 把话说清楚呢 总是让别人自个儿猜 令人摸不着头脑 无论是他的小仙仙 还是小颜妹妹 都让他彻底地失望了 石墨说完那话便起身离去 骆欲言又止 等到他彻底消失在玄关处的时候 骆才转过头问石碗盐 就这样让他走吗 让他自己好好地思考清楚吧 不给他一点刺激 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开窍 这话怎么讲 在一段感受不到爱的关系里 是无法看见幸福未来的 欣欣觉得石墨的关怀和爱 已经大不如从前 两人的关系停止了 所以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分手 骆愣了好几秒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和石野 会不会有招一日也会走到这一步 石碗盐立刻看透骆心中所想之事 温柔地安慰起来 感情本就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 变质的关系 双方必定都需要负责任 他们唯有解开心结 才会重新再来 可你就不担心 他们再也复合不了吗 这有啥好担心的 石碗盐优雅地喝了一口茶 继续道 命里有时钟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骆总觉得石碗盐似乎知道了些什么 但想了想 事情跟他似乎也没什么关系 不方便过问太多 索性便作罢 石墨离开封家之后 又去了傅欣欣的家门口 上次在这里等了一宿 无奈傅欣欣压根就没回来 他这才知道 傅欣欣出差到隔壁市去了 这回 他本着碰运气的心态来蹲人 谁知道 还真被他碰见傅欣欣回来 欣欣 傅欣刚从面包店 买了明天的早餐回来 就在门外遇到了石墨 他顿住脚步 脸色有些僵硬 心里抽了一下 你来做什么 能不能跟我聊聊 石墨的态度 比前几回软弱了许多 傅欣欣斟酌了几秒才到 就在这里说吧 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傅欣欣望着他通红的双眼 心里也很不好受 是他做错了什么吗 也不完全是 这几年来 他们之间存在的隐患 一直都得不到解决 这才酿造了今天的结果 你没有做错 那为什么分手 我若是做错了事情 你可以告诉我 我愿意为你改过自新 阿墨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傅欣欣的语气 有些疲惫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五十二集 想了想 还是将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我们都有自己的倔强 不愿意妥协 又何必继续下去呢 石墨愣住好几秒 本想说自己没有倔强 突然才明白 他这话里的意思 过去的一年间 他们两人为了结婚的事情 讨论过无数次 但每次都因为两人暂时 还不想放弃事业而作罢 傅欣欣的工作在S市 石墨则是在好莱坞 他们远距离恋爱了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人愿意 为了对方而妥协过 他喜欢服装设计 喜欢云圣企业 他喜欢演艺表演 喜欢好莱坞 这对任何一方来说 都是难以割舍的东西 因为两人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不曾要求过对方 为了自己放弃事业 总是在说到重要话题的时候 很有默契地避而不谈 也正是因为避而不谈的缘故 两人渐行渐远 看来你已经想起我们分手的原因了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吧 我该进屋了 傅欣欣见他神色复杂 便不再继续逗留 转身就想走 石墨及时抓住他的胳膊 欣欣 他没有回头 听见他语气有些不服 甚至带着几分委屈 在你心里 我连你的这份工作都不如吗 忍耐了多少个日子 他终究还是将心底的话说出了口 傅欣欣垂眸 湿润在眼眶打转 心头像是被一把刀子划开似的 痛得难以呼吸 半晌 他略为哽咽的嗓音随之传来 你呢 在你的心里 我是不是也没有你的演艺事业重要 石墨争住了 这委屈的声音 足以让他心如道歌 他二话不说 猛地将女人拉进自己的怀中 紧紧地抱着 不是的 我从来都不认为任何事情比你重要 阿末 不必为了讨好我 而为背自己的真心 其实我知道 这份事业对你而言有多重要 它不仅代表着你一个人的名声和地位 还前扯你公司里山上下下 所有人的饭碗 你绝对不会为了我 而将他们丢弃不理 你若是希望我放弃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不 我不希望你这么做 傅欣欣闷在他怀中 还能勉强地保持一丝理智 时末不明所以 他的女人到底在想什么 曾几何时 自己竟然已经摸不透他的想法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不希望你逼着我 为了爱情而放弃事业 所以 我也不会这么对待你 时末听完这话彻底地沉默 原来他们早已经在这件事情上 形成了这么好的默契 你不说 我不说 大家一起装傻 等到哪天 谁能够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会开始思考 如何在爱情和事业之中 做出选择 而今 傅欣欣就是率先做出抉择的人 她说完心里话之后 知道时也已经听明白 便从男人的怀里挣脱出来 缓缓地退后 阿末 我们好聚好散吧 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来说 才是最小的损失 没有吵闹 没有相互咒骂 也算是和平分手了 不 我不想要这个结局 时末想走上前挽留 却被躲开 一别两夸 各生欢喜 我相信 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 傅欣欣苦笑着道 话毙人就走了 她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勇气 再追上去 就好像是一个懦夫 傅欣欣刚才所说的话 像是一颗大石头 压在她的心上 令人喘不过气 原来这就是 他们之间的心结 刚开始两人都不以为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颗结越拉越紧 变成了死结 有多少次 她想过要跟傅欣欣立刻结婚 却因为她不愿意放弃手里的事业而止步了 而石墨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说白了 两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在同一件事情上不肯妥协 后果便是这样 一想到那个爱了好久的女人 从此就要跟她形同陌路 心脏仿佛被人一刀一刀凌迟着 痛心疾首 她无助地望着傅欣欣刚才消失的方向 低声地呢喃起来 真的不能回到从前了吗 回到屋中的傅欣欣终于忍不住 靠在门口蹲下 捂着脸狠狠地抽气 明明已经做好了决定 为什么心里还是这么地痛呢 过去交往的日子里 她在身边的日子本就不多 回复单身的她 对生活也没有太多改变 不是吗 她想到家里二老 又想到世界各地的粉丝们 都已经祝福他们 长长久久上千遍 对不起阿梦 是我太自私了 是我配不上你 因为放不下自己热爱的事业 傅欣欣也曾心怀愧疚 但她从不希望 也不奢求石墨为了她 而放弃事业 她到过无数城市 也去过M国陪石墨一段时间 但最喜欢的还是S氏 傅欣欣也曾经想过 要不要就干脆放弃热爱的事业和家乡 远嫁到M国当石墨的妻子吧 但这样她真的会开心吗 不会的 无可否认的是 两人的关系 已经到了一个死局 石墨事业如日中天 开的经济公司 已经扩大规模到将近千人 所有的资源都在M国 傅欣欣自认为 自己无德无能 不配让石墨为了她 而放弃这么好的事业前程 分手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傅欣欣自我安慰起来 擦干眼泪亮亮腔腔地站起来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 相信我们都会过得更好的 过去没有谈恋爱的日子 她也是一个人扛过来的 以后也会是如此 石墨跑去石野家酗酒 望着那醉得如烂泥的男人 趴在客厅里东倒西歪的 石野没好气地捏捏眉心 落回家的时候 就看见了一片狼藉 不由地吓了一跳 咦 怎么又是她 早上在石碗炎家里碰面 晚上回家又碰面 石墨真是个专门串门户 石野贴心地走到玄关 替她把鞋子换成室内托 去了一整天 累吗 不累 其实早就设好了 只不过聊得欢 孩子回来后 又跟我玩了好几个小时 于是还顺便在那里 吃了个晚饭才回来 还你老公我丢在家里 孤零零吃泡面 还得面对一个发牢骚的罪汉 尽管石野用非常平淡的语气 在叙述 但落也能够听得出来 她是有几分委屈了 她钉起脚 伸手摸了摸男人的头 乖 今晚任你处置 她眼睛一亮 顿时收起可怜巴巴的表情 好 这是你说的 果然 她又被套路了 石野二话不说 牵起落的手 正想往楼上卧室走去 路过客厅的时候 她脚步断住 那个 咱们不用理她吗 让她睡客厅算了 楼上是我们今晚的战场 啊 等等 不行 再怎么着 也得关门啊 洛逸想到石野平常的疯狂行为 脸色耍红 这男人打从开婚之后 口味就越发独特 总喜欢在各种地方跟他来一遍 于是 客厅 厨房 楼梯间 就连储物室都不放过 好几次他们在外面约会 去到海边 山上 那些无人的地方时 吻得激烈 差点就忍不住当场办了 若不是洛坚持回家再继续 石野可能已经把他带到各种地方 去尝试个遍了 人如其名 不仅在床上也 连车也喜欢开野的 若果然没猜错 石野想要趁着石墨在楼下醉死 拉着他去楼上 各个房间的角落都来一遍 他极力反对 石野总算是顾及老婆的感受 乖乖关上门办事 但若还是被虐得死去活来 一个晚上昏了八次 膝盖又双乳乳地破了皮 呜呜呜 最后 他直接泪瘫在浴缸边睡死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五十三集 石野吃饱了 看到女人被他折腾成这样 心疼不已 于是便乖乖地替他洗好身体 这才抱上床 紧紧地搂在怀中睡去 客厅里 石墨吐得满地都是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 楼上传来吱吱压压的摇晃声响 吓得他还以为是地震了 一下子酒就醒了 等他回过神来 明白那是啥声音 石墨气地咒骂着粗口 抓起外套 离开石野和落的家 这还真是欺负单身狗啊 全世界都有伴 救他没有 谈了这么多年的恋爱 他还没碰过负心心一回呢 现在分手了 他仍旧是个老畜 说不崩溃那是假的 简直气得想揍人好吗 石墨发现 自己除了酒店之外 压根就没有地方去 小颜妹妹已经有了 幸福美满的家庭 她总去打扰人家 怪不好意思的 石野的家是回不了了 她可不想再受刺激 酒店她也不想 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床上 更容易胡思乱想 复兴新的家 石墨的眼神 不由地暗淡下来 醒酒了 悲伤的感觉更加强烈 白天她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仿佛还萦绕在耳边 回之不去 两人过去相处得点点滴滴 一幕又一幕 重现在脑海中 他们到过许多地方旅行 欧裕 北极 冰岛 马尔代夫 柬埔寨 那些甜蜜的过往 如今回忆起来 好似还缺点什么味道 是的 她终于承认了 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 为了傅欣欣而放弃事业 傅欣欣从没有提过这事 而她也一直认为 只要继续等下去 她就会愿意停下S室的工作 跟着她到M国结婚生活 当个悠闲快乐的影帝夫人 哪怕傅欣欣拒绝过数次 她也始终认为 有一天她会放弃事业 如今石墨终于回过神来 她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傅欣欣从来没有指责过她的行为 那是因为她深知自己也很自私 所以她不认为自己有权利指责她 两个自私的人 在这段关系里僵持了许久 一直没有找到最佳的解决方式 石墨好想把自己狠狠地揍一顿 愧疚的心情愈发强烈 不知不觉 她发现自己竟然鬼使神差地 走到傅欣欣家门外 这里也曾是她自由出入的房子 密码她知道 那是他们两人交往的纪念日 可是石墨不敢去打开 她很害怕自己会听到 密码错误四个字响起 最终石墨还是找了一个 隐蔽的小角落坐下 一睁眼天都亮了 晨曦的光才刚刚划破黑暗 她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 就看到傅欣欣的身影 从家门口走了出去 好像是准备去上班 石墨想要立刻跟上去 谁知道腿麻了 不得不坐在原地干着急 等到腿稍微恢复知觉 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傅欣欣的身影 都快要消失在视线中 她亮亮腔腔地跑过去 便看见傅欣欣 因为错过公交车 而急急忙忙追上去的这一幕 石墨有些错愕 傅欣欣怎么会挤公交车上班呢 她明明早就考了驾照 也提了车的呀 惊讶之际 正在追赶公交车的傅欣欣 没有注意到脚下的石头 当街被绊倒 石墨大吃一惊 也想要跑过去 无奈自己的腿还在发麻 只能一蹶一拐地走着 她还没有追上 傅欣欣已经吃力地爬起来 卡其色裤子被勾破 膝盖磨损了点皮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沮丧地回到公交站坐下等车 石墨终于走到车站 就在她刚想开口换她的名字时 旁边有人注意到她的出现 稀稀素素地怀疑着她的身份 诶 是嬷嬷影帝吗 不太像啊 这男人的发型和胡子很杂乱 影帝平常都很注意形象的 肯定不会顶着这样一副模样出门的 一轮声传到石墨的耳中 她脸色一沉 伸手摸了摸下巴和头发 在外流浪整夜 宿醉醒来 她连牙都没有霜 更别说刮胡子了 我去 她这口气也太熏人了吧 石墨默默地收回手 怂了 她现在这模样不敢见人 更不敢让傅欣欣撞见 可是傅欣欣跌倒受伤了 她没有办法坐视不理 纠结好半赏 下一辆公交都来了 石墨间傅欣欣上了车 斟酌了好半赏 还是硬着头皮跟上去 为了不让她和其他人认出来 还特意躲到人群后方 还用帽子遮住头 活脱脱地像个神秘跟踪狂 傅欣欣戴着耳机听音乐 低着头刷手机 跟公交车上的氛围融成一体 没有一丝一毫的格格不入 石墨看着她这模样 忍不住皱眉 欣欣是经常搭公交车上班吗 去上班的路挺远的 当初欣欣选择地址的时候 是以靠近机场为首要考虑因素的 因此上班相对而言就远了些 以至于现在坐公交车上班 还得绕很远的路 石墨纳闷至极 就算是不开车 也可以坐捷运呢 她实在是不明白 傅欣欣是怎么想的 她跟了傅欣欣一路 公交车快要抵达云圣 傅欣欣却是在前一站就下了车 石墨又匆匆忙忙地下了车 像个跟踪狂似的跟在后面 保持着适度的距离 没有被发现 傅欣欣走进一家药店 买了消毒药水和OK崩出来 坐在外面的树下 为伤口做好最快的处理 然后用走的往公司的方向走去 石墨望着那背影 心情复杂 这样的傅欣欣是她第一次见 她独立安静冷静 有分寸 欲视临危不乱 甚至还狠接地气 她的眼神愈发暗淡 原来分不分手 与她来说丝毫没有区别 因为我从来没有介入过她的生活 她连傅欣欣平常怎么去上班都不清楚 不知道她的车子去哪儿了 不知道她搭乘哪一路的公交车 走哪条路线 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之前谈恋爱更像是一场寂寞 一个公交车站之间的距离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许多人宁愿再搭一趟 但傅欣欣却是用走的 石墨不清楚 傅欣欣是怎么想的 这点钱很显然她是一点都不缺的 但是走路上班的傅欣欣 看起来似乎非常快乐 就这么一路跟着 目送傅欣欣走进公司大门 石墨才停下脚步 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视野之中 石墨的心迟迟放不下 她决定去查个究竟 石碗炎打开门 就见到酒气冲天 满脸糊茶的石墨站在外面 惊讶地微微挑眉 阿墨 怎么了 小姨妹妹 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欣欣最近发生什么事了 我总觉得她有些不对劲呢 石碗炎眨了眨眼 不明所以 还能发生啥 最近傅欣欣身上发生的最大事情 不就是分手了吗 先来再说吧 石碗炎把石墨请进门 她借个厕所 把脸洗干净又竖了口 这才总算是看起来精神了几分 石墨将自己跟傅欣欣搭乘公交车上班的事情 告诉石碗炎 并说明自己的怀疑 她是不是最近缺钱了 怎么有车不坐 偏偏要搭公交车上班 小姨妹妹 你帮我调查一下吧 相信云盛公司里 肯定有人知道她的情况 石碗炎不由地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不知道她前阵子发生车祸 车子送进厂里维修了吗 什么 石墨立刻从沙发上跳起 满脸的震惊 什么时候发生的车祸 两个月之前呢 她仔细回想 那时候他们两人还没有分手 但却因为两人都在忙碌各自的工作 每天晚上只是聊个不到五分钟的电话就挂断了 石墨完全不记得 傅欣欣提过自己发生车祸的事情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五十四集 她并没有在电话里提及 欣欣那时候只是碰巧遇到车祸 刚停车走下去 想要打电话报警的 结果 后面迎面而来的卡车 直接把她的车子给撞扁了 车室闹得挺大的 都上报纸了 石瓦言平淡地叙述着当时的事情 还叹气继续道 啊 多亏心心运气好 她当时若是没有下车 早就被卡车撵过去了 现在想起来 我甚至还有点后怕呢 石瓦的心情 已经不能用后怕两个字来形容 她脸色白如纸 听完石瓦言描述的那些 脑中已经构建出了画面 这是 我竟然完全没有听说过 你那时候 好像在剧组里拍戏吧 欣欣那会擦伤手臂去医院的时候 我还想帮她打电话给你来着 却是被她阻止了 说你在剧组里拍电影 不想打扰 我还以为 你俩晚上聊电话的时候会提呢 石瓦的脸色更苍白了 是的 她想起来了 两个月前 她还在剧组拍电影 那是个新角色 她演一名精神失常的杀人犯 为了能让自己演得更精湛 不拍戏的额外时间 她都在对剧本 揣摩各种精神失常的心思和细节 也是因为那角色有些不太正常 石瓦担心自己的精神状态会影响傅欣欣 所以那阵子拍电影的时候 电话都不敢聊太多 以至于她完全错过傅欣欣发生车祸的事情 换句话说 傅欣欣压根就没有机会告诉她 她处处为她着想 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事情而耽误她的工作 所以发生车祸的时候选择不说 等到石瓦拍完电影 车祸的事情早就过去了 也没有说出来的必要 石瓦忽然更明白傅欣欣分手的原因了 他们一直在各自的世界里 生活从来没有交际点 若继续交往下去 迟早两人之间的感情 总有一天会被消磨殆尽 阿末 你没事吧 石瓦炎的声音打断石瓦的思绪 她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满脸都是泪痕 小爷妹妹 我真是个渣男 你想到了什么 我配不上欣欣 她在S市发生那么多事 我一切都没有参与过 甚至不闻不问 如果我再给予她多一点关心 就不会量造出今天这般局面 石瓦炎看着她一把鼻涕一把泪 心情也黯淡了几分 你知道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远距离恋爱 不 不是这个 她顿了几秒的 我知道了 是愿意为对方牺牲奉献的心 差不多吧 但还不够精准 石瓦炎坐直身体 一本正经地开启了教育模式 如果你是心甘情愿为她牺牲自己 就不要去期盼她能够给予你回报 这个你能做到吗 虽然我很想说做到 但其实不好说 那意思就是说 你对她好是奢望回报的 刚开始不是 石瓦还想辩驳一句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认为自己够付出多了 所以认为她应该回报一些给我 那你怎么判断她有没有回报给你 石瓦哑口无言 于是石瓦炎又继续追问道 当你付出了一次 就希望在同一件事情上得到她的让步 但这件事情她未必有能力自我牺牲 于是她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回报给你 你们两人总是像在算计似的 一件一件的事情算 于是当牵扯到最后关键的距离问题 你们谁也不想让步 相持了许久 石瓦垂着头 已经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才好 已经不可能了是吗 我跟欣欣 再也会不到从前了 对吗 其实 欣欣半个月前来找我谈过心了 我对你说的这些话 也跟她说了一遍 是你劝她跟我分手的 不 我没有任何立场 我只是将你们之间的矛盾点说出来 让她好好地思考 要怎么找到解决方法 而最后她所做的决定是分手 很显然 放弃总是比坚持容易 在爱情里 这句话有时候也是通用的 石磨沮丧的垂头心如刀割 一段逝去的爱情 在结束的时候才让她明白自己错在哪 这对于她来说 无疑是很不公平的 但即便是旁人在他们交往的时期 提出这些问题 她也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 活该被分手 她确实太自以为是了 阿末 其实你们之间还有机会的 石瓦严的这句话 像是石磨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立刻抬起头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满脸的期待 快告诉我 我要怎么挽回她 搬来S市居住 我把云盛交给你管 你们朝夕相处之下 肯定有机会的 石磨脸色一浆 你的意思是 要我放弃影音事业 不用放弃啊 你把市场转移到这里不就得了 再者 这边的市场不比好来乌差 你可以将整个经纪公司都搬过来 手里同时掌管着云盛和经纪公司 这么一来 生意路子就不少了 好莱坞那边 你可以每年飞过去一两回 也不至于完全退出好莱坞市场 石瓦严的主意确实很不错 但石磨还是有点放不下心 万一我全盘结束了怎么办 阿末 你还有啥是不能失去的 金钱 地位 人气 石磨抿了抿唇 然后道 傅欣欣 她非常不客气地接话 你生命中最不能失去的东西 如今已经离开你了 看吧 如果不是因为她主动提出分手 你也不会意识到 在你的心目中 事业没有她来得重要 确实如此 石磨之前秉承着能拖就拖的原则 一直拖着负心心 因为总觉得自己的工作太重要了 谢谢你 显炎妹妹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石磨像是忽然充满了电量 精力充沛 整个人从沙发上站起来 精神坚定 我会去安排的 显炎妹妹 你刚刚说要把余生交给我 可别说话不算数啊 她想要跟傅欣欣每天见面 进出同一栋办公楼 她要有朝夕相处的优势 重新将傅欣欣追求回来 这次 她势在必得 石磨炎总算是把她给说明白了 看着石磨离开 她自己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唉 希望这次能帮到他们吧 要是没成功 就只当作是有缘无分的感情了 傅欣欣自从分手之后 总是加班加到很晚 若是不工作 一停下来 她就会感觉很难受 还不如找事情做 让自己忙碌起来呢 总算是把手头上的工作都忙完 傅欣欣终于下班了 刚走出办公大楼的时候 就看到石磨开着车 坐在外面等着 她差点以为自己眼花了 石磨看着她走出来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挥了回手道 欣欣 快上车 我导你回家 傅欣欣犹豫了几秒 摆了摆手 哦 不了 我可以自己回家的 这个点已经没有公交车了 我可以坐捷运的 上车吧 听到石磨可怜巴巴的请求声 傅欣欣又是一阵心软 最后实在是招架不住 答应上车 刚坐上车就有些后悔了 石磨忽然扑过来 傅欣欣吓得面容失色 想要伸手挡住她 结果她却用手抓住安全带 帮她系好 别担心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尽管她很小 但两人目前的状况 她只能忍着 否则冲动起来 只会让傅欣欣更为反感 她神色不自然地别过头 不语 车子里的气氛很尴尬 石磨上一次这样开车载她 还是在大半年前 她请了一个长假 去M国找她的时候 那时她开着车 载她到处玩 两人共同创造过不少甜蜜的回忆 吃晚餐了吗 石磨忽然想到什么 便问道 傅欣欣摇头 那我先带你去吃吧 不用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晚餐的习惯了 这怎么行 石磨惊讶地等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555集 傅欣欣望着她 语气平淡 我胃不太好 老中医建议我过午不时 而我早就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晚餐不吃 反而会更舒服些 石磨愣了几秒 那些想劝她吃饭的话 到嘴边又打住了 愣是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过去的日子 她究竟是怎么过的 竟然连傅欣欣养成了 不吃晚餐的习惯都不清楚 这究竟还有什么东西 是我不知道的 傅欣欣一笑而过 那可多了 瞬间她无话可说 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过话 直到将傅欣欣送到家门前 石磨才终于鼓起勇气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句话她不止说过一次了 今天的诚意显然更高 傅欣欣开门的动作断了断 然后莫不作声地下车走了 石磨垂下暗淡的毛子 看样子她还得再接再厉才行 隔日傅欣欣出门的时候 又见石磨出现 不由得皱起眉头 你在这里做什么 送你上班 不必了 我有手有脚 可以自己去 搭公交车不舒服 开车吧 我可以保证你准时抵达公司 傅欣欣不明白 她是怎么知道 她搭公交车上班的 转而想了想 可能是昨天晚上 送她回家的时候 就看出来了 她已经习惯坐公交车 但今天有些迟到 出门的时候 本想着打车去公司的 石磨来得很刚好 于是傅欣欣决定上车 刚坐上去 就见男人递过来 一份小米粥和包子 她满脸疑惑 这是啥 早上喝下米粥 两位 傅欣欣想说不用 但对方已经将 小米粥塞过来 拿着 你若不想吃啊 就去公司扔了吧 她知道 她一定不会扔 浪费食物这种 可耻的行为 傅欣欣是坚持不做的 果不其然 只见她撇了撇嘴 低头打开小米粥盒子 一口一口地喝了起来 粥还是温热的 喝下去很顺滑 胃部感觉很舒服 再吃了几口小包子 味道极佳 肉味相逸 早晨的心情 就这样简单地被点亮 傅欣欣露出一抹淡笑 谢谢你的早餐 回头 我转账把钱还你 石墨心里有几分黯然 账算得这么轻 让人感觉很不是滋味 石墨是个尽责的司机 很快就将傅欣欣送到公司 还提早了四十分钟 她本想道谢 说声再见的 却见石墨 干脆找个停车位 把车子停下 然后下车 跟她一块 往公司门口走去 你不用送了 好 嘴上说着好 腿还是很诚实地 继续往前走 傅欣欣见她跟过来 还以为她又要 继续说复合的事情 连忙道 你别跟着我 我要上班了 我正好顺路 你顺什么路啊 上班的路 石墨里所当然的模样 让傅欣欣觉得莫名其妙 她这是把云盛 当自己的经纪公司了 就在两人 刚走到公司门口之时 傅欣欣看到 副总裁郑迪站在大厅 心头猛的一顿 连忙转头吩咐石墨 行了 我已经到公司了 你不用再跟着我进去了 她刚张口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郑迪看见 隔着大老远 就跑上来大声地呼喊 石墨少爷 欢迎大家光临 我是云盛副总裁 郑迪 你好你好 郑迪一脸热情地走过来 与石墨握手 这可把傅欣欣给吓懵了 石墨淡定自若 第一天上班 我今天先四处看看 这话不知道跟郑迪说的 还是跟傅欣欣说的 刚刚她才跟自己说 自己是来上班来着 你为什么 傅欣欣压根就没有机会问完 郑迪就已经开口复议了 没问题 石墨少爷 我已经接到总部的通知 正在期间 并会尽全力 协助你管理好公司的 管理公司 傅欣欣震惊地望着石墨 你要来这儿上班 是啊 为什么 上班不就是为了钱吗 当然 主要是为了她 傅欣欣越听越觉得荒谬 你在M国的公司都忙不过来 还跑来云盛这边上班干什么 我自有打算 石墨一笔带过 完全不打算解释 站在旁边的政敌 小和和地帮忙回答 石墨少爷这是想 河边里面公司 透过云盛企业 打入效果市场 顺便来当我们云盛的 担言人 如此刻意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石墨有打算将好莱坞那边的事业 转移到S市 傅欣欣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行吧 那你们慢慢聊 我要上班了 他说完 跑进电梯走人 把石墨和政敌留在原地 什么少爷 你跟傅小姐分手了 关于这两人的恋情 全公司都知道 政敌自然也不例外 但他俩近期分手的事情 还未公开 只有身边的亲人朋友知晓 从两人刚刚的谈话和举止 政敌敏锐地秀出 两人之间的疏离感 这才会八卦地问了一句 石墨听到分手两个字的瞬间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刚才在傅欣欣面前 故作开朗轻松的模样 这会儿变得严肃又冷漠 少帮话 赶紧带路 啊 是是是 傅欣欣打卡上班 就开始心神不宁 满脑子都是石墨 他为什么会来云圣接管公司 这么做 是为了他吗 M国那边的经纪公司可咋整 应该 只是暂时接管的吧 一定是 诶 快看外面 跟丈夫总走在一起的人 是影帝摸摸对吧 还真是 啊 快叫副总监过来看吧 副总监 你男朋友来了 设计部门 忽然掀起了一阵轰动 毕竟傅欣欣跟石墨谈恋爱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因此在看见石墨出现的时候 大家第一时间就拿傅欣欣起后 他刚走出总监室 就见到政敌将石墨带进了设计部门 整个部门的设计师都纷纷举着手机 对着这位难得一见的大明星疯狂地拍照 哇 木木好帅啊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竟然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到你 副总监有这么帅气的男朋友 也太幸福了吧 要是我 做梦都能笑着醒来 石墨大方地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政敌一脸严肃地拍开他们的手机 正经点 现在是上班时间 石墨先生从今天起 就是我们云顺企业的代理总裁了 哇 太棒了 意思就是说 以后我们能天天见到他 我的天哪 这不是梦吧 平常工作的时候一本正经 看见大明星出现 一个个露出花痴本色 傅欣欣靠在门边 神情有些复杂 夹杂着几分无奈 石墨台谋与他隔空对视 两人的心情都十分的微妙 副总监 你怎么还处着 快过来吧 不用害羞 但我们不存在就行了 我们不怕吃狗粮的 不知情的众人 还在拿他们调侃 政敌听着 还真是巴不得打电话 立刻让人事部的人 把这群笨蛋全给炒忧郁 难道就没人看出来 石墨跟傅欣欣分手了 竟然还作死地 在两人伤口上撒盐 这群笨蛋 一点眼里见都没有 政敌还是决定 跳出来打圆场 莫总 我们还有好几个部门 还没参观 等会儿还有个 内部会议要开 石墨也非常的配合 嗯 那就接着参观 其他部门吧 设计部门里的人 目送他离开 转头发现 傅欣欣早就回到 自己办公室里 继续干活 大家并没有发现 任何的异端 一整个上午下来 傅欣欣都无法 正常地工作 心神不宁的他 好几次出错 被工厂打电话来 再三询问 压力很大 他下午还需要去 见一个明星客户 再这么心不在焉下去 工作 真能被他弄丢了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五十六集 傅欣欣到厕所 洗了把脸 总算是清醒了几分 正打算回办公室 继续工作呢 却在经过 茶水间的时候 听到里面 其他部门的同事 正在议论石墨 和他的事情 哎 听说了吗 影帝跟我们公司 设计部总监 是一对呢 嗯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总感觉 他们不太般配 毕竟不是女明星 颜值也算是过得去 站在影帝身边 有点像助理 这种毒蛇的评价 傅欣欣也不是第一回听说 早就麻木了 她苦苦地一笑 估计她跟石墨分手的消息公开后 会有一大片人高兴到庆祝吧 茶水间里的议论还在持续 傅欣欣并没有打算做什么 只是装作不知道 转身离开 以前听到评价的时候 她满心的都是愤怒 恨不得跳出来 跟他们好好的理论 但又因为 顾忌到石墨的名声 不想为她添麻烦 所以选择低调做人 不看 不听 不说 如今她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在傅欣欣刚转身 踏出一步之时 一个声音打断茶水间里的人 我找女朋友 不需要别人的眼光 作为标准 刚才正怯怯思语的几人 听到这个声音 吓得手里的咖啡都洒了出来 莫 莫总 傅欣欣的脚步也停下 惊讶地回头看去 石墨 她怎么会在这里 明明总裁办公室 不在这层楼的 傅欣欣满心地狐疑 她站在转角处 刚好墙壁遮住她的身影 所以没有被茶水间的人看见 茶水间里 石墨的声音接而落下 看来你们对我这个代理总裁 很有意见啊 几人吓得脸清纯白 没有没有 我们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那你们怎么上班时间 还在这里讨论些话 是工作量太少 行的了吗 对不起啊莫总 我们这就回去工作 平常石墨对外的形象 都是很清明开朗的 但只有跟她工作过的人 才能够见到 这副严厉的模样 便连果然是影帝的本领 谁都不知道 哪个才是她的真面目 看到大家被石墨吓跑 傅欣欣的心里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没有多想 转身赶紧离开 生怕被石墨瞧见 然而傅欣欣不知道的是 石墨一直都知道她在 所以才会出面呵斥那些人 一方面是替傅欣欣出气 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很生气 刚刚看到傅欣欣的背影 她心里一阵的心疼 尤其是听到别人评论 他们两人不般配的时候 傅欣欣的眼底愈发地暗淡 石墨立刻看出来 这种话她平常没少听 于是就生气了 以前她也曾经安排过公司的人 帮忙在网络上控评 即便如此 石墨始终没有办法 彻底地管住别人的嘴 尤其是在公司里 云圣企业的员工 虽然已经整顿过 但还是有些人类的基础恶习 还是避免不了的 看来 她跟我交往的那些日子里 也独自吞下了不少味蜇 石墨越想越觉得心疼 曾经说过要让傅欣欣当公主的 结果还是忽略了她很多细节 于是石墨回到办公室的第一时间 就是把正敌救了出来 你去发布公告 公司里的人 都不许说我和傅欣欣的坏话 为规者和职 正敌一脸的震恶 但还是战战兢兢地去执行 公告发布完 傅欣欣已经离开公司 出去见客户去了 刚搭上车 就收到石墨的信息 中午要一起吃饭吗 她忽然有点庆幸 自己正在赶外勤 明明已经分手了 她一直纠缠 会让人尴尬的 傅欣欣想都没想 直接给石墨回信道 我出外勤 几个字简洁明了 真是一句多余的话都不写 拒绝得很干脆 我这样做应该没错吧 傅欣欣自言自语地道 既然已经分手了 还是维持距离比较好 免得到头来 藕断丝连 伤得更深 一段感情里 最伤人的就是 分手和藕断丝连 傅欣欣真的希望 石墨能够做个洒脱的人 分得干干净净 不再跟她有过多的纠缠 负责到头来 大家连朋友都当不成 不能再想了 审真工作 打起精神 傅欣欣拍了拍自己的脸 将整件事情抛至脑后 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今天她又倦的客户 是个女明星 梁可可 梁可可 可是最近刚崛起的 新进女艺人 拍了个电视剧就火了 于是收到的活动邀请 越来越多 需要的礼服数量 也是庞大起来 云胜打算赞助梁可可 三套礼服 让她穿着出席 接下来的几个庆典活动 当作是个宣传 傅欣欣接到通知 要亲自为她定制礼服 部门里的同事 都有各自的项目要忙 她只好一个人去 连助理都没带 去到梁可可的公司 才发现 这是个男伺候的主 对外宣传 是个可言可甜的 女孩人设 实际上 说话很刻薄 还尖酸带刺 听说 你有个男朋友 是好莱坞的明星 傅欣欣正在为梁可可 测量身体维度之时 被忽然这么一问 手中的动作 不由地顿了顿 她选择不回答问题 梁可可注意到 傅欣欣的表情 耻笑一声道 哼 怎么不承认 你男朋友 见不得光吗 梁小姐 我工作的时候 不被允许讨论私事 这么跟你说吧 我听说 墨墨已经回国了 最近有个庆典活动 正好缺个男伴 你帮我跟她说一下 若是她以男伴的身份 陪我出席庆典 那我就穿你们云圣品牌的礼服出席 傅欣欣正在低头记录维度 听到这话再次顿住动作 索性抬头 看向旁边的经纪人徐敏 原以为徐敏会开口教训一下梁可可 结果 她反而帮腔道 是啊 傅小姐 这次的庆典活动 若是能有默默影帝陪伴出席 定能够让我们家可可的名声 更上一层楼 你就当作是举手之佬吧 这样一来 我们家可可到时候 我们家可可也会在场 替你们宣传衣服品牌 也算是双赢的局面 你说是吧 这世界上不要脸的女人多得去了 但傅欣欣还是被他们的无耻给气到了 她眼底带着温怒 冷冷地提醒梁可可和徐敏 梁小姐 徐小姐 你们早已跟云圣品牌签了合约 我只不过是恰好负责 这个合作案的设计师而已 找难办的事情 已经超出我的服务范围 恕我没有办法帮忙 梁可可已经预料到 她会这样回答 满脸得意地威胁道 合同是签了没错 但外面还有好几个赞助商 抢着跟我合作呢 我大可对云圣品牌投诉说 你服务态度恶劣 取消合作案 届时 云圣品牌的损失 就由你来承担 梁小姐威胁人的把戏 还真是幼稚 傅欣欣嗤笑一声 转身果断地收拾包包 既然梁小姐不想合作 那我就回公司汇报情况去了 这件事就交给法务部 和公关部的人接手吧 她心里觉得可笑至极 梁可可威胁人的手段 实在是一点也不高明 有合约在身的她 其实压根就没有任何资本 来威胁傅欣欣 毁约对于云圣而言 并不能造成多大的损失 毕竟原本只是赞助礼服罢了 甚至还给梁可可不小的赞助费 严格来说 这个合约一旦毁了 梁可可才是损失的那方 傅欣欣感觉这女人脑子不太好使 她可是金主爸爸派来的设计师 梁可可竟然用毁约来威胁她 这种事情 智商正常的人都做不出来 抱着同情低能儿的心态 傅欣欣二话不说 走出了经纪公司 徐敏意识到情况的不对劲 连忙上前拦住去路 傅小姐 可可没有要毁约的意思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 你能帮个忙而已 硬的不行来软的 无奈清醒的傅欣欣 却是软硬不吃 对不起 说我无法帮到你们 你们的诉求 我回头会告诉公关部门的负责人 请他们替梁小姐解决 暂且不说 她已经跟石墨分手了 这两人明知道石墨是她的男人 还当着面要她帮忙 让石墨跟梁可可 一同出席庆典活动 当她傅欣欣是圣母吗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五十七集 徐敏剑油盐不尽 无法沟通 索性来点更强硬的手段 直接当着傅欣欣的面 将密码门给锁上 用自己的身体挡在门前 傅小姐要是不答应 那就别想走出这个公司了 傅欣欣怒了 你这算是求见吗 梁可可走到她面前 拨出了一通电话 正笛哥 我要投诉你们公司 派来的设计师 说是两点来见我的 迟到也就罢了 服务态度还恶劣 不过是说了她几句 都没有量完身呢 人就发脾气要走人 你说 这是该怎么办呀 傅欣欣冷喝一声 居然当着她的面 告黑状呢 如果换作几年前 刚入行的她 恐怕面对这种架势 还真的招架不住 可是 今时今日的傅欣欣 早就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梁可可那边挂断电话没多久 傅欣欣的手机就响了 接吧 你要挨训了 梁可可笑得很惬意 傅欣欣低声道了一句无聊 便潇洒地接起手机 梁可可和徐敏元以为 云生那边接到投诉之后 就会立刻打电话过来 痛批一顿傅欣 两人正期待着 看傅欣欣乖乖认错的反应 谁知道 她接通电话之后 语气却是平静无比 我没事 就是出了点小争执 不用 你不用过来 我可以自行处理的 好吧 等到傅欣欣把电话挂断 梁可可和徐敏都皱起了眉头 察觉到不对劲 为什么云圣那边打电话过来 不是骂她 反而更像是关心她呢 圣迪哥 没有骂你 梁可可不敢置信地问 傅欣欣抬眸一脸无辜 她为什么要骂我 我刚刚投诉你态度恶劣 她都不骂你的吗 又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低之伤 梁可可被怼得一阵哑然 徐敏正想帮忙说什么 这时候 傅欣欣又继续到 等着吧 一会儿有人会过来处理这件事的 话必 她找了个椅子坐下 反而不着急离开经纪公司了 徐敏和梁可可看傅欣欣如此淡定 不知为何心里咯噔一声 但很快就觉得 这肯定是她刻意装淡定 于是又恢复刚刚的底气 既然如此 傅小姐 我欠你在正敌哥来之前 赶紧答应我刚刚的事 否则 我可不能保证 等下会在她面前说什么 等下人来了 你直接跟她说就行 我只是个小透明而已 你们不必把我当回事的 傅欣欣笑得那叫一个纯真无邪 越是这样的反应 就越是让徐敏有些不安 她拉着梁可可走到旁边道 可可呀 我感觉她好像很有底气 咱们要不还是算了吧 梁可可露出一副不屑的表情 她那肯定是装出来的 我演过戏的人 我会看不出来吗 有的人越是紧张 就越是会演 我们可别上她的当 可是 我们为什么非要揪住她不放呢 你不知道 墨墨的名气有多高吗 本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排行榜前十 只有借着这个机会攀上影帝 我的前途才会更加明亮 甚至很有可能会碰上好的剧本 须敏听她解释 也觉得有道理 梁可可如今势头很好 如果能够借着 墨墨影帝这把东风 必定会让梁可可的事业 更上一层楼 也是因为如此 她才会紧咬着负欣欣不放 想尽办法通过她来结识 墨墨 这种时候 什么三观道德 都没有事业前途来得更重要 因此 徐敏也会支持梁可可的行为 傅欣欣等得无聊 抓起手机 玩起潇潇乐 而徐敏和梁可可 则是在角落处商量着 等一下要如何在正敌的面前 抹黑负欣欣 以此来要挟她 没过多久 外面传来些许的躁动声 梁可可的耳朵很灵敏 立刻知道有人来了 一定是正敌哥来了 敏姐 你快去家门打开 让他进来 徐敏嗷了一声 上前去打开密码门 郑先生 默默 你怎么来了 他看着外面 双手插口袋的男人 脸部俐落的线条 在灯光下衬托得更帅 不愧是影帝 真人比上镜还要俊美 气势逼人 连徐敏这种娱乐圈里 跟过无数大佬打交道的经纪人 都冷不丁地 被石墨的气场给震撼住 下意识地往后退开几步 梁可可看到来的人是石墨 眼睛顿时亮了 来得正好 他刚想开口跟石墨打招呼 就听见石墨冷冷地问道 听说你们欺负我女人了 梁可可和徐敏闻声色变 不 不是的 我们明明 石墨不等他们解释完 走到傅欣欣面前 蹲下来认真地检查 他有没有受伤 欣欣 你没事吧 傅欣欣摇头 视线落在石墨那双满是着急的眼眸上 他刚刚是真的着急了 政敌接到梁可可的投诉电话 石墨正好就在旁边 立刻就猜了出来 他的欣欣肯定是被人欺负了 于是石墨便风风火火地赶来 还好傅欣欣没有出意外 如果他们敢对傅欣欣动手的话 那他就不客气了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石墨非常在乎傅欣欣 本以为来的人会是政敌 没料到竟然是石墨 可是一想到 刚刚他们威胁傅欣欣的事情 梁可可有些担心 他会乱说话 索性抢先开口 啊 墨墨你好 我叫梁可可 是傅小姐刚认识的新朋友 很高兴认识你 他亲切友善的笑容像个天使 仿佛刚才在傅欣欣面前 说话刻薄犀利的模样 只是一个假象 说完这话 他用眼神示意许敏 后者会过意 赶紧去饮水机 倒了一杯水过来 啊 真是久仰大名 我们家可可 早就想认识你了 刚才还在傅小姐面前夸你呢 只见石墨站起身 收起关怀的脸色 语气凌厉 说吧 刚刚你们在电话里 投诉他服务太多恶劣 是怎么回事 梁可可故意装作不解 怎么可能 傅小姐的服务很周到 我没有理由投诉她的 是不是搞错了呀 傅欣欣可真是长见识了 女明星在萤幕前演技不怎么样 却在生活中运用自如啊 而且梁可可都快要把身体贴到石墨身上去了 我愤了呀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吗 虽然她跟石墨已经分手 但看到那些阴阴艳艳艳的女人想要接近她 心里还是会特别的郁闷 更别说梁可可在她面前表露出的模样有多嚣张 方才的事情傅欣欣还能忍 现在却不能忍了 她嘴角一抿站起来 伸手拉住石墨的胳膊 往自己的方向靠近 石墨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见傅欣欣主动靠在她怀中 她先是愣了几秒 随即心中大喜 没有搞错 刚才我确实态度挺恶劣的 傅欣欣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糊度 用挑衅的眼神看了一眼凉可可 然后满脸委屈地看向石墨倾诉 刚才他们威胁我 要我叫你陪梁小姐出席一项庆典活动 你答应了 当然没有 他们见我不肯答应 就打电话投诉我态度恶劣 不跟云盛合作 以此来威胁我 阿墨 我好冤枉 石墨的注意力偏了 心情大好 看来欣欣还是很在乎她的 还好她没答应 否则 她一定会非常失望生气的 事情不是这样的 梁可可和徐敏几乎同时大声否认 傅小姐 你怎么可以乱说话 我们刚刚聊得甚欢 你保证一定会介绍墨墨给我们认识 大家做个朋友 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呀 阿墨 你是知道的 我那么爱你 怎么可能会把你介绍给其他女人认识 我占有欲很强 平常都不让你跟别的女人有接触 这种时候 才不会答应她们呢 傅欣欣眼底满是雾水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558集 演技这种东西 或许是女人天生自带的技能 尤其是在明争暗斗的时候 最容易启动发挥 她看不过眼梁可可那虚伪的面容 所以才会想要以牙还牙 拭得心情开心地想要起飞 她听到了什么 欣欣说爱她 她们之间还有爱 石墨正了正色 主动配合傅欣欣 宝贝 别担心 我会为你守身如玉 不让任何女人有机会靠近 梁可可的脸色当场僵住了 她自认为外貌出众 条件比傅欣欣好得多 无论是圈内还是圈外的人 都会看在她这副亲切友善的天使面孔上 而选择相信她的话 但偏偏到了石墨这里 完全不管用 此时的男人满心满眼的都是傅欣欣 连一个眼神都不屑给她 然而梁可可这种女人 石墨在娱乐圈里见多了 就算没有傅欣欣欣 她也确实一点也不稀罕 你不用这样的 真的不是 梁可可着急地哭了 豆大般的眼泪从谋底溢出 对不起傅小姐 我不知道 刚刚是哪句话得罪了你 想必这件事情有误会 但无论谁对谁错 我先给你道歉就是了 威胁不管用 那就表来凑 傅欣欣见她一言不合就哭 也不甘心地挖的一声 扑到石墨的怀里哭 一副梨花带雨 一个楚楚逗人 阿墨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说的没有半句谎言 我信 我信 刚刚打电话的人是她 我都录音了 我好伤心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 你说世上 怎么会有如此歹毒之人 不应该是人人心中 都有爱的吗 这世界上 只有我对你是真爱 宝贝 别哭了 万一眼睛哭肿了 我又心疼了 傅欣欣还浮在石墨的怀里哭 夸张的演技 要多矫情就有多矫情 完全没有在管梁可可和徐敏 石墨拍着怀中的女人 语气充满宠溺 用瑞丽的眼神 望向那两个欺负她宝贝的人 那两个女人都傻了 徐敏连忙将梁可可 拉到自己身后 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必定是有误会 我们刚刚确实跟傅小姐 有那么一点小争执 但完全没有陷害她的意图 可可已经道歉了 希望傅小姐 不要放在心上 傅欣欣似乎是眼上瘾了 已经在哇哇哇地哭着 说自己命苦 石野的嘴角抽了抽 这演技 要是换成工作时 跟她演对手戏的演员 她早就不耐烦地 甩脸走人了 但是今天她却是格外地享受 好久没有享受欣欣这般软乎乎的身子了 抱着好爽 石墨根本就没有打算 这么快就解决掉梁可可和徐敏 这样她还能再抱一会儿 谁知那两人恼羞成怒 气得最后丢下一句对不起 就跑了出去 把石墨和傅欣欣留在会客室 怀中的女人 在她们彻底消失的时候 立刻停止嚎啕大哭 石墨发现 自己的衣巾都湿透了 抬头见傅欣欣满脸泪痕 心头一惊 联盟伸手要去替她擦拭 结果傅欣欣迅速地别过头 从包包里取出纸巾擦泪 谢谢帮忙 刚才辛苦你了 一秒恢复正常模式 这对石墨而言 犹如天堂地狱的体验 回去公司的路上 傅欣欣终于忍不住问石墨 刚刚为什么是你来 石墨的眼眸闪过淡淡的光 你不希望我来吗 没有 那你希望我来吗 她没有说话 她出现对她而言是个惊喜 也是有很大的助力 但就算没有任何人出现帮忙 傅欣欣自己也有办法 应对梁可可和徐敏 石墨见傅欣欣没有说话 心里有几分失望 但是很快就掩盖过去 她故意找话题 跟傅欣欣聊了起来 云圣不会再跟他们继续合作了 为什么 我看他们不爽 你是云圣代理总裁 应该要站在公司最大利益角度 去思考每一个决策才对啊 梁可可可是当红的女艺人 云圣品牌之所以会挑撞她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恰恰就是看好她目前的商业价值 所以傅欣欣并没有要求石墨取消云圣 跟梁可可的合作案 她只要换个负责人来接手就是了 但石墨不是这么大方的人呢 我就是站在公司最大的利益角度来思考 才会取消合作的 梁可可这样的人品 注定红不了多久 云圣的钱用在她身上 就等于打水漂 你要让人造谣抹黑她 你把我想是什么人了 石墨的反应有点大 不需要我动手 这种人在娱乐圈里多得很 他们的作死本事一流 用不着我出门 说得挺有道理的 不找她合作 那要找谁啊 现在还有哪个艺人比她更合适吗 你这话是在说我不够红 还是忘记了我是个艺人 傅欣欣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笑着吐了吐舌头 抱歉啊 一时忘了 两人之间的气氛 仿佛忽然回到分手前 他们的相处模式很欢乐 几乎没有吵架 恩爱又甜蜜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之间没有心结 相反 这段关系存在的问题多得很 如果不是因为傅欣欣突然提分手 恐怕石墨都没有机会看清楚 他们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风险 欣欣 如果我决定在S室定居 你还会答应傅和跟我在一起吗 石墨鼓起勇气主动问道 傅欣欣露出意外之色 你要在S室定居 为什么 为了你 他听到这个答案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如果你的决定是为了我 那我绝对不会答应跟你复合的 石墨的心意紧 为什么 你为了我不不退让 反而会让我心生愧疚和压力 如此一来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不平等了 什么平等不平等的 正常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总得有一方愿意退让 不 不应该是这样的 傅欣欣摇头 石墨的脸色更沉 他不明白 他在这件事情上究竟在纠结什么 那你觉得 怎样的状态 咱算拼呢 他抿了抿唇 不确定的道 一段不需要任何一方 做出牺牲 就能够维持下去的情感 这想法才是自私的 石墨果断地批评道 对我而言 爱情不应该这么斤斤计较 如果你在S市定居 事业走下坡路 那过错就在于我了 就算我不这么想 你的粉丝 你的公司 你的家人 也会这么看待我的 那我跟古时候 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 有何区别 傅欣欣终于将自己心中的担忧 说出了口 石墨有点意外 他从来没有想过 傅欣欣会有这些顾虑 你想太多了 不 这些都是我即将面对的后果 阿末 其实 我早就将我们的未来 模拟了千百遍 你知道 那有多么令人绝望吗 无论是你 还是我 选择在感情中退让 我们最终 都会走向不快乐的路 他选择分手 并不是因为不爱 而是因为太爱 所以才无法承受那种结果带来的痛 说完这些话 傅欣欣的眼泪 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泣不成声 石墨看到他哭 一下子慌了阵脚 连忙在路边找了个位子停车 试图安慰傅欣欣 然而 就在他刚停车 正想要将他抱在怀中的时候 傅欣欣却是解开安全带 打开车门下车 欣欣 石墨二话不说跟着下车 傅欣欣抓着包包 脚下的速度越发加快 石墨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好聚好赛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最美好的结局 欣欣 你别接着走啊 听我把号说完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五十九集 石墨奋力追上前拽住傅欣欣 他奋力地挣扎 想要推开 石墨看他的胳膊都被自己抓红 很不忍心 手里的力度松懈 最终还是被他挣脱跑掉 街道上 众人都认出了石墨 刚才他俩在街边发生的一切 也被路人拍下来发到网上 石墨失魂落魄地 望着那渐渐跑远的背影 红了眼眶 他很想要追上去 但腿却是使不上力气 如果不是因为回过神来发现 周围的人都在偷拍 他很有可能当街蹲下来 抱头痛哭 最后还是艰难地转身回到车上 伤心欲绝地 把车子开走 没过多久 全网粉丝心如刀割 墨墨当街被分手的标题 成为了热搜榜上的话题之一 网友们点开路人抓拍的视频看 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 石墨分手的画面 不是拍戏现场 还真的是分手 让我想起初恋男友 把我甩来的痛心回忆 不不不 墨墨别难过 你还有我们 混蛋女人 欣欣小欣欣 你凭什么这样伤害我们大家的男神 墨墨男神到底做错了什么 不欣欣要这样对她 我现在好恶心这个女人 一看就觉得这女人矫情有作作 早就该分了 不明白墨墨到底看上她哪一点 说句公道话 隔壁帖子的视频中 你能看到欣欣妹子哭得稀里哗啦了 到底是哪来的证据说是欣欣妹子伤害某允地了 长得帅就一定是受害者吗 石墨回到公司的时候 全公司的人都因为网上的热搜 而知道她和傅欣欣的事情 同事们见到她经过 都忍不住地低下头去 然后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再窃窃私语 平常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出现 石墨早就习惯了 但她忽然想到 傅欣欣会不会在外头遭遇这样的目光和眼神 整个人都不好了 墨总 虽然公告已经发不出去 但热搜来得突然 公司里的议论我实在是压不住了 政敌来请罪的时候 仿佛看到了一尊可怕的将士修罗 吓得瑟瑟发抖 石墨问政敌 以往公司里的人都是怎么议论他的 政敌争了好几秒 吱吱呜呜地道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呢 我要听真话 石墨的语气赫然严肃 其实政敌是知道的 常常听到有人在背后嚼舌干 说傅欣欣跟影帝男神 一点也不般配 这些不止发生在公司里 网络上也有不少 政敌甚至还见过 有的人把网名改成 今天傅欣欣和默默分手了吗 以及傅欣欣默默 有情人忠诚兄妹之类的 隐晦诅咒 要多恶毒 有多恶毒 他知道有很多人 并不是真的抱着 嫉妒眼红的形态在评价 而是被工作室营销号 恶意误导 而对傅欣欣产生的偏见 所以十分同情傅欣欣几分 毕竟谁都不喜欢自己的感情被人这般诅咒 承受嫉妒和诅咒言论 并不属于公众人物的职责 更别说傅欣欣压根就不是什么娱乐圈里的人 政敌想了想 还是主动透露 公司里大多数同事都不是真的认识傅欣欣 常常很容易被网络上的影战舆论带篇 对他抱有不少贫念和看法 总归到底 罪客祸首还是网络上那些营销号工作室 石木文言拿起手机上网刷帖子 关于他和傅欣欣分手的事 网络上竟然有一大半的人表示 非常开心和支持 认为傅欣欣配不上石木 他一时间纳闷了 当初交往的时候 明明很多人祝福他们的关系来着 怎么经过了这些年 网友们的态度都变了个样呢 天天盼着他俩分手 石木没有时间多想 二话不说去了设计部 却发现傅欣欣没有在办公室 设计部门的同事 好心地告知 副总监请了半天假 石木垂眸 脸色暗沉 他身体不舒服 应该不是 他估计要回家准备行李呢 什么行李 副总监明天要飞巴里 参加总部的季节限定设计项目 一周后回来 这事你不知道吗 石木沉默 他当然不知道 傅欣欣跟他分手之后 就再也没有将自己的行程告诉他了 设计部的同事见他脸色不好 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缩着脖子溜回去干活 石木碍然离去 开车前往傅欣欣的家 按了门铃之后没有人应 石木犹豫了几秒 输入密码进去 发现密码竟然没有更改 那是他和傅欣欣的交往纪念日 不知为何心里有几分喜悦 屋子里面空无一人 石木走进去 感受着屋子内属于他的熟悉气息 当他看见花瓶里插着他喜欢的油加利液 香气营绕在鼻间 伤感的情绪再度涌上石木的心头 傅欣欣曾经送过他一瓶自己常用的油加利液香水 还在他的家里放了油加利液干花 每天早上醒来都能够闻到跟傅欣欣家里一模一样的香味 仿佛跟他相处在同一个空间 但少了傅欣欣 再好闻的味道那也是空虚的 今天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情绪 一下子开心 一下子又难过 石木红着眼睛坐在沙发上 打了上百通电话都没有接通 终于地意识到傅欣欣很是刻意地躲着他 但他并不想轻易放弃 在傅欣欣的屋子里一坐便坐到天黑 人还没有回来 突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 石木还以为是傅欣欣毁电 无奈刚拿起手机却发现是石婉颜给他打的电话 他接通了 石木 你跟欣欣的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掩扬 都没有动用公关处理吗 石木捏了捏眉心 我关闭了工作机 不让任何人打来 电话那头的石婉颜 听得出来他语气里夹杂着疲惫 能猜到他此刻的心情 于是主动询问 那要不要我这边帮你押一下 不用了 反正押不押都没差 分手都已经成为事实 阿牧 你现在在哪呢 在欣欣欣的家里 咦 他刚刚从我家离开没多久啊 这么快就回到家了吗 石婉颜的话让石墨下意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他去找你了 是啊 一下午都在我这儿 吃了晚饭才走的 听到这里 他扔下一句怎么不早说便挂断了电话 匆匆忙忙地跑出屋子 等到坐到车上时 他才突然觉得不对 既然傅欣欣都已经要回来了 那他干脆坐在家门口等啊 反正房子在这里不会移动 总会把人盼回来的 另外一边 石婉颜挂断电话之后 封锦城逆了一眼他的手机 跟他说了 嗯 刚才欣欣在的时候 不方便打电话通风报信 希望现在还来得及吧 那还要不要让公关去压热搜乱 石婉颜想了想 摇了摇头 应该不必了 让石墨自己处理吧 我们作为旁观者 只能在有需要的时候 帮个忙提个醒 插手太多 反而会弄巧成拙 封锦城觉得也是 伸手搂住他的腰 轻轻叹气 石婉颜抬头 看向他的眼眸 你叹什么气啊 我是在感慨 有我们这一对模范夫妻 他们怎么总是学不来呢 石婉颜远不住笑出来 他还真听不出来 这是哪门子感慨 那是因为 你不像石墨那样红 曾经全世界的女粉丝 都幻想自己是他老婆 傅欣欣只是个素人 却要面对舆论压力 一般人都挺不住的 你以前也有不少舆论压力 我不喜欢网上冲浪 而且我心里素质高 别人说什么 影响不到我的心情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六十集 风景城语气坚定地抢功劳 有我出马 没人敢说你一句不是 石婉颜仔细想了想 然后说道 就算石墨把傅欣欣 护得滴水不漏 也还是会发生问题的 为什么 我说过了 他俩分手的事 不是石墨一个人的错 欣欣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只是 他还没有办法自我调整 才会选择放弃 有时候 放弃比坚持来得简单 一段感情 必须是两个人 共同经营的 否则日子久了 就会像缺了汽油的车子 再也没有力气走下去 这句话 石婉颜不止一次 对傅欣欣说过 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并没有劝分手的意思 但傅欣欣经过 深思熟虑之后 却选择跟石墨分手 石婉颜之所以不插手 是因为知道强行撮合 只会拔苗助长 还不如让他们彻底地经历一次 看清楚问题 并共同寻找解决的方式 想到这里 石婉颜轻轻叹了口气 依偎在风景城的怀中 感受着他的温柔和丑溺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复合 恩爱到老 相濡以沫 嗯 我也是 石墨没有等到傅欣欣回来 他计算了好几次 从石婉颜的家回到这里 顶多也就半个小时 搭工车的话 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就到了 这都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他坐在门外 为了十几只蚊子 却还没有见到傅欣欣的身影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石墨忐忑不安 从下午到现在 一直担心傅欣欣在外面会有危险 忽然间 他耳朵敏锐地捕捉到不远处 传来细小的快门声 模子微眯 转头看去 发现一抹身影 快速地逃窜到对街去 这下 石墨的不安愈发明显 他似乎猜到什么 于是联盟上车 在傅欣欣家附近的小区兜了一圈 果不其然 附近竟然全是狗仔在蹲守 他联盟打开手机上网去查看 发现自己已经被偷拍 发到了网上 一群丧心病狂的狗仔 还好欣欣没有回来 石墨喃喃自语的话 戛然而止 猛得心更沉了几分 难道这些狗仔 常常在他家附近蹲守吗 欣欣已经猜到如此 所以干脆不回家了 想到这个可能性 石墨低声咒慢了一句粗口 然后踩下油门 开车离去 他把能想到的地方 全部去了个遍 公司 以前傅欣欣租房的地方 他们约会过的所有地方 找不到人 大半夜 石墨甚至还打电话问石碗炎 石碗炎那边也没有傅欣欣的下落 他平常固定待的地方 只有家里和公司 其他的时候 都是在外面探店寻找美食的 探店这事 石墨也是知道的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常被傅欣欣带着 去各种评价不错的餐馆 近年来 他不怎么喜欢去了 因为每次出去 都被石墨的粉丝认出来 馋得他没有办法吃饭 如果傅欣欣 是在外面吃饭的话 也不可能这么长时间 不回家才对啊 况且这个时间 大多数的餐馆都已经打烊了 石碗炎在电话里轻声地提醒 看来只能派人动手查了 石家的人手 是提供给家族的人随时动用的 在石墨这里很少启动 今天真的是到了万不得已 才会大动干戈 封锦城不久前 成立了一个情报网 知道这事以后 也主动帮忙调查 傅欣欣的下落 石墨犹豫了好久 终于拿起手机 用微博账号发了个帖子 好 赵国大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我知道有的人还在庆祝着啊 我被甩的事 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请求 需要各位帮忙 请身在S室的网友们 帮帮忙 但凡谁找到 傅欣欣 请立刻马上通知我 帖子发出去没多久 粉丝们都被炸出来了 影帝男神发帖子了 影帝男神要号召全网 把女朋友追回来 大家都要疯了 甚至还有人开始组团 在S室各个地方找人 接近清晨 芸汐那边终于有了消息 莫少爷 傅小姐分别在 十一家酒店预定了房 估计是为了引人耳目 我们还在 电动监控画面 要找到她 还需要点时间 好 大家奋斗些呢 我直接去酒店找人 石墨将列表里的酒店 一家一家地找上门 费了好大的劲才查出来 但人已经在凌晨四点 退房离开 她这时候想起 傅欣欣今天 要飞往法国巴黎 这会儿 肯定是跑去机场了 于是一边打电话 让芸汐派人 去傅欣欣家盯商 又一边开车 赶往飞机场 到了机场 她又用封锦城的人脉 在所有能找的角落 四处搜寻 始终没有找到 傅欣欣的下落 仿佛人间争发了一样 直到飞机起飞的 前半个小时 柜台那边显示 她还未登记 石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心却更慌了 从来都不知道 傅欣欣这么能躲 就在她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绝望之时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个陌生号码 石墨一般不接这种电话的 但这会儿 强烈的第六感 让她按下了接听键 你好 请问是傅欣欣女士的家属吗 这里是市中心医院的电话 傅欣欣女士正在我们医院抢救中 请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石墨听完电话 全身血液瞬间凝固 微博那边也有不少的帖子 正在疯狂地爱她 她 点开一看 竟然是傅欣欣过马路的时候 为了护着一群小孩子 不惜自己受伤被撞 视频很模糊 只能远远地看到人倒在地上 但不知道她究竟哪受了伤 石墨已经没有时间多想 发了疯地赶往医院 医院乱成一团 被挤得水泄不通 主要是因为石墨 引起众人的关注 导致许多网友 都知道傅欣欣禁院这件事情 有不少人来这里 只是为了蹲石墨 还好 有芸汐带人疏散人群 但她还是费了力气 才走进医院 好不容易跑到柜台前 护士小姐却查不到 傅欣欣所在的抢救室 向来脾气好的石墨 终于忍不住发怒 这种错误 你们都挪饭 是想要丢饭晚了吗 还不快继续查 护士小姐被她吓了一大跳 低着头继续调查 电脑上的资料 打字的手都在颤抖 查到了 她就在二楼左转处的急救室 目前还 石墨没有等对方说完 立刻冲向二楼 找到房号 二话不说 直接打开门 哎 先生 我们病人还在包扎中 你不能随便进来的 急救室里 傅欣欣正坐在椅子上 任由护士 包扎好脚踝的伤 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 猛地抬头 就看到石墨出现在视线中 护士小姐正想拦住 石墨却是直接无视了她 大不留心地走上前 去把人给抱住 熟悉的味道扑鼻而来 傅欣欣只觉得鼻尖一酸 眼眶湿润 阿墨 你 你怎么了 我担心死了 石墨搭在她背后的手 还在颤颤地发抖 说话的时候 嗓音也略带着几分恐惧 刚刚接到电话 说你在抢救中 你知不知道 我这一路雨都害怕 傅欣欣通红的双眼 正努力把眼泪往里面塞 小声地解释道 刚刚 还有另外一个伤者 被送进手术室抢救 护士小姐弄错了 我和那个女人的包包 打错电话 我没事的 就只是脚踝擦伤而已 她的包包里 有一个小卡片 上面写的紧急联系人 正是石墨 所以石墨才会第一时间 收到医院的通知 尽管已经知道 这只是个乌龙 但石墨始终 没有感觉到轻松 她的女人受伤了 这让她怎么轻松地下来 心如刀割的石墨 终究还是忍不住流下眼泪 欣欣 不要离开我 我承受不了 没有你的日子 急救室里的气氛 瞬间安静下来 傅欣欣任由石墨抱着 一个字都没说 心一下一下地抽搐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六十一集 医生和护士 本想插嘴打断 但犹豫了片刻 还是选择安静地退出去 暂时将空间 留给这对轰动全网的情侣 欣欣 石墨的语气 像个哭闹的小孩子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我说的话 你听见了没有 嗯 我听见了 不要离开我 我不答应分手 傅欣欣又好气又好笑 都分手这么久了 现在说不答应 还算数吗 石墨没听见 她的回应 又急了 欣欣 快回答我 我考虑考虑 有什么要考虑啊 我不让你考虑 分手的事情没谈 你别想离开我 傅欣欣发出一声 无奈的笑 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虽然是人称影帝的石墨 但私底下却是个撒娇包 很少见她露出 这么孩子气的一面 看来她是受了不小的委屈 对 我就是孩子 小女虹 没有你在身边 我好不起来了 说不过就耍赖 也不是为一个好计策 阿墨 傅欣欣忽然哗了一声 石墨听到这么严肃的呼唤 欣忽然有几分忐忑 下意识地把人搂得更紧 不让她有挣脱的机会 如果是拒绝的话 那你就别说了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我刚刚去看了那位伤者一眼 傅欣欣莫名地转移话题 让她摸不着头脑 只得安静地等她继续把话说下去 上救护车的时候 我看见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时候我才突然明白 原来生离死别 不过是一瞬间 石墨的心揪得更紧了 你可知我收到电话时 是什么心情吗 那时候我差点以为 自己就要永远失去你了 欣欣 我无法想象自己的余生 要怎么过 即便是分手 她总觉得自己 仍然还有一线希望 哪怕傅欣欣不答应复合 她也做好了一辈子 等待她回心转意的心理准备 但如果她出了什么意外 从此消失在人间 那石墨的世界 就只剩下黑白 思念她的时候无处可去 连个影子都找不到 那一刻她很慌 我也是 傅欣欣的声音 夹杂着几分哽咽 我那一瞬间 才想到一句话 如果我活不过今天 那未来对我来说 还有什么意义 她反手将时也环抱住 情绪找到宣泄口 猛地爆发 石墨对着突然转变的态度 感到十分惊讶 身去一颤 反手将她搂得更靠近自己 女人哽咽的声音 在耳边继续 燕燕今天 无意间提了一句 说我总是在为一些 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 也活在过去 那些不愉快的小事情里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 每一刻当下庆祝过 从离开石碗妍的家到现在 傅欣欣满脑子都是 石碗妍说过的话 她跟石墨分手 是因为看不见两人之间 能有美好的未来 石碗妍并不认同这样的思想 原本 傅欣欣对于那些劝告 还有些抵触和排斥 直到车祸发生的那一刻 她终于跟石碗妍 站在同一条阵线 当车子撞向我的那一刻 我脑袋里想到了很多事情 如果我死了 回首过往人生 会发现 自己除了童年时光之外 其他时候 都没有真正地活在当下 傅欣欣趴在石墨的怀里 开始自嘲起来 我不是在为过去的事情 纠结怨恨 我就是在为未来的事情 担心焦虑 上学的时候 担心考试不及格 毕业之后 担心找不到工作 上班的时候 担心买不起房子 谈恋爱之后 担心没有未来 其实 我想要的我全都得到了 但我从来没有停下来 为自己所获得的东西庆祝过 反而是不断地 为更高的目标 而担忧焦虑 这就是我的人生 很可悲吧 石墨安静地听完 轻疼地抚摸着她的头 温柔地道 不会 当盐燕跟我说 要活在当下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反驳她 我需要为现实考量 离开前 她跟我说 当下才是现实 我很生气 觉得唯一能倾诉的朋友 都不支持我 而现在 我很认同她说的 如果没有经历 跟死亡擦肩而过的瞬间 傅欣欣永远都无法体悟到这件事 危险从来都是无法被精准预判的 你所预见的未来 只是自己的恐惧 构建的画面而已 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 哪个先到来 石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嗯 她轻声地回应 对不起 你对不起什么 是我没有勇气跟你一头面对 很多事情 我很介意 但却从来没有向你提及过 还以为 你迟早会懂 你到什么前 该到前的人是我 不是你 我的日子过得太惬意 没有仔细感受过 你在生活中 面临的窘境 我们 还能好吗 能 当然能 必须能 这个问题不可能 有这个不可能 傅欣欣被她逗得又哭又笑 石碗言说得没错 这段感情的失败 两个人都有责任 如今意识到问题还不算晚 就是耽误了别人使用急救室 很不好 十几分钟过去 护士忍不住敲门进来 打断石墨和傅欣欣 他们这才尴尬地离开 外头的人都已经被芸汐和手下们疏散 傅欣欣不想住院 石墨带着她到柜台领完药 便直接回家 医院外面的人已经蹲守了很久 还有不少记者媒体架着相机等待 一看到他们出来 便冲上前去采访 请问二位现在算是复合了吗 能不能说一下先前是因为什么分手 请问有第三者介入吗 网上有六成的粉丝都不希望复合 请问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石墨原本不想理会的 但听见记者忽然说网友不赞同复合 心里的怒火熊熊燃烧 直接攻心 他坐上车之前猛地抬头 对着那位发问的记者道 我宣布 退出娱乐圈 哇 什么 所有人瞪大双眼 吓得手里的相机差点掉下来 从今而后 我会家事在萤幕和公共场合面前 我的私生活与任何人无关 谁没有权利掌控我跟谁交往结婚 无论大家说什么 我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过日子 石墨扔下最后一句话后 沉着脸上车 只留下晴天匹地手足无措的重任 车开走了 傅欣欣满脸震惊地看着石墨 你刚刚跟他们说的话 是认真的 我不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为什么要突然宣布退出娱乐圈呢 不只是傅欣欣 就连芸汐都感到十分的惊讶 石墨目前的名气 可以说是处于巅峰期 贸然宣布退圈 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 你不会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吧 不行 阿墨 我不愿意看见你的事业毁在我的手里 你快想办法撤回刚刚说的那些话 傅欣欣紧张不已 石墨抓住他的手 丝毫没有反悔的意思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已经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欣欣 我这么做 不完全是为了你 那你倒是说说看 什么理由 让你这么冲动 我累了 石墨语气认真地解释起来 我不想一直过着那种追逐迷离的日子 每天都要比过去更努力 为了创造巅峰而加倍运功 这样的日子太累了 可你现在还正在巅峰期 在巅峰时期退场 才是一个演员 最完美的落寞 总比落魄到一无所有的时候 再黯然消失来得更潇洒 石墨笑得很洒脱 但眼里还有淡淡的悲伤 我一直希望粉丝只关注我的作品 而不是我的私生活 而如今发现事与愿违 他们对我的精神寄托 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 我想要跟谁结婚 我想要去哪里发展 我想要代言什么产品 都已经不能被自己控制 这样的世界巅峰 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成绩管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六十二集 自从得知许多粉丝 常常在网络上诅咒 他和傅欣欣的恋情 石墨便开始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难道他想要一辈子 被粉丝决定自己的人生吗 石墨先知肚明 未来不管跟谁度过下半生 都跟这些网络上评论的人 毫无关系 但即便自己不在乎舆论 也不代表自己挑选的伴侣 也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压力 他的伴侣应该当个公主 而不是剑吧 没有必要学习承担这些不必要的烦恼 说来说去 欣欣 你之前承受的那些委屈 都是因为我 所以 我不希望你再被他们伤害 傅欣欣气得眼睛通红 为了我 放弃一整片大好江山 你真的太不理智了 失去你 那我要这江山来做什么 我又不是没有钱 钱我赚得够多了 即便不当明星 我们一下还有其他领域的企业 会运营赚钱 我不是担心你不挣钱 我只是不想再背负骂名 看见他逗大般的泪珠 顺着脸庞往下滑落 石墨所有的话都卡在喉咙里 心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知道 傅欣欣为了他承受过许多委屈 男人将女人拥入怀中 用最真挚的语气向他承诺 过去你受过的伤害 我会尽全力去弥补 也会向他们一个个逃发回来 未来 我不会让任何人有这个机会 回去的路上 傅欣欣都在念叨着 石墨赶紧取消决定 但石墨压根就不打算理会 把傅欣欣送回家以后 他已经彻底地泪趴 直接抱着傅欣欣躺在床上 一秒入睡 傅欣欣被气得不轻 但更多的是心疼 他今天如此冲动做决定 将来会不会后悔 虽然石墨嘴上说不是因为他 但他心里也很清楚 石墨退出娱乐圈的决定 其实跟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事情就这么任由地发酵下去 傅欣欣的手机没开 石墨的手机也没有电 两人都疲惫了 直接睡到下午才醒来 而且还是被石碗炎 用门铃叫醒他们的 阿末 你经纪人打电话找到我这儿了 网络上的消息都已经炸锅了 石墨摸了摸凌乱又轻松的头发 满脸的无所谓 早就预料之中了 你公司的人找你找得及 问你该怎么办才好 该咋办就咋办呗 你真的要退出 已经想好了 石碗炎诧异地询问 石墨无所谓地坐起来 然后道 我的样子看起来不够认真吗 傅欣欣拉着石碗炎 燕燕 你也觉得她太冲动了是吗 快帮我劝她一下吧 也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虽然事情已经发酵出去 但她还是很希望 石墨赶紧撤回决定 原以为石碗炎 跟她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 但事实并不然 我觉得这个决定没什么问题 挺好的 不管她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 傅欣欣惊讶不已 你看不出来她很冲动吗 冲动有什么问题吗 她又不是没有能力 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虽然 但是 我总觉得 还有什么不对劲的 石墨见她懊悔不已的样子 担心她等会儿想不开 又要分手 连忙阻止 行了 这事情交给我去处理 你不需要烦恼 金星内也不要上网 无论他们说什么 都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石碗炎点头表态 是的 这件事 星星你没有必要烦心 阿末当年进军娱乐圈的时候就说过 不可能一辈子演戏 现在选择退出 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机会 背着两兄妹一唱一和的引导 傅星星都有点自我怀疑了 阿末 放弃这么好的事业 你不觉得可惜吗 失去你 我才觉得可惜 这已经是最好的答案 但我总觉得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 你要是有想法 也不至于跟我分手了 眼看两人有种吵架起来的趋势 石碗炎莲芒倾壳一声道 那个 这件事就让我处理吧 阿末 星星 你俩休息几天 暂时不要出门 我会让芸汐派人过来在附近盯烧的 不让记者狗仔过来打扰你们 完美 小爷妹妹 你这是我的天使 石碗炎差点没有给他一个白眼 但心里还是很替他们高兴的 等到石碗炎离去 傅欣欣还想揪着石墨讨论清楚 反而被他拽去讨论起别的事情 星星 我打算在S市买房子了 你过来帮我看看 要学哪个区比较好 阿末 我觉得你 换说你的车子怎么回事 我再给你多买一辆吧 或者请个司机专门接送也好 不能让你再搭公交去上班了 太危险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还有 咱们赶紧把婚礼办了吧 下个星期是我哥的婚礼 我们下个月结婚 你觉得如何 虽然是求婚 但傅欣欣却能从石墨的语气里 听出急切中 挟载着害怕的情绪 阿末 他忽然脸色变得严肃 你是不是害怕我反悔 再次跟你分手 被拆穿的石墨 抿了抿唇 不得不承认 趁着你还没反悔之前 赶紧把事情定下来 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他的声音小得 像做错事的小孩子 听着怪可怜的 傅欣欣觉得一阵心疼 这次换他伸出手 将他拥入怀中 对不起阿末 我过去对你造成不少的伤害 分手的那段时间 谁都没有比谁好过 他觉得受伤 他又何尝不是呢 傅欣欣也常常在心中 大骂自己是个超级坏女人 自责 忧伤 害怕 焦虑 种种的负面情绪 堆积在一起 更是让他无法直视这段感情 欣欣 答应我 以后不管有什么烦恼 只管告诉我 不许偷偷藏着掖着 自己一个人 担忧焦虑 好 失而复得的这一天 两人都解开了心结 石墨退出娱乐圈的事情 终究还是成了不可逆转的定局 石婉言代替石墨 处理他经纪公司那边棘手的各种事物 官宣 合作解约 计算违约金 忙得不可开交 他忽然宣布退圈的消息惊动了不少的人 合作商那边收到石墨的经纪公司主动解约通知的时候 都纷纷表示了震惊和惋惜 粉丝们都哭成了一片 整个网络都瘫痪了好几次 那些曾经诅咒过石墨和傅欣欣早日分手的键盘侠 如今反而惨遭攻击报复 微博和各大论坛上 一长串的键盘侠列表 还有曾经恶意营销抹黑的工作室也都不再例外 全体网友都在拿他们谢饭 要他们为石墨吸引的事负上全部责任 各式各样的律师函集体攻击 尤其是网络上兴起的投票活动那个帖子 当初所有投票不支持石墨和傅欣欣复合的网友 全都被逮住一顿喷 不少人觉得自己挨骂很委屈 便反掐架回去 接着原本看热闹不嫌事多的路人 终究看不下去 又加入掐架阵容 整个网络瞬间变得乌烟瘴气 骂骂声成片 等到石墨重新打开手机的时候 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各种帮派阵容 有的人呼吁抵制石墨和傅欣欣 有些组织呼吁网络舆论管制 更多的是粉丝哭着对石墨道歉 求他不要离开演艺圈 以后会尊重他的私人生活 不会过度干涉和评论 他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拍了个视频 发到各大平台的账号去 感谢各位粉丝们的关注和支持 我的决定不会改变 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 也没有永不落幕的电影 现在的我 只想过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下半生 我不祈求大家会继续喜欢我 但是希望每个人都不忘出心 谢谢 视频刚发出去 全球的粉丝都嚎啕大哭 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能够看见石墨上镜的样子了 石墨刷着评论 见许多粉丝看完视频之后 选择给予祝福的鼓励 心里微微触动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六十三集 傅欣欣凑到他身边看了一眼 忍不住打岔问道 真的不后悔吗 这话 你留着等我娶你之后 听听问 他忽然换成笑嘻嘻的表情 但傅欣欣知道 其实他心里还有些哀声 毕竟石墨从前是出了名很重粉的人 你让全球几亿粉丝 心都碎了 伤心也就两三天的事 过几天转头就会喜欢别的明星了 粉丝和偶像之间的感情 没有绝对的永恒 我不喜欢成为别人的家下恋人 我只想成为你的老公 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要嫁给我 傅欣欣还没有回答 恰巧电话响起 打断两人的气氛 他看一眼来电显示 脸上有点尴尬 是我爸妈 原来是父爸父妈被新闻惊动了 先是看见女儿和蔚蓝女婿差点分手的消息 而后又看到蔚蓝女婿要退圈 吓得急急忙忙给傅欣欣打来电话 抢着要跟石墨说话 阿墨 伯母看了你说要退圈的新闻 你不是认真的吧 不拍戏了以后 还要怎么挣钱呀 石墨哭笑不得 伯母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欣欣受委屈的 石家最不缺的就是钱 石墨的父亲早在他刚出生那会儿 就为他成立了基金会 不仅每个月有几千万零花钱 自动汇入账上 还有专门人员为他进行投资规划和财务分配 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都会收到房产 车子 股权等 作为生日礼物 在石墨成年时 名下的财产早已足够用到八十岁了 哪怕一辈子不工作 都不会饿死 更别说他进入演艺圈之后 赚到的更多了 多亏石墨最甜 父爸父妈 很快就被安抚下去 电话里 还不忘劝他们早点结婚 而网络上的气氛 随着日子的过去 也一天天地 慢慢地消沉下去 就如同石墨说的那样 如今科技发达的时代 淘汰速度很快 粉丝对于偶像的喜欢 那都是虚幻的 占有欲极强 也持续不了多久 这边不如意了 转头就会追另一个更帅的明星 少了身份的束缚 石墨从来没有感觉到 如此轻松歉意过 日子过得特别踏实 转眼间 石野和洛的婚礼终于来了 在邮轮上举办 邀请了不少世界各地的大人物 连阿卡巴族人 也被邀请道长出席 最高兴的人 莫过于石文月 他对儿子的婚事 从来不抱任何希望 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儿子会孤独终老 万万没想到 竟然还被自己 盼来了儿子的婚礼 前来出席婚礼的业界大佬们 送来的祝福牌面都不小 封锦城夫妇和石文韵 作为石野的家属 负责招呼宾客 忙得不可开交 落这边也丝毫没有松懈的机会 不断有宾客们前来合照 这是他有生之年 拍过最多照片的一天 许多见都没有见过面的人 一上来就送大礼 珠宝首饰 名牌包包 甚至还有一大碟的份子钱 落忍不住地扶住额头 正巧被石野看见 不舒服吗 要不要先在一旁休息会儿 阿爷 我人生第一次 一天内赚那么多钱和礼物 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他的关注点很清晰 明明是结婚的日子 却在想着钱的事情 这是被石碗盐传染了财迷的性子吗 石野宠溺地笑着牵起他的手 轻轻地抚摸 是的 刚刚我去柜台看了一眼 咱们已经收下了好几套房产和名车 从今天起 你就是全S市排行第二的夫太太了 第一是我妹 第二便是你 抱负来得好突然 落缓缓呼呼地呢喃道 难怪大家都想嫁入豪门 在宝马车上哭出来的眼泪 都比珍珠还贵 谁还乐意在自行车上笑啊 石野被他这番话给逗笑了 他不知道的是 国外的豪门世家 在结婚之前都会签订婚前协议 大多数嫁入豪门的女人 只能每个月领取固定的零花钱 不得干涉丈夫的收入和资产 表面上风光 有名有份有名牌 但名下的资产 根本排不上富豪榜 这种婚礼协议 往往都是在保护着有钱的那方 以防家族资产 遭吞并的事情发生 石野没有跟落签订这种婚前协议 以至于他们注册成为合法夫妻之后 他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计算在两夫妻的名义之下 自然也算是他的财产 洛总算是接受了自己报复的现实 眼看距离婚礼开场还有二十分钟 赶快拉着石野往后台去准备 另一边 风氏康丽正热络地招呼着宾客 石碗言谈吐优雅大方 应付上流社会的宾客游刃有余 不少人夸赞风景城的眼光好 简直是商业界里的模范夫妻 他刚招呼完几名宾客入座 转头见风景城的眉目凝重 顺着视线看去 便见到风若兰正挽着另外一个男人的胳膊 来出席婚礼 仔细一看 发现那男人竟是熟人 石碗言意外地挑眉 凑到风景城身边问他 若兰跟子让关系很好 风景城回过神 脸色不怎么好 还行 那臭小子上学的时候 就想追若兰 被我揍了一顿 为什么要揍他 我们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校花 谁都想追 来一个我揍一个 石碗言笑得花枝招展 看不出来 你还挺丑妹妹的呢 虽然风若兰在高中毕业之后 被送出国外 跟风景城渐渐地疏远 但在那之前 他们兄妹脸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风景城一想到自己妹妹的性子 就忍不住叹气 她性子也 最容易受欺负 谁想追她都可以 唯独姚子让 我不太赞赏 我觉得姚子让挺好的 斯文礼貌 风度翩翩 两人站在一起 郎才女貌很般配啊 姚子让是个老狐狸 精通算计 其实就是个斯文败类 听到风景城的评价 石碗言忍不住用一抹打亮的眼神望向她 你还在为姚子骑的事情责怪姚子让 我没有责怪她 但她跟叶妹同样是一家人 人品再好 也不会好但她离去 想当初姚子骑为了抢风景城 使了许多肮脏手段 差点把十万言的命弄没 这点愁 风景城一直记在心里 虽说后来姚子让选择跟唐姐决裂 风景城也没有责怪于她 但事情一马归一马 姚家的基因里 流淌着算计本事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石碗言嗤着以鼻笑道 你这是偏见 见不得好兄弟把自己的亲妹妹拱了 她死不承认 面带傲娇 不行 等会儿我必须找个机会 约那个臭小子谈谈 曾经的死党 如今变成口中的臭小子 石碗言知道她心里始终有疙瘩 但让人笑而不语 过去的那些心结 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风若兰今天的心情很忐忑 她说到婚礼请柬的时候 就很期待这天的到来 可是来到婚礼了 又觉得害怕和不安 妖子让一直将视线 落在旁边的女人身上 她今天穿的是浅灰色的礼服 头发盘起 戴着珍珠耳环和香链 露出漂亮的天鹅颈 大风贵气 如此美丽动人的风若兰 令她完全挪不开眼睛 以至于连她那不安的情绪 都被妖子让收入眼帘 你在怕谁啊 她温柔的声音从耳边落下 不知为何竟然有几分安抚情绪的作用 风若兰抬眸 长卷的睫毛颤了颤 我不太擅长交集 刚刚来的时候 沿途遇到不少人 主动上前打招呼 姚子让应付得很自然 风若兰反而有些拘谨 尤其是当别人特意将目光 落在她身上打量的时候 风若兰感觉自己就像是个花瓶 动弹不得 我还以为你习惯这样的场面 妖子让惊讶不已 在上流社会里 这种场合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这些豪门世家 从小接受熏陶 早就习惯了如何跟人交际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六十四集 万万没想到 风若兰居然会怕生 我已经脱离圈子很久了 上一次参加类似的大场面 还是我侄女的满月席呢 在那次的满月席上 还碰上了纠缠不清的前任男友 袁子杰 她基本上也没什么机会 重新认识圈子里的人 姚子让依稀想起 风若兰刚回国那会儿 担任风锦城和十万岩的伴娘 在宴席上 基本不怎么说话 全部都是在十万岩身后跟着 大方得体 寡淡少颜 确实是个不擅长交际的女人 莫名地令人生起了保护欲 姚子让轻轻地敏唇 然后拍了拍她的手背 文士 不想交际 就不交际 只需要站在我身边 保持美丽就行了 什么也不用做 她的鼓励更让她觉得心安 两人正准备走进婚礼现场 这时候 熟悉的身影映入视线 挡住她的去路 风若兰刚平复下来的心情 猛地咯噔一声 哥 她轻轻地唤了一声 不知怎的 有点小心虚 发现风锦城正盯着 她挽住姚子让的胳膊 又僵硬地把手收回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所有反应 都是下意识的行为 与她一身寡淡 雅致的气质 十分违和 却又多了几分少女感 妖子让一点都不尴尬 把手抽回来 推了推金丝矿眼镜 斯文礼貌地打招呼 好久不见了 风锦城面无表情地道 这也不说话 行 说完 姚子让拍来拍 风锦兰的肩膀 丢下一句 先进去等我 便跟风锦城走了 这一幕轻腻的举动 都被风锦城看在眼里 两人在甲板上 找了个角落 开门见山 你为什么会跟我妹 走在一起 话刚说出口 滂沱气势就散开而来 丝毫没有留情面 仿佛两个情敌 站在一起说话 姚子让并没有露出一丝胆怯 淡定地回答 我们是一起收到请柬的 为什么会邀请你 之前受了若兰追脱 我帮了石先生一丁小忙 于是就结交了 第一次是在酒吧 第二次是骆被绑架那会儿 第三次是调查原子洁犯罪证据 姚子让帮了石野数次 也算是昔日的恩人 自然会收到邀请函 风锦城是知道 姚子让帮过石野 却没有料到 他们的交情 会好到邀请出席婚礼 但这不是他关注的重点 所以你接近若兰多久了 你不是挺清楚的吗 我知道你调查我话几回来 姚子让微笑道 金丝框下的毛子 锐利得很 宛如一只老狐狸 风锦城的脸色沉了沉 离她远一点 若兰不能交给你 我喜欢她 以她的性子 嫁到你们姚间 会被吃得骨头都不剩 虽然姚子让也曾经是 风锦城的死党 但在这件事情上 风锦城始终跟很多年前一样 不赞同姚子让和风若兰在一起 如果不是姚子让知道 这话中有话 恐怕还会以为 风锦城是因为 之前姚子棋的事情 而对她存有偏见 姚家确实很不简单 整个大家族都是虎视眈眈的狼 以风若兰的性格 进入姚家 就等于送小白羊进入虎学 我会尽全力保护她 如此坚定的语气 让风锦城感到意外 你什么时候对她动尊情 不记得了 姚子让苦笑道 反正我无论如何 都不会对错 哪怕你不同意 她知道跟风锦城 很难再像从前那般要好 甚至有可能 若自己坚持要与风若兰交往 风锦城势必会跟她翻脸 果然不出所料 风锦城脸色都黑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年若兰 被送出过留学之前 你跟她亲近过一段日子 从那时候开始 你就已经在盘算着 怎么把她追到手 即便我当时万般不同意 姚子让愣了半晌 失笑 被你揭穿了 在我妹面前 你也这么算计 我不曾想过伤害她 她确实在风若兰 这件事情上思量了很久 当年让她心动的白月光 一直占据着心里的某个角落 一个叫她念念不忘的女孩 如今再次出现 她已然不想放她走 算计还不至于 并多只能说是追妹子的套路 风锦城凝望着姚子让 眼神愈发地严肃 两个男人四目交接之际 气势不相伯仲 在外人看起来 颇有一番快要打起架来的模样 这时候 风若兰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哥 你别为男子让 我跟她 我跟她只是朋友 风锦城被打断 诧异地转头看向妹妹 朋友 我跟她 只是一起结伴出席婚礼而已 不是你想象中的关系 从小 风若兰就已经习惯被风锦城管着 那些追求她的男生 下课后 总是会被约谈到小树林里 第二天 再也不敢靠近她了 风若兰见姚子让 被风锦城叫去约谈 一直很不放心 想要听听他们在聊什么 谁知刚出来 就见两个男人势头不对 一副要打起来的样子 连忙站出来解围 然而这围解的 恰好打了姚子让的脸 风锦城听完解释 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对面的男人 你们不是在交往 真不是哥 你别误会了 这样会令人尴尬的 若兰在她面前 从来不撒谎的 姚子让在风若兰 说完这话之后 谋底闪过一丝暗淡 嗨 大意了 她原本还想着 先蒙骗风锦城 让对方以为 她已经跟风若兰在交往 获取准令 就能轻易地把人追到手 结果 这计划被风若兰给打断 还真是失策了 风锦城很快看出 姚子让的计谋失策 勾起了一抹满意的弧度 原来是一场误会啊 是我得心了 进场入座吧 其实早在很久之前 风父风母就已经考虑过姚家 但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跟风锦城相同 所以便不愿撮合 两家人的婚事 这下风锦城放心多了 只要还没有交往 就来得及阻拦 姚子让也看得出 风锦城的想法 嘴角抿成一条直线 不再多说什么 入场就坐的时候 风若兰才有机会关心她 我哥没有为难你吧 姚子让笑而不语 她一看就知道 哥哥给了她不少下马位 你没给她解释吗 没什么好解释的 只要解释清楚 我俩只是朋友关系 她就不会为难你了 你跟我哥从前关系这么好 不能为了这点误会 就翻脸的 姚子让转头 视线落在她抹了 淡粉口红的猪唇上 侯姐滚了滚 暗哑的声音 带着几分不悦 谁说我们是朋友关系 啊 风若兰不解地抬眸看过去 试图透过金丝矿眼镜 看清楚她的情绪 她凝望着那双明亮如月的毛子 忽然产生了胆怯 耳边想起风锦诚 刚刚说过的话 以她的性子 嫁到你们姚家 会被吃得骨头都不剩 于是刚刚想说的话到嘴边 转而变成了另外一句话 好朋友 她正色道 上次你说过 我是你的好朋友 不是普通朋友 风若兰会议 恍然大悟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姚子让说完这句话 心情很糟糕 从来不知道 自己竟然有这么怂的时候 看样子 两人之间的感情 还得再慢慢地培养 婚礼开始前 现场一度掀起了小小的轰动 前阵子宣布退出娱乐圈的影帝石墨 带着傅欣欣出席 受邀请出席婚礼的记者媒体 一眼就认出她了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六十五集 大家都忍不住上前 关心她退圈的原因 现场还有不少石墨的影迷 看到她本尊的时候 激动得差点流泪 引发小小的轰动 各位各位 今天是我哥的婚礼 请大家给个面子 不要把焦点放在我身上 石墨笑着 委婉拒绝合影和访问 拉着傅欣欣去了贵宾去 这才成功地躲过一劫 欣欣 你在这儿坐着等我 我去找显一妹妹说句话 她不宜有她 点了点头 乖乖地坐在原地等着 石墨找到石碗盐 把她拉到角落里去说话 小爷妹妹 一会儿有新娘 好捧花的仪式吧 石碗盐点头 有啊 那等会儿刨给我行不行 一般来说 是女嘉宾接捧花的 石墨文言神色暗淡 这样啊 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欣欣挺想要接捧花的 那行吧 那我去说一下 石碗盐没有怀疑太多 石墨见她答应 也就欣喜若狂地离开了 不一会儿 等石碗盐回去找石墨的时候 发现她人不在 只有傅欣欣 于是便直接把傅欣欣 拉到一旁说话 我跟洛洛说了 等会儿新娘抛锈球的时候 你站得靠近一些 她会尽量地把绣球抛给你的 傅欣欣听着一脸的茫然 绣球 为什么要抛给我呀 不是你说想要接绣球的吗 石墨是跟我这么说的呀 我 我没有啊 石碗盐哑然 顿时大悟 另一边 石墨找到了 自以为无人的角落 低头 努力地练习讲稿 风景成经过 想起石墨等会儿 要上台演讲 祝福新人的台词 以为她很紧张 于是便上前拍了拍肩膀 话轻松 不用太紧张 公共演讲对你来说 小才一叠 石墨被突如其来的 拍肩膀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将手里的纸条 塞到身后 你走路能不能有点深夜 风景成无意间瞄到 他手心抓着的红绒戒指盒 意外地挑了挑眉 只是练习祝福演讲而已 为什么还要拿着戒指盒呢 你又不是身负 谁要练习那个呀 那你 风景成的话说到一半 忽然停下 顿时恍然大悟 冰山脸忽然扯开了一抹糊度 你要求婚 被揭穿的石墨 颜色通红 不自然地将盒子收进口袋 这事你别说出去 风景成非常配合地点头 我什么都没看见 赶紧去忙你的 别打扰我 兄弟 加油 扔下一句祝福语 风景成就走了 石墨原计划 是想要从新娘那边接捧花 然后转头跟傅欣欣现场求婚 然而此时沉浸在认真排练的她 完全不晓得自己的求婚计划已经被识破 等石墨回到婚礼现场 就见傅欣欣没有了踪影 她以为她只是暂时离开 岂料等到婚礼开场前两分钟都没有见人回来 石墨开始慌了 站起来四处找人 各位来宾 请热烈欢迎我们今天婚礼的女主角 音乐声响起 聚光灯照在红毯上 入口处出现了一抹倩影 新娘的美貌中带着几分灵动 穿上定制款婚纱 宛如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公主 十万颜亲手将上千颗湿滑落实起水晶钻 一颗颗的缝在婚纱上 十米长的裙摆 以及手工刺绣 每处细节都将新娘衬托得美丽动人 不愧是为了她而量身定制的婚纱 完美地将落的俏皮和灵动体现出来 在众人祝福的目光下 落挽着父亲塞西尔的胳膊 沿着长长的红毯走过去 师爷站在台前 看着新娘朝她款款而来 心情激动万分 这是她的新娘 她刻骨铭心爱的女人 她的落 红地毯明明只有几十米长 走起来却像是好几千万米 落缓缓地走着 目光与时也相对 这条红毯 其实他们已经排练过好多回 但不知为什么 正是走一趟的时候 却激动地想要流泪 脑袋莫名其妙地 浮现出许多他们曾经的过往 用血和泪换来的情 用时间和耐心换来的温柔 那些点点滴滴 有苦有甜 到头来修成美好的果 塞西尔也红了眼眶 她忍不住转头 看向观众席上的妻子西玛 夫妻俩有眼泪霜霜霜下 虽然这已经是他们第二回 见证女儿出嫁 第一次是在部落里匆忙举行的 但今天的感觉 竟然比上一次还要强烈 他们的宝贝女儿 终究要成为别人的妻子了 当妇女俩走到时也面前 塞西尔已经哭成了泪人 忘记要把女儿交给新郎的仪式 骆悄悄地扯了扯她的袖子 见她没啥反应 索性自己收手 主动上前牵起时也的手 塞西尔恨铁不成钢啊 果真是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在众人的见证下 新人交换誓词词和戒指 相拥亲吻 席位上不少人都红了眼眶 尤其是那些 一路走来见证 时也和落的爱情的亲人朋友 更是感叹不已 与此同时 坐在最后一排 身穿公主裙的小萝莉 望着台上 接受大家祝福的新人 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糊度 下颜难得看见女儿笑 心情大好 苗苗也喜欢参加婚礼吗 她看其他小女孩 都特别向往成为新娘 心里难免有些感慨 女儿终于有少女心了 然而下一秒 这份感慨瞬间瓦解 我只是觉得 人类很有趣 一边说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一边在婚礼上 祝福别人白头偕老 夏颜即使捂住夏淼淼的嘴 还好没有让其他人听见 要不然 她和女儿都会遭人白眼的 夏淼淼拍了拍她的手 示意她松开 爸爸 你之前说 战部里的那位大人物 野兽邀请出席婚礼 她今天来了吗 来了 就在那个隐秘的小包厢里 你问她干什么 我想要见她 夏淼被女儿的要求 吓得脸色耍白 淼淼 你想做什么 姓赫的那位 不是你说想见 就能见的人 她会见我的 夏淼淼语气笃定 这更是令夏淼匪夷所思 不等夏淼有所回应 只见她从椅子上跳下去 夏淼想要伸手抓住 却被她敏捷地躲开 淼淼 你要去哪里 我自己去找她 见女儿精准地 朝着包厢的位置走去 心头暗叫一声不妙 连忙跟上前 刚才在婚礼 还没有开始前 夏淼就注意到 角落包厢门外 守着两个保镖 肩膀上别了一枚战部的徽章 这才得知 贺绝年在场 前不久 她听说贺绝年邀请洛 加入战部特殊队 她感到震惊不已 这支不知名的特殊队伍 外人完全不晓得有何作用 但在洛答应加入之后 夏淼大概地猜出其中一二 那必定是跟特殊人种 有着密切的关系 夏淼淼不知从哪 得知贺绝年这号人物 某天突然找夏淼询问 得知她受邀请出席婚礼 竟然也破天荒地 主动说要来参加 时夜和落的婚礼 如果夏淼没猜错的话 夏淼淼很有可能 是冲着贺绝年 那支特殊队伍去的 想到这里她心里就一阵的惊慌 虽说是特殊队 但说到底还是占卜组织 加入之后肯定需要参战的 她不想女儿年纪小小的 就双手沾满鲜血 这个年纪就该跟普通的孩子一样 上学玩耍才对 所以夏淼坚定地认为 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女儿 见贺绝年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六十六集 夏淼淼的伸手很敏捷 像只泥丘似的 从人群中溜走了 非常顺利地来到包厢前 两个手在门外的保镖警告她 小朋友 这里不是你刚来的地方 去远点 她的眼里丝毫没有胆怯 站直了身子 我要见里面那个人 保镖闻眼 皱眉打亮眼前这个五岁的小女孩 稚嫩的脸庞上却流露着睿直的眼神 十分违和 却又令人心生惬意 诡异得很 等到他们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竟然对一个小女孩 产生了害怕的心理 只觉得荒谬 滚一边玩去 再不走 叔叔就对你不客气了 夏苗苗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这些大人真是停不动人花 夏苗苗忍不住嘀咕起来 那位保镖大叔吃笑 正想动手把人赶走 这时候 夏颜已经走过来阻扰 梅苗 保镖抬头 看见走来的男人胸前 别了一枚战步勋章 脸色骤变 当场对她行了个礼 夏颜无视了她 伸手将女儿抱起 不让她再有机会跑掉 爸爸带你去找知道 你别再乱跑了 夏苗苗很受无奈 这小山板太弱了 随便被人抱起来 就挣扎不了 眼看着爸爸要将她带走 想见的人没有见成 她心里很是不敢 对着那位保镖大叔喊道 喂 你去对贺绝年说 她要等的人 我知道在哪 叫她过来见我 我是允城下家的夏苗苗 保镖皱着眉 心想 这孩子还真没有礼貌 丝毫没有打算 转达那句话 就在夏颜将夏苗苗 带走没多久 包厢的门突然被人打开 贺绝年的助理凌然 出来问道 刚刚是谁的说话 对不起 刚刚有个小女孩过来捣乱 已经赶走了 白石 请夏的 是 孩子的父亲 正是战部主队长 夏颜 凌然闻言 脸色骤变 她正想继续说些什么 这时候 包厢里头传来一个 冰冷又沉闻的声音 把那孩子带来 保镖睁了睁 花了两秒才会议 连忙道了一声市 转头就去找夏颜和夏苗苗 大宝很久没有见夏苗苗了 跟上次比起来 似乎长高了一些 但是今天 似乎怨气有点重啊 明苗 烤梅泡芙你要不要吃 爸爸给你加一块 不要 那黑森林蛋糕呢 给你来一瓶吧 我不要 吃点薯条 鸡肉快怎么样 不 夏颜 看着 绝嘴的女儿 很是沮丧 她成功地把夏苗苗给惹怒了 明苗 别生爸爸的气好吗 那个男人 爸爸不希望你接近他 夏苗苗没有说话 这时 一抹身影走过来向他打招呼 夏叔叔 苗苗师傅 好久不见 夏颜一看是风家儿子 却认不出人家是六胞胎之中排行第几 你是老大 大宝笑容可惧 今天是大舅舅的婚礼 他特意穿了定制款西装 打了个红色的小领结 像个小绅士 是的 夏叔叔 你可以叫我大宝 或者叫小陈也行 啊 现在是大宝啊 刚刚你怎么管美妙叫师傅了 她的医术高超 我一直都想要拜她为师 虽然当时夏苗苗没有亲口答应 但大宝已经认定她就是师傅 确实 以她的水平 哪怕当公孙卿的师傅都不为过 只是在外人看起来 违和感有点过于强烈 夏苗苗抬着头 看她这个子 都快高出两个头了 忍不住挑眉 好久不见 你长得挺胯的 医术方面 有没有精进 精进 不能我一个人说 有机会 我把最新研究的成果 带去见你 我看 你是又想从我这里 偷师学东西了 大宝黑了一声默认 夏颜见两个孩子聊得挺好 而且夏苗苗再见到大宝之后 心情总算是好多了 索性将空间留给两个孩子 想等夏苗苗不再生她气的时候 再带她走 于是大宝找到机会 跟夏苗苗说悄悄话了 我刚刚 看见你去包厢找人 你想见那个男人 夏苗苗踮脚 从食物台上 拿了一块普塔 放进嘴里吃了一口 脸上还有几分傲娇 你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见到她吗 没有 那这事就跟你没有关系 不愧是苗苗师傅 说话带刺又不给面子 大宝却是一点也不觉得尴尬 反而还想继续跟她聊下去 于是便主动道 但是 我知道有个人 或许可以带你过去见她 不用 再等半分钟 赫决年的人 就会主动找我 大宝一愣 正想问她怎么可能 谁知刚想开口 旁边就传来一个大叔的声音 孩子 你过来 我们和爷要见你 大宝转头看去 正是那位刚刚守在 包厢门前的保镖大叔 刚刚她从大老远就看见 保镖大叔对夏苗苗的态度不怎么样 可是现在却对夏苗苗 露出了一副礼貌的模样 态度转变很大嘛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然而夏苗苗却是傲娇了 让她亲自来见我 你 保镖大叔被她这反应给吓得脸色惨白 要知道贺爷是何等人物 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孩子屈尊降贵呢 别闹了 赶紧跟我过来 贺爷的耐心不多 你可别把他惹怒了 我没有跟你闹 现在是你们把我惹怒了 我也是个有脾气的人 既然是贺绝年有求于人 那就让他亲自过来见我吧 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我在约会呢 约 约会 你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跟谁约会呢 保镖大叔的视线 落在夏苗苗隔壁的大宝身上 惊讶又震撼 大宝自己也蒙了 我把你当师父 你把我当约会对象 先不说他们未成年 不可以谈恋爱 道德伦理也是不允许的呀 保镖大叔原本想要直接把人拐跑的 但是一想到 这孩子是夏战神的女儿 又怂了 索性灰溜溜地回去复命 夏苗苗非常得意 继续拿了一块小布朗尼吃 大宝忍不住问道 你想见他 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 我有我自己的尊严 傲气 是凤凰族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怎么都摸不掉 他尤其最不喜欢 那些看不起小孩子的大人 所以才会想找个茶 为难一下对方 来平衡一下自己的心情 大宝犹豫了片刻又问道 那你刚刚说 约会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你现在跟我搭讪 不就是想要跟我约会吗 哪你 大宝瞪大眼睛 错愕地道 我 我有吗 夏苗苗用一副看白痴的表情望着他 你心里怎么想的 自己最清楚 他只是想跟夏苗苗师傅打个招呼而已 才没有往那方面想 大宝还想开口解释来着 这时候 贺绝年身边的助理凌然 匆匆地走过来 对着夏苗苗鞠躬 夏小姐 可爱现在不方便离开包厢 请您送我过来一趟 她的身后带着几个保镖 看那架势 更像是要把夏苗苗强行绑过去 大宝的警觉性很强 知道这些人分分钟就会动手 下意识地站出来 将夏苗苗挡在身后 但夏苗苗却是用手拍了拍她的背后 让开 别挡路 苗苗师傅 他们 我过去说几句话 等我爸爸回来 你跟他说一下 话必 就见夏苗苗跟着凌然和保镖们 一同离去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啊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六十七集 十野和洛的婚礼还在进行中 此时的包厢里 贺绝年面色毫无波澜 直到看见夏苗苗被凌然带过来之时 她的眼眸微眯了一下 这孩子年纪 这孩子年纪虽小 但眼神却比一般人还要睿智 如果不是她的视觉能够看出平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恐怕还真的看不出这小女孩的特别之处 她的身份 她的身份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夏苗苗毫不畏惧 上下打量贺绝年 原来龙族长这样的 真是火九剑 凌然大吃一惊 从来没有人敢这般跟贺绝年对视 因为龙族的威压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住的 体质稍弱的人 尤其是小孩子 在跟贺绝年对视之后 都会被震撼的当场吐血昏厥 这是贺绝年不离开包厢的原因 包厢可以隔绝她的威压和气场 不波及体质弱的陌生人 也是对婚礼宾客们的一种保护 夏苗苗丝毫没有影响 不仅如此 她竟然能凭肉眼看得出来 贺爷是龙族后裔 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才刚说完一句话 凌然和贺绝年都对着孩子刮目相看 只见她轻轻松松地跳上沙发 整理好公主群 坐姿高贵如趣 贺绝年收敛打亮的目光 语气平淡 你刚刚说我要等的人 你知道在哪里 是啊 说 那人还没出现 什么时候 等待时机 听到这里 凌然忍不住吃笑一声 这孩子说的是什么废话 天桥下的神棍都比他靠谱吧 果然是个小屁孩 他正想开口吐槽 结果被贺绝年递过来一近目光 禁止说话 吓得他立刻惊声 心里一阵寒 贺爷不会真的相信那孩子的瞎扯淡吧 正这么想着 凌然就听见贺绝年 开口追问下去 你也在等待这世纪 此话一出 夏苗苗的瞳孔亮了起来 嘴角的笑意变深 不错 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 你等的人 正巧 也是我想要找的人 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 也能告诉你方法 但是 条件是什么 你替我培养下家的接班人 夏苗苗说完这话 便立刻看见贺绝年的眉心 皱成了穿字 站在旁边的凌然 也震惊地下巴都快要掉到地上 这要求 会不会荒唐了点 自己家族的接班人 让贺爷帮忙培养 这是把贺爷当农场主人了吗 接班人又不是随便养一只鸡 一只牛就有的 凌然看见贺绝年脸色不好 忍不住主动打岔 听说你们允城夏家 赐古代就是鼎鼎大名的 御淫世家 祖宗曾是历代皇朝的国师 能预置天下任何事 但近些年因为内斗的缘故 家族中到没落 旁之在外混得风生水起 反倒嫡系家族悄无声息 这样的家族 还需要什么这班人 夏苗苗双手还在胸前 然后继续道 夏家有没有没落 不是你说了算的 那我家贺爷也不可能 随便答应替你 培养接班人 你没得选 只有我知道那人身处何方 也知道他何时出现 且那人将来 必定是我夏家的接班人 一个小孩子 说话胡言乱语色的 要怎么证明 自己不是在瞎编 面对凌然的质问 夏苗苗显然有些恼怒 大人怎么老喜欢叫他 证明这个那个的 做人爽快点 有这么难吗 年龄歧视啊这是 望着凌然那副 充满质疑的脸色 夏苗苗不悦地 跳下沙发 边往外走 边说道 算了 反正龙母将不将士 跟我也没有关系 接班人 我自己培养 大不了 晚几年交棒 至于你们龙族的 灭绝之灾 自己解决去吧 贺绝年文声 脸色瞬间沉下来 在孩子刚走到门口之时 身后的男人 再次开口说话 转交 夏苑回来的时候 以为会看见 欢乐的两小无猜 结果反而被告知 女儿跟贺绝年的 手下走了 气得整个脸耍白 他气喘吁吁地 回到包厢寻人 却被保镖拦在门外 让开 对不起 夏队 你现在不能进去 那就把我女儿交出来 我们只是 听从何眼的命令 虽然他们都认得夏颜 却不是隶属于 他的部下 因此夏颜的命令 在这里完全不管用 这可把他给气坏了 就在夏颜决定 要把他们揍一顿 闯进去 把女儿抢回来之时 包厢的门被人打开 凌人毕恭毕敬地 欢送着夏苗苗 夏小姐 请慢走 夏颜健壮 立刻大声地唤道 苗苗 孩子走出来 就看到满脸着急的父亲 夏颜蹲下来 认真检查孩子身上 有没有受伤 生怕女儿 被贺绝年的人欺负 夏苗苗淡淡地道 爸爸 我没事 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 真没有 嗯 夏苗苗一而再地确认 但夏颜仍然觉得不可信 助理凌人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这夏家的孩子 刚刚那态度 就差没有骑在贺爷的头上了 谁欺负谁爱不知道呢 夏颜的心安定了几分 但还有很强烈的警惕心 于是便对凌人说道 委屈跟贺绝年说 不要把主意 打到我女儿身上 虽然孩子很聪明 但完全不适合加入账卜 凌人争了几秒才到 恰对 可能是对自己的女儿还不够理解 贵小姐可不是一般的聪明 简直是上天入地的级别了好吧 尤其是孩子的占卜术 精准得十分骇人 听到凌人这么说 夏颜的心更沉了几分 无论刚刚我的女儿 跟你们说了什么 只要我是个做父亲的 一天不同意 他就不可能加入你们占卜的 特殊队 是邀请他加入占卜 这孩子要是加入占卜 搞不好要闹个天翻地覆了 那还得了 爸爸 你误会了 我没有要加入占卜 夏淼淼想要澄清 然而夏颜并不愿意听 转头冷冷地丢下一句 下次再让我看见 你们纠缠我女儿 凶怪我不客气 画闭 他便抱着女儿转身离开 只留下一脸懵圈的凌人 觉得自己怪无辜的 赫爷 他被带走了 嗯 您真的相信他说的 要不先去调查一番吧 这孩子说话有点像神棍 赫绝年摸了摸扳指 半闪厚道 就按照他说的 去将那龙母人寻找出来 万一那孩子是骗你的呢 凤红族人不能撒谎 他不会拿自己的命做赌注 尤其是关于预言之事 凌人文言心中骇然 半赏还是失失然地答应 好 我知道了 我就去办事 被带回婚礼席位的夏淼淼 看见大宝那一脸着急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来 苗苗师父 你没事吧 你这么慌张做什么 我怕你出事 大宝对赫绝年这人也略有耳闻 知道他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 所以担心夏淼淼会被他的人欺负 夏淼淼认真打量大宝 发现他是真的很紧张 你看起来很喜欢我的样子 我没有 我也挺喜欢你的 啊 大宝一头的雾水 要不咱们来个约定吧 如果我能活到十八岁 就给你机会当我的男人 婚礼现场 亲友们都已经轮番上台 说完了祝福词 众人被邀请到外面 女嘉宾站在甲板上 等着新娘出来抛捧花 当五兄弟找到大宝的时候 发现他正坐在甲板上发呆 脸色发愁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六十八集 大宝 你刚刚去哪了 大宝已经两分钟没有眨眼了 按照这个情况看 他可能已经入定 再过半小时 就要作画圆祭 阿弥陀佛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 谁欺负你了呀 失恋了吗 还是想要回家打游戏 哥哥 你要吃丹塔不 这个好美味 吃了会很开心的 兄弟们轮番打断 成功将大宝从复杂的思绪中 拉了回来 他一脸茫然地道 我刚才 好像被告白了 啥 二宝大吃一惊 立刻上前捂住他的嘴巴 小声点 未成年小孩子说这种话 会引大众批评的 管你智商四五百 只要年龄摆在那儿 就不许你早恋 大宝争了争 换了一句话重新说 我被定了娃娃亲 谁啊 喵喵师父 他刚说完这话 就见兄弟们用诡异的眼神打量着他 我没有骗你们 这是真的 大宝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倒出 二宝他们听完之后 脸上那意味深长的表情还没有消退 二宝总结道 你被耍了 别当真 是吗 哪句话看出来的 三宝回答 漏洞百出 比如呢 四宝深吸一口气 低头叹息 不情自古空于恨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大宝垂眸想了想 确实觉得很不对劲 夏淼淼说的那句话 听起来像是在诅咒自己活不到十八岁 大哥 小女孩说的话 不能当真 唐萌萌也常常跟三哥说这样的话 你瞅三哥 他从来都没有相信过 五宝义正言辞地说完 发现三宝悠悠地望过来 吓得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小女孩 苗苗师父虽然年龄小 但是跟小女孩 好像有点沾不上边吧 大宝说完这话 成功把自己给吓了一跳 他从来没有意识到 自己竟然是这般看待夏淼淼的 虽然夏淼淼只有五岁 但说话口吻和言行举止 比老者还要老者 甚至有点像 千年老妖 二宝一下子提到重点 大宝脸色微沉 是的 他也有同样的感觉 所以刚刚听到夏淼淼 说完那番话之后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难怪兄弟们听完之后 都露出了难以言喻的表情 因为实在是太让人觉得惊悚了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四宝忽然提问 如果他真的是千年老妖 为什么刚刚要对大宝说那种话 千年老妖早就过了十八岁吧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 究竟是抱着什么心态 他把大宝看成什么了 三宝毫不犹豫地回答 猎物 食物 囊中物 盘中餐 尸体标本 大宝无语 话题已经延伸到惊悚片的内容了 貌似也不太适合未成年的小孩子讨论呢 六宝缓缓地回过神 伸手在大宝背后挥了几下 大宝 你背后的黑影没了 放心吧 你会活到一百岁的 其他的事情就别想了 想想食物吧 吃东西不限年龄 综合下来 似乎六宝的安慰最有效果 六宝太叽叽喳喳地聊完天 这时新娘终于出来了 准备抛捧花 众人激动无比 听说只要接到新娘的捧花 就会收获圆满的爱情 许多单身的女宾客 开始兴高采烈地挤在一起 期待自己是那个被上天祝福的人 石墨有点慌了 傅欣欣从刚刚婚礼就失踪到现在 他原以为他只是去了趟厕所 很快就会回来 谁料到现在仍然不见踪影 石墨连刚才亲友祝福的环节都放弃了 四处找人 恨不得把整个邮轮翻过来仔细地找 直到听见广播提醒大家到甲板上 等新娘捧花 他才出来 期待能在人群中找到傅欣欣的身影 但还是没有找到人 阿牧 你为什么慌慌张张的 刚才怎么不见你上台演讲啊 石婉言从身后拍他肩膀 你看到欣欣了没有 我刚刚一直在找他 他不见作用了 石婉言望着满脸着急的石墨 嘴角笑意变身 你这么着急干啥 我当然急啊 担心他出事 他没事啊 真的 你知道他在哪里 此刻的石墨着急得像个二愣子 石婉言忍不住继续逗他 你找他做什么 他是我女朋友啊 我不找他找谁啊 你是不是想对他求婚 如此直白的问题 当场把石墨给问傻了 他顿时回过神气呼呼地吐槽 好你个佛景成 叫你别泄露秘密 居然到处说 小姨妹妹 欣欣是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计划了 知道是知道 但这不是景成告诉我们的 而是你自己露出的马脚 我哪有 就在你跟我说 欣欣想要新娘捧花之后 石婉言将婚礼开始前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这瞬间 石墨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 只见她脸色一片黑一片白 所以 欣欣她知道我想求婚 所以刻意避开我 我就知道 欣欣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她不想结婚 不想嫁给我 我不是她想嫁的男人 啊 听听听 石婉言见石墨 快要陷入自闭的状态 再次拍拍她肩膀 用手指了指远处某个方向 你先别着急下定论 看看那边发生什么情况再说 好吗 石墨顺着视线看去 就见甲板上出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此时 正举着大大的灯牌 跟我结婚吧 她的瞳孔一颤 脑袋顿时陷入空白 此时 麦克风声音落入众人的耳朵 现在是新娘抛捧花的仪式 请大家站好 我们的新娘要抛捧花了 等等 请让我说几句 洛主动接过麦克风 然后笑眯眯的道 在我将抛捧花之前 我想先将祝福送出去 我有个认识的朋友 他想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 跟他的真命天子求婚 是的 你们没有听错 这位朋友是个女生 他想要在这么大的场合下 跟男朋友求婚 并希望得到众人的祝福 众人哗然 要知道今天到场的人之中 有多少媒体记者 这是石野和洛的婚礼 没想到居然有人要抢风头 并得到大家的祝福 但新郎和新娘 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介意 我相信大家知道 这对情侣的身份之后 也会乐意跟我一起祝福他们的 石墨 傅欣欣 请问 你们愿不愿意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 接受大家的祝福 承诺 一起不如婚姻呢 石墨和傅欣欣 隔着人群对视中 随着洛的那番话说完 大家都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了 在场有不少人都是石墨的影迷 前阵子也因为他宣布退出演艺圈 而伤心欲绝 今天能在这里看见他 见证偶像的求婚过程 大家都激动万分 而且还是少见的女方求婚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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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墨 你要是不答应 那我就把你的女朋友抢走 你不答应他也没事 我带你走也行 全场起哄 笑得十分开怀 婚礼主持人是个聪明人 及时给傅欣欣 递了一支麦克风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569集 他接过麦克风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紧张的手续里全是汗 阿墨 我知道 你会感觉很意外 也知道 你准备今天当场跟我求婚 所以 我决定抢在你之前开口 谢谢你一直以来 对我的爱护 过去的我们 经历了酸甜和苦辣 那些经验 让我越来越看清楚自己的心 谢谢你 为我付出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 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很自私 配不上你 可你却用尽一切方法 让我知道 我是被爱的 我值得拥有爱 有人说 我可能是上辈子 拯救了银河系 才会跟你交往 当时我心里很自卑 我觉得自己何德何能 后来 我越发地相信 也许 我前世是拯救了全宇宙 才如此有幸遇到你 阿墨 我也想让你体验这样的幸福 你让我当了公主这么多年 我想让你体会一次当王子的滋味 请问 你愿意娶我吗 和我共度余生 集合在甲板上的宾客们 都安静地听傅欣欣说完 她的一字一句 成功把在场所有的人都感动哭了 每个女生心里都有一个公主梦 但其实她们最渴望的 不是被如何捧在手掌心里 而是遇到生命中的白马王子 一旦遇到了真命天子 谁的爱多 谁的爱少 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 傅欣欣是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 谱写完美爱情篇章的秘诀 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圆满 不再抱着匮乏的心态 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 答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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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客们起哄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 石墨的眼眶已经通红 望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站在对面 手里举着求婚的灯牌 说着那些煽动人心的情话 一个内心再强大的男人 遇到这个情况 内心都会被融化了 阿墨 你愿意吗 阳光下 傅欣欣的笑容灿烂 她背着海 波光灵灵的光线 将她衬托得像个天使 是她唯一的天使 石墨的侯杰一紧 接着 众人只见她迈开长腿 大不留心地朝着傅欣欣的方向走去 一把将心爱的她拥入怀中低头稳住 所有人都激动得像是在看偶像剧 这堂撒得好高调 简直闪下众人的二十四K太和金狗眼 石墨吻了一会儿 便放开傅欣欣 往后退了两步 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戒指盒 当众下跪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公主 该有的仪式 一个都不能少 谢谢 我想跟你关渡此生 现在换你答应我 你愿意 嫁给我吗 躺在盒子里的钻剑 又一度把众人的眼睛给闪下 全场顿时嗨了 嫁给她 嫁给她 你不答应的话 让我来 傅欣欣愣了半赏 回过神来 又哭又笑 我愿意 她嘴角的笑容比阳光还灿烂 那一刻 眼睛里已经容不下一颗傻子 除了傅欣欣之外 她的世界再无他人 宾客们围观 先是看完了一场婚礼 又参与了另外一场 感动人心的求婚 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 不少情侣 也趁着美好的气氛 抱在一起拥吻 所有人都被幸福和爱包围着 风景成见石婉颜 一副感动的模样 也将她拥入怀中 低头吻了一会儿 你永远是我的公主 她模仿石墨 刚才求婚的台词 石婉颜被她逗笑 这话 我好像听着你对女儿说过 不可能 你一定是记错了 在你的心里 女儿的地位 早就超越了我 胡说 你永远排第一 风景成认真地发誓 忽然神色断住 对了 小桃子呢 石婉颜指了指身后 想说她正在 津津有味地吃着蛋糕 结果刚转头 还没有开口 就发现座位上压根没人 她 她刚刚还在这儿吃的 小桃子向来都是一个 非常乖巧的孩子 不哭不闹 也不会随意乱跑 带得很是省心 从来没有发生过 孩子走丢的事情 请别急 小桃子应该还在附近 我们找找看 夫妻俩尽量地 让自己保持镇定的心情 四处找女儿 芸汐和藤若那边收到指令 也带着人分头在游轮上搜起来 搜了将近半个小时无果 六胞胎得知妹妹失踪也慌了 赶紧加入搜查的阵容 虽然搜人行动 已经尽可能地保持低调 但还是被石野和石文韵知晓 听到小桃子失踪的消息 外公和大舅舅都站不住脚了 联盟让人广播通报 甚至还派了几个蛙人 下水去探查 此时 游轮的仓库门 被缓缓地打开一条缝隙 一双葡萄般的眼睛 正四处张望 灵动可爱 却又小心翼翼 确认外面没有危险之后 小桃子这才松了一口气 轻轻地将门打开 转身对仓库里躲着的 受伤的小男孩说道 小哥哥 乖乖在这里等小桃子哦 等小桃子 去把爹地和妈咪叫来 你就获救了 在昏暗的光线下 只见男孩的五官 精致得像个娃娃 混血的模样 只是脸色因为痛苦 而显得苍白 只见他用手捂住 被刀痛伤的腰 额脚全是汗 吃力地开口回答 你现在出去 会有危险的 不会的 小桃子 是小福星来的 不会被坏蛋找到 小哥哥 乖乖不要乱跑 一定一定 要在这里等小桃子回来哦 你要是能逃 就别再回来 不用管我 那几个人若是知道 你刚刚把我救走 是不会放过你的 话还没说完 小桃子已经走出仓库 把门关上 月末半个小时前 就在大家正围观 欣赏石墨和 傅欣欣的求婚之时 小桃子无意间注意到 有个小男孩 正被几个坏出数挟齿 他第一次违背了 爹地妈咪的话 擅自离开位子 暗戳戳地跟踪 小男孩和坏叔叔 一起往底下沧走去 结果却见几个坏叔叔 正想将那小男孩 扔进海里 男孩不知道小桃子 当时是怎么办到的 就在他快要 被扔下海之时 一大群老鼠 从甲板缝隙里 跑了出来 惊动了那群坏蛋叔叔 小男孩趁机 挣脱逃跑 被刀子捅上腰间 他还以为 自己快要没命了 结果旁边的小梯子 倒了下来 砸中了其中一个坏蛋 让他得意逃脱 趁着坏蛋叔叔们 不注意 小桃子把男孩 拽进仓库里 憋到现在 他刚刚一直 打量这小女孩 小小身板的他 动作却是很灵敏 说话语气软萌软萌的 奶声奶气 若是被坏蛋叔叔 抓住了 那恐怕 想到这里 男孩的心沉了几分 生在资本主义的 卡尔文家族 他从小被教导 凡事要先站在 利益最大化的角度 去思考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做 自我牺牲的决定 若是能让别人去牺牲 那便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但刚才是他救了他 冲着这份恩情 他不该放任小女孩 去冒险才对 男孩终究没有 熬过自己的良心 吃力地爬起来 摸开仓库的门 亮亮腔腔地走出去 刚走出去没多久 就见到小桃子 被一个身材魁梧的 坏蛋叔叔 逮了个正着 正将他抓起来挟持 小心 他忍不住 大声地喊了一句 这声提醒 恰巧暴露了 男孩的踪迹 那坏蛋叔叔 转头看见他 音质的眼里 闪过了笑意 我原本还想解决这个女孩 再对你动手 没想到你自己健身了 也好 一次搞定 我就能赶紧回去交差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七十集 他说完 正想一步步地 朝着小男孩走去 奇料这时候 脚下不知 被什么东西绊倒 猛地扑到地上 而后 一个重物 沉沉地砸在他的背后 啊 凄厉又痛苦的嚎叫声响起 小桃子同时对着那男孩大喊 小哥哥 快跑 动静声太大 惊动了在附近四处找人的那几个坏叔叔 小桃子刚拉着男孩试图逃跑之际 就被人给包围住 其中一个男人脸上 有着一条猙獰的疤痕 在他笑起来的时候 更显得可怕 原来是有小帮手啊 难怪逃得像只老鼠 不过 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去路了 小女孩 碰上我们算你倒霉 就让你爸妈下海替你收拾吧 疤痕难化病 正想用眼神示意手下 将两个孩子抓住 谁知这时 不知地上何时出现的绳子 竟然绊住所有人的脚踝 往后一扯 全体扑倒 众人震惊了 是谁 谁在背后暗算我们 没有人回应 疤痕男子脸色黑得难看 小桃子见到对方 想要爬起来 继续抓住他和小哥哥 于是将目光落在角落的灭火器上 这次八痕难看得清清楚楚 只见救生圈和灭火器 颤颤巍巍地漂浮起来 朝着八痕男子的方向飞过去 他脸色骤然煞白 望着停在半空中的灭火器 就像见鬼一样 觉得惊悚万分 鬼 鬼 咚的一声 灭火器直接砸在他脸上 八痕难失去重心 整个人往后仰 然而灭火器 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再次砰的一声 直接将他砸晕 其他手下们 都被这现象给吓坏了 快跑 这孩子 这孩子不是人 所有人连忙从地上站起来 却忘了自己脚下的绳子 还没有解开 小桃子手一挥 绳子往后扯 大家再次被绊倒 接着灭火器轮番问候 被小桃子护在身后的男孩 望着眼前一个个坏蛋叔叔 被灭火器砸晕 感觉整个世界都魔幻了 腰上的伤也不疼了 小哥哥 你别啪啪 小桃子是好人 不会欺负你的 坏蛋叔叔们都晕过去了 我们快逃 带你去见爹地和妈咪 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 小桃子用自己的小手牵着小男孩 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去 才刚跑出没多久 就看到了一群黑西装保镖 正赶了过来 男孩还以为是另一波坏人 想要把小桃子带往另一个方向 谁知他却朝着对方挥了挥手 云叔叔 云叔叔 小小姐 孩子们跑得气喘吁吁 云西面容苍白 带着保镖们跑过来 看见小桃子牵着一个受伤的小男孩 还以为他也出事了 第一时间就是把他抱过来检查清楚 所有人都吓了个半死 小小姐没事吧 有没有那里伤到 刚刚你们遇到谁了 他一边喘着 一边挥手解释 妈咪 快找妈咪 小哥哥 他快不行了 奈生奈气的娃娃音 真的是叫人心疼 云西毕竟是看着他出生的 早就把他当成了小公主 急得眼眶都红了 快 快通知大小姐 说我们找到小小姐了 小男孩捂着腰间的伤口 长时间失血 已经让他体力透支 加上刚刚又消耗了不少的体力 这伙儿终于安全下来 警惕降低 脑袋昏昏沉沉的 小桃子正想转头说些安慰的话 谁知却见到他当场昏了过去 急得大喊起来 小哥哥 你不要死 风景城和石碗颜接到消息 匆匆赶来的时候 就见小男孩的下半身全是血 吓得不轻 正努力把小男孩晃醒的小桃子 见爹地妈咪大老远过来 流着眼泪大声地求助道 哼 爹地 妈咪 你快来救救他 小哥哥 他快不行了 哼 从来没有见过小桃子 哭得这样撕心裂肺 风氏夫妇的心顿时揪了起来 小桃子 你哪里受伤了 你快过来 让妈咪看看 怎么回事 是谁动手把你绑走的 快跟爹地说 爹地 妈咪 你们快帮帮小哥哥 小哥哥他受伤了 刚才 好多大坏蛋叔叔要杀他 孩子哭得稀里哗啦的 风景城和石碗颜这在发现 女儿根本没有受伤 而唯一受伤的小男孩 他们却从未见过 石碗颜上前为他检查清楚 湿血过多 体力透支 要及时止血才行 妈咪 妈咪 你一定要救他 我记得邮轮上有医务室的 先把他带过去再说 他让保镖抱着小男孩 往医务室的方向奔去 小桃子想要跟上前 结果被封锦城拦住 他满脸认真的质问女儿 小桃子 这男孩是谁啊 你怎么认识的 爹地 爹地 你一定要帮小哥哥报仇 那几个大坏蛋 说要把我和小哥哥 冻下海里喂鲨鱼 好坏好坏 喂鲨鱼是小桃子自己家的 但确实是要把他们扔下海 没错 封锦城闻言 顿时掀起滔天般的怒火 天底下现在还有人 敢对小桃子动手 看来是贤命长了 玉琪 你去把人找过来 我要让他们尝尝 喂鲨鱼的滋味 是 石碗言那边 男孩的伤口终于止住 小桃子坐在旁边 望着还在昏迷中的小男孩 泪眼婆娑 豆大般的泪珠挂在眼眶底下 小委屈模样 看得人人都心疼 妈咪 小哥哥 会醒来吗 石碗言的语气温柔 会的 他睡一觉就会醒过来的 嗯 我相信 他不会死掉 小桃子 你认识这个小男孩吗 小桃子摇头 那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他 他的命 是小桃子救的 所以 不能让他死在小桃子面前 石碗言乱了几秒 这话听起来特别熟悉 好像是他曾经说过的 医者付母心 身为医者 最见不得人丧命在眼前 六个孩子之中 大宝继承了医术 但性情却更像父亲和老祖宗 较为无情 小桃子继承了 石碗言的慈悲心 而他的这份善良和慈悲 也是继承于母亲公孙善秦的 石碗言宠溺的 抚摸女儿的头 小桃子真棒 话刚说完 躺在病床上的小男孩 悠悠转醒 只见他卷翘的睫毛颤了颤 缓缓地撑开 本该清澈的瞳孔 却不满孤独和忧郁 小哥哥 醒来了 石碗言把视线 落在小男孩身上 他一眼就认出 眼前的大人便是小家伙的妈咪 于是礼貌又沙哑地开口道谢 谢谢您救了我 石碗言挑眉 听得出来 他的发音不太标准 于是便问道 你不是夏国人 我妈妈是夏国人 父亲是二国人 原来是个混血孩子 难怪长相精致得像个娃娃 五官比女孩子还要漂亮 唯独眼神中 那抹忧伤的神色 太令人惋惜心疼 小哥哥 我叫小桃子 你叫什么名字 刚刚 是我救了你哦 你一定要记得 我今日的恩情哦 石碗言的嘴角抽了抽 好家伙 这孩子 救人还邀功呢 男孩的嘴唇动了动 回答道 季恩 小哥哥 你怎么姓姬呀 这名字 好怪哦 我家族 姓是卡尔文 全名是 季恩 卡尔文 哦 那我叫你 季哥哥吧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七十一集 虽然他下语不太标准 但并不代表他听不出来小桃子发音的问题 这音歪的有点离谱啊孩子 石碗言 施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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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赏 他还是决定好好地纠正一下女儿的称呼 免得出去外面被人笑话 小桃子 叫季恩哥哥 名字太长了 小桃子记不住 还是叫季哥哥好 在女儿的认知里 超过三个字的名字都不好记 所以必须要省略到自己的脑容量范围之内 石碗言 还想再好好地纠正一下女儿的发音 但季恩却是开口道 没关系 既然你救了我 想要怎么叫我都可以 小桃子还真的是一点也不带客气的 好啊 那以后我叫你小鸡 石碗言默默地别过头 觉得自己好丢人 季恩虽然内心很挣扎 但最终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孩子们刚解决完称呼的问题 石碗言都还没有来得及询问 刚才事情的来龙去脉 封锦诚就回来了 已经找到人了吗 石碗言头去关怀的目光 却见封锦诚的神情很复杂 他眉心深深地皱着 这模样不由地让石碗言的心头一颤 问题很急手吗 也不知 就是 封锦诚头一回感到难以启齿 音音 你出来一下 我们外面说 他意识到问题很严重 赶紧跟着出去外面 还不忘叮嘱女儿和季恩 要好好地待着 不要乱跑 大人们一下子全部出去 休息室里只剩下小桃子和季恩 他看着缓缓关上的门 视线重新落在小桃子身上 脑袋里挥之不去的 是他刚刚救他的那一幕场景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刚才是怎么做到的 哦 小桃子歪头 清澈的瞳孔里写满了天真无邪 完全没有明白他到底在问什么 季恩想了想 重新组织语言 你刚才是怎么打倒那些坏人的 又是咚咚咚 框框框的呀 是怎么办到的 小桃子眨眨眼睛 似乎明白了什么 随手一挥 身后的沙发忽然腾空浮起 然后咚的一声 又重新砸在地上 小鸡 你说的是这个吗 再次见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场景 季恩还是被惊害到了 小桃子的表情 看起来很是理所当然 这异于常人的能力 在他看来 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完全不费力气 他不由地屏住呼吸 极力地让自己的脑袋平静下来 你的爹地和妈咪知道吗 小桃子想了想 耐声耐气地道 好像不知道呢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呀 小鸡 你不会吗 很简单的 我可以教你 季恩的心里 又是一顿惊涛骇浪 难道他们全家人 都有这种不为人知的特殊功能 一个不小心 季恩就曲解了小桃子的意思 误以为整个风家 都拥有这般神奇的特异功能 他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暗淡的光芒 要是他也能像小桃子这样 那该有多好 便不再害怕自己被人欺负 也不会在卡尔文家族里 抬不起头 小桃子忽然开口问他 小鸡 你的爹地和妈咪呢 你为什么 不乖乖听话 到处乱跑 在他看来 季恩是因为到处乱跑 才会被坏蛋叔叔抓住的 然而这天真无邪的问题 恰恰刺痛了季恩的心 他脸色瞬间变黑 再关于如何 他们一点也不想见我 为什么 不想见你 你是他们最疼爱的宝贝啊 季恩苦笑垂眸不语 如果真的疼爱他 就不会派人暗杀他了 今天的婚礼 二叔叔突然说要带他出席 他早就预料到 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没想到 竟然差点丢了性命 我的爹地和妈咪 是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 你的爹地和妈咪 肯定也是这样 嗯 不对 还有爷爷奶奶 外公舅舅 大哥哥 二哥哥 因为他们都很爱我 所以 每天都想见到我 小桃子还在认真 细数自己的家庭状况 听得季恩心里一阵的抽搐 羡慕至极 是因为你会那个 所以大家都爱你吗 他指了指沙发 神情认真 小桃子深深皱眉 不知道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在他的世界里 爱是不需要理由的 所以从来没有探究过 别人爱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非常享受这样的爱 季恩见他一脸的困惑 于是换了一个问题 继续问 你可以教我吗 如果 他是说如果 如果自己拥有特异功能 跟家族里的其他孩子比起来 有些与众不同 或许父母就会疼爱他吧 或许 休息室外 石婉言在看完监控记录之后 惊骇地用手捂住嘴巴 你 你的意思是 小桃子 他 他有超能力 看幼子似的 如果不是因为监控 恐怕封锦城都不敢相信 孩子一直都表现得很正常 除了性格特别讨喜之外 跟普通小孩子没有区别 他俩作为父亲和母亲 从来没有要求过小桃子 要像哥哥一样聪明 反而希望他能像普通的小女孩一样 单纯快乐地度过童年 没想到 孩子居然有这般害人的特异功能 在场的还有什么人看见 除了伤害孩子的那群男人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目击证人 他们怎么样了 用绳子 把他们绑在游轮尾端 一半身体抱在海水 让他们体验一下 半死不活的滋味 说到这里 封锦诚的眼神便沉了几分 孩子是他的逆鳞 感动小桃子半分半毫 他必须让这些人付出代价才行 史网炎知道 他不会真的取那些人的性命 但还是有些顾虑 他斟酌片刻厚道 孩子有超能力的事情 暂时不能向外泄露 放心 我会好好处理的 这事绝对不会传出去 封锦诚说完 又停顿了一下 只是 我还有另外一层担心 关于那男孩的身份 似乎不太简单 他说自己是来自凯尔文家族 我没有印象 卡尔文 确定 他露出骇人的表情 更令史稳言胡意 你听说过卡尔文家族 卡尔文家族 传说中财力 跟罗斯查尔德家族 实力并肩 并且也是跟他们一样 成为世人的谜团 没人知道 这两德家族的财力 有多丰厚 只知道 很多国家大型银行 和基金会 背后势力 都来自于卡尔文 和罗斯查尔德 封锦城简单地描述 便让史稳言 惊讶万分 要知道 罗斯查尔德家族 是目前全世界已知的 最富有的贵族 全球超过八成的经济 都掌控在他们的手里 从一战时期 他们便发家致富 掌握了大多数国家的债券 和经济命脉 战争结束后 过着非常低调的生活 从来没有人真正地算得出来 这个贵族的实际财产 究竟有多少 若卡尔文家族的财力 和罗斯查尔德家族并肩 那他们很有可能 至少赴了一个世纪 名副其实的贵族 十万言惊恶之余 又想到另一个问题 若是来自这么厉害的家族 那孩子来出席婚礼 必定会有不少保镖随身 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地 被人谋害呢 这也是我刚刚顾虑的 另外一件事 风景成脸色严肃 谋害那男孩的人 应该就是他们家族的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七十二集 也就是说 如今他们把孩子救活 破坏了人家的计划 很有可能会卷入一场 大家族内争的事件里 十万言也很快想到这一点 那孩子的家长联系上了吗 据说是跟他叔叔来的 是叔叔突然不见踪影 但是没有联系上人 不排除他偷偷下了船 此时邮轮早已开到海上 与港口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想在这里下船 就需要有小船接应 如果这是预谋已久的计划 那位神秘失踪的叔叔 应该已经不在邮轮上了 对方打算直接把孩子 丢弃在邮轮上 无论是死还是没死 都任由他自生自灭 虽然这有很多漏洞和疑点 但这些手段 也真是够狠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孩子刚止住血 何事虚弱 就算现在联系上人 把孩子送回去 那他也是死路一条啊 石宛言最关心的 还是孩子的性命安危 若是不把孩子送回去 他们很可能会被牵扯 上卡尔文家族的斗争之中 虽然目前他们并不知道 这场谋害计划 牵扯的事情 到底有多复杂严重 但封锦城认为 最好的选择 是不插手干涉 然而按照石宛言的性格 很有可能无法做到 完全袖手旁观 音音 你希望我怎么做 他做不了决定 先看看孩子怎么想吧 夫妻俩讨论完 回到休息室 一时间忘了 女儿有超能力的事情 所以刚打开门 看见里面所有家具 都漂浮在半空中的时候 同时都被震撼住了 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这十六胞胎也匆匆赶来 推门而入 爹地 妈咪 小桃子他没事吧 刚走进来就看到 眼前的场景 六个儿子们的脸色 奇奇骤变 小桃子完全没有留意到 家人震惊骇然的样子 笑容灿烂地对他们喊道 爹地 妈咪 哥哥 我在教小鸡 学这个 画壁 他随手一挥 休息室内的沙发 柜子等等家具 同时砸下来 发出冬的声响 震撼人心 十万颜反应过来 伸手将门关上 锁紧 六胞胎还保持着 目瞪口呆的反应 大宝 刚 刚才 我没有眼花了吧 你掐我一下 二宝 三宝 反中立这种黑科技 应该还不能开发在人身上 对吧 能不能跟我说说 刚才那个情况 是怎么办到的 三宝 精神念力的力量 可以是无限的 四宝 无法理解的科学现象 一律用量子力学来解释就完事了 五宝 妹妹刚才那个特技好厉害 以后我演唱会的时候 就要用这个 六宝 妹妹 是不是吃了菠菜 才会像大理水手一样 拥有超能力 基恩看见他们全家人的反应 很是诧异 你们都不知道吗 很显然 大家现在才知道 小桃子有这种能力 风景成最关心的 还是孩子的状况 他二话不说走上前 认真检查小桃子的身体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头晕 或是哪里 觉得疼啊 小桃子摇摇头 看见大家紧张 有震惊的模样 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爹地 妈咪 哥哥 你们都不会这个吗 小桃子 你是从哪儿去了 我突然 觉得应该是那样做的 然后就做到了 他语无伦次地解释起来 小桃子从来没有展现过 这个超能力 而他是在危机时刻 突然产生的念头 才忽然开启的 众人闻言 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事若是患成在老祖宗身上发生 也许他们的惊吓程度 不会这么大 可现在 石万言拉着女儿 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 又给他认真的把脉 发现身体健康方面 没有任何异样 显然他刚才展现的那些 并没有对他造成过度的消耗 小桃子 会不会是基因突变 基因看着风家上下 全员对小桃子关怀备致 眼底不仅流露出一丝羡慕 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亲情温暖 但从出生起 他便注定无法获得这些 像小桃子那样 成为全家人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是他遥不可及的心愿 真的好羡慕 石万言关心完小桃子 想起自己跟风景城的主要目的 他刚转身 恰好捕捉到基因那副羡慕到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不由地感到一阵心疼 原本想要询问他的那些话 到了嘴边忽然变了 基因 你的家人我们暂时还联系不上 不如这样吧 等下了船 你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突如其来的邀请 让基因受宠若惊 谋底闪烁着一丝光芒 却夹带着几分胆怯 我 我可以吗 孩子小心翼翼的样子 更是惹人心疼 风景城对于石万言的邀请 感到非常意外 要知道 这孩子若是接回家 就等于他们主动惹上麻烦 不等风景城开口 小桃子奶蒙奶蒙地道 当然可以 你是我的徒弟 还没有学会我的本领之前 不许走 基因一时间找不到语言 来表达自己激动的情绪 见他抿了抿唇 眼底的乌云 换上晴天的太阳 点头道 嗯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没过多久 石文韵 石野 也过来看小桃子了 石墨和傅欣欣 还有风若兰和姚子让 也随后出现 看见小桃子相安无事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发现这不知哪来的小男孩 也感到很是错愕 石万言和风景城 将祭恩的身世告诉他们 石野听完之后 沉默地半声 哥 卡尔文家族 是你婚礼上的宾客 你跟他们的交情很好吗 还行 就是有点生意上的往来 他毕竟是搞科技行业的 公司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认识那些贵族鼎豪 这也不足为奇 石文韵也忍不住打岔道 那家族 一定混乱 我不喜欢跟他们来往 听到这里 石万言也心里有了底 这个卡尔文家族不好得罪 如今他们插手孩子的性命 只怕免不了要跟对方来一场对峙 或者是交战 这时候风景城补充道 孩子的身份还有点迷 我让人调查过 发现他的生母名字不祥 很可能是个私生子 他父亲呢 牢狱中 石万言一愣 大家也傻住了 看样子 就算我们联系上孩子的监护人 把他送回去 他的性命也难以得到保障 一直不方便开口的姚子让 忽然打岔 据我所知 卡尔文家族还有些人挺高谱的 如果你们需要帮忙 我可以让人去调查清楚 他们的家族的关系链 再找个靠谱的人把孩子接回去 众人闻声 忽然觉得这主意挺好的 石万言当场做了个决定 那就暂时收留孩子吧 等找到靠谱的监护人 再把他送回去 并且这段期间 我们要做好准备 免得那群想要谋坏孩子的人找上门来 他的决定得到所有人的赞同 就连六胞胎们也认为这是目前最可行的解决方法 婚礼结束后 邮轮回到港口 宾客们纷纷散去 来出席婚礼的卡尔文家族成员早就不知去向 联系不上 也没有派人过来接孩子回去 他就像是个弃子 若是没有人收留 便会无家可归 实在是惹人心疼 于是封锦城夫妇 便把姬恩带回了家 距离港口遥远的一处隐蔽之地 一辆车子停在那里 许久不曾离开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七十三集 这时一名金发西装男子走上车 语气恭敬地道 先生 那孩子没死 被封家的人带走了 坐在后座的男人 披着一身雕毛外套 墨镜之下的眼睛闪过一抹音质 男人悠悠地开口问道 杀手呢 半死不活 被封家和尸家的人送去卷局了 先生且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有机会泄露半局 关于您的事 只有死人的嘴才是最安全的 是 我明白了 金发助理早就习惯先生的手段 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先生 那孩子要顺便处理掉吗 封家的实力如何 有点难对付 金发助理诚实地道 封家和石家结亲联手之后 势力变得很强 而且S氏又是他们的地盘 恐怕难对付 男人闻声 语气很是不满 这些人认识多管闲事 明知孩子的身份 还非要插手 看来他们早就想跟我们 卡尔文家族作对 那先生的意思是动手 不用 先刮插一阵子再说 是 回到封家豪宅 小桃子莫过于是全家最开心的 说是要教继恩学本领 但怎么教都没用 于是就拉着他玩起巴比娃娃 全家都很郁闷 妹妹自从参加完婚礼之后 就成天拉着继恩玩耍 从前都是哥哥前 爹爹妈咪后 如今则是小鸡前 小鸡后 别说是六胞胎了 就连封锦城都有点吃醋 才刚把那孩子带回来没几天 就后悔万分 小桃子 你难道就不想跟爹爹玩吗 爹爹 你个头太大了 不适合玩娃娃屋 第一次被女儿嫌弃的封锦城 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忧伤 小桃子 你以前不会这么嫌弃爹爹的 不难听出 他语气中带着几分委屈 小桃子从娃娃堆里抬起头道 爹爹要是想完的话 那就在旁边当一棵大树吧 这里的太阳好大 娃娃们都要晒黑了 曾经他觉得家里最大的障碍 就是六个儿子 现在被带回来的寄恩 反而成为了他们的新敌人 以往小桃子每天撒娇 说三千次的男人 今天居然只沦落到了当一棵树 属实凄惨 他顿时将哀怨的目光 落到寄恩的身上 孩子被吓着了 说抖了一下 娃娃掉到水盆里 小桃子瞒脸的不悦 爹爹 别站在这里 你瞎坏我的娃娃了 你快去找妈咪玩吧 背下逐颗令的风景城 郁郁寡欢 就在他寻思着 要不要找十万言说一下 赶紧将孩子送走 这时 门铃响起 姚子让这是第一次主动上门做客 风景城把人带到书房 刚管上门 姚子让便露出严肃的表情 我查的情报 但孩子之所以被卡尔玩家族气啊 是因为他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 而其中一个人格 就有中毒的玻璃形象 客厅里 寄恩正按照小桃子的吩咐 替巴被娃娃洗澡 他正玩得不亦乐乎 没有注意到 寄恩将娃娃泡进水里的时候 眼神有了些许的变化 屋里的庸人知道 孩子不喜欢被打扰 所以各自忙碌去 以至于寄恩不舒服的模样 完全没有人察觉到 小鸡 娃娃泡太久 会着凉的哦 快拿过来 我替他穿衣服 小桃子说的话 寄恩并没有听到 而他的脑海中 却浮现出了不少的画面 浴缸里躺着的女人 眉心的子弹孔 哗啦啦的流水声 整个浴室都是鲜红色的 恍惚间 他好像看见 娃娃池里的水 变成了红色 深藏在记忆深处的 恐惧和惊吓 缓缓浮上心头 紧接着脑袋一痛 他看到父亲手里 握着刀子 一刀一刀地 对着浴缸里的女人动手 割肉刮骨的声音 伴随着凄厉的求助声音 在耳边萦绕 金恩的眼神 忽然染上了一抹音质 他不自觉地抓住 芭比娃娃的头 根据自己脑袋里 看到的画面 一下一下地拧起来 孩子完全着了魔 手里的动作 一直没有停下 小桃子在旁边 叫了好几声 发现他完全没有反应 沉浸在一种 非常诡异的情绪之中 不由得深深皱眉 石婉言驱送六胞胎上学回来 刚打开门 就见两个孩子 在客厅旁边玩耍 但祭恩的表情 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正试图走过去看个究竟 与此同时 封锦诚从姚子让的口中 听完调查消息之后 二话不说 离开了书房 刚走下楼 就见祭恩 已经拧断了 芭比娃娃的脖子 还想将他的胳膊 和腿都卸下来 两人都没有错过 祭恩脸上 那一抹骇然的 阴质目光 如老鹰般犀利 比狼还要是血 他们顿时想到 刚才所讨论的 情报消息 孩子的精神分裂 正发作了 石婉言也意识到 不对劲 转头看见 姚子让和封锦诚 从楼上赶下来 再联想 祭恩的反应异常 顿时明白了什么 众人见 小桃子 朝着祭恩的方向 走过去 封锦诚正想 开口阻止 石婉言也迈出脚步 要去阻拦 这时 令人更震撼的 事情发生了 噗通一声 祭恩忽然 扑进水里 水花溅起 是小桃子将 祭恩给批晕了 他那毫不留情的样子 仿佛女侠花木兰 将士 把人批晕后 还面无表情地 将水里的 巴比娃娃 零散的四肢捡起来 重新组装 嘴里还小声地 嘀咕着一些话 封锦诚和石婉言 并没有听清楚 他的说话内容 上前把小桃子 跟祭恩拉开距离 小桃子 没事吧 刚才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啊 小桃子 扁了扁嘴 娃娃 着凉了 他没有对你 做什么办 你有没有说上 封锦诚着急地询问 而石婉言 则是为女儿 检查身体 还好 小桃子没有受伤 吉恩根本 还没有来得及 对他动手 就被敲晕了 只见小桃子 视线落在 水盆里的男孩身上 眼中布满了同情 爹爹 妈咪 他好可怜哦 孩子说话的语气 不由得 让两夫妻心疼 封锦诚坚定地说道 小桃子乖啊 从今天起 你不能再跟他玩耍了 贼弟等会儿啊 就让人把他送回去 可是 他没有家 卡尔巴尔家族 会把他嫁回去的 他的爹爹 把他的妈咪给杀死了 家里全是血 小桃子 小桃子很害怕 他不想回家 小桃子说完 封锦诚和身后的 窑子让都惊了 这个消息 是刚才在书房里得知的 根据吉恩的病历报告来看 他精神状态正常的时候 是不记得自己看过父亲行凶的 而十万言听了 更加的错愕不已 小桃子 你这是从哪知道这件事的 刚才 吉恩说的 爹爹妈咪 你们没有听见吗 没有听到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小桃子歪着头 也不知道该怎么详细地描述 语无伦次地道 就是听见了呀 他低头的时候 说了好多奇怪的话 我还看见 他家里的浴室 满地都是血 红红的 小桃子怕怕 不想听了 所以就把他敲晕了 这下 十万言和封锦城 纷纷愣住 刚才吉恩分明沉浸 在自己的情绪之中 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小桃子又是怎么听见 和看见的 十万言貌似想到什么 拉着女儿 跟他对视起来 宝贝 你能听见 妈咪在说什么吗 小桃子眨着眼睛 笑咪咪地道 妈咪 挨小桃子 小桃子 也爱妈咪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七十四集 封锦城看不明白 十万言在做什么实验 忍不住问道 什么情况 咱们女儿 很可能是共感人 共感人 那是啥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二的人 拥有这种体质 他们能够通过连接别人的能量场 感受到对方的思绪 情绪和画面 完全感同身受 封锦城 做梅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神奇的体质 那不就是毒心术吗 姚子让忍不住打岔 补充起来 不 单纯的毒心术 无法感应到对方的情绪 更加不可能做到感动身受 关于共感人的事情 我也听说过 这些人大脑特别容易接受到 其他人的思绪 大多数五岁之前的孩子 都有这样的体质 这跟松果体活跃度有关 确实如他们所说 小桃子不仅能够听见别人的心声 还能够看到 对方脑袋里所想出的画面 甚至还像身临其境般 感同身受 所以刚才他受不住 继恩身上散发出来的负能量 干脆一手把人给披晕 切断声音的来源 他也就能清静一些 封锦城听到这里 不由地松了口气 要是那孩子 敢杀害小桃子 我一定当场宰了他 就算知道他是精神分裂症 也无法宽恕 还好悲剧没有发生 而且小桃子的警觉性特别强 在危险发生之前 总是能够精准地预判和打断 十万言抚摸着小桃子的头 心里还有些后怕 没想到 既恩年纪小小的 就患有精神分裂症 根据心理学分析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 是患者曾经受过剧烈的精神创伤 导致人格发生分裂 分裂出来的另一个人格 是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一般患者病发之后 会拥有暴力倾向 还是将孩子送回去吧 留下来总觉得不安心 封锦城刚提一完 小桃子便开口反对 不行 不可以让他回家 小桃子的反应过于激烈 这让十万言和封锦城 都有些头疼 小桃子 既恩哥哥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好 需要回家休息 不能一直待在我们家里 可是 可是 孩子一时不知该怎样回应 不由地扁起嘴 他刚才清楚地看见 祭恩的父亲有多么的残暴 还看见整个卡尔文家族 对他的态度有多恶劣 放任他回到那样的家 任何一个小孩子 都不可能会幸福的 可是小桃子的语言组织能力 还不够强 没有办法表达出 自己看见的那些画面和感受 站在大人们的角度设想 祭恩是不能继续留住了 否则小桃子的性命也会有危险 小桃子扯了扯十万言的一脚 于其中带着哭腔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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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救他 小桃子很可怜的 他家里没有爹地 没有妈咪 没有爷爷奶奶 姑姑 外公 舅舅 看着孩子求情的模样 两夫妻都心疼死了 不愧是继承了十万言的基因 那骨子里的善良和倔强 完全写在脸上 妈咪 一定有办法救他的 对吗 妈咪 你就答应吧 十万言和封锦承对视一眼 两人在心中都有了答案 姚子让看他们一家僵持不下 自己这个身外人也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 于是便轻声地打岔道 这件事你们慢慢商量吧 等你们有任何需要 再给我拨电话 不过 这件事我要提醒一下 基因的二叔名叫詹姆斯卡尔文 他目前仍在下国境内 很有可能还没离开S室 所以你们最好提防着 那人可不是好惹的角色 交代完毕之后 姚子让便走了 只剩下小桃子抱着 十万言和封锦承 继续求情 哭得稀里哗啦 鼻涕眼泪一同往下掉 嘴里还不断地叫着 爹地 妈咪 真是看得让人心酸 封锦承向来铁石心肠 这会儿反倒是心软了 爷爷 那孩子你有办法治好吗 之前十万言治疗的 都是身体上的疾病 还没有见过他治疗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 所以对此他也不确定 十万言有没有把握能够治好祭恩 十万言沉默几秒叹了口气 啊 要治疗也不是不行 就是手段对于孩子来说 有点太残忍了 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承受得住 什么办法 让他重新经历心理最害怕的场景 不断地重复体验 直到他对这件事情再也没有恐惧的感觉为止 封锦承沉默了 这样的治疗方法 别说是小孩子 就是对于大人来说也是非常残忍的 就没有别的办法 有 虽然没有实践过 但应该能行 在我说的那个办法上稍稍改良一下 采用温和的手段 应该会适合他的 十万言化毙 封锦承还没回答 小桃子就抢着开口 好业 妈咪答应治小鸡了 太好了 我爱妈咪 我最爱妈咪 孩子瞬间高兴地跳起来 手舞足蹈 笑容比太阳还要灿烂 小桃子擦拭掉脸上的泪痕 眼角那抹脚霞的目光 完全被封锦承和十万言捕捉到 夫妻俩一愣 反应过来之后 纷纷表示汗言 为了留下继恩 竟然言苦情细薄同情 这基因遗传 还真是没谁了 就这样 继恩被留下来继续住 姚子让早就预料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明智地提前离开 事情传到了詹姆斯卡尔文那里 令他感到非常的意外 女方出的消息 他们知道了 还仍然要把孩子留下 怎么会这样 是的 先生 他们已经知道孩子有精神分裂症 却还是没有主动联系我们 把孩子接回去 看起来 他们好像是一点都不担心 孩子病发 詹姆斯一边抚摸着怀中的猫 一边皱眉 赵家人可真是顽固啊 先生 要直接上门把孩子带走吗 不 我们不能出面 那样会落下证据 之后处理孩子 会更麻烦 助理文言觉得有道理 好的 那我继续跟进 有任何消息 一定会再禀告 等等 詹姆斯忽然想起什么 拿起助理手中的平板电脑 打开其中一张监控的截图 拉开放大 那是封锦城家附近的街道监控 他指着一抹从屋子里面走出来的身影 问道 这是谁 姚家的继承人 姚子让 他手里的情报网横管 人们收集和追踪室解割地的情报 先生让我放出去的消息 就是放给他的 山姆斯看着姚子让的照片 轻轻地嗷了一声 若有所思 片刻后 只听他淡淡地吩咐 去查他背景 我要他的详细资料 以及他最近 来往的人都有谁 是 姚子让最近来往最密切的人 莫过于封若兰 自从参加婚礼结束之后 姚子让便下定决心认真地追求 于是每天都会准时在校门口接他 封若兰接近下课的时间 就会收到姚子让的信息 让他一起吃饭 封教授 你最近怎么老是刷手机 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看你天天下课就往外跑 你不是住学校宿舍的吗 对啊 教授 昨天我一个朋友看到你的男票 好帅好帅 有空把人带过来让我们瞧瞧呀 刚手起手机 封若兰就被学生调侃 他不由的脸色刷红 不自然地退后两步 你们的实验报告写完了吗 一个个都很闲的样子 是还想让我加重实验的难度吗 教授脸红了 教授真的谈恋爱了 一群胡闹的孩子 差点把封若兰整疯 好不容易终于熬到下课 本以为可以摆脱这群学生 没想到他们竟然缠着他 一起走出校门 你就让我们看一眼吧 就是啊 我们都想看看教授的男票 到底有多帅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七十五集 封若兰头疼得很 我都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 那不是我男朋友 怎么就不是男朋友了 我看起来就这么见不得光吗 突如其来的声音 打断他跟学生们的对话 他顿着话语转头看过来 发现姚子让一身白衬衫卡其裤 出现在面前 思思文文的气质 加上那金丝矿眼镜 更让人看起来像个业界成功人士 那几个缠着封若兰的女学生 看见姚子让的瞬间 眼睛都亮了起来 我的天呐 教授 你男朋友好帅啊 有人忍不住尖叫喊出声 这一生男朋友 直接把封若兰给搞自闭了 巴不得立刻找个地洞钻进去 面对一群大学生的夸赞 姚子让坦然接纳 她望着满脸通红的封若兰 心里很满意 刚才那句话 是她故意说的 就是为了营造这样的效果 封若兰花了好半赏 才反应过来 你怎么 家里厨子炖了鸡汤 我给你送来了 她不想让封若兰有机会解释 非常机智地开口打断 并举起另一只手中的保温瓶 这举动 看得那群女大学生们双眼直瞪 羡慕又嫉妒 教授 你好幸福啊 我要是能找到 像你男朋友这么帅就好了 我们不是 封若兰还想要狡辩 姚子让又一度打岔起来 谢谢你们的夸赞 不过我现在要带你们 封教授去吃饭了 有空再请各位吃顿饭 大家今天早点回家吧 学生们大声叫好 非常识趣地离开 封若兰并没有因此松一口气 反而更加不知道 该怎样面对姚子让 你刚刚怎么会在学生们面前说那种话 我们明明不是 不是什么 姚子让故意装傻 嘴角散发的笑意 却总让人觉得 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哦 我看他们缠着你 还以为你有困呢 所以在没有过问之下 就擅自冒出你的男朋友 姚子让说得冠冕堂皇 封若兰怎么看都觉得不像是在撒谎 姚子让见他真的信了 又接着继续说道 对不起 给你造成麻烦了 不然我现在去把他们叫回来 小心解释一番吧 不用了 封若兰止住他 算了 我明天自己去解释吧 姚子让笑笑 那群孩子刚刚看他的表情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分明已经完全相信 他就是封若兰的男朋友 以后不管封若兰怎么解释 大家都只会认定 他是因为害羞 才会否认关系 如此甚好 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对了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封若兰指着姚子让 刚才举给女同学们 看的那保温瓶 他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给你喝的鸡汤 这 不太好吧 你家里炖的汤 怎么还特意带来给我 姚子让我也笑着反问 这有什么不好的 这样 很容易让你家里人误会 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要是不想让他们误会 也挺简单的 直接把关系落实就好了 啊 封若兰疑惑地看着他 刚才封刮得很大 呼一声的 完全盖过姚子让的 说话声量 姚子让原本还想 壮着胆子 把告白的话 继续说下去 看着他那双 美丽如月的毛子 莫名其妙地 又卡在喉咙里 没什么 走吧 今天我找到了一家 不错的火锅店 这就带你去吃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两人平静地坐上车子 出发去吃火锅 最近这一阵子 姚子让几乎每天都约 风若兰出去吃饭 去过的餐馆 都不带重样的 吃着吃着 去的馆子就越来越远 偏僻的小镇上 海边的 山上的 其他地区的 风若兰怀疑 再这么下去 他们就要把整个 S式的餐馆 全都吃遍了 姚子让故意找 偏远地区的馆子 美其名曰是为了带她吃遍美食 实际上 就是希望能在车上 跟她独处的时间长一些 在狭小的空间里 两人并列坐着 属于她的独特气味 悠悠地传来 令人心旷神疑 每口呼吸 都能让人神昏颠倒 车到一半 姚子让的目光 忽然扫过镜子 神色一顿 眉心微重 风若兰并没有注意到 她的异样 放在心里很久的疑惑 斟酌了老半天 她终于主动 开口问了起来 子让 我有件事 想要问你 姚子让回过神 面色淡定 哦 你问 你现在 有喜欢的人吗 姚子让似乎并没有预料到 风若兰会突然这么直接 愣了半声 然后轻轻地嗡了一声 她继续追问下去 那 对方 知道你的心意吗 也许知道 也许不知道 这话还真不是编的 很多时候 她已经暗示得很明显 但风若兰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出来 这难免令人怀疑 她究竟是装作故意不知道 还是真的不懂 姚子让正琢磨着 要不要把话接下去说 这时候 风若兰又问 那 那 那她知道 你跟我的关系这么要好吗 她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忍不住 扑吹一声 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 风若兰满脸狐疑的样子 显然根本没有看出来 姚子让喜欢的人就是她 难得见你这么关注我的感情事 确实 相处这么长的时间 她是头一次关心姚子让的感情生活 我 我其实是担心你的将来 她说话的声音有些虚 姚子让文言不由地挑了挑眉 担心什么 倘若以后你交女朋友了 她知道你有个女性的好友 一定会吃醋的 到时候难免会吵一顿架 我并不想成为你跟对方之间的导火线 姚子让忍住笑意 认真地回应 你想得挺长远的 很知道 所以 要不 所以 你会吃自己的醋吗 不等她说完 姚子让再度打岔 这问题问得很莫名其妙 风若兰愣了两秒才回答道 我为什么要吃自己的醋啊 你若是成了我的女朋友 会在意我跟你曾经是好朋友吗 你在说什么 还不明显吗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我喜欢的人是你 姚子让壮着胆子 一口气把话说完 话落 她转头看向风若兰 那副完全呆滞的表情 某人已经完全傻住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她吓得语无伦次 其实自己也不是没有怀疑过 姚子让是对她有感觉的 但更多的时候 她是抱着一种逃避的态度来面对 从前上学那会儿 她也曾间接地告白过 那封信至今还被她收藏着 但当时她还没有来得及给予回应 封锦成便介入了这件事情 反对姚子让继续追求风若兰 再后来 风若兰被送出国 两人多年不见 再次重逢 双方早已褪去当年的青色 更不好再提曾经那些情斗初开的回忆 怎么就不可能了 姚子让反问的 你是骗我的 我对你从来不说谎 可我一直以为 我们只是好朋友 如兰 我从来不会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花这么多心思和时间 就算是像凤姐成那样的死打 我也会适当保持距离 所以 我对你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好朋友关系 终于把话说出口 风若兰错愕地瞪大眼睛 她以为这么多年过去 姚子让对她 不会再像当年那样 抱有其他的想法 若兰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七十六集 姚子让总算是豁出去了 她眼里流露着真挚 丝毫没有半点玩笑 我 我是认真的 风若兰露出为难之色 对不起啊 子让 我没有想过这些 经过袁子节的事情之后 我早就决定 不再把心思 放在爱情之上了 上一段恋情带来太多噩梦 以至于如今的她 一听到爱情 就下意识地回避 其实只要细想 就能够看得出来 姚子让对她有好感 但她却选择逃避 无视那些可寻的蛛丝马迹 拒绝知道真相 如今姚子让将 最后一层遮羞布给揭开 风若兰被迫 面对突如其来的告白 只能以拒绝来回应 子让 对不起啊 我不能答应你 不用说对不起 我喜欢你 并不是你的错 姚子让的语气平淡 但不难听出 其实她心里 是有几分失落的 原以为自己做了这么多 在风若兰的心里 或多或少 能占据一丁点的重要地位 却没想到 终究还是她太心急了些 看着满脸愧疚的风若兰 姚子让的心有些痛 却还是故作镇定 浅笑着道 不用觉得抱歉 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 任何答案 我等等接受 风若兰还想继续说些什么 这时 车子后方传来一声剧烈的声响 两人被震得身子 不由自主地往前扑 车子被撞得力度太猛烈 连安全带都抓不稳前坐的人 姚子让及时用手掌 护住风若兰的额头 这才没有让她撞伤 无奈 自己的胸腔 却是撞上了驾驶盘 她痛得闷哼一声 车内的安全气囊 这才徐徐打开 但已经起不了多大的保护作用 风若兰回过神 满脸震惊 子让 你没事吧 没 你有没有受伤 她捂住胸口 暗哑的声音传来 风若兰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应 后头的车子 换了一个角度和方向 再次撞过来 甚至还企图将他们的车子 往路边的沟里推下去 后面那人是谁 对方这是要杀了我们吗 她转头看去 撞上来的那辆车子 是个越野车 车上坐着两个 面目猙獰的光头肌肉男 风若兰很快就察觉出了 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车祸 因为她清楚地捕捉到那两个男人眼底的杀意 姚子让没有时间回答 企图按住她的头 趴下来 别上去 他们可能有武器 话必 她摸了摸驾驶座 试图找出武器 无奈却摸了个空 该死 难得见她暴粗 姚子让向来有个习惯 会在车上留着备用的武器 甚至是随身携带 但因为最近常常出没S大 担心车里的武器会下着风若兰 所以她让属下把东西给撤了 结果却偏偏在这种时候需要用上 刚才大老远 她已经察觉到不对劲 因为认不出对方的身份 姚子让下意识地判断 对方的目的只是跟踪尾随 结果没想到 人家竟然毫无预兆地袭击过来 那究竟是什么人 姚子让的胸腔 横得一时间脑子转不过来 子让 他们好像要把我们推进那个水沟里面 风若兰并没有趴下 而是拿起手机 努力克制内心的恐惧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哥 没用的 来不及了 等风景城赶过来 他们都已经成为冷冰冰的尸体了 那 那怎么办 风若兰的声音有几分慌乱 但李智告诉自己 越是危机时刻 越是不能慌 于是她没等姚子让回答 就解开安全带 快 子让 我们从另一侧跳下去 不能被他们这么推下水沟里 姚子让正有此意 让人解开安全带 从驾驶座的另一侧打开门 她二话不说 跳出去 然后回头 牵风若兰的手 一边跑 一边拉着她 这动作看起来难度并不算太高 可姚子让刚才撞伤了胸腔的肋骨处 导致自己每吸一口气都疼得要命 尽管如此 她还是坚持不放弃将风若兰救出来 放心跳 我在这里接住你 就在风若兰咬着牙 跳出车外之际 后头车子里 其中一个光头肌肉男 发出了一枚子弹 姚子让的瞳孔一缩 下意识的动作 将风若兰往自己的身上扯 电光火石之间 子弹从风若兰的发丝间擦肩而过 她扑倒在她的身上 紧接着姚子让切力弹跳 拉着风若兰一同往路旁的小山坡 直接滚了下去 一连串的动作丝毫不带停顿 普通人根本无法反应过来 风若兰被紧紧地护在姚子让的怀中 往山坡滚下去的时候 好几次差点被尖锐的石头刺伤 结果全都被她护着了 直到天旋地转结束的时候 风若兰回过神 姚子让这才吃痛地松开手 她一抬眸 发现男人全身都是伤 自让 先别碰 我背后有一间石头 她吃力地低声喊着 风若兰的手停在半空中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结果湿线一撇 泥土上竟然都沾着血 自让 你 你流血了 我知道 风若兰低头找手机 却发现手机掉了 她四处查看 找到掉落在地上的手机 然而手机屏幕已经碎裂 完全打不开 这下 她再也压制不住着急的情绪 眼眶顿顿时湿润 嘴里不停地呢喃着 怎么办 姚子让的声音打断她 快跑 上面那两人还没有放弃 等他们追下来 又逃不掉了 我 我扶你起来 不 你自己跑 我受重伤 跑不了多远 不能拖累你 姚子让吃力地说着话 风若兰更是不愿意 不 你不走 我也不走 现在不是在玩剧本杀 若兰 听话 别管我 我不能让你的性命 也受到前脸 她苦苦地哀求着 金丝矿眼镜的镜片 早已有了裂痕 却挡不住 她对风若兰流露出 炙热又真切的眼神 风若兰眼底被雾气萦绕 她强忍住泪水 咬牙 伸手将咬子绕 从地上搀扶起来 行了 你别说话了 我风若兰 绝对不可能丢下你一个人 不管的 姚子让感觉到身体被拖起来 尖锐的石头拔出 血柱飞起 她疼得倒吸一口气 差点就要昏迷过去 风若兰虽然不是学医的 但起码也知道急救的基本原理 她迅速地撕下自己的衣角 按住那伤口 然后扶着姚子让 一拐一拐地往丛林走进去 丛林里没有平地 走起来磕磕绊绊的 姚子让强忍着身体的疼痛 绷紧下恶线 在风若兰的搀扶下 一拐一拐地往深林逃 果然如姚子让所说 那两名光头男 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顺着一条爬山绳子爬下来 风若兰回头的时候 看见对方快要下来 吓得脸清纯白 努力地加快脚步 若兰 你把我放下吧 子让 你先别说话 我们一定能够逃出去的 他们有备啊二兰 目的是我 不是你 你若现在逃出去 还有一些神机 你还有力气说这么多话 就肯定能逃出去 总算意识到风若兰的固执 姚子让本该高兴的 但却高兴不起来 她开始后悔自己大意了 因为过于自信 因为过于急躁 导致自己酿造了大错 就比如刚刚在车上的告白 还有自以为是只是跟踪 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 对不起 姚子让垂下眸 你哥说得没错 我果然连累你 风若兰的目光一愣 忽然想起前不久 她跟风景城在邮轮上的不欢而散 原来她们说的是这个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七十七集 还不等她来得及回答 姚子让忽然停下脚步 放开风若兰的搀扶 别停 他们要追上来了 在这里等我 你要做什么 我去把他们解决掉 这样很危险 子让 子让你回来 风若兰想劝她 结果她头也不回地 往那两名光头男子的方向走去 后背的衣服布料 已经浸染了血迹 可见伤口不是一般的深 她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努力地挺直腰背 明明已经很疼 却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风若兰急得快要哭了 她很想现在跑过去 把姚子让给扯回来 可是姚子让豁然发狠 猛地加快脚步冲上前 两名光头男刚落地 就看到姚子让的身影 愈发靠近 两人正准备掏出武器 奇料她已经一个飞腿踢过来 直击脑袋 我 碰的一声 两人同时被踢到 碰巧落在刚才刺伤 姚子让的尖石上 碰得再次闷横 姚子让再度上前 狠狠地踩着两人的胸口 不让他们上前 两个光头男 痛得忍不住哀嚎 其中一名男子 从腰间掏出刀子 试图插向姚子让的小腿肚 顺料 他敏锐地翻了个身 躲开刀子的攻击 又迅速地 把对方的刀子踹飞 我不会再让你们 有第二次偷袭成功的可能 姚子让居高临下 冷冰冰地看着两人 那也要看你 有没有这个本事 两名光头肌肉男 很是不服 吃力地爬起来 背部的伤口 传来剧烈的疼痛 他们同时倒吸一口气 姚子让笑了 让你们也尝尝 我的痛 怎么样 爽吗 他知道自己背部带着伤 体力有限 刚才踹出去的脊脚 已经耗尽了力气 好在力气没有白花 痛也没有白忍 现在三人都受了伤 拼的就不再是力气 而是战术 该死的 我们今天就让你碎十八段 其中一个光头男说完 咬牙切齿地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子 随后朝着姚子让扑过来 姚子让轻易地避开攻击 另一个男人也跟上来 三人展开了令人惊心胆跳的搏斗 风若兰站在远处心里慌得很 不知道自己此刻该怎么做 他很想开口让三人不要打 但知道自己这么做 只会导致咬子让疯心 所以更加不敢乱说话 三个男人的打斗 一点也不留情 不是电视剧里那种借位似的 拳拳到肉 一点都不带含糊 站在大老远 都能够听到拳头的声音 尤其咬子让的拳脚 落在对方身上时 发出的那骨头歌之响 更是令他心惊不已 陡然间 其中一名男子 莫名其妙地爆发了洪荒之力 缠着咬子让搏斗起来 然而另一名同伴 却是悄悄地绕到咬子让的身后 趁他没注意 悄悄捡起地上的武器 风若兰的心头一颤 下意识地大喊 子让 注意后面 那个光头男原本想要偷袭咬子让 起来要被抓包 立刻就将攻击目标 转移到风若兰的身上 对着他举起手中的武器 风若兰瞪大双眼 还没来得及躲 这时候忽然感觉到 小腿被石头弹了一下 轰制不住身体往前倾 跪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 砰的一声在林间响起 紧接而来的是连续性的砰砰声 丛林中的鸟儿受到惊吓 四处飞走 风若兰抬起头 惊讶地看见两个光头男人都被打趴在地上 痛苦地嚎叫着 风若兰看得出来他动了杀心 着急地大喊 紫让不要 姚紫让的手微微一顿 转头看见趴在地上的风若兰 脚急的脸蛋上写满了恐惧 不要杀人 风若兰祈求着 仿佛此刻面临死亡的不是别人 而是他自己 姚紫让不由地收紧下恶线 随手抄起地上的刀子 狠狠地插在两个光头男的腿上 凄厉地叫喊声 划破丛林的宁静 他丝毫不带眨眼 刚插了一刀忽然想起什么 转头对风若兰大声地嘱咐道 转头 闭上眼睛 风若兰没有忍心看这么血腥的一面 吓得闭上眼睛转过身去 他看不见姚紫让在做什么 只能听见那两个男人的呐喊声 愈发凄厉 此起彼伏 比厉鬼还要惊悚 不知过了多久 姚紫让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走吧 风若兰吓了一大跳 条件反射地往后退了几步 他正想转头 看那两个还在嚎叫的男人的状况 结果被姚紫让用布满鲜血的手掌挡住了视线 如果你不想留下一辈子阴影 没晚上做噩梦 现在赶紧往前走 不准回头看 姚紫让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冰冷 这声警告 令风若兰吓得缩了缩脖子 不再回头去看 然后拉起姚紫让就跑 姚紫让原本想要把手收回的 却是被他紧紧地攥住 一股复杂的情绪油然而生 刚才他条件反射的动作 一丝不差地被姚紫让捕捉到了 那双向来美丽如月的眼眸 对他流露出了惊恐万分的目光 他仿佛能从他的眼睛里 看见自己是一只恶魔 从地狱来的恶魔 企图将下凡的仙女往下拽 仅仅是一闪而过的眼神 便足以让他感觉到痛心和窒息 而此时 他却紧紧地拉着他的手 看起来就像是要努力将地狱边缘的他 就到天堂去 风若兰刚拉起姚紫让走没多远 忽然觉得身后的人停下脚步 还没转身 牵着的手一松 姚紫让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紫让 紫让 他猛地回头 想把男人搀扶起来 谁知却发现他已经昏倒过去 姚紫让背部的伤口很深 没有及时处理好 加上打斗的时候 产生肌肉拉扯 而导致湿血过多 体力早就透支 现在还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 就已经失去意志昏过去 风若兰眼里的泪水顿时夺筐而出 紫让 紫让 紫让你醒醒 你快睁开眼睛 你别吓唬我呀 无论他如何拍打他的脸 姚紫让一点反应和意识都没有 苍白的面容透露着虚弱 好在 呼吸还有 可天宫不作美 就在这时 丛林里的树 发出了沙沙沙的声响 数秒后 雨水猛然哗啦啦地倾盆而下 直接打在他们身上 风若兰的心一紧 姚紫让受了伤 不能淋雨 否则很有可能会发炎感染 他咬着牙根 用力地将咬子让搀扶起来 抬眼看去 丛林里四处都是树 忽然有一棵庞大的老树 吸引他的注意 老树的树根 是好几个成年人的腿那般粗 树根下的泥土被人挖过 像是采集什么东西 而遗留下来的大坑 只不过 里面又被石头堆了起来 空间刚好能够容纳两个人 避雨刚刚好 风若兰立刻把姚紫让背起来 跌跌撞撞地朝着大树坑走去 哗啦一声 刚抵达树坑 雨势更大了 他和姚紫让的衣服都已经被淋湿 血迹渗透出来 伤口似乎又裂得更开了 风若兰绷着一颗心 没有时间慌乱 他脑袋中想起自己曾经参加过的科研项目 直到山上很容易能够找到止血功效的野生草药 刚想到这里 他便立刻做了决定 低头对着昏迷中的姚紫让 郑重地说道 你在这儿等我 我很快回来 说完 人已经跑出大树坑 冒着大雨 四处找草药去 丛林中到处都是树和草 要在大片绿色的草堆里找到草药 对于风若兰来说 还是非常困难的 毕竟他不是医者 也没有在山中采药的经验 顶多就是在温室里培植盆栽 用来做实验罢了 大雨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地上的泥泞和草都打滑了 使他好几次都没有站稳 整个身子往前扑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七十八集 风若兰爬起来 发现身上被擦伤了些许 但他丝毫没有止步的想法 满脑子都是咬紫绕 紫绕 你要撑住 等我 我一定会找到草药的 像是在对他说 实则是在给自己鼓励和希望 风若兰只要一想到姚子让 是因为他才受的伤 心里就特别难受 他从未见过 他受伤虚弱的样子 记忆中 这个男人一直都是干干净净 斯文优雅的 今天 他却展现出了另外一个模样 与人搏斗的时候 眼睛里散发出来的光芒 又狠又毒辣 宛如身处战争中的将军 杀戮四亿 等风若兰找到草药回来的时候 姚子让已经开始发烧了 与世小了些 但大树坑里有淹水的去世 他集中生智 用石头在树坑外面堆了起来 把流进来的水阻隔在外 然后又来来回回地抱了几颗大石头 铺在一起 给姚子让趴上去 脱衣 倒药 敷药 没有干净的纱布 手足无措的他 只能用手按住 深怕自己没有帮他治好血 忐忑不安 男人的身体很烫 发烧不止 他隐约看见姚子让正在颤抖着 似乎是因为感觉太冷 两人的衣服都已经淋湿了 外头的雨虽然变小 但却没有停 既没有干净温暖的衣服 又没有生活的工具 风热兰忽而想起什么 低头看见自己湿透的衣服 裤子 眼里流露出几分犹豫 心头一沉 半晨 他眸底闪烁 什么都没说 开始脱下自己的衣服 一件又一件 已经找不到 比身体更温暖的东西了 不仅姚子让正在发烧 他也因为淋雨而受凉 就算现在背着姚子让出去 都不一定能够走出丛林 唯有赌一把 稀里里的雨声终于停止 太阳下山 天色昏暗 重鸣声四起 像交响乐般演奏着 最后一滴雨水 顺着夜间滴在姚子让脸上 长洁微颤 剑眉粗了一下 意识逐渐回来 他缓缓地撑开沉重的眼皮 视线模糊又昏暗 看不清自己身处何处 空白的脑袋 还没有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事情 姚子让就发现 自己似乎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 有点沉 却又感觉很软 他吃力地偏过头 一股温暖的气息扑鼻而来 田静的脸孔猛然映入眼帘 姚子让不由地一惊 若 刚开口发出暗雅的嗓音 他震惊地发现 风若兰趴在他的背后 小小的脑袋 垂在他宽厚的肩膀上 昏睡过去了 甚至呼吸有点沉 姚子让刚觉察到这件事 便惊愕地发现 他们两人的身上 竟然一件衣服都没有 软乎乎的触感 像涟漪般蔓延开来 直击大脑 他顿时全身肌肉僵住 努力地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只记得自己跑着跑着忽然昏倒 受了重伤 且失去意识的他 不可能有力气对风若兰 做出那种不道德的事情 那这是 姚子让还没有 想明白 背后的女人忽然颤了颤 睫毛 她以为风若兰苏醒 吓得完全不敢动 然而女人并没有 醒来的迹象 发出一声音宁之后 身体下意识地挪动一些 肌肤的触感 令姚子让得大脑神经 崩得老紧 单身将近三十年 这是她无法言喻的滋味 男人忍不住咬紧牙 她能感觉到风若兰身体温度很高 似乎是发烧的状态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替她取暖 结果 她退烧了 却是换她发烧 风若兰无意识地蹭了几下 姚子让已经完全无视背部的伤口有多疼 全身上下 最刺激大脑的 竟然是她和她肌肤相贴的触感 血液顿时沸腾 所有兴奋的情绪 都朝着腹部奔去 她滚了滚猴结 咒骂了自己一句畜生 活了这么多年 这是姚子让为数不多的手足无措 完全不能动她 男人紧紧地握拳 闭着眼睛 低头开始背诵 太上老君说长青尽经 大道无形 声欲天地 一分一秒过去 不知是她背诵的声音太大 吵到昏迷装的风若兰 有了些许的反应 她再次动了动小脑袋 手下意识地伸出去 当一双手臂 环抱住姚子让那剑朔的身躯时 男人终于停止背诵 姚子让 你就是个大畜生 低声对自己咒骂完之后 只见姚子让 豁然使出力气翻身 直接把背上的女人 按在身下 晨光渗透在树叶的缝隙间 滴滴答答的水声 伴随着虫鸣鸟叫 唤醒着整片丛林 一只小虫子落在风若兰的耳边 挠了两下又飞走了 她蹙了蹙眉 意识缓缓地被拉回 才刚睁开眼皮 她发现自己被姚子让紧紧地搂抱着 动弹不得 两人的胸口紧贴着对方 卸掉金丝矿眼镜的姚子让 面容俊朗 即便是沉睡中 眉宇之间仍旧流露着锐气和灵力 风若兰陶醉了几秒 才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大吃一惊 身体往后缩 于是姚子让便被她惊醒了 姚子让刚睁开眼睛 就看到她满脸惊慌失措的表情 像森林中受惊吓的小兔子 格外地惹人脸 连带着腹部也逐渐被唤醒意识 她第一时间松手放开风若兰 而风若兰挣脱束缚之后 立刻退开 用手捂住自己的身体 满脸通红 连看都不敢看姚子让 姚子让撑着身体缓缓地坐起 背部的伤口才刚刚结痂 得小心翼翼才不会再次扯伤 你 你昨晚发烧了 我 我 放心 我什么都没做 尽管她有一度控制不住自己 但最后理智还是让她及时停下 趁人之危 不是正人君子 哪怕姚子让深知自己的君子形象 不过是刻意在风若兰面前伪装出来的 却还是不想打破那层面具 喜欢一个人不该毁了她 这是底线 所以最后姚子让只是紧紧地搂住她 用自己的体温来给她取暖 然后不停地对自己说不能超越底线之类的话 一整夜 除了相拥入眠之外 什么都没有发生 当然 某些不可控的肌肉反应还是会有的 比如现在 风若兰本想再继续问些什么 结果刚转过头来 目光无意识地秒到男人身上最异常的地方 她脸色刷得一白 但耳根却是红透了 气氛一度非常尴尬 姚子让从石堆上找到衣服 二话不说 把半干的裤子穿上 然后将差不多干透的上衣扔给风若兰 暂时穿上这个吧 我去找树枝回来生活 等你的衣服烤干 我们就离开森林 风若兰面红耳赤 觉得不好意思 须又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妖子让说完 就爬到外面去了 把风若兰留在树坑里 她望着她那光着上身离去的背影 尤其是仙红结痂的伤疤 心情复杂至极 昨晚的记忆也随着慢慢地浮现 是她发现自己跟姚子让都发烧了 担心穿着湿衣服会加重情况 所以才将两人的衣服全部脱掉 姚子让的衣服裤子都是她闭着眼睛脱的 她记得自己当时是浮在她背后来着 不明白为什么一觉醒来 却变成自己被男人抱在怀中 姿势过于地亲密 导致风若兰一时间慌了阵脚 纵使曾经有一次恋爱经验 她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 依旧很模糊 完全没有经历过那回事 以至于刚才看见不该看的东西 让她产生了无法言说的震撼 别想了 别想了 什么都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579集 进行了一番自我催眠之后 风若兰总算是暂时性的忘却 把那些丢人的记忆全部都埋起来 才穿上姚子让借她的衣服 姚子让很快就回来了 一回来就见风若兰穿着她的衣服 因为是男装 版型稍大 穿着像裙子 挂在她纤细的身上 有些松狂 虽然有不少斑驳的血迹 但勉强能够遮蔽 将就着穿 没什么大问题 从前听人家说 当一个男人看见喜欢的女人 穿上自己的衣服时 会有股莫名的兴奋和激动 姚子让这一刻 总算是体会到了 差点就像昨晚那样 忍不住内心的冲动 上前把这女人给按住 她接收到她的眼神 四目交接 闪烁了一下 两人同时躲开眼睛 那个 你从哪转来的打火机啊 风若兰怯切切地问 但视线却是落在其他的地方 完全不敢看她 那俩关头男走了 姚子还在 我顺着昨天她们留下的绳子爬上去 在她们车里找到打火机 风若兰听得一愣一愣的 你 你不是受伤了吗 这点伤还能忍 疼了一天 对她而言也算是习惯了 只不过爬上去的时候 还是不小心扯到背部 伤口开裂 疼得她倒吸一口气 差点没有抓紧绳索 姚子让捡了一些树枝 生火 起架 又把风若兰的衣服 用树枝织起来 开始烘烤 其实她们本可以一起 顺着路回去的 但姚子让并不想让风若兰 穿着湿冷的衣服 免得再度感冒 其次 她现在这样 想必也不敢离开树坑 万一跑出去碰上别人 我说会不会害羞 遇到意图不轨的男人 那可就麻烦大了 为了安全起见 姚子让非常认真的 将风若兰的衣服烤干 你看起来 很熟练的样子 风若兰的声音传来 她抬眸顺着视线看去 见她那红瀑布的小脸蛋 有股伸手 想要掐一下的冲动 以前喜欢露营 去过珠穆朗玛峰 还有世界各地的山 这种野外生存技能 是必修客 风若兰嗷了一声 两人再度陷入沉默之中 火焰霹雳啪啦作响 衣服终于红干了 她正想开口说些什么 就听见风若兰那边 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 饿了 男人低沉的嗓音 格外地温柔 她不好意思地点头 我去看看有没有野兔 不 不用了 风若兰立刻阻止 引来姚子让疑惑的目光 兴许是想起 她昨天搏斗的狠劲 风若兰觉得 那样的姚子让看起来有点可怖 所以有点抗拒再见她杀生 那个 我不想吃肉 你帮我找些果子来就行了 姚子让调了调眉 从她眼睛里似乎看出了什么 但还是没有拆穿 丢下一句在这里等我 便去找食物去了 等到风若兰换好衣服 爬出树洞时 忽然听到附近 有稀稀素素的脚步声 她警觉地躲起来 悄悄地张望 发现竟然是昨天那两个光头男 在丛林中 一瘸一拐地走着 其中一个男人的手里 拿着沾血的刀子 还有一只脖子断了的鸟 风若兰的心里咯当一声 两个男人前进的路 貌似就是姚子让 刚才离开的方向 万一姚子让找到食物回来 跟那两个人再次碰上 岂不是免不了 再发生一次厮杀 她的心里正在担心着 这时就瞥见两个男人 忽然停下了脚步 风若兰一抬眸 就见姚子让 正从丛林部远处走回来 那两个男人早就看见了她 吃着上身露出剑朔的肌肉 手里提着一串果子 看似常年住在森林里的猎人 两名光头男人 在注意到她之时 便停下脚步 立刻找了一棵大树躲起来 悄然埋伏 而这一切动作 正巧都被风若兰看见 她望着那两个男人 从兜里掏出了几枚细小的暗器 长得像是四角星的刀片 等待机会偷袭 而姚子让 还朝着大树坑的方向走来 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异样 这可把风若兰给挤坏了 她清楚地看见 那两个男人在刀片上 涂了药粉 部分药粉洒落在地上 几根草瞬间化成了黑色 很显然那是剧毒 眼看姚子让逐渐靠近 两个光头男不由地警惕起来 掐准时机准备进攻 风若兰的心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越响越慌 就在这时 她集中生智 从地上捡起了几颗石头 狠狠地朝着两个光头男人的方向 扔过去 啪哒 几颗石子打在树干上 掉在其中一个男人的头上 姚子让听觉灵敏地动了动耳朵 那位被打中光头的男人 忍不住开口咒骂起来 妈的 是谁在偷袭 刚才那两个男人正把所有的专注力 都投注于姚子让的身上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还有别人 也正是因为过于全神贯注 被石头打中的时候 难免吓了一跳 控制不住地大声咒骂起来 在男人刚要站起身 查看是谁搞偷袭之际 同伴立刻拉住他 两人刚意识到自己暴露了埋伏的位置 转头便发现 姚子让的身影居然消失在丛林中 人哪 刚才明明还在那里的 靠 居然还狗声灯击西这一处 去后面看 刚才非没有人从后面偷袭我们 说不定你就是那个女的 两个男人刚站起身 准备朝着风若兰所在的位置走去 这时身后传来沙沙声 他们下意识警觉地往后面看去 却不想迎来的是姚子 让同空飞起的两脚扫踢 我 两个男人猝不及防 各自挨了一脚 湿痛地往后倒下去 姚子让丝毫不给他们机会 不知从哪抄来的树枝 用尖端狠狠刺在他们腰间 其中一个男人 飞快地将刀具甩向了姚子让 他敏捷地闪开 却不慎扯到背后的伤口 反应迟了半秒钟 刀气在他胳膊上滑出了一道小小的疤痕 刺痛伴随着灼烧感而来 他顿时意识到这暗器上有毒 第一时间往后退了几步 停下来止住胳膊上的血液 不让毒素在体内蔓延开来 快去抓住他 把他杀死 被刺伤腰间的那个光头男 面目猙獰 同伙从地上爬起来 正想再举起另一枚刀器 对准姚子让进行攻击 这时 后脑勺传来重重的一击 呜 砰的一声 根本没有来得及看清楚 究竟是谁在投袭 他已经被风若兰给敲昏 躺在地上血流不止的那个光头男 见同伴倒下 正想拿起吊在地上的刀器 结果却是被风若兰抢走 抵在他的下巴处 男人抬眸 就见他浑身颤抖着 故作凶狠的模样 快说 血药在哪儿 他问了一句 光头男并没有正面回答 跟进说 那位被威胁的光头男 捂住自己流血不止的腰 忽然裂出笑容 我不说 你有本事就杀我 哈哈 男人早就看准 风若兰是个心软的女人 于是豁出去拼一把 只要再撑下去 瑶子让伤口上的剧毒蔓延开来 就算是送到菩萨面前 也是回天乏术 她的任务 就是把瑶子让弄死 若是没有完成 死的就是她和同伴 所以这次的任务 他俩势在必得 若兰 快过来 别靠近她 瑶子让刚止住血 抬头看到风若兰 竟然握着那枚 沾了毒的刀器 心顿时被高高地悬起 她试图让她连忙收手 然而她却是固执地 不听劝 快告诉我 血药在哪儿 你若是不说 我现在就把刀器 捅到你的身上 风若兰扬声大吼 明明想让自己 看起来更凶狠一些 可说出的话 却是带着颤音 她的手颤得 像是帕金森 这举动 更是惹得光头男 笑声不止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八十集 这件男人 故意将下巴抵得更近 风若兰 下意识地将刀器收回 你有种 就把我杀了 反正我身上没有解药 今天你男人 必死无疑 我不信 你既然有毒药 你就必定有解药 那你可以试试 在我身上划一刀 如果我死了 那就证明我没有解药 你就是杀人凶手 怎么样 你想不想试试看呀 男人的声音 邪恶得像是神话故事里 蛊惑人心的毒蛇 他知道风若兰 没有那个胆子下手 而事实也是如此 风若兰本就是 心地善良的女人 从未见过 这样黑暗的场面 别说是杀人了 就连杀小动物的勇气 和狠力都拿不出来 就在他正犹豫不决的时候 光头男人飞快地伸手 抢过那枚刀器 试图反攻而去 小心 妖子让大喊一声 电光火石之间 他迅速扑来 夺走风若兰手里的刀器 连同自己刚刚被划伤的那把 两枚暗器 双双插在光头男人的腿上 动作快地 只剩下残影 光头男人本来就受了伤 在这么快的攻击速度之下 他丝毫来不及闪躲 凄厉痛苦的叫声 划破丛林 受了惊吓的鸟儿 惊慌地四处逃窜 风若兰完全没有料到 姚子让会突然这么做 吓得大叫一声 子让 他嘶吼不理会风若兰 通红的双眼 蹲下来狠狠地掐住对方的脖子 声音低沉的 像是阎王将士 你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对他动手 昨天是你 今天也是你 我姚子让的底剑 容不得你一而再出反 你 你 光头男人被掐得满脸通红 说不出一句话 他腿上的伤口很深 加上腰间的血流不止 风若兰健壮 吓得脸色惨白 子让 快住手 他要死了 然而姚子让 似乎听不到 他劝阻的声音 掐着光头男的手 越发用力 每个字句 都是咬牙切齿 说出来的 现在 你若是有解药 就立刻交出来 大不了我们一块 毒死在这里 不过你放心 我会让你和你同伴 先向黄泉 住手 子让 你别再掐了 我们在一起 想办法解毒 绝对能够逃出去的 那位被掐着脖子的 光头男人 颤抖着手 试图从姚子让的 手里挣扎开 却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男人就像是着了魔似的 连封若兰在耳边阻止 都完全听不进去 住手 子让 子让你清醒点 他快要死了 封若兰急得上前去扯开他 然而他依旧纹丝不动 直到光头男人 感觉到视线愈发的 模糊之时 伸手指了指同伴的方向 纵使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 姚子让却是看懂了 他立刻松开 掐着对方脖子的手 冷冷地俯视道 还说不说 说 在 在他身上 光头男人指着自己同伴的方向 另一只手摸着自己通红的脖子 大口大口地喘气 封若兰文言 想要起身去翻找另一名光头男的口袋 及时被姚子让阻止 别动 让他亲自去找 冷冰冰的声音落下 吓得风若兰不敢动他 深怕这光头男身上 有什么更危险的武器 他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姚子让揪住那位被捅伤的男人 来到同伴的身边 重重地将他扔在地上 找出来 更耍我 就亲自送你们去死 此时的姚子让 已经完全没有了平常那玉树临风 具有山式风度的模样 他浑身散发出来的那股力气 令人见了顿时打颤 犹如拜见阎罗王 冯若兰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小心翼翼地站在他们身后 视线落在姚子让背后 那扯开的伤口上 心里狠狠地一冲 他明明已经这么多伤口了 却还是忍住疼痛来保护他 这时光头男从同伴身上 找到了一瓶药 男人战战兢兢地举起药瓶 姚子让没有接过 他自然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光头男乖巧地打开瓶子 当着姚子让的面 吃下两颗药丸再递过去 姚子让眯了眯眼 伸手接过 他并没有当场服药 而是转身对着风若兰道 我们走 话必 他丝毫没有给风若兰拒绝的机会 牵起他的手往另一个方向走 子让 你赶紧把药吃了 不能耽误呀 不急 怎么不着急 他们用的毒粉落在地上 整片草瞬间萎靡 这一定是剧毒 你得赶紧服用解药才行啊 他们既然会把这种剧毒 带在身上 肯定不会带解药出来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刚刚也服了 风若兰的话说到一半 忽然想起什么 连忙转过头往回看 果不其然 只见那位光头男人倒在地上 吼吐白沫 不省人事 他才看了一眼 就被姚子让用手挡住视线 这种闯面 不是你该看的 生在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 犹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处于你而不染 姚子让并不希望这样干净 纯洁的风若兰 被那些血腥和黑暗的画面 带了阴影 显然已经晚了 他吓得不轻 嘴里说话的声音还在颤抖着 他 是不是死了 像是受到极度惊吓的小孩子 那哽咽得快要哭出来的声音 夹杂着坚强的意志 这样的他莫名地令人心疼 姚子让得猴结一紧 出去之后 我们不要再见面 以后装作不认识我 我会保护你一生平安 风若兰陡然攥紧她的胳膊 眼里满是着急 你已经知道 他给你的不是解药队吗 那男人故意拿出另外一瓶毒药 当着我们的面服下 你明知道他是故意要陷害你 若是警方找到尸体 又在你手里找到毒药 你就脱不了嫌疑 明知道这是陷阱 你为什么要从他手里拿过来 姚子让的眼睛闪烁了一下 他没有料到 风若兰竟然能够看出其中的端倪 只是这问题并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 如果我不拿 那么被栽装的人就是你 风若兰一阵错愕 说得没错 如果刚才姚子让没有接过那瓶药 风若兰一定会当场接过的 他当时没有看出那瓶药有诈 如果是他拿了瓶子 最后光投男毒性发作身亡 尸体被警方发现 那他绝对逃不了嫌疑 姚子让为了不把他拖下水 明知道是陷阱 自己却跳下去 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该走了 他并不想继续留在这里讨论这件事 强势牵起风若兰的手往前走 刚才去找果子的时候 姚子让已经探好了路 本来打算先让他填饱肚子就走 其料回来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还好风若兰没事 如果那两个光投男发现的是他而不是他 恐怕就不是现在这样的结果 想到这里 姚子让的心不由得一阵后怕 子让 你到底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你快停下来 你胳膊的伤口快要止不住血了 风若兰急哭的嗓音 把他拉回神 他转头看见他捧着他受伤的胳膊 哭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没有解药 那你怎么办 要不我们回去看看吧 或许那两个男人的身上会有解药呢 没事 姚子让的声音忽然温柔下来 仿佛刚才那副浑身力气的模样只是一个假象 可是你 风若兰说到一半 话就止住了 泪珠子啪哒啪哒地滑落 心疼得窒息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我给你吞后腿了 如果他再强一些 再狠一点 就不会把姚子让害成这样了 像大嫂那样 能打能一 在大哥的身边犹如天作之河 而他就跟废物似的啥也不会 最后他连累了姚子让 要说拖后腿 我才是最可护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八十一集 姚子让忽儿失效 语气里的无奈超过他这一辈子积攒的 对不起 如兰 是我把你拖累了 你哥说的没有错 你跟我在一起 只会不断承受这些莫名的危难 还好你没有答应我的告白 离开以后 我会离你远远的 不会给你添麻烦 闭嘴 风热兰打断他 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你 是 你没有责怪我 但我被自己良心谴责了无数次 这分明不是你的问题 谁都意料不到 自己何时何地会被人追杀 更何况这件事 就算警方调查上来 你也有充分的理由 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 而不是蓄意谋害 我会亲自上法庭 为你作证的 风热兰阵阵有词地说着 姚子让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忽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 原来被自己喜欢的女人维护着 是这种感觉 她见她神情忽然变得严肃 连忙打着话语 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 不料下一秒 男人低头稳住了她 妖子让得稳很短暂 结束后她什么都没说 继续牵起她的手往前走 风热兰迟迟没有回过神 脑子里全是刚才被姚子让吻的画面 尽管只维持了五秒钟 但那一刻仿佛停留了整个世纪 她的心到现在都还在剧烈地砰砰跳 嘴唇似乎还残留着一丝余温 比肩隐约还能嗅到姚子让的气息 喜悦和苦涩参半 望着被她紧紧牵着的手 有种特别安全踏实的滋味 在心头蔓延 这是喜欢吗 她忍不住往下思考 发现自己脑袋打了个大结 得不到一个完美准确的结论 子 子让 风热兰忍不住低唤了一声 男人的背影一顿 转头看过去 不知怎的 到嘴边的话 忽然又说不出口了 她支支吾吾地道 你 你身上中的毒 怎么办 不碍事 姚子让的语气很平淡 等发作的时候再做打算 那 那怎么行 会出人命的 死亡是迟早的事 风热兰还想要劝说的 但姚子让已经转过身去 两人特别有默契地不再继续交谈 一直往前走 由于姚子让先前已经探过路 两人很快就找到路 终于走出丛林 发现附近的一个小村落 村落里的居民 看见全身血迹斑斑的姚子让 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还好 她收敛了一身的力气 恢复平常那风度翩翩的气质 加上身后还有温柔咸静的风热兰 居民们才没有将他们看作是坏人 大家还以为两人在丛林中碰到野兽袭击 非常好心地收留 甚至还替姚子让做了简单的伤口处理 风热兰和姚子让都非常有默契地 不提及他们在丛林中发生过的事 然而 村子里的房子是全村一起建的 每户只有两个卧室 好多户都是一家好几口 根本就腾不出空间 来收留姚子让和风若兰 唯一一家能够腾出房间来的 还是一个独居的老太婆 老太婆的孙子 前年去城里打工了 常年不回家 家里有空房间 还留下不少衣服 她非常热心地 找了件合适的衣服 给姚子让换上 我家孙子的卧室里有张大床 你俩若是不介意 就凑合一下睡吧 还好你们是恋人 睡在一起没有问题 要不然 村里其他虎人家 都找不到地方给你们睡了 老太婆的话 让风若兰尴尬了几秒 她正想着该如何跟老太婆解释 于是姚子让淡淡地道 你睡卧室 我睡客厅 啊 这 这不好吧 你身上还有伤呢 老太婆见两人欲言又止的模样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道 没事 你们年轻人呢 自行决定 放心 咱们村里人思想开明 不会乱嚼舌根的 说完 老太婆便去田里干活去了 被留下的姚子让和风若兰 再度陷入沉默的气氛之中 不知为何 她感觉姚子让似乎有意无意地疏离她 我是就让给你睡吧 我等会儿去问问老婆婆 看能不能跟她睡在一块 实在不行 我睡客厅也可以的 不用 我等会儿就走 你在这里留色一晚 明天我让你哥派人过来接你回去 姚子让语气平静地说完 风若兰的目光一顿 你要走 嗯 我先回S室 来到处理好事情 那我跟你一起走 不 你留在这里 不能再继续跟着我 之后的事情与你无关 无论发生任何事 我都不会把你拖下水的 此时他们身处的村落 已经不在S室省内 现在的天还早 有的是时间 他计划借一辆车子回到S室 调动自家人手去处理掉丛林里那两个光头男杀手 姚子让并不想再让风若兰跟她一块冒险 把她留在这里过一晚 明天通知风景城派人过来接她回去 两人就当作从来没有见过面 后续的事情 她会尽量地做好掩护 不让她被牵扯进来 只有这样 才能保护好风若兰的安危 一切都安排好了 但风若兰并不愿意听从 她眼神坚定地望着姚子让 我跟你一起走 姚子让愣了好几秒 从她的眼睛里丝毫看不出犹豫之色 明明是个如此柔弱的女人 却在做决定的时候毫不退缩 毅力坚定地不可思议 半晌她滚了滚猴结 沉沉地开口 你知道跟我走 会有什么后果 我知道 风若兰抿了米唇又继续说 但我不怕 你已经死里逃生了几回 这都不怕 我最怕的 实在也看不到你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她像是忽然鼓足莫大的勇气 不仅是姚子让 就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姚子让眼神复杂地望着她 心里再次拉扯起来 明明心底很雀跃 又不得不把那份喜悦给按住 她不敢高兴 若是高兴得太早 到最后只能换来失落 我知道 风若兰再次露出坚毅之色 语气非常肯定 我知道你心里的打算 你不想连累我 所以准备先行离开 再独自去解决那件事情 以后不再跟我见面 因为这样就不会让我被牵扯进 你和别人的恩怨里 这些我全都知道 但我不想被丢下 我要跟你一起走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看你一个人承担 为什么 你现在身受重伤 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毒性发作 我担心你有事 为什么 没有这么多原因 反正 我就是不想看你再次陷入困境里 为什么 第四次 终于把风若兰给问住了 她愣愣地看着姚子让的眼睛 两人就这么对视着 原本思考不出所以然的问题 忽然就有了答案 瞬间 脑袋像是炸开了花 心底有股抑制不住的冲动涌了出来 眼眶充盈的泪水骤然滑落 风若兰听见自己用一个歇斯底里的声音 回答姚子让的灵魂拷问 因为 因为我喜欢你 我不想失去你 我害怕看见你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像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心弦 原本不为所动的姚子让 终究还是忍不住伸手将人搂进怀中 她把下巴埋在她肩上 这一刻 恨不得将女人完全融入自己的血液中 笨蛋 姚子让酝酿了很久 最后只说出这么一个词 风若兰的眼泪不争气得哗哗直流 刚才心里一直的怒意 忽然找到发泄口 用拳头捶了她一下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八十二集 姚子让得一声闷哼 让风若兰吓得立刻止住手 啊 是我弄疼你了吗 伤口 她捂住胳膊控诉 风若兰这才注意到 原本只是稍微划开的伤口 竟然开始溃了 尽管已经做了简单的伤口处理 但似乎并没有止住血的样子 反而还加重伤势 怎 怎么会这样 风若兰捧着她的伤 眼里满是心疼和愧疚 对不起 怪我 都怪我 姚子让看她这般自责 陡然失笑 暗压的道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我呀 轻轻地调侃 成功了将风若兰的注意力转移 但随之换来的 是她的一记怒瞪 在姚子让眼里 多了几分嗲衬 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 用拇指摸缩着她的脸蛋 你不怕我吗 风若兰停顿了片刻 想起她狠立的一面 嘴唇抿了抿 然后道 我知道 你不会伤害我 万一有天 我伤害你呢 你会吗 她把问题抛回去 姚子让嘴角勾起 不会 永远都不会有这么一天 既然不会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 你哥要是知道这事 一定会把我弄死 这是我的决定 无论她同不同意 都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先前是她没有认清自己的心 一直以来 她总是把自己埋在过去被欺骗的情商里 不愿意走出来 尽管姚子让再这么优秀 她都压抑着自己 不忘感情的事里去想 当逃避成为习惯 脑袋就相信自我催眠的话语 她理所当然地认为 自己从来只是把姚子让当作好朋友来看待 然而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生死关头 风若兰被迫面对自己不敢面对的真心 这才承认自己对姚子让的情愫 对自己诚实之后 她更不愿意退缩 哪怕前方有无数的阻扰 都改变不了她喜欢她的事实 此刻姚子让的心里感慨万分 她忽然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若兰 你说我跟男女怎么办 若是风若兰的回应发生在经历追杀事情之前 那她必然雀跃无比 可姚子让早已做好决定 放下风若兰跟她划清界限 不再连累她的性命安危 从理智上来说 这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但她的坦诚相告 竟然令她的决心发生了动摇 你想把我丢下 风若兰似乎察觉到她的犹豫 眼底闪过一丝伤痛 我只希望你平安 所以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 都改变不了 你要独自离开的决定吗 她一时间回答不出 转而回应道 我们若是交往 你会有危险 风若兰静静地看着姚子让不语 过多的话只会显得矫情 但沉默地拉扯又让人觉得窒息 姚子让最后还是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若兰 对不起 比起得到 她更在乎的是风若兰的性命 毕竟她现在连自己的命能不能保住都是一个未知数 就没有必要再把心儿的女人拖下水 现在不是儿女长情的时候 风若兰点了点头 也不再矫情地挽留 好 我尊重你的决定 她还想再抱她最后一次 终究还是放弃了 两人深知 这一别之后 或许从此再也不会见面 姚子让决定离开 强忍回头的冲动 走得特别快 风若兰流着泪 好几次 她想要开口把人给叫住 最后都是用手捂住了嘴巴 不让自己的哭泣乌叶声传出去 老婆婆原本只是想要腾出空间让给小两口 没想到回来的时候 发现姚子让竟然走了 惊讶不已 她匆匆赶回来 看见那蹲在门口边失声痛哭的风若兰 心疼地抱在怀里 像是哄孩子一样地安抚道 哎哟 怎么能把人给弄哭了呀 真是个臭男人 乖孩子 不哭 不哭啊 老太婆去帮你把她给叫回来 你在这儿等着 风若兰浮在老婆婆怀里哭泣 愣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认清心意之后的离别 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痛苦 她能够理解姚子让这么做是为了她好 但还是有种被抛弃的委屈感 真的好想她回来 可是她知道自己只会给她拖后腿 成为姚子让的雷坠 所以最后一句挽留的话都说不出来 无能又废物的她 没有资格留住自己喜欢的人 哎哟 可怜的娃娃 老太婆年纪一大把 可真是见不得人哭啊 你可别再哭了 哎呀 挣得我这心都酸了 小两口吵架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林子不大 等会儿啊 我让村里的人 去把你的男人给揪回来 让他向你盗窃 老婆婆还在不停地念叨着 风若兰大概是哭累了 头晕目眩 哭着哭着 趴在老婆婆怀中 沉沉地睡去 姚子让那边并没有很顺利 才刚走出村落没多久 毒性就发作了 剧烈疼痛 蔓延着整个手臂 视线开始恍惚 脑袋逐渐浑噩噩 她没想到 这么快就发作 看来还是高估了自己的体质 但现在除了继续往前走 似乎没有别的法子 咬着牙 沿着小石子路走出去 若是能在路上遇到好心人 就有机会回到S室 再不急 借一部手机打电话也行啊 对 她怎么没有想到 刚才应该先在村子里 找人借手机 打完电话再离开的 姚子让的思绪越来越混乱 扶着路边的栏杆 摇摇欲坠的身影 几乎要站不稳 被划伤的那只手臂 隐隐地颤抖着 伤口还有些发黑 她知道 这已经是最轻微的症状了 如果中毒的脊梁再多一点 她早就在丛林中死去了 姚子让为了不让自己 这么快地倒下去 伸手掐住自己胳膊上的伤口 增加疼痛 意识勉强清醒几分 她心里抱着希望 咬着牙 满脑子都是最后 看封若兰那一眼的画面 不能倒下去 必须撑下去 撑下去 喂 小子 你还好吧 那座桥仙的河水很危险 你可别过去啊 喂 封若兰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 她没想到自己这么疲惫 一睡就是好几个小时 完全失去意识 醒来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自己身在何处 茫然了好一会儿 老婆婆走进来 见她苏醒 神色凝重地拉着她道 哎哟 你可算是醒来了 那跟你一块儿来的男人 掉河里去了 差点溺水 村里派了几个人过去 才把他给捞上来 到现在还没醒呢 整个嘴唇都黑了 你该过去看一下吧 封若兰这心里一阵咯噔 亮亮呛呛地下床跑出屋子 封若兰被带到老村长的屋子 见到姚子让的时候 差点没把人给认出来 她的唇色发黑的 像是抹了一层墨鱼汁 皮肤也黯淡无光 气息不稳 嘴里还残留着水迹 根据村民们说 是她落水的时候 差点溺水 院子前铺了一张席子 姚子让躺在上面 几个村民围绕着她看 纷纷摇头表示惋惜 子让 封若兰看到的时候 声里咯噔一声 众人让开路 她上前摇晃昏迷中的男人 子让 子让你醒醒啊 子让 老村长犹豫片刻 在旁边缓缓地道 小姑娘 你男人看起来 不太像是溺水 我们怀疑是 她是中毒了 而且毒性不低啊 你们村子里 有没有认识的医生 没有 但是我们已经 给医院打过电话了 那边说他们救护车 要紧存了 需要一点时间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我担心这小伙子 恐怕等不了太久 村长的话 让封若兰的心 更沉了几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一五百八十三集 他咬了咬牙 又问道 我能不能 跟你们接个手机 打电话 因为知道 封锦城 不赞成他 跟姚子让交往 原本 封若兰 并没有想要求助于 封锦城的 但现在事态紧急 不得不亲自 给哥哥打电话 他甚至有点后悔 如果早点打电话求助 姚子让或许此时此刻 已经得救 想到这里 封若兰的心 狠狠地抽通了一下 他抱着昏迷不醒的 姚子让 低声地呢喃 子让 你再撑着点 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村长那边 很快把手机借给他 封若兰拨打了 封锦城的电话 刚接通的时候 说了一声唯 便被对方认了出来 电话那头 传来封锦城着急的声音 若兰 你人在哪里 何找你找了两天 原来那天 封若兰被姚子让 接走之后 学校的论坛上 就开始出现了 各种帖子 都是关于 封若兰谈恋爱的事迹 因为她曾经被 学生誉为 S大最漂亮的女教授 一言一行 常常被暴露在 学生们的眼中 成为大家的话题 所以谈恋爱的事 已经公开 立刻被传得 沸沸扬扬 许多男学生 在论坛上 感叹失恋了 这件事 恰恰被落得之 转而又传到 封锦城的耳朵里 封锦城想起 姚子让拐走了 他的亲妹妹 气得不轻 想找封若兰劝说一番的 结果联系了好几天 都没有联系上 甚至还失踪了 两天没有去学校 意识到事情不对劲的她 立刻出动人手 四处寻找 而就在此时此刻 封若兰给封锦城 打电话求助之时 她的人已经查到 姚子让的车子 发生事故的路边 正打算进丛林去搜人的 封若兰在电话里 大约说了 自己所在的位置 封锦城那边 立刻让腾若 派人出动直升机 在短短的半小时内 就找到她所在的村落 直升机降落 封锦城来到 那村长的屋子 看见奄奄一息的姚子让 忍不住皱起眉头 封若兰哭得梨花待雨 哥 你快救救子让 但毒性犯错好久了 都快要不行了 哥 先回S室再说 直升机上面 有备用的解毒药 应该可以暂缓情况 听到这里 她重新燃起了希望 封锦城让腾若 和几个手下 帮忙将姚子让 抬上直升机 大晚上的 村民们就这样 目送封若兰和姚子让离去 多亏封锦城有先见之名 来的时候 带上了备用药箱 里面就有 大宝研制的解百毒 姚子让服下药剂 气息稳住了不少 但面色还是很暗淡 封若兰抱着她 面露心疼 目光一刻也不愿意离开她 深怕一个没注意 她就会停止呼吸 封锦城将这一幕 都看在眼里 一言不发 等回到S室的时候 姚子让直接被送回了 封锦城的家里去 石瓦炎早已收到消息 准备好一切 等人送到 便进行抢救 这回连大宝 都加入了治疗的阵容 封若兰站在房门外 忐忑不安 封锦城是第一次 见到妹妹露出 这般无助的表情 先去写个早休息吧 姚姚和大宝 需要一定时间 封若兰泪眼婆娑 哥 子让 她不会有事吧 姚姚会尽力而为的 她不敢把话说得太慢 但石瓦炎常说 只要人还留着一口气 她就有八成的把握救活 封若兰点点头 乖乖地去洗澡 换了一身保姆 为她准备好的干净衣服 然后封锦城 便把她带去书房谈天 我派谈若去找你们的时候 她说在草林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你和死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一开口 就是单刀直入 封若兰知道 自己没有办法撒谎 于是便将事情的真相 一五一十地告诉她 哥 这件事你别怪子让 她自己也没有料到 会被人追杀 封锦城沉着脸 冷笑一声道 她自己很清楚 平常招招的仇家 都是什么人 不可能连这点都没有遇到 如今还失受重伤 她还能拿出什么来保护你 不是这样的 哥 她受伤是为了护着我 你别为她找借口开拓 封锦城一口拒绝的 这件事若是让爸妈知道 他们也坚决不会同意 让你跟她继续来往的 姚家的底细 他们都很清楚 表面上是做酒店企业的 暗地底做的却是情报网生意 他们是黑白生意通吃的家族 平常接触的人都不是泛泛之辈 显然都不是吃素的 然而最严重的问题 并不是外部的仇人 而是家族内部的斗争 别说是封锦城了 就连丰父丰母都不愿意让封若兰 嫁到那样明争暗斗的大家族里去 哪怕姚家的家底不浅 也从未考虑过联姻 封若兰知道封锦城说的是事实 但却抱着坚定的目光道 哥 就算你跟爸妈不同意我跟她交往 就算有天 我被她的仇家杀得尸骨全无 也改变不了我喜欢她的事实 封锦城的目光一领 为什么 封若兰眼眶湿润地道 为了我 她连命都可以不要 我又怎么可能会为了别人的看法 而不要她呢 一想到他们在丛林里经历的点点滴滴 封若兰的心就不由地揪起 两人双双滚下山坡时 她紧紧地搂住她 尽自己所能不让她受半点伤害 半夜她着凉发烧 是尧紫让将她抱紧 用身体取暖 为了不让她被杀手伤害 她不顾自己的伤口 拼尽全力将对方解决掉 想到这里 封若兰的意志愈发坚定 我知道 其实我才是脱油瓶 所以我会努力变强 不会拖累她 甚至与她共同面对那些敌人 封锦城是第一次 见到封若兰露出这般模样和决心 从前她就是一朵温室里的花 被保护得非常完好无损 虽然封母也曾有过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但仍然会为女儿安排最好的一切 从不让她吃亏 然而她最渴望的是追求自由 无论是生活所需还是婚姻 封若兰都希望一切由她自己来决定 哥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可我希望在自己的人生里不留遗憾 我最想要过的人生 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度过每一天 包括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 她无比真挚地坦诚 让封锦城陷入片刻的沉默 确实 过度的关爱对于妹妹来说 是一种负担和束缚 她心里清楚 固执和专情的基因 流淌在封家人的血脉里 就算全世界都阻拦 也改变不了封若兰认定姚子让的事 就如同多年前 全世界都说十万眼死了 她却死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连婚姻状态都不愿意改写成丧偶的她 又有什么资格去劝说妹妹 放弃自己喜欢的人呢 想到这里 封锦城的眼神柔和了几分 爸妈那边 我会尽量听你说的 干脆说能不能说服他们 还得靠你跟子让自己去谈 她难得松口令封若兰一阵欣喜 哥 你这是赞同我和子让在一起了 封锦城原本冷军的脸 流露出几分无奈 谁叫你是我妹妹 你的姓子 我比谁都清楚 她再怎么百般不同意 也无法改变封若兰的决定 到头来只能闹翻脸 两败俱伤 没有那个必要 不管是站在亲情的角度来看 还是站在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来看 固执几件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到了这个地步 与其选择跟亲生的妹妹对立 倒不如反过来替她扫除障碍 回头我让二宝 给你盯着一枚手表 若是遇到危险 按下紧急呼吸的按钮 我就能随时找到你 如果姚子让那小子欣赴你 我就上门把他加产平 封锦城认真的到 封若兰文言 露出了一抹开心的笑 谢谢哥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咯 第五百八十四集 姚子让的手术很顺利 毕竟有十碗盐和大宝的合作 任何毒药在他们手里 都有化解的办法 当天晚上十一点 姚子让就成功地脱离危险 转到家里的客房去休养 封若兰替她换上干净的衣服 忙活到大半夜 终于累得睡着 男人在凌晨的时候 才悠悠转醒 刚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有颗脑袋正伏在她的胳膊旁 她错愕地动了一下 封若兰很浅眠 立刻醒来 打开灯一看 发现她苏醒了 露出温柔的笑 你醒了 感觉如何 姚子让望着那满脸关怀的封若兰 心里有几分狐疑 我 我死了 她记得自己失去意识前 掉进了河里 那一刻 她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心理准备 却不曾想过 睁开眼睛的时候 会看到封若兰 此时的她 身穿干净的白色T恤 灯光照耀在她的身上 萦绕着一层层光韵 宛如出于泥而不染的莲花 这不由地让姚子让怀疑 自己正身处于天堂 封若兰看她那惊恶的表情 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没死 这里是我哥的家 姚子让缓过神来 打量着四周 心情复杂万分 封若兰将她扶起身 倒了一杯水给她 先喝杯水吧 你肾上的毒 我大嫂已经帮你解好了 背部的伤口也已经缝合 她说 你只要休息一周 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听着她说完 姚子让只是安静地点头 然后继续保持沉默 封若兰看出她心中所想之事 于是主动提到 子让 我哥 已经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姚子让的眉心一簇 不解地看着她的眼睛 而封若兰也非常配合地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全部告知姚子让 脸上露出自然的笑容 你不用再担心 我哥不赞同我们了 姚子让轻轻地嗡了一声 眼神微微闪烁 被她眼尖地捕捉到 怎么了 你有话要告诉我吗 没有 现在几点 三点 我该回去了 你再躺会儿吧 大嫂说 她早上会过来 替你做个检查 到时候再走也不迟 姚子让收敛目光 微微点头 看着脸上带着 浓浓倦意的封若兰 她细心地伸手 轻扶她并脚 你也累了 快去睡吧 我没事了 你不必一直守着我 封若兰原本想说不累的 但却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于是善笑地等 好吧 我就在隔壁睡 你若是有需要 就过去敲门叫我 嗯 封若兰甜甜地一笑 姚子让目送她背影 消失在房门后 目光微微闪烁 心情沉重 几个小时后 封若兰没想到 自己一觉就睡到十点 若不是太阳光线 刺眼到不行 恐怕她还能再继续睡 醒来没多久 走出客房 正想到隔壁 去看一眼姚子让 结果 却在走廊上碰到了封锦城 她走了 封若兰没有回过神来 下意识地问 啊 什么 子让走了 大半夜自己离开的 走了 怎么不告诉我 谁都没说 宝母清晨下楼的时候 发现翻桌上留着张纸条 才知道她离开 封若兰震惊不已 打开窑子让 昨天睡的房间 里头确实空无一人 不是骗人 她真的走了 连一句亲口道别的话 都没有跟她说 她心里隐约有点不安 感觉哪里不对劲 哥 你是不是找她说过话了 我确实是打算 早上醒来之后 找她谈一谈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 对方就已经提前离开了 那 那她为什么会走 明明她半夜醒来的时候 一切都很正常 封若兰的话忽然打住 然后转头看向封锦城 哥 借我手机 她早就料到 妹妹会有这般要求 于是递上自己的手机 解锁后 上面已经写好了 姚子让公司的电话号码 封若兰和姚子让的手机 都摔坏了 所以最快的办法 就是联系她的公司 电话拨打出去没多久 很快就被助理接通 你好 我是封若兰 你们姚总今天去上班了吗 若是她在的话 能不能请她听电话 听筒纳端传来回应 凤小姐 对不起 我们姚总交代说 以后不会再接您的电话 还有 希望您往后 不要再试图跟她联系 电话那头的助理 说完以后就挂断了 无情的像是个机器人 而封若兰却是迟迟 没有反应过来 封锦承看她脸色难看 或多或少 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她没有问 而是从她手里拿回手机 直接给滕若打电话 去把姚子让那家伙给我揪出来 不管任何代价 冷冰冰的语气蕴含着怒意 藤若那边刚想应下来 封若兰就立刻开口阻止 不要 哥 她伸手抓住哥哥的胳膊 封锦承抬起冷眸 看见她如此维护姚子让 心里有些窝火 她耍你 你还护着她 也许 她有急事呢 难道你看不出来 她这是在夺你 封若兰敏唇不语 她当然知道 只是不愿意面对事实罢了 在村落的时候 姚子让已经下定决心 并且诚恳告知封若兰 未来不管发生任何事 都不再连累她 对此 封锦承表示不能容忍 我说过 她要是欺负你 我就把她家产平 哥 不要为难子让 封若兰请求道 我会亲自跟她谈 这件事 你先不要介入 她没好气地反问 你可知追杀她的人 是谁知识的 今天早上我收到情报 有人要指控姚子让谋杀 封若兰没想到 事情这么快就传出去了 惊讶不已 是谁做的 姚家那边的人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容不下 姚子让的势力 日益壮大 如今更是想方设法 叫她除掉 之前我阻止她接近你 她不听 现在却这般夺你 不用想就知道 她肯定是自身难保了 不 不是这样的 看着封若兰固执地不愿意再听下去 封锦诚也不再往下说 她将手机收回口袋 深情冷漠 等你清楚认识到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 咱就会接受现实 轻轻地留下这样一句话 不算劝告 也不算是警示 封锦诚转身离开 只剩下封若兰待在原地 表情呆滞 眼神带着几分伤痛 封若兰什么也没吃就走了 只留下沉重的一句道谢 人就匆匆离去 十万言送走了人 转身回来 看见封锦诚正透过窗户 看着妹妹哀伤离去的背影 面色难看 她温柔地走上前 伸手还住她的脖子 低声细语 还在担心 心里堵 为什么 明知道她跟姚子让没有好结果 却只能袖手旁观 什么都不能做 你怎么确定 他们两人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姚子让自身难保 封锦诚说完 换来的是老婆一记怀疑的目光 难道不是你对人家有偏见吗 封锦诚脸色更沉了 连你也要把她说话 十万言无视封锦诚 逐渐攀升的怒意 淡淡地将昨晚的情况说出来 昨天手术的时候 我和大宝发现 姚子让的体质很特殊 我没有见过这么能扛毒的人 封锦诚不太理解 为什么会忽然说起这件事 困惑得皱眉望着老婆 等她继续说下去 姚子让中的那种毒 是由建毒蛙的毒液体炼而成的 这种毒药 若是撒在普通人身上的伤口 一点点就足以当场死亡 你想说什么 虽然她体质特殊 但还不至于百毒不侵 时间长了没有得到解药 还是会致死的 当时如果她一个人先走 或许毒性还没有发作 就已经得救 可她却偏偏要将若兰带出丛林 安放在村子里 确保她脱离危险才离开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八十五集 封锦诚的眉心紧紧地皱着 水婉颜看得出 她眸底有些许的动容 淡淡地道 这个男人愿意为了若兰 连自己的性命都抛至脑后 在我看来 她不至于像你说得那么不可靠 男人敏唇不语 抬眸望着天上 开神秘籍的乌云 若有所思 耳边传来老婆 轻飘飘的话 其实 让他俩装成眷属 也不是没办法 稍微帮一把 就能看见效果了 熙熙丽丽的雨水 打在风若兰的肩膀上 她失魂落魄地 走出姚子让的公司门口 刚坐在对面公园的椅子上 天就下起了雨 姚子让不仅不见她 连门口的保安看到她 也特意拦住她 不让人进去 对不起 冯小姐 上面有交代 不能让冯小姐 踏进公司办不 几个员工 看见她被拦在门外 忍不住窃窃私语 诶 那不是姚总的 绯闻女友吗 怎么会被拦在门外啊 谁知道呢 估计生老班了吧 会不会是姚总有了新欢呀 无情的阻拦声音 还有那些员工细细的讨论声 仿佛还萦绕在耳边 风若兰不甘心 就这么被姚子让拒绝 她的手机坏了 没有办法给姚子让打电话 但她知道 姚子让的办公室窗户 能够看见公园 于是便倔强地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抬着头 死死地盯着 大楼的某一层窗户 姚总 红仙姐走了 但是她好像 还在对面的公园 助理开门进办公室 汇报情况的时候 就看见姚子让 站在窗户前 低头看着 公园长椅上的影子 她眼尖地捕捉到 老板插在裤袋里的手 正紧紧地攥着 某底流露着 不舍和心疼的深情 虽然不清楚 为什么姚总 今天一大早来到公司 就说以后拒绝 接见封小姐 可是现在看来 总裁 还是很在意封小姐的 姚总 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封小姐一个人 坐在那里会招联的 要不 我派人下去送把伞 让人过去 把她赶走 啊 赶走 可是那公园 不属于咱们公司的地盘 要用什么理由 干人啊 暗眼 姚子让 黑着脸下命令 助理震惊地望着她 确认了好久 发现总裁 是真的铁了心 要赶对方走 真 真要那么狠吗 姚总 万一她 你若是觉得同情 就收拾东西 带她一块儿滚 不不不 姚总 我错了 我现在就去找人 把风仙姐赶走 助理下得花容失色 夹着尾巴离去 雨势越来越大 其实风若兰 根本看不见 大楼里的姚子让 但却知道 那男人一定 正在窗前望着她 而她也正在心里打赌 赌姚子让 会于心不忍 叫人下来 把她带进公司 这样一来 她便有机会 跟她说上一句话 风若兰在心里头 打好了算盘 没过多久 果然有人 朝着她的方向走来 然而 她偏头看去 却见两个歪嘴 笑的小混混 站在面前 妮儿 失恋了 别难过 在这鬼地方 林雨会着凉的 乖 哥哥带你去 安全的地方 咱们一起暖和呗 风若兰被吓到了 站起身就想走人 然而那两个小混混 并不打算 就这么轻易地放过她 伸手拉住她的胳膊 被她狠狠地甩开 走开 别碰我 呦 长得水灵 没想到性格 这么凶患呀 没关系 哥哥我很温柔的 就喜欢你这类型 不补吗 是不是 滚开 你要再过来 我就报警了 风若兰退了几步 发现两个小混混 丝毫没有被吓退 心里难免慌张起来 索性匆匆离开 天还下着雨 路面打滑 她穿着高跟的鞋子 不太好走路 很快就被追上 别走嘛 就在小混混正准备 再次拉她胳膊之时 一辆车子在路旁停下 能力的声音从窗户传来 连我风家的人都敢动 你们是活腻了 两个小混混 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着 转头看去 就见风景成的脸 出现在车里 脸色顿时刷白 赶紧放开风若兰的胳膊 连连后退 风景成的名号 在整个S市 无人不晓 但凡他出现 就会被人认出来 没人敢得罪 这位鼎鼎大名的任务 除非是不想 在S市混了 原来是风总啊 刚才是误会一场 误会 我们不知道 这位小姐是你的人 两个小混混 瞬间变成小弟 对着车里的风景成 点头哈腰地道歉 然而风景成 根本没有理会对方 这时候 腾若已经走下车 举着一把伞 护着风若兰上车 并且熟练地将毛巾 递给他擦干身体 劳斯莱斯叫车 在大雨中飞驰而去 只留下两个小混混 站在原地 他们本来还想走开 结果抬头 忽然见到对接 不知从哪儿 来了几个保安 抓住那两人 是 小混混们还想跑 然而根本跑不过 这几个看似普通 实则经过特殊训练的保安 三两下 就被人抓了起来 而这一切 并没有被风景成 和风若兰看见 车上 风景成见风若兰 冷得直打哆嗦 便让腾若 打开车里的暖气 他这才舒服多了 你在他公司 接到人了没有 风若兰沉默已对 答案显而易见 他不悦地抽了抽嘴角 要是我没有出现 那两个混混也没出现 你是不是打算 一直淋着雨等下去 他望着窗外的景色 眼神暗淡 他总会见我的 若兰 你怎么喜欢得那么卑微 比起他险些为我丧命 我的尊严不值钱 风景成无奈地闭嘴了 想起石婉言 告诉他的那些事情 心里纠结又矛盾 半晨还是听见他轻声道 这事我替你出面 风若兰一愣 哥 你想做什么 去姚家提亲 什么 姚子让从不违背 家族的安排 林医的事件 我亲自去谈 你什么都不用做 快快等着 只要姚家长辈顶头 姚子让一定会娶你 风若兰杂舌 没想到哥哥为了成全他 竟然要做出这样的事 可是这 这会不会太强人所难了 子让 他若是不愿意呢 他敢 我就打包他的头 从前 姚子让喜欢风若兰 大家都知道 但当时风景城不赞同 如今他放下成剑 主动上门求亲 姚子让若是不赏脸 那他恐怕会一把火 把姚家给烧了 另一边 小混混被那群训练有素的保安 带到漆黑一片的地下室 挨了一顿揍 姚子让走进来的时候 怒气冲天 连身边的助理都能感觉到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低气氧 下意识地 跟他隔开一段距离 就在不久前 姚总刚吩咐他 让人将风若兰小姐赶走 就见两个小混混缠上他 从办公室的窗户看下去 能够看到其中一个男人 拉着他的胳膊 不愿意放手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时姚总生气极了 立刻叫他带上保安 去把那两个小混混揍一顿 再将风小姐 请回公司里面去坐 然而助理才刚下楼去 就见风氏集团的总裁 亲自把风小姐给带走了 姚总 这两个混混我都审问过了 只是碰巧路过 没人知识 助理战战兢兢地 对着姚子让汇报起来 他冷眸凝向地上的 两个被打肿脸的男人 小混混一眼就看出 他是老大 连忙哀嚎着求情 对不起啊 大哥 我们不知道 那是你的女人 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求你大人有大量 饶过我们吧 哪只手 嗯 刚才你有哪只手碰她 姚子让的问题刚落下 小糊糊脸色瞬间刷白 吱吱呜呜地说不出话 旁边的保安收到眼神示意 上前揪着她的头发 说不说 右 右手 小混混崩溃地答道 对不起 请你饶过我吧 不要把我的手废了 我 我可以当你小弟 做牛做马都没问题 求求你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八十六集 姚子让面色冷漠 眼中的寒意 带着几分怒火 若是封若兰被这两个男人强行拐走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她一想到各种可能就止不住的怒火在心中燃烧 又怎么可能原谅他们 就在姚子让正要开口让人废掉对方右手的时候 助理的电话忽而响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脸色骤变 姚子 姚子让侧过头 就见助理将手机递过来 上面写着老宅两个字 她抿了抿唇 面不改色地接过电话 电话那边接通之后 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小让 你现在回老宅一趟吧 爷爷给你安排了一门亲事 姚子让得眉心一簇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现在有事 走不开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捅了什么事 要不是我替你拦下 你现在已经被抓去局里盘问了 我不管 给你半个小时 立刻回老宅 对方说完 立刻挂断电话 完全没有给姚子让丝毫拒绝的机会 果然不出他所料 丛林的事情 已经传到老爷子耳朵里了 家族里那个指使杀手谋害他的人 竟然反手控告他 并且将事情统大 搞得姚子让 不得不急忙回公司 先行安排事务 再回去处理那件事情 只是没想到 老爷子竟然这般强硬 非要他立刻回去不可 看来 这次他非联姻不可了 老爷子虽然在电话里听起来 语气不善 态度霸道 却是家里唯一护着他的人 也是姚子让最尊重的人 他垂谋沉默了片刻 将手机交还给助理 大步离开 姚总 这两个人怎么处理 要费在他们的手吗 放了 真放啊 嗯 助理看着姚子让消失的背影 一头的雾水 姚总今天怎么一尘不定的 好诡异啊 姚家 姚子让踩点回到老宅的时候 就见家里来了客人 坐在姚老爷身边 谈笑风生的 是一对妇女 坐姿端正 谈吐礼貌 姚燕 我来了 老爷子微微抬谋 示意道 这位是沈老 他曾是最高等法院的法官 那位是沈老的女儿 沈云云 他在本市最顶尖的律师所上班 负责发行股票债权 姚子让礼貌地打招呼 沈老 沈小姐 姚爱大名 沈老意外地移了一声问 你认识我 在工作上 绿二本 毕竟是做情报生意的 整个S室 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人物 沈家的地位也不小 而且沈老曾经当过法官 许多人都很卖他的面子 沈老打量一番姚子让 发现他举止斯文 再加上金丝边框眼镜 乍一看之下 像是个社会成功人士 特别给人增添几分好感 真是一表人才呀 不错 不错 过奖了 都是爷爷觉得好 姚老也能交出个 这么好的孙子 跟我家云云一样优秀 沈老笑呵呵地打去道 云云 你俩打个招呼吧 姚先生好 清脆的声音传来 姚子让这才将目光 落到沈云云的身上 他长相不算特别清秀 但气质温婉 眼角微勾 略带妩媚 笑起来很是温柔 是大多数长辈 都喜欢的那种类型 他知道 这是爷爷看上的 儿媳妇人选 沈小姐好 两人简单地打了个照面 明明听起来很陌生 但两个老人家 却是觉得心情大好 姚老爷 我说这他们俩挺般配的 嗯 确实如此 小少 你对沈小姐 有什么想法吗 姚子让和沈云云没想到 刚见面就要这么直接 难免愣了一下 姚子让语气淡然地等 初次见面 印象还不错 但还需要时间相处才知道 老爷子逆他一眼 有些不满意这个答复 但还是顺着话继续往下说 那你俩就找个时间约会去吧 相处几次 日久生情 咱们就能替你调个好日子结婚了 姚子让没心微醋 他本想说什么 但抬眸发现沈家妇女一点意见都没有 而老爷子的眼色已经在急于警告 不容许他在外人面前说任何反驳的话 于是姚子让只好硬了下来 是 屋里的气氛有点诡异 姚子让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沈老和姚老爷聊了好一会儿 便打算告辞离开 离开之前还让他跟沈云运交换联系方式 只剩爷孙俩在屋里的时候 老爷子才终于摊牌 这门青事 必须尽快成了 爷爷 我还没 你现在没别的选择了 那逃走的光头 现在一口咬定 你就是善人凶手 你二叔根本没打算放过你 我可以应付 娶了沈家千金 你二叔的人 就算把你控上法庭 也有办法全身而退 而夜内不少人都认识沈老 若知道你是他家女婿 必定不会为难你 爷爷 姚子让面有难色 他刚唤了一声 就见老爷子露出不悦的表情 怎么 你这是不想听从安排了 姚子让斟酌片刻 决定坦白 我有喜欢的人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是封家的女人 姚老爷的回答 令他愣了几秒 没想到 爷爷竟然早就知道这件事 只听见老爷子冷哼一声 继续道 封家看不上你 你可别被那女人拖累了 早些年我去试探过几句 封家两老都不乐意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好好迎娶沈云云吧 尽管已经在预料之中 但从爷爷口中说出来 却又刺耳无比 姚子让低头垂眸 咬牙不语 生在豪门世家 婚姻从来都由不得自己做主 严因的事情对他们而言 再正常不过 尤其在他这样分裂严重的家族里 追求真爱 反倒成为了痴心妄想 若是婚姻无法为自己带来最高利益 那就等于白白浪费了机会 继承到手的家业 随时都会拱手让人 就这么说定了 你明天约沈家前进出去吃个饭 结婚的事啊 我会替你安排好的 老爷子这边已经不给任何商量的余地 而姚子让似乎忽然觉得 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好争取的 真爱 或许他真的配不上拥有吧 风若兰终于回到学校去报道 几天没教课 为了不耽误学生的进度 只好临时安排了补课 忙到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 风景成亲自给他送信手机过来 顺便将姚子让跟沈家联姻的消息告诉他 你 你再说一遍 姚子让准备跟沈云雨结婚 就在下个月初 那女人是一名顶尖律师 父亲是一名退休法官 风若兰面色惨白 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嘴里颤颤地问着 为什么 同龄里逃脱的那个杀手 反过来指控他是杀人犯 案人背后有姚子让的二叔在撑腰 有意要将事情闹大 把姚子让送去坐牢 不 不是这样的 子让他当时是自保 并没有要杀人的意图啊 但是他并没有确凿证据 只能靠人脉 我是证人 我可以为他出庭作证的 即使如此 也改变不了 他要娶另一个女人的知识 风景成冷漠地道 其实他心里也很堵 原本已经打算去替妹妹上门说亲 没想到竟然晚了一步 风景成试探了几句 姚老爷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 似乎并不看好风若兰驾进门 拖姚子让的后腿 看着妹妹大受打击的神情 风景成心情也很沉重 若兰 何惠子帮你 哥 他忽然打断他的话 然后问道 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姚子让的行踪 你想做什么 我要跟他见一面 听他亲口说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八十七集 风景成文言心里莫名一阵恼火 见了又如何 再认有那个渣男杀害你一次 我不甘心 就算要结束 我也要听他亲口说才接受 不告而别是伤人的 真相也是伤人的 但他还是想要亲耳听到 姚子让说结束 就当作是为他们之间的关系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也好 风若兰的坚持 让风景成感到很无奈 尽管他心里不希望妹妹 再一次受伤害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回去没多久 姚子让的行程表 终于被风景成查到 风若兰收到通知后 二话不说 赶往莱尔德五星酒店去蹲人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蹲 竟然蹲到姚子让 跟另外一个女人 出没在五星酒店餐厅里 酒店的餐厅里 坐在姚子让对面的 正是沈云云 应姚老爷的要求 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约会 姚子让特意包下餐厅 因此两人 坐在餐厅里用餐的时候 风若兰在外面 就被服务员给拦下 小姐 餐厅已经被客人包了 您不能进去 我想跟姚子让说几句话 对不起啊小姐 我们这里有规矩 不能让任何人 进去打扰客人的 被服务员拦着 风若兰也知道 自己贸然闯过去不太妥当 索性站在外面等着 姚子让的座位 正巧背对着风若兰 所以并没有发现 她在外面盯着 而风若兰也看到了沈云云 对方气质温婉 举止谈吐亲切 是个知性美女 两人的举动 都被她看在眼里 并没有丝毫越举的举动 但风若兰的心里 还是很不好受 那个不告而别的男人 此时正坐在另外一个 女人面前吃着饭 她消瘦了许多 不知道背部的伤口 好了没有 还有胳膊上的伤 还会不会流血呢 风若兰默默地 看着她的背影 刚刚来的时候 心里浮现的着急和焦虑 渐渐地平复 兴许是她的目光 太过于炙热 妖子让忽然感应到什么 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风若兰不知自己为何 条件反射地躲到墙后 此时的她 感觉自己就像是 来抓奸的妻子 等着对方落网 心情生气又刺激 复杂至极 妖子让转头看了一会儿 发现没有任何可疑的人 沈云云的声音传来 打断她 怎么了 看见熟悉的人了吗 她回过神 摇了摇头 没 继续吃吧 别在意 可能是经过丛林 被追杀的事情之后 她越来越敏感了 总觉得有人在暗地里 盯着她 虎视眈眈的 妖子让重新将注意力 放在实物上 风若兰同时探头 出来张望 知道自己没有被发现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沈云云 已经注意到了 风若兰的影子 依女人的直觉 她一眼就看出来 躲在外面的女人 跟妖子让绝对有关系 于是沈云云故作不知 微笑着询问妖子让 你有交往的对象吗 妖子让抬眸 不解地看着她 问这个做什么 听你爷爷说 你还是单身 我就很好奇 你条件这么好 为什么不谈女朋友呢 她试探性地问道 然而妖子让 并没有被成功套话 你的条件也很好 为什么不谈男朋友 沈云云失笑 我眼光高呗 她负义道 我也是 那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很重要吗 也许吧 姚子让没有再回答 沈云云看得出来 她是有意避开 这个问题的 斟酌了几秒 然后直接了当地揭穿 姚先生 已经有心上人了对吧 她手里的叉子顿了顿 沈云云看不出来 她眼里带着的是什么情绪 并用半试探的语气 继续说道 虽然我们是联姻 但 我不是喜欢强人所难的人 姚先生若早有对象 不妨告诉我 我会大方地成全你们 不当第三者 姚子让调了调眉 并没有直接地回答 而是反问 你为什么要联姻 这还用问吗 沈家需要你们姚家 提供资源和情报 就像你 需要靠我和我爸的人脉来互生 大家都是各求所需吗 嗯 认清这个就行了 什么意思 你不是第三者 姚子让顿了顿 又补充道 你也不会成为第三者 她分得很清楚 就算是娶了沈云云 有始至终 心里爱的女人 只有一个 只是这份爱 不能表达出去罢了 沈云云猝不及防 被这句话呛了一下 脸色有点难看 其实她没说 自己对姚子让 挺有好感的 而她要跟姚子让 结婚的原因 不只是为了资源和情报 还有一个秘密任务 如此看来 外面那个女人 很可能跟姚子让 脱离不了关系 若是被对方插手 阻断她跟姚子让 结婚的计划 任务失败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她可没有时间 跟姚子让 玩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为了完成任务 必须想点办法 挑拨离间才行 在沈云韵温和 优雅的外表之下 脑海里 全是各种算计 外面 封热兰正观察着 餐厅里那 一男一女的互动 眼看两人聊得很欢 尤其是那女人 有说有笑 令她心里 很不是滋味 若她性子再刚厉一些 恐怕这个时候 已经冲过去 打断两人的约会了 然而她完全 没有这般的胆量 甚至已经在心底 产生离开的打算 就在她有些 心灰意冷之时 忽然眼间的 撇见沈云韵 用脚对着餐厅 某个方向 比划起来 那是暗号 封热兰被自己的想法 吓了一跳 她刚想否定 自己的猜测 这时 忽然有个服务生 端着盘子走过来 经过姚子让身边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 绊了一脚 盘子上的食物 弄脏了她的衬衫 尽管姚子让 已经很敏捷地躲开 但还是被溅了些汤汁 服务员懊恼地 疯狂道歉 沈云韵在旁边 劝说几句 让服务员 将姚子让 带去洗手间清了一番 姚子让刚被支开 只剩下沈云韵一人 她忽然抬起头 直勾勾地 看向 风若兰所在的方向 咯噔一下 风若兰的心 没来由地慌了一下 有种做坏事 被揭穿的心虚 她匆忙离开 不敢再逗留 身怕对方 从餐厅里走出来 带着她质问起来 毕竟自己跟姚子让 从未开始过 连个证明都没有 她不知道自己能拿 什么身份 去质疑姚子让的 联姻对象 风若兰不知道的是 在她转身匆忙 离开之时 沈云韵从包包里 投出了一个小小的 药粉包 悄无声息地 倒进姚子让的汤里 等到姚子让回来 刚才在外头 等候的风若兰 已经不在 而座位上的狼狈 也被服务员 清理干净 一切都看似很正常 没有一丝一毫的端倪 这么快就清理好了吗 沈云韵若无其事地 关心道 姚子让嗡了一声 坐下后却没有再继续吃 怎么了 不好吃吗 饱了 啊 可我还没吃完呢 你继续吃 我不急 沈云韵故作不好意思 提议的 那你喝点汤吧 刚才看你都没怎么吃 喝点汤的暖胃 也不至于撑肚子 姚子让调了调眉 沈云韵见她不为所动 心里莫名地有点忐忑 以为她看出了端倪 然而转念想了想 又觉得不太可能 接着 姚子让拿起汤匙 舀了一勺汤 放进嘴里 沈云韵的心悄悄放下 姚子让当着沈云韵的面 喝完了汤 她见她一点事都没有 心里有点诧异 这药效挺强的 卖家说两分钟之内 就会开始发作 怎么偏偏姚子让 看起来丝毫不受影响呢 难道 是放的量还不够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一五百八十八级 沈云韵走神之际 姚子让喊了服务员结账 这才将她换回神 啊 要走了 这么快啊 你想要去哪 我听说 这家酒店顶楼 看夜景很漂亮 不如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姚子让没有拒绝 说了一声好 沈云韵见她如此配合 心里很是高兴 稍微拖了一些时间 等待药效发作 姚子让就离不开她了 只要过了今晚 她成为了她的男人 任务完成 钱和东西到手 完美 走吧 姚子让站起身 刚要走出餐厅 沈云韵的手伸了过来 挽住她的胳膊 姚子让顿了顿 侧过头来 眼里带着疑惑 沈云韵带着微笑迎上她 什么都没说 笑容甜蜜蜜的 在外人看来 她以为她们是一对 感情很要好的情侣 当然 如此轻易的举动 确实就是为了演戏 给躲在角落的 风若兰看的 她并没有走远 而是跑到 另一处角落躲藏起来 风若兰开始犹豫不决了 自己贸然跑来酒店 却连见姚子让的 勇气都没有 如今看见她 跟另外一个女人 在一起 刚刚仅剩的 一丁点冲动 莫名地被浇灭了 害怕看见姚子让 当着另外一个女人的面 撕碎她的心 也害怕看见姚子让 在她面前 承认另一个女人 才是她的真爱 她想逃了 就在此时 姚子让和沈云云 刚走出餐厅 映入她的视线 风若兰刚抬眸 就见到远处的男人 被另一个女人挽着臂 举止亲密 像是热恋气的恋人 那一刻 她的心像是 被一把刀子 狠狠地捅了一下 心如刀割的滋味 令人感觉窒息 沈云云特意调整了角度 恰好遮挡住视线 以至于姚子让 根本就没有看到 风若兰所在的方位 只见她笑容温柔地伸出手 试图擦拭掉姚子让 嘴角的小乌迹 然而她却敏锐地躲开 电梯来了 沈云云的手 僵硬在半空中 一点也不觉得尴尬 脸上的笑意 却是更深了 嗯 你记得是哪层楼吗 姚子让借机将胳膊抽走 先进入电梯 而沈云云进来的时候 注意到风若兰不见了人影 知道自己已经达成了目的 于是美滋滋地走进电梯 就在电梯关上门的那一瞬间 沈云云的胳膊 猛地被人往后扯 一阵天旋地转 回过神来 就见姚子让 将她按在电梯上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汤里下了邀 沈云的质问声落下 她陡然患上了一副 狠利的神情 与先前那副 温文有礼的气质截然不同 沈云云的心一跳 她试图挣脱 无奈自己的力气 完全抵不过对方 只听见男人继续质问道 说 是谁陪你来接近我的 你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哦 姚子让冷笑一声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折叠刀子 递在她的脸颊边 再次逼问 现在听不懂了 你别乱来 电梯里头有摄像头 你若是敢伤我 我一定把你告进监狱里 沈云云被吓得花容失色 姚子让却是不为所动 还以为你是个多厉害的角色 没想到不过如此 不仅没有身手 还没本事 你连这家酒店是谁开的都不知道 她闻言脸色骤变 这 这是你的酒店 不可能 我在来之前调查过了 明明事例属于游士 话说到一半 又戛然而止 她恨不得将自己的舌头咬断 总算承认了 姚子让得眸子愈发变冷 全身散发着寒意 仿佛身处于北极 那你派人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若不愿意说 我就让刀子在你脸上掉毒花 不 我说 你别动手 沈云云惊慌失措地投降 姚子让微台下巴 等待她说出答案 然而下一秒 却感觉身体开始产生了不适 封若兰痛心疾首地走出饭店 在对街随便找了一棵树 蹲下来 无脸哭了起来 这是她第一次为了喜欢的人哭泣 哪怕上一段失败的感情 经历各种不堪 她都没有这样悲伤过 封若兰很想怪罪于姚子让 很想大声骂她死渣男 但哭着哭着 发现自己居然在脑袋里 替她找了很多开拓的理由 她知道联姻不是姚子让的主意 也明白姚子让逃避见她的原因 因此 她完全不憎恨姚子让 这种得不到的滋味 更令人觉得心如刀割 她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 到后面嗓子都哑了 眼角的泪水还在往下流 封若兰不敢抬头 深怕有人看见她又红又肿的眼睛 只好一直将自己的头埋在臂弯里 忽然间耳边悠悠传来兮兮素素的声音 有人在草丛后面说话 她原本不想偷听别人聊天内容的 但敏感的神经莫名其妙地捕捉到 对方提及姚子让的名字 心头不由地跳了一下 接着下意识地全神贯注聆听 药效发作了吧 嗯 姚子让的体质挺好 但在那种药面前 还是难以抵挡的 好歹也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中了那样 若是不及时解决 几个小时后 就会暴毙死亡 她没得选 等沈云云把她上了 我们这里就开始行动 围剿她总部 一旦东西到手 就立刻通知沈云云 当成把人给杀了 全听 不留着姚子让的命吗 不能聊 你的夜长梦多 是 我知道了 动手 不听不知道 风若兰听完这番话之后 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 刚才在草丛后面说话的两个男人 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说完之后便分头行动走了 只留下她一个人在原地呆愣着 努力消化完信息 她顿时着急了 姚子让有危险 风若兰意识到危机之时 第一时间给风景城发了一条信息 几分钟之后 只见她人已经来到柜台 酒店经理人正好收到电话 亲自出来迎接她 二话不说 把她带进监控室 冯小姐 老板早已嘱咐过我们 灵烧 姚先生的汤被下了药 在电梯跟沈小姐堆滞的时候 就发作了 经理人的举动非常隐匿 以至于沈云运根本就没有发现 自己的一举一动 早已暴露在别人的眼里 而她更不知道的是 莱尔德酒店老板游业 恰恰就是风景城和姚子让的死亡 在酒店经理的帮助下 风若兰透过监控 看见姚子让和沈云运 刚才在电梯里发生争执的画面 姚子让在对质中 忽然脸色不对劲 脑袋昏沉 身子开始失去平衡 沈云运见状立刻扑上前 及时扶住姚子让 她想把人给推开 然而这时 却被她用暗藏在身后的 迷你电棍偷袭 整个人失去意识 随后 风若兰透过监控 看见沈云运将姚子让 带进提前准备好的房间 她顿时脸色惨白 那是几号房 你们有没有备用钥匙 有的 在没有客人允许之下 我们不能擅自进选 便会触犯法律 而且那位沈小姐本身 就是一名律师 经理能够帮上的忙很有限 风若兰意志坚定地道 钥匙给我 我亲自去开门 所有的法律责任 都有我一个人承担 等的就是她这句话 对方听完之后 立刻释然 然后带着她去取备用钥匙 另外一边 姚子让被沈云云 带进酒店的房间 她正得意洋洋地 把人带到床边 原本昏迷的男人 忽然睁开眼睛 反手将她扣在床上 迅速掏出暗器 抵在她的下巴处 沈云云惊叫了一声 震惊不已 你 你没事 怎么可能 我若是不装晕 又怎么能瞒得住 外面的巨人呢 你早就知道了 沈小姐真以为 我是任人捏的软柿子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八十九集 她一时答不上来 收到任务之后 她调查了姚子让的资料 她是一个普通的豪门公子哥 名校毕业 家族企业继承者 但在圈子里 却是那种不怎么起眼的人物 当时她还在疑惑 为何如此普通的人 还需要找她合作铲除掉 金主到底在忌惮她什么 此时此刻 沈云云忽然明白了 所以 你一直都在隐藏实力 无论是学历 特长 公司业绩 性格还是人脉 姚子让都故意 不让自己显得太突出 然而经过一番接触 沈云云发现 她并不是资料上 写的那样普通 她不仅身手不错 还老谋深算 就跟披着羊皮的狼 没什么两样 而她沈云云 完全低估了姚子让 甚至连安排任务 给她的金主 也是如此 意思也就是说 今晚的计划 很可能早就被她识破了 你知道太多了 沈云云 冷冷的声音 从头上传来 她惊愕地抬眸 清楚地从男人眼里 看见一丝杀意 她丝毫不怀疑 姚子让绝对会 当场取她的命 你现在 还不能杀我 哦 给我个理由听听啊 我若是死了 他们没有办法 围绕你的总部 便会直接 对你爷爷动手 姚子让闻言 冷魔里闪过 一丝狠力的光芒 抵在她下巴上的刀子 更是用力几分 你可能 我知道 气话已经被你识破 我愿意投降 我可以替你传假信号 通知他们 现在过去 围绞你的总部 只要你马上通知人手 一切都来得及 姚子让还没有 开口回应 这时 沈云云的手机响起 她眯了眯眼 用眼神示意 让她接通电话 听头那边 传来粗犷的声音 怎么样 你搞定了人没有 搞 搞定了 怎么 才刚开始 说话就喘了 要笑这么猛吗 哈哈哈哈 沈云云 张红了脸 在姚子让的 微迫之下 她随意地应付几句 给对方传递了 假信号之后 再挂断电话 怎么样 你现在 可以放我走了吧 解药先拿来 没有解药 你以为我不杀女人 我就是你的解药 如果你想 我可以替你解 沈云云笑得花枝招展 微钩的眼眸 散发着几分魅惑 姚子让的脸庞 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红韵 掐着她脖子的手 体温逐渐上升 沈云云看得出来 姚子让身上的药效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因为她自身体质的缘故 硬生生地延缓了 药效发作的时间 刚才那通电话 她用了几句暗号 对方装作配合 其实已经听明白 事情有所不妙 她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继续拖着姚子让 阻止她去调动人手 姚子让忽然冷哼一声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打什么主意 就在她说完这话 正准备亲手 将沈云云解决掉之时 房门猛然传来 嘀嘀嘀的声音 惊动两人 风若兰刷了房卡 一打开门 就看到姚子让 正将沈云云按在床上 两人的姿势过于轻腻 以至于她一时间 没有注意到 姚子让手里 正挟持着沈云云 她大步走上前 看也不看沈云云的脸 强行将姚子让拽走 你来这里做什么 男人对于突然出现的 风若兰 感到非常的震惊 快跟我走 这里很危险 她说完 就想拉着人往外走 然而姚子让却有些怀疑 是不是要笑的缘故 导致自己产生幻觉 因为此时的她 已经感觉到脑袋的昏沉 愈发强烈 视线也有些模糊 眼前的女人 肯定不是风若兰 姚子让想到这个可能 下意识地甩开她的手 才刚甩开风若兰 脑袋忽然又觉得晕了一下 她差点站不住身子 子让 别碰我 风若兰及时上前扶住她 姚子让还想接着反抗 与此同时 刚得到解脱的沈云韵 却抓紧时机 摸出自己随身携带的迷你电棍 扑上前去攻击 姚子让 你去死吧 我今晚绝对不会让自己的任务失败的 她听到声音 本能地想要侧身躲开后方船来的攻击 然而这方位 恰好迎上沈云韵的电棍 子让小心 风若兰惊呼一声 在电光火石之间 扯了一把姚子让的胳膊 往她身后靠去 沈云韵的电棍 直接落到她肚子上 剧烈的电流感传来 震得她全身麻痹 风若兰痛得大叫一声 姚子让的眩晕感 被这惨叫声打断 她努力地回过神 看清楚 切切实实站在面前的风若兰 正遭受沈云韵的电机伤害 怒意冲天 迅速地扣住沈云韵的手腕 狠狠地往外掰 咔嚓一声 看笔狼嚎声的惨叫落下 沈云韵痛得脸色发青 手腕脱臼 电棍掉在地上 姚子让的另外一只手 掐住沈云韵的脖子 眼眸冒着浓浓的怒火 谁给你的胆子 竟然敢动她 我不是 沈云韵脸色瞬间窜红 男人的力气非常大 窒息感令她怀疑自己 下一秒就要去见阎王 就在此时 风若兰彻底地昏倒在地上 鼠兰 由于沈云韵用的电棍 是经过改良的 对于风若兰而言 威力过强 导致她被点击几秒后 承受不住 直接昏了过去 沈云韵见姚子让的注意力 还在风若兰身上 抓紧机会 转身跑出房间 逃之夭夭 姚子让用最快的速度 扯过床单的被子 一把将倒在地上的她抱起 主兰 醒醒 女人浮在她的怀里 还好没有完全失去意识 只是有些动弹不得 子 子让 风若兰艰难地扯着她的衣角 麻痹的四肢 令她特别难受 她 她跟人喘痛 要 要害你 姚子让只觉得 心被狠狠地揪起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她并没有浪费时间 追问风若兰 是怎么知道的 一把将人抱起 走出酒店房 然而沈云韵那边 竟然找来几个帮手 独在走廊上 一个个举着武器指着她 哼 你逃不掉的姚子让 今天 我不会轻易让你离开这里 沈云云站在几个男人的身后 说话也是比刚才硬去了一点 风若兰扯了扯姚子让 尖色地道 放我下来 你快跑 我替你拦着 明明自己的四肢 已经麻痹到站不稳身体 却还嚷嚷着要替她拦住沈云韵他们 姚子让心里的怒火不由地生气 她死死地盯着堵在走廊上的沈云韵 和身后的几个男人 眼神犹如看着一个死人 冷得令人颤抖 你以为就凭你们这点人手 能拦得住我 姚子让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意和怒火 风若兰已经非常熟悉 在丛林里她差点被杀手伤害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的表情 沈云韵对上她那副面容 心里微微颤了颤 目光落在男人怀里的风若兰身上 原来这女人是姚子让的底线 只要威胁到她的性命 就像碰到龙的逆鳞一样 令姚子让彻底暴露真实面目 沈云韵咬了咬牙 坚定地稳住身子 这酒店整层楼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全都是我的人 姚子让 我今天不会让你成功离开半步的 姚子让痴笑一声 然后道 哦 都是你的人 你转头看清楚 后面那群人都是谁 沈云月文言 惊了一下 她侧过头去看 发现后面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 蒙面男人围住 他们手持不同的武器 胡适淡淡地盯着她 和她身旁的几个男人 这不由地把沈云韵吓了一跳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哎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九十集 这 这 不是只有你们等到提前部署的 沈云月 就凭你真的实力 竟然还想帮我二叔对付我 天真的狠 没关系 我早就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 只要我拖到你总部的人被歼灭 就大功告成了 沈云月破罐子破摔 那你可能就要失望了 因为失败这个词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姚子让信誓旦旦地说完 示意后面的人动手 沈云月身边跟着的几个男人 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 其中一两个身手特别狠 一对三都不是问题 她兼自己的人手占了上风 心里更加踏实了几分 于是便发出号令道 去把姚子让拿下 她要效已经发作 很快就没有力气抵挡了 其中一个男人文言 果然听从命令 扑向姚子让 风若兰见对方举着棍子披过来 脸色耍白 吓得连忙抱紧姚子让 男人本以为姚子让是个好对付的人 谁知事实大大的打了她的脸 手里抱着风若兰的姚子让 不费吹灰之力躲开攻击 还来了一个横空旋风梯 当场将对方踢趴在地上 风若兰吓得不敢出声 只觉得脑袋眩晕 姚子让的声音忽然从耳边落下 闭上眼睛 很快就好 她听话的闭上眼睛 埋在她胸口不敢看 这种打架的场面 无论经历多少次 对她而言都还是很残暴 不忍直视 埋在姚子让的怀里 莫名地有种踏实安心的感觉 耳边传来隐约的呼啸声 以及对手们痛苦的哀号 不一会儿 眩晕的感觉终于停下 只剩下姚子让微喘的呼吸声 在耳边萦绕着 风若兰猛地睁开眼 抬头只见姚子让将她抱进了电梯 盯的一声 电梯到了一楼 门刚打开 酒店经理的身影映入眼帘 张少 大门这里被堵了 暂时不方便出入 您还是从VIP通道离开吧 我已经安排了人手 给您看路 姚子让嗡了一声 关上电梯门 点了一下地下楼层 风若兰茫然地问 你早就知道有埋伏啊 她嘴角动了动 反问道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想找你谈谈 发现我被埋伏的事情后 为什么不离开逃跑 担心你有危险啊 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面对如此冷漠的姚子让 风若兰欲言又止 半晌 她垂眸淡淡地道 放我下来吧 我可以自己走 姚子让没有听她的话 直接把她抱到地下层停车场 停车场里已经有接应她的人 一切都安排得刚刚好 天衣无缝 而她风若兰突如其来的介入 差点就打破了姚子让的所有计划 意识到这点的她 有些无地自容 她果然是个脱油品 姚子让将她抱上车 自己坐上驾驶座 就这么把车开走了 风若兰透过车镜 看了一眼莱尔德酒店大门 发现警车已经到了 还有不少路人举着手机 咔嚓咔嚓地拍着照 显然这次的埋伏行动 惊动了不少的人 她心有余悸 现在要去你的公司吗 去医院 啊 可他们说要去围剿你的总部 你不去救吗 总部早就被我进宫了 等他们的人道场 只有空荡荡的地下室 风若兰没想到 姚子让真的已经提前准备好 而且还预谋到这个程度 她越想越觉得愧疚 对不起啊 我的出现差点破坏了你的计划 在这里停车吧 我自己打车回去 姚子让皱了皱眉 握着方向盘的手 微微地收紧 金丝矿眼镜下 眼眸的神情愈发复杂 只听见她发出了一道低沉 而暗雅的嗓音 你先别说话 一句话落下 再次刺痛了风若兰的心 她不知道的是 姚子让的药效 在体内酝酿了很长时间 从刚才抱着她的时候 就一直发作到现在 愈发强烈 本以为只要把风若兰放下 就不会再有那种澎湃的感觉 然而当药效越来越强烈以后 不仅她的气息透过鼻腔 刺激着她的大脑 竟然连声音也在耳边回荡着 充满了刺激和骨过 风若兰当然不清楚 自己对于姚子让来说 有多大魅力 听到姚子让叫她别说话 她还以为自己招人闲了 心里被狠狠地刺痛一下 她甚至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姚子让 害怕会从那双眼睛里 看见嫌弃的目光 两人沉默了半晌 然而这份安静 并不能缓解姚子让的药效 她似乎越发难受 血液里有一种非常剧烈的冲动 试图穿透每一颗细胞 波涛汹涌 翻腾倒海 她却有种错觉 仿佛风若兰就贴在面前 她的气息不断在她脑海中 放大放大再放大 刺激着每颗脑神经 酝酿出一波又一波的涟漪 感觉脑子里某根弦都快要崩了 轮胎在地面上打滑的声音响起 姚子让终于忍不住 把车停在路边 风若兰见她忽然停下 困惑地转头 见她满脸胀红 气喘吁吁 看起来十分难受 子让 你 你怎么了 她垂下头 痛苦地闭着眼 在心中默默地念着 胎上老君长青静静 她担心地伸手 去抓住姚子让的胳膊 是不是药效发作 太难受了 要不 我打电话叫救护车来吧 她总算是体验了一回 被下药的滋味 上次元子杰给风若兰下药后 她完全不受控制 如今姚子让算是彻底地明白了 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儿童不移的画面 很想要把面前这个女人 融入自己的身体 很想听她在耳边的喘息声音 想要感受着她炙热的气息 想要看她娇羞的表情 很想 耳边还萦绕着风若兰着急的声音 每个字句都像是在对她下鼓 子让 你还清醒吗 不行 我现在就打电话 就在她正准备掏出手机之际 姚子让忽然伸出手 攥住了她的手腕 男人艰难地咬着牙道 不必了 你下车 我不能把你丢下 再不下车 危险的人就是你 风若兰愣了几秒 这才意识过来 忽然想到 刚才两个男人的交谈内容 姚子让身上的药必须由女人来解决 否则的话她便会暴毙身亡 想到这里 她的脸色惨白了几分 缓缓地鼓起勇气 我帮你解决 这次换姚子让愣住了 风若兰又重复地说 你身上这个药若是没有得到缓解 会暴毙的 我不想看你死 更不想让别的女人替你解 那就让我来吧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 不就是慰爱鼓掌吗 姚子让感觉体温已经上升到肺点 快要绷不住了 紧紧地抓住紧剩的一丁点理智 你不走 我走 她不想伤害风若兰 哪怕是她主动送上门的也不行 姚子让说完 立刻解开安全带 开门下了车 风若兰不敢罢休 连忙下车跟上去 从身后一把将男人抱住 姚子让 你还是不是男人 她刚抱上去 姚子让的身躯猛的一颤 本想要正脱开的 谁知她却更加用力地抱住 一股暖流 浸湿后背 我不想你走 风若兰忽然哽咽地道 你走了 就不要回来 我不想你走 隔着衣服都能够感觉到 她肌肤的触感 软乎乎的 姚子让觉得自己都要疯了 她痛苦地闭上眼睛 吃力地命令道 放开 我不 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 点个订阅哦 第五百九十一集 姚子让 你要是个男人 现在就把我上了 风若兰真的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把这种话说出口的 但她顾不了这么多了 她只知道 自己若是离开 姚子让就会死 而这句话也确实刺激到了她 当场将脑袋里仅存的一丝丝理智 彻底地击碎 姚子让猛地一转身 将风若兰扯进怀里 按在车身上狠狠地吻了下去 突如其来的吻 热烈地让她措手不及 她知道男人忍不住了 于是努力地配合着 伸出手勾住她的脖子 姚子让的身子一僵 又更加热情了几分 直到两人都感觉到濒临窒息 她忽然放开 风若兰带着狐疑地睁开眼 这件男人金丝矿眼下的双眸 早已通红 被炙热的火焰覆盖着 你说的 不后悔 还不等她开口回答 姚子让牵着她的手 走过马路 朝着对接的一家汽车旅馆走去 你 你要去哪儿 证明我是个男人 满脸通红的风若兰 被带进汽车旅馆 她甩了一张黑卡给柜台 要了一间房间 柜台的服务员 效率很是马力 很快就给出钥匙 几分钟后 风若兰很快就被拽进房间 一个小时前 她还在莱尔德酒店被人算计谋害 现在 自己却是带着风若兰 到汽车宾馆开房 药效很猛 猛到她该有的理智都丢了 门材刚关上 风若兰就被按到墙上吻 她见过姚子让的绅士风度 见过她凶狠残暴的样子 唯独没有见过她如此热情的一面 鼻端的气息越来越稀薄 两人都能够听见对方的心跳 风若兰都怀疑药效是不是具备传染性 怎么自己越发觉的热了 姚子让摘掉眼镜 接着她把她抱到床上 忽然动作又打住 风若兰 伸手把她扯过来 抱住她的脑袋使劲地吻 用行动来表明答案 然而她终于崩溃了 酝酿多年的情感 加上药效的催化 使得过往所有的抑制情绪 得到了解脱 当压抑过度地矜持 随着衣物落在地面时 床上的两人都激动了 控制不住 也不想控制 看着她紧张地仗红了脸 姚子让忽然扯过领带 缓缓地遮住她的双眼 风若兰颤抖地问 这 这是做什么 别看 姚子让沙哑地道 不看就不怕了 是吗 其实她只是不想 她被她的样子吓坏 可是 这样我更害怕了 风若兰刚说完 就被堵住了唇 姚子让肆无忌惮地 掠夺着她的美好 夜色萧萧 树叶在风吹洞下 轻轻地摇晃着 所有击沉已久的心事 在那一晚上之后 都得到了释怀 但 就是有点累 后半夜 风若兰望着窗口 泪摊到怀疑人生的时候 悠悠地想起那两个男人说的 这药效很猛 一晚上十次都有可能 她的心里有些绝望 然而男人的手 再一次摸了过来 说了 我感觉药效还在 她挖的一声哭晕了过去 姚子让又爬了过来 继续 早上十点 阳光透过窗户 照在风若兰脸上 迷迷糊糊中 感觉有人从背后 紧紧地搂住她 守在她身上游来游去 男人靠在她的肩窝里 暖暖的气息 一下一下 洒在她肌肤上 若兰 她在耳边 轻轻地呼唤着 似有若无地 在她耳边呼气 仰呼呼的感觉 将疲惫的她 从睡梦中强行唤醒 啊 吃力地睁开眼皮 感觉到姚子让 在用胡茶 磨缩她的侧脸 她只觉得 内心有些崩溃 子让 我不要了 风若兰英宁的求饶声 无疑对姚子让来说 是极具魅惑力的 她的心弦被猛地绷紧 贪婪地吸了一口 她的气味后 又平复脑袋里的冲动 该起床了 若兰 吃天早餐 我送你回去 你哥找你吵了一晚上 听到这里 她的困惑瞬间消散 猛地睁大眼睛 啊 我哥怎么了 跟你打了好多电话 刚才我替你接了 你跟她说什么了 我说你睡得沉 让她不用担心 晚些送你过去 大家报平安 风若兰如雷轰顶般震惊 你 你 你跟我哥说这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那她不就知道我们 我会对你负责的 姚子让深沉地望着她 风若兰凝视她的双眸 不确定地问 你 不会再躲着我了 姚子让从她眼里 看见了一丝委屈 宛如受了伤的小兔子 心里莫名地心疼 她牵起风若兰的手 手背上落下一个吻 不会了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 两个人打从节食那会儿开始 就像在玩追逐游戏 你追我跑 不是错过 就是害怕逃避 如今他们都敞开了心 对彼此坦诚 也对自己坦诚 昨天夜里 风若兰忍不住问她 为什么要逃避她 姚子让告诉她 那是因为自己没有信心 能够一辈子守护好她 这个女人是她的此生最爱 与其独占着她 令她天天担惊受怕 还不如放她去寻找 其他更好的男人 但经过昨天晚上的亲密 姚子让发现 自己已经完全离不开这个女人 她对她而言 就如同毒药般 令她无法割舍 然后她忽然有了一个 思想转变的契机 若兰 我想让自己 越来越强大 强大到没人敢与我抗衡 给你安全的生活 无有无虑 你现在 对自己有信心了吗 因为你的存在 让我重新找到了信心 风若兰笑了笑 捧着她的脸蛋 笑盈盈地回答 怂蛋 其实我对你一直很有信心的 姚子让被她激了一下 伸手将她搂得更紧 两人相互贴着 能感受到对方的心跳 要不要我这么一下 自己不是怂蛋 她脸色一僵 心事染上红韵 随即换上惊慌的神色 抹地将男人推开 抱起地上的衣服 逃进了浴室 姚子让望着那落荒而逃的倩影 忽然勾起了一抹甜蜜的笑 下午退了房 姚子让将风若兰 送到了风景城家里去 一打开门就看见风景城 那不怎么好看的脸色 冷冷地看着她 好似要把这个混蛋小子 给狠狠地揍一顿 风若兰知道 哥哥是生气了 哥 你就别怪子让了 她昨天被吓 你真是打得一手 如意算盘啊 姚子让 风景城没有给风若兰机会解释 当面数落姚子让 姚子让面不改色 用时只推了推金丝矿眼镜 一本正经的道 谢谢 不会记住这份恩情 十份免费情报 还有加盟你们公司旗下 连锁店的股份 绝对没问题 风若兰听到他俩的交谈 一脸的懵 你们在说什么呢 还不等他得到答案 十万言的声音 从屋里传了出来 快进门说话吧 站在外面 是想让全世界都听见 你们的机密吗 于是姚子让和风若兰顺利地被请进屋里去 他这才终于弄明白情况 就在昨晚 姚子让带着他离开莱尔德酒店之后 酒店和总部都被重重包围 姚子让其实早就提前安排了油业来帮忙善后的 然而当时油业也有些应付不来 风景城恰好派人过来 顺道一起解决那暗算姚子让的党羽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第592集 忙活了一整个晚上 结果回过神来发现 被暗算的主人公失踪了好几个小时 风景城查到 姚子让带着风若兰 去汽车旅馆之后 气得不轻 他意识到 姚子让早已将他算进计划之内 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独自跑掉 但这举动也确实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因为风景城发现 姚家那边也差点被围剿 而且都是冲着姚子让的 你是早就知道你儿叔的计划了 姚家那边你难道一点也不担心出事吗 风若兰听完之后提出关键疑问 姚子让非常诚实地解释 那么不敢当我爷爷怎么样 就算敢 也没有那个能耐 我爷爷虽然退休了 但却不是闪用的灯 至于我二叔 自从我在森林里 死里逃生出来 他的每一步计划 都已经在我们监视范围内了 想要摆脱 一如反掌 风景城冷哼吐槽 一如反掌是肯定的 出动的是别人的手下 你自己倒是轻松自在 他苦笑一声 我手里的人调动 也都在他的监控下 任何风水草动 都会令他起 所以只能借助外力 你二叔的所有犯罪证据 我的人都替你整理好了 赶紧把他送去座廊 免得害我妹妹成日 担惊受怕 那是当然的 风若兰傻眼地望着风景城和姚子让的谈话 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 他忍不住转头 看向石婉言 问道 他们 这算是和好了 之前我哥 还很生气他来着 石婉言 轻拍摆的肩膀会的 男人之间的友谊啊 就是如此单纯 只是 你男人 要付出的代价可不小啊 十份免费情报 还有加盟连锁店的股份 风景城摆住机会就坑人 连死党都不放过 真是个狠人 而姚子让也二话不说 立即答应 两人之间 看似是因为交易成功而和好的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其实最根本的 是他们都还是重情义的人 若不然 风景城昨天晚上 也不会出动人手 帮忙游业一起解决 姚家的烂摊子 可以说是非常有义气了 虽然二叔那边的人 已经收拾好 但家族里 还有不少首尾需要去整顿 姚子让很快 就被姚老爷喊回老宅 开家族会议去了 风月兰以为 姚子让走了之后 风景城就要开始审问 他昨晚的事情 然而他却让石婉颜 把他带到楼上去书导 嫂子 我哥是不是 让你来训斥我的 你想多了 他就是想让我帮你看看 有没有受伤 没有 昨天我只是被电击了一下 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咳咳 石婉颜有些不好意思地 轻咳了一声 补充道 你一晚上都被折腾了 或多或少 有些疼吧 子让中的那个药 据说药效很猛 风若兰的脸色 瞬间刷红 要说不疼 那肯定是假的 尤其是走路的时候 他都疼得难以呼吸 石婉颜是过来人 见他满脸尴尬羞涩 就知道自己猜得没错 于是拿了些药膏给他 呃 嫂子 啊 谢谢你和哥 愿意支持我的决定 他非常真挚地道谢 石婉颜对着 风若兰那双感动的毛子 微微勾起了一抹笑容 像冬天里的太阳一样温暖 你是他的妹妹 血脉相连 他若是不支持你 你就无依无靠了 我知道 他忽然改变心意支持我 背后 一定是你帮忙说了好话 谢谢你 不用谢 我只是让他知道 姚子让有多么看重你罢了 你哥呢 一直希望你能找到真爱 所以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你换来幸福的未来 石婉颜说完 便笑着离开 风若兰的眼眶一湿 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感动 他现在才明白 风景城之所以帮助姚子让 不仅仅是看在兄弟情分上 其中还有更大的部分 是因为风若兰 只有协助姚子让铲除掉那些麻烦 不再有后顾之忧 风若兰和姚子让 才有幸福美好的未来 事情也确实如此 姚子让那边的事情 终于告一段落 一直想要陷害她的二叔 被送去坐牢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姚老爷子没想到 自己看上的孙儿媳妇 竟然企图谋害她的孙子 好在她孙子福大命大 才没有被陷害死 家族里所有曾经帮助过 姚子让二叔的亲戚们 都被赶出家族企业名下的 所有公司 姚老爷子甚至还在 全家族面前 从祖籍和遗产继承人的 名单中 将这些搞事情的人 一一除名 经过这次血淋淋的教训之后 她也不再强迫姚子让 相亲联姻了 姚子让终于找到时机 跟爷爷坦诚 爷爷 我想娶若兰 你说 冯家那孩子 是 你想娶人家 对方可未必愿意嫁给你呢 姚老爷子还在意 上次自己被冯家二老拒绝的事情 姚子让却是一点也不担心 我会亲自当门拜访 相信封老和封夫人 都会愿意见到我的 老爷子知道 自己说多了也没有 挥挥手便让他去了 这次批准 对于姚子让来说 就跟皇帝的赐婚一样重要 以前的他从没有想过 自己有机会和权利 选择跟谁结婚 这次无论如何 他都要尽全力 获得封家老夫妇的认可 封若兰今天很忐忑 这是他跟姚子让 交往满一个月的日子 爸妈从哥哥那边 得知他有了对象 特意打电话 让他把人带回家看看 之前他就听说过 爸妈不是很喜欢姚子让 所以去之前特别的忐忑 姚子让看着副驾驶座上 不停捏着大拇指的人儿 伸手将他的手牵起 你看起来比我还紧张 明明见家长的人是我 我还害怕 万一爸妈不喜欢你 那怎么办 他们若是不喜欢我 你会跟我分手吗 当然不会 那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反正不管他们支持与否 都不会对我们的感情 造成影响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他还是放心不下 姚子让继续安抚道 别担心 我对这事啊 有一定的把握 封若兰不明白 他说的把握是什么意思 却也没有多问 车子开到封家老宅 封锦城夫妇的车子 也已经停在门口 封若兰和姚子让牵着手 一同走进老宅 就听到里头传来热闹的孩子 嬉闹声 许久没有见到六胞胎 虽然已经上了小学 但在爷爷奶奶的眼里 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孩子 玩得不亦乐乎的人 偏偏是丰富 爸 妈 我带子让来见你们了 封若兰一声招呼落下 客厅里的嬉闹声 瞬间停顿 所有人都停下动作 琪琪将目光 落在他和姚子让的身上 封妇逆了一眼 站在玄关处 牵着手的情侣 没心微微地皱起 还不等他说话 原先坐在小木马上 玩耍的小桃子 拉着他的玩伴祭恩 一起走到封若兰的面前 姑姑 这样牵手手 就是交了男朋友吗 小桃子也有男朋友 这举动 可怕封妇和封母气得不轻 在家里牵什么手 要换孩子 封若兰脸色一焦 只得默默地 从姚子让的手里抽出 还好姚子让 很懂得看人眼色 不仅没有觉得尴尬 反而还借势 将自己带来的 见面礼地递过去 夫妇 夫母 当然了 这的心意 请你们收下 放我那儿吧 封妇说完 朝着小桃子招了招手 乖子女 过来 爷爷带你去看 家里养的乌龟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见咯 别忘了点个订阅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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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